两个筑基魔羞躯而复返 玉空悬浮 居高临下注视着他 小子 不错嘛 差点被你瞒了过去 白脸筑基修士笑着调侃 墨影林鹏 你是听语楼的人 魁梧筑基修士盯着李牧手上的墨影林鹏 质问道 李牧默然地将林鹏收入无储无待 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准备战斗 一看到两人样貌 李牧已然认出了他们的来历 邓藩王是玄英宗邓藩王 本命法宝一杆万鬼藩 擅长利用此番布置英鬼大阵 另一名庄九师 炼师宗弟子 庄九师 练就了一身驱师功法 能招九具厉害的炼师 小子 我问你 这影林阵是你布置的 布置来做什么用 庄九师黑着脸质问 不说的话 就等你死了 让我抽魂再探吧 邓藩王盯着李牧 森然地说 李牧懒得跟他们废话 右手拍了下储物袋 放出七柄二阶玄铁剑 犀利地向两人击射而去 左手凭空一捏 从储物阁取出一道 二阶金甲符 注入灵力激活 金甲符立即化作一道金光 附在李牧身上 找死 见一个炼器小修 竟敢主动向他们动手 庄九师勃然大怒 伸手一挥 九只青铜师从尸袋放出 静止向李牧淹没而去 看着七柄二阶飞剑 以及李牧使用的二阶金甲符 邓藩王眼中闪过一丝警惕之色 不敢掉以轻心 伸手一抓 展露一柄阴气缭绕的黑帆 挥手一摇 大量阴鬼浮现 向其袭去 面对迎面冲杀 而至的青铜师群 李牧挥手一招 十几具战斗傀儡 从储物阁放出 迅速狠青铜师群站在一团 喷喷巨响 接连传出 战斗极其激烈 现场当即陷入了一场混战 庄九师脸色僵住了 原以为自己的青铜师群 能轻松建功 没想 在十几只战斗傀儡的围殴下 青铜师开始断手断脚 一个照面便出现了伤亡 他的青铜师 没想象中那么耐揍 该死 这是什么傀儡 战斗力怎么这么强 自己好不容易养出来的青铜练尸 都是练起巅峰修士的尸体秘法炼制 岂能被一群战斗傀儡轻易击败 庄九师顾不得脸面 直接飞身下场 与战斗傀儡交战 救护青铜师群 另一头 面对无数飞扑而来的鹰鬼 李牧伸手一招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叠一阶上品灵符 驱邪符 火坛符 覆墓符 不要钱一般扬了出去 下一刻 数十上百张一阶上品灵符 化作一道道犀利灵光 静止将飞扑而至的鹰鬼淹灭了去 混账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灵符 看到这一幕 邓帆王火冒三丈 挥了下万鬼帆 再次放出一大片鹰鬼 李牧浑然不惧 近百张一阶上品灵符甩出 这段时间都没空卖灵符 储物袋放了大量低阶灵符 正好借此战斗清理一下 看着鹰鬼群接二连三 淹灭在灵符灵光中 邓帆王气得直哆嗦 这些鹰鬼是他耗费了无数心力 慢慢积攒出来的 然而 对方的灵符 好似无穷无尽 李牧一心熟已用 撒伏消灭鹰鬼的同时 另一只手掐着剑阵法绝 遥控七柄二阶玄铁剑 向邓帆王袭击 遥步七星剑阵 挥舞万鬼帆 释放鹰鬼大军的邓帆王 看到七柄玄铁剑 呼啸着释放剑气时 当即意识到了不妙 脸色浮起了惊慌之色 连忙大声地求助 庄老九 别跟那些傀儡缠斗了 他在尸剑阵 快杀了他 闻言 庄九师打飞一只战斗傀儡 抬头看了一眼 吓了一跳 庄九师飞身而起 舍了尸群 气势汹汹 朝李牧冲杀而去 给我死 庄九师伸出一只尖爪 以迅雷之势逼近 狠狠找向正掐绝遥控见证的李牧 李牧浑然不惧 一点躲开的意思都没有 看着迎面冲杀而至的庄九师 下一刻 从储物阁中取出三阶羹筋盾 玉盾顶上 一亩巨大的黄金巨盾 骤然出现在庄九师面前 轰一声巨响 庄九师释放的绝尸爪 狠狠撞在羹筋盾上 整个人被撞飞了出去 五指聚碎 鲜血淋漓 庄九师栽倒在地 捂着断指 食指连心 痛得浑身颤抖 额头冷汗淋漓 庄老九 快 快救我 啊 这时 忽然传来了邓番王的求救声 庄九师回头看了一眼 当即吓了一大跳 欺禀犀利的二阶飞剑 将邓老鬼团团围住 释放剑气的同时 一次次劈砍在他身上 剑阵中的邓老鬼 左右难支 没几下功夫 他的灵盾便被砍坏 身体被无数剑气 划出到道血痕 庄九师扫了一眼 被傀儡群蹂躏的青铜师 眼中闪过一丝退意 当即转身就要逃走 嗖的一下 忽然一道身影 从土中遁出 阻住了他的去路 赫然是那个 刚才被他不放在眼里的 炼器小修士 怎么这么不讲义气啊 丢下同伴就要走了 李牧笑盈盈地 看着庄九师 调侃道 话音一落 李牧摊开着的右手 突然用力一握 下一秒 一阵冰死的惨叫声 当即传扬了出来 庄九师回头看去 只见邓老鬼跪倒在地 身体被七柄二阶飞剑 四面八方地穿透 死状凄惨无比 庄九师心头一亮 回头恐惧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你到底是谁 明明啊 明明只有炼器修为师吗 炼器漆就好欺负了 李牧打断了庄九师的话 右手一招 随即七柄玄铁剑 从尸体内飞出 围绕着两人急飞起来 道友 有话好说 剑势不妙 庄九师打算投降讲和 打坏了我不少傀儡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 李牧打断对方的话 身影一闪 从剑阵中顿出 手掐剑绝 迅速布下七星剑阵 对其展开猎杀 庄九师自不会束手待命 打开尸袋 放出十几具悬甲尸 充当肉盾抵御飞剑 咬牙再放出一只半成品的 银甲飞尸 飞出剑阵之外 袭击李牧 李牧眉头一皱 左手凝聚出一道金色陵园 锁定银甲飞尸的轨迹 一道金刀术释放而出 搜的一下 一柄金刀飞尸而去 眨眼间 金色飞刀从银甲飞尸的头颅滑过 扑的一声 银甲飞尸的头颅被斩落 手身分离 坠落在地 尸身冒出了大量白烟 脸尸被破 阴力消散 不 看着唯一的杀手锏 就这么干脆利索地被斩杀了 庄九师绝望地惨叫 满脸不可置信 无法相信自己辛辛苦苦 炼制了大半辈子的本命淫尸 就这么没了 庄九师分神之际 七柄玄铁剑先后而至 逐一批扎入他的身上 让其彻底名副其时 彻底变成了一具尸体 李牧在两具尸体扫射了片刻 确认他们都已生机断绝 这才收回七柄玄铁剑 而后 李牧开始收拾战局 将两人的储物袋 法器通通取走 再施了几道引火树 将一地炼尸 两人尸体通通引燃 将残缺的战斗傀儡 悉数收入储物袋 战斗傀儡实在残得不成样子 便挖出傀儡原盒 顺手一记引燃树 将傀儡残区烧毁 毁尸灭迹 打扫完战场 李牧取出灵州 迅速御州 飞离了这片是非之地 李牧飞离没多久 又有一群猎羞飞制 看到面目全非的残酷战场 一个个面色骇人 再看到那个引雷阵遗址 众猎羞纷纷退走 当晚 天龙峰的消息 便在清水阵传扬开来 有助机大能 在天龙峰上布阵雷阵 斩杀了两个助机失修 并没有什么异宝问世 妖王杜劫之类的机缘 这一切 李牧不得而知 回到青龙谷后 李牧逐一清点战后收益 查看两个助机魔修的储物袋 万鬼翻 品阶 三阶下品灵器 特性 驱使万鬼 壮养阴魂 魂灵附体 状态 宝主魂灭 气机受损 阴鬼缺失 用三阶四阴木 混沌兽皮 阴蚕丝炼制的万鬼翻 可容纳万鬼 炼化阴鬼 卷护圆灵 九魂灼 品阶 二阶灵器 装有大量生魂的养魂梦 装有十几具为炼制尸体的养尸袋 术部魔宫传承功法 金甲炼尸绝 幻音炼魂绝 五鬼斑运术 九转化尸爪 两个助机修士身上的灵石没多少 汇集一起 两千多枚钟灵 不到李牧身价的五分之一 这种助机魔修也挺穷的 不过 他们的储物袋里装着不少阴毒之物 各种毒物 阴魂 炼尸用的材料 血丹 之类的材料 数量倒是不少 这个是 李牧意外发现一个高阶 却即将报废的灵器 百炼钟炉 笋 品阶 四阶灵器 特性 聚虫成骨 蒸杀成灵 状态 血骨晶圆见势 十年必废 四阶宁灵木星 五阶龙雪中驱 炼制的骨炉 百虫炼制可成骨 千虫炼骨可转铃 龙血骨晶圆消散 只剩最后一次炼制机会 李牧看着手里的青色小炉 眉头紧皱 思量着什么 这次对上两名助击修士 李牧可谓手段全出了 傀儡 灵符 剑阵 全部使用了 这才将它们拿下 虽还没使上全力 比如 刚得手的五阶雷浮灵书 但也差不多了 看到这个炼鼓炉 李牧当即又想到了一件灵物 可以充当一个出其不意的 硬敌杀手锏 李牧将一枚琥珀玉 从储物阁取出 看着琥珀玉中 并铭固的七彩幻腰蝶尸体 李牧皱眉思考着什么 七彩幻腰蝶 死亡 品阶 四阶妖虫 特性 致命梦幻 西灵夺魂 状态 母蝶生机断绝 身怀千卵 七彩幻腰蝶 四阶妖虫 迷幻生物 掠魂为食 母体生机断绝 运有千枚虫卵生机停滞 解封后 注入大量生魂 可助其孵化 将琥珀玉解封 可以获得七彩幻腰蝶的尸体 以及千枚幻蝶虫卵 将虫卵放入刺中炉内炼化 便可获得一只化铃的蛊虫 养一群幻蝶妖虫 要特意为虫群寻找食物 太麻烦了 李牧没有那个时间 若是 只养一只化铃蛊虫的话 应该轻松许多 同时也多了个硬抵手段 非常合适 李牧怦然心动 刚好从玄英宗弟子的战利品中 有装着大量生魂的养魂蚌 这些将生魂可用于催生虫卵 唯一麻烦的是 在这之前 李牧需要先学一部玉虫术法 李牧将百炼钟炉 琥珀玉 养魂蚌 都收入一个储物袋 等下次去万宝阁 让王掌柜帮找部玉虫精学了再说 迅速清点完 两个魔修筑基的战利品 将一些阴毒的 李牧看不上眼的东西 收入一破旧小储物袋 以便顺手处理掉 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收起 李牧郑重从储物阁中 取出五阶雷浮灵书 投入神石 开始着手炼化雷书 自知电芒 在李牧手中的五阶雷书疯狂闪耀 好似在排斥被炼化的命运 不过 在没有弃灵的情况下 这种抗争 注定是徒劳的 李牧脑海微微一麻 一道道蓝色雷翼 传导入石海 神魂激荡 清晰感受到 毁天灭地的雷翼 李牧神色微变 感到了炼化五阶雷浮灵书的凶险 然而 此时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李牧 只能倾尽神石之力 强忍着对蔑视雷翼的恐惧 压制雷书的反抗 此时 他无法停止炼化 一道停止 雷书就是反击 雷霆灵力 将随之侵入石海 一举摧毁他石海 使他神魂俱灭 惊险的交锋当中 最终李牧 凭借着对制服 对气纹 对阵法的理解 小小心翼翼的 避开雷书复杂的雷纹气阵 成功将神石侵入 五阶雷书的核心气阵 在没有气灵的情况下 成功将五阶雷浮灵书炼化 五阶雷浮灵书炼化成功 下一刻 强大雷灵电蛇 迅速收入瘦皮书中 雷浮灵书当即变成一部 普通的蓝色瘦皮书 为李牧展现一副 复完整的 强大高阶雷浮的符文 完整的五阶雷浮传承 从一阶的雷元符 驱雷符 二阶雷盾符 雷豹符 三阶五丁换雷符 雷元赵护身符 正阳火雷符 紫霄雷盾符 四阶 猎岩千雷符 顿天雷义符 五阶 定身雷玉符 紫霄万雷符 一一呈现于 五阶雷符灵书之中 李牧双眼放光 喜不自胜 这本五阶雷符书 不仅记录由低至高的各种雷符 他同时也是一键玉符灵器 操控着他释放雷符 威力 释放范围 都能获得大幅提升 翻看着符书 看着绘制雷符的要求 李牧脸上 喜色渐渐地消散 高阶雷符威力固然不错 但是 使用的符皮 符笔 符墨 同样具有极高的要求 依靠着万宝格 收集雷雷的能量 李牧 大概只能先画一画三阶雷符 至于四阶 五阶雷符 还得看有没有机会 猎杀到高阶雷系妖兽才行 时光再染 转眼一个半月过去 青龙谷 百亩林田 五十亩半丈高的枫林草 随风摇摆 郁郁清清 灵性十足 已然进入了成熟期 三十亩白玉林道 都有十几尺高 长势非常喜人 至于二十亩翠菱果 正度过幼苗期 林田旁边的清水潭 一块巨石上 哇 赤狼站在巨石边 兴奋地朝下方 轻弹叫了一声 提醒主人 他要跳了 随后 赤狼飞身跳出 扑通一声 飞身跳出轻弹中 卖力的四只狗疤 兴奋地朝李牧游去 什么都有你的份 我在水里 游会你也要凑过来 李牧没好气 在赤狼的狗头来了一下 随后身体浮空而起 落在巨石上 李牧右手一伸 摊开手掌 将身上 头发的水汽聚聚于掌中 身体迅速地干透 而后 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件法袍 顺手穿上 见李牧离开水潭 赤狼连忙狗爬地 往岸边赶 看到这一幕 李牧笑着 将手里的水球制出 刚好砸在赤狼的狗头上 啪的一声 水球炸裂 交了赤狼一脸 呜 赤狼甩了甩头 气急败坏地叫唤了一声 要上岸找李牧算账 就在这时 李牧神色微微一变 发现了什么 赤狼被一只无形大手操控 身体静止飞出了水面 朝巨石上飞来 呜呜 赤狼不知所措的呜叫 眼中闪烁着惊惧 他也感受到了 来自坛底的动静 李牧将赤狼放在脚边 神色凝重地盯着轻弹 咕噜 咕噜 对气泡接连冒起 坛底一阵地动山摇 那个封堵的地下水道被破坏 李牧神识探去 当即发现一条青色胶蟒 在拱地下水道封堵的巨石 竟是 四街胶蟒 妈的 感受到了胶蟒释放的灵压 李牧脸色一白 心底暗骂 李牧看向已趋于成熟 再过两日便可收割的50亩枫灵草 深怕等下的战斗 殃及了灵田 随即手中迅速凝聚精细灵力 快速地释放金刀数 一刀不够 再放出一刀 刷的一下 两道金刀飞斩而出 金刀锁过之处 噗噗噗 声响连绵不绝 50亩蜂灵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纷纷栽倒 李牧神识覆盖 50亩栽种蜂灵草的灵田 下一秒 一颗颗淡绿色荧光团 一窝蜂飞至李牧身上 纷纷没入其体内 消散不见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加一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加一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加二 请客间 密密麻麻的直灵汲取提示 出现在角色虚拟矿的日志栏当中 李牧瞥了一眼 50亩蜂灵草 让它一下子获得 237万点自由属性点 然而 李牧已经没时间高兴 更没心思提升功法等级 哗啦一声巨响 一条水桶粗 长着独角 布满青色鳞片的四阶胶蟒 跃出了水面 一双碧绿树铜的大眼 死死盯着岸边的李牧 呜呜 赤狼吓地夹起了尾巴 呜呜哀嚎 站在李牧身旁四肢颤抖 却没有舍李牧而去 李牧早已预防 深吸一口气 右脚猛地向地面用力一舵 一道强大灵力倾泻而出 向谷内四周绵延 顷刻间激活了青龙谷内的困腰阵 笼罩青龙谷的云雾 天地灵气走势为之变 强势向青龙坛中的四阶独角 胶蟒轻压而去 将整个青坛笼罩起来 形成一个弧形的白色雾罩 四阶独角胶蟒 感受到了困腰大阵的压制 身上恐怖的腰力 无法倾泻出来 让他非常不舒服 李牧则松了一口气 好在他有仙剑之名 在占据青龙谷时 提前预防 布置了龙象困腰大阵 能不能困住四阶独角胶蟒 不好说 但是 留给他收拾行李搬家的时间 还是有的 至于 拿下这条四阶独角腰蟒 李牧想都不敢想 除非他现在就能助击 再成功炼制一柄四阶零剑 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发觉自己被困在坛里 四阶独角胶蟒怒了 一记甩尾 狠狠抽抽打在大阵上 轰一声巨响 传扬而出 一时间 整个青龙谷天崩地裂了一般 响声传出老远 不好 李牧面色一变 连忙抱起赤狼飞入石屋 迅速收拾了各种家当 放出青云灵州 迅速朝钢阳城方向飞去 困腰大阵 困住四阶独角胶蟒不是问题 他一时半刻 跑不出来 但是 青龙谷与清水阵距离极近 仅有七八公里的距离 此刻 四阶独角胶蟒 撞击困腰大阵的巨大动静 绝对瞒不了清水阵的人 随着困腰大阵的启动 其他四个法阵 患阵 悟阵 护阵 通通失效 一旦有人来查看 青龙谷的情况一目了然 果然 李牧驾驭青云灵州 飞走没多久 听到青龙谷巨大的动静 周边的伞羞 猎羞 纷纷遇见而至 坛里那是什么 四阶妖兽 天啊 他 他就要脱困了 快跑 啊 什么 青龙谷真有交融 探知了青龙谷情况的伞羞们 此刻恨不得背后能长一对翅膀 他们顿作鸟散 四面八方地开始逃命 连留在清水阵的家当也不要了 清水阵 清玄宗驻地大院 什么 青龙谷发现了四阶交融 真的假的 叶明不可置信地看着汇报的杂役弟子 是真的 叶师兄 是我亲眼所见 我敢以宗规启示 绝无半点虚言 此交融现在被困腰大阵 困在清潭中 随时有脱困的可能 一旦被他脱困 整个清水阵都完了 还望师兄能赶紧召集大家 搬离此阵 杂役弟子看着叶明 启示立正 焦急地催促 我知道了 常师殿 你迅速组织人手 带上重要物资 搬离此阵 我再去清龙谷亲自探看一番 叶明没有怀疑杂役弟子的话 清龙谷发生的具象动静 绝非普通妖兽能造成的 不过 他还是要亲眼去看一下 免得到时 不知该怎么跟宗门汇报 好的 叶师兄 长虹神色凝重的领命 立即召集众杂役弟子 收拾家当 开始搬家 很快 叶明预见而起 化作一流光 迅速接近青龙谷 在空中往青龙谷探查了一下 看着坛内巨大的青色胶蟒 用着粗壮的尾巴抽打大阵 轰轰俱响 响彻天际 大阵雾罩摇摇欲坠 叶明当即面色大变 欲见逃离 青龙谷的困腰不堪重负 那只四阶胶蟒 随时有可能脱困而出 届时整个青水镇部 甚至整个钢阳城 都将因为此疗 发生巨大的变化 叶明倾尽全力 飞往钢阳城急飞 只有将此事 尽快通报给宗门 让宗门派真传弟子 长老下来处理此胶 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一个时辰后 黎木驾驭青云灵州 全力飞行 终于抵达了钢阳城 你们店有卖零售袋吗 黎木带着赤狼 走进一间预售店 询问店长柜道 有 有 不知客观要什么 规格的零售袋 店长柜欣然点头 热情地招呼道 给他用的 让他待在里面舒服就行 黎木指着脚下的赤狼 询问道 客观 收入零售袋的零售 都会睡死过去 若要舒服的话 买那里用火龙壶皮包囊制的 零售袋 能让他在里面睡得很舒服 店长柜 取来一个红颈色的零售袋 向黎木推荐道 嗯 多久要放出来喂食 黎木点了点头 询问道 零售袋会降低预售的消耗 正常三天时间 若提前喂一颗四灵丹的话 可以坚持五至七天 若零售不舒服 或是恶醒来的话 此袋 还有设置自欺法阵 免得饿死袋中的零售 店长柜详细地讲解道 多少零食 黎木点了点头 满意地问 五十枚钟灵 店长柜比了五根手指 这么贵 价格能少吗 黎木看着店长柜眨巴 眨巴了双眼 客观 这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此袋 用了火龙壶皮 所以价格才略高了些 零售店长柜连忙解释 好吗 一个微型零售袋而已 竟比小型橱带还贵 圈养零售不愧是有钱人才能养得起 好在 李牧不缺这点零食 掏了五十枚钟灵 痛快的副掌 买了零售袋 走出玉售店 李牧不由想起了 放在储物阁里的玉售宝镯 若是那个宝镯能够解封 应该比零售袋好用不少吧 不仅有特殊玉售空间 还有增加零售成长速度的功能 玉售法掘 也要提前学一下 等玉玲宝镯解封了 再圈养几只玉兽辅助战斗也不错 出了零售店 李牧从储物袋取出一瓶丹药 倒出一颗四灵丹 给赤狼喂下 而后将其收入零售袋 没了赤狼这个累赘 李牧静止向宗门驻地走去 时间差不多过去两个月 那部阴阳五行金 应该送到传法店了吧 刚收割了230多万的自由熟练点 一点没用 此刻 李牧不缴如风 对那部阴阳五行金 充满了期待 刚扬城 清玄宗驻地 传法店 李牧匆匆而至 发现传法弟子满脸笑意 热情地跟一位身穿水蓝青衫 白色丝裙 足踏白底绣花 体态恶挪 预警肌肤圣血的柱姬女修 说着什么 柱姬女修察觉到有人到来 淡淡地开口道 徐师弟 你忙吧 事情就真君交代的那样办 柱姬女修声音清脆 悦耳动听 闻言 李牧连忙后退了一步 让到门侧 免得冲撞了他 传法弟子看到了李牧 忽然想起了什么 指着躲避在门侧的李牧 示意道 陆师姐不忙走 这位弟子便是领取那部 阴阳五行经的外门弟子 李牧吓了一跳 他们俩说话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听到传法弟子的话 柱姬女修当即停住脚步 一双明亮的眼睛定格在李牧身上 李牧若有所觉 抬头 入眼是一张相貌秀美 美丽动人的脸庞 带着审视的目光凝视着他 你是来领 阴阳五行经的 柱姬女修看着李牧 直奔主题地问 是的 前辈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李牧点头印下 不解地问 不用叫我前辈 大家同门 叫我师姐便可 柱姬女修看着李牧 笑着提醒了一句 而后解释道 阴阳五行经是一部天级上品功法 不过缺失的厉害 门下弟子修炼者甚少 此法被门内真君长老看重 便设置了极低的贡献需求 你若能修炼有成 用此法柱姬的话 可得到门内真君长老的支持 李牧眼睛一亮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柱姬女修指的真君长老 应该是修习五行宝典的清文真君吧 说完 柱姬女修从储物袋 取出一个镶嵌着九颗不同颜色的法盘 至于李牧面前 示意道 休息 阴阳五行经 需要具备五行灵根 为了确保你能顺利修炼 我需要再检测一下你的灵根 这是侧灵盘 师弟请注入灵力吧 李牧点了点头 当即伸手凝聚灵力真元 注入侧灵阵盘中 随着李牧灵力的注入 侧灵阵盘上 红 绿 金 灰 白 五颗宝石散发出耀眼的光 好了 确实是五行灵根 而且还达到了终极 不错 看到这一幕 注尽女修满意地收回侧灵盘 而后转头看着传法弟子 徐师弟 将阴阳五行经传法于他吧 好的 陆师姐 传法弟子连忙取出一枚白色玉检 羡慕地递给李牧 郑重地警告道 赵师弟 受法吧 切记不得将宗门授予的术法外传 一旦发现将门归严成 定斩不饶 弟子明白 李牧连忙双手接下传法玉检 恭敬地回应 很快 在传法弟子 祝金女修的共同见证下 李牧接下白色玉检 神识投入其中 开始接受 阴阳五行经的功法传承 巨五行 反仙灵 胡主木本 龟字土生 阴阳双生 祝金丹 阴阳五行 造化大道 旋而又旋的功法传承 接连传入石海 当即引动了 李牧体内的五行灵力翻腾 郑阶接受传法的李牧 吓了一跳 奋出一小部分心神全力运行 蜜圆脸稀绝 避免炼气十二层的修为暴露 然而 两人还是感受到了一股 宏伟的五行灵压 从李牧身上爆发出来 转瞬间 又消失不见 师姐 刚才是 传法弟子满脸疑惑 惊疑不定地看着李牧 不解地问询问 祝金女修 祝金女修凝视着李牧 大眼闪过一丝不解 猜测到 可能是 阴阳五行经 引动他体内五行灵力所致 不愧是天极功法呀 刚受传法呢 就能引动如此强大的灵压波动 传法弟子看着李牧 由衷地羡慕 若有其他具备五行灵根的弟子 来传法电兽法 师弟要多推荐此部法觉 若传法有功 长老肯定不会忘了师弟的功劳 祝金女修笑着示意 嗯 我会的 传法弟子欣喜地应命 很快 两人停止了交谈 继续看着李牧 接受道法传承 此时 李牧心身俱正 看似平静的身体 稳定的气息 实则是在 逆圆脸稀绝的掩饰下 李牧睁眼醒来 第一时间向角色虚拟矿看去 定 你成功接受了阴阳五行经传承 你学得阴阳五行经练气篇 定 受阴阳五行经练气篇功法影响 轻目觉发生异化 融入阴阳五行经熟练度获得部分提升 你的修为获得一部分提升 定 受阴阳五行经练气篇功法影响 悬水觉发生异化 融入阴阳五行经熟练度获得部分提升 你的修为获得一部分提升 定 轻目觉 旋水觉 厚土觉 浴火觉 流金觉融入 阴阳五行经练气篇提升至三级 你修为突破练气十三层 你领悟五行神通 五行化身 定 五行圆灵不足 阴阳五行经练气篇等级 无法继续提升 请及时补充五行圆灵 定 五行圆灵不足 阴阳五行经练气篇等级 无法继续提升 请及时补充五行圆灵 角色日志 一下出现了数十条的新提示 足以证明刚才的惊心动魄 李牧惊喜交集 修为再次突破练气十三层 五级的逆圆脸膝 绝对要掩饰不住 体内爆炸式增长的五行灵力了 李牧神石 放在角色面板上 连忙使用自由熟练点 投入逆圆脸细觉之中 继续提升它的等级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逆圆脸膝觉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逆圆脸膝觉熟练度加一 逆圆脸膝觉等级提升至六级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逆圆脸膝觉熟练度加一 逆圆脸膝觉等级提升至九级 逆圆脸膝觉达圆满静 你领悟脸膝神通 转领脸圆 最终 李牧消耗了二十W点自由熟练点 静止将逆圆脸膝绝点至圆满境界 同时领悟了脸膝神通 李牧连忙运行此神通 身上起伏不定的气息 当即稳定了下来 师爹 你没事吧 传承过程中 没遇到问题吧 传法弟子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李牧恍然醒来 连忙递上传法预检 谢谢师兄 我已经成功收了 阴阳五行精 炼气篇的功法 传法预检 如数归还 嗯 没意外就好 传法弟子松了口气 接下了传法预检 收入储物袋 既然你学了 阴阳五行精 就要好好修炼 等你要注击的时候 记得到内门望天峰找我 阴阳五行精的注击法 没那么简单 需要大量五行资源辅助 唯有真君长老 才能助你注击 明白了吧 注击女修看着李牧 郑重地提醒道 明白 李牧连忙点头回应 获得阴阳五行精传承后 他比任何人更清楚 修炼这部功法的难度 不然 角色日志里 就不会出现 功法无法继续提升的提示了 从阴阳五行精的总纲中 李牧获悉了阴阳五行精 大概的修炼过程 炼气期就需要大量 五行圆灵辅助 凝聚五行 为注击打下牢固的根基 修成后天五行灵体 一旦注击成功 便可逆反先天 注成先天五行灵体 注击之后 成就先天五行灵体 阳五行 升阴阳二气 成就金丹 到了金丹这一步 阴阳五行精的功法传承便缺失了 不过 李牧并不担忧 有熟练面板 随着阴阳五行精的等级提升上来 便能自动续上阴阳五行精后续的功法 辞别了传法弟子 以及助击女修 李牧兴冲冲地离开传法殿 准备前往万宝阁 找王掌柜帮忙收集五行灵物 继续提升阴阳五行精等级 若能满足阴阳五行精的修炼资源需求 下一步便可进阶注击了 赵氏殿 你怎么在这里 李牧刚出了传法殿 当即正面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 当即被他叫住了 叶师兄 我来传法殿学功法 你怎么也回钢阳城了 李牧看着身影匆忙而至的叶明 故作惊讶地问 说来话长 正好有件事需要你佐证 跟我走 叶明没解释太多 拉着李牧直接往执法大殿走去 莫名被拉了撞钉 李牧恨不得甩开他的手 不过 叶明都说需要他出面佐证了 他没办法拒绝 执法大殿 叶明请见了几位执法长老 汇报了青龙谷 发现四街蛟龙的事 谁在那里种了白亩林田 谁再不得困腰症 这些情况 你们都不知道吗 执法长老黑着脸质问两人 听了执法长老的质问 李牧当下了然业明 为什么叫上他了 庆幸似的 李牧私自在青龙谷 开荒白亩林田的事 存了一点私心 便没有在宗田账簿留下记录 启禀长老 那个青龙谷常年浓雾弥漫 想必早被人用法阵遮掩 我等无法涉足 此次 四街独角交蟒骤然爆发 才使得青龙谷内的情况暴露出来 叶明连忙回复道 文言 李牧当即知道 是该自己发言的时候了 连忙从储物袋中取出宗田地图 佐证道 青龙谷在宗帐上 有标注危险的警示 所以一直没有将其纳入 开垦宗田当中 弟子一时不察 没想有人钻了这漏洞 在此谷布下大阵遮掩 偷偷占用宗门林地 算了 算了 眼下不是计较这些事的时候 若不是有此人 在青龙谷布下困腰阵 清水阵可逃不出来 那么多宗门弟子 相较之下 反而要感谢人家才是 宁师兄 还是想想怎么对付 那只四街交蟒吧 四街交蟒 非金丹真人出手不可 还是上报吧 就算对付不了 也要限制一下他的活动区域 清水阵已毁了 不能让他继续思念下去 望云峰的陆真船还没走 不然先请他出手 再联合其他驻籍家族 宗门几位列队统领 道可一战 很快 五位执法长老转移了话题 当着李牧 叶明的面 商议起了对方四街交蟒的布置 四街交蟒的意外出现 非人力所能控制的 遗弃宗门重镇的罪责 怪不到叶明 李牧他们这些外门弟子头上 主机长老们 商议起了对付四街交蟒的事 没有李牧 叶明他们什么事 他们当即被赶出了执法大殿 师弟 幸好有你出面佐证 不然 这关可不好过了 叶明感激地看着李牧 道谢 叶师兄 客气了 没想到 青龙谷内真有蛟龙啊 李牧 顾鲁惊诧之色 感慨地道 说实话 四街独角交蟒的出现 也将李牧吓了一跳 好不容易开荒出来的 百亩林田毁于一旦 早知道 全部都栽种枫林草了 还能收割一波呢 一想到五十亩林田 白白浪费了 李牧心里肉痛不已 是啊 也也不知 这交蟒是怎么冒出来的 幸亏那位神秘人 布置的困腰大镇 此次 清水镇才没折损太多的弟子 叶明赞同地叹了口气 而后看着李牧问 清水镇 已失 接下来 我准备调回执法堂 失地有什么去向 要留在刚阳城发展 还是继续下放其他小镇 闻言 李牧皱了皱眉 留在刚阳城 人身安全固然能得到保证 但是 下放到其他小镇 却自由了不少 没有那么多眼睛盯着 眼下 李牧需要更多时间 筹集五行灵物 准备筑机的事 不管待在刚阳城 还是下放至小镇 各有幽恋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 看郭师兄安排吧 这是不是我能做主的 李牧选择困难的笑道 呃 我和郭师兄有点交情 失地若想好的去处 可以跟我说 我帮你说道说道 叶明准备还了李牧 这次帮忙佐证之情 示意道 谢谢 叶师兄 我暂时还没想好 我先探一下情况再说 李牧感激地道谢 好吧 你的职务 应该也不会太快安排下来 等宗门解决了独角骄忙 清水阵 说不定起死回生呢 叶明笑着示意道 确实如此 叶师兄 没事的话 我们下次再聊 难得来一趟钢阳城 我打算去集市逛逛 李牧笑着赞同 向叶明辞别道 好 那就不打扰师弟雅兴了 叶明笑着点头 两人随之分道扬镳 李牧静止出了内城 前往万宝阁 为了避免被王掌柜挽留下来练气 李牧没有以李大师的身份出现 更没用清玄宗外门弟子的身份 在无人的地方 换了一身黑袍 戴上玲珑面具 墨韵满旧的蜜圆蜥绝 乔装成一柱姬修饰 国字脸 浓眉大眼 一张外貌平平无奇的脸 凭借着炼气十三层的修为 李牧轻而易举地伪装出了柱姬中期修为的灵压 修习阴阳五行精所需的五行灵物 越高阶越好 李牧手头上刚好有一块四阶 阳西黑土 另外四种五行灵物 如果都用四阶灵物的话太难了 用三阶五行灵物的话 轻松便能做到 万宝格的炼气仓库 备有不少三阶炼气灵物 更低的普通五行材料也能用 不过 越高级的五行灵物 蕴含的五行圆灵质量越高 修修效果越好 奠定的根基越扎实 因此 用哪些五行灵物修 李牧不愿轻易确定 李牧决定继续依靠万宝格的渠道 获取高阶五行灵物 奠定扎实的筑基根基 至于 寻宗门长老领取筑基五行灵物 李牧想都没想过 免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 命运中往往早已标注好了价格 获得阴阳五行精炼气片后 李牧便不想继续跟宗门的 亲文真君沾惹上关系 确认伪装没有任何问题后 李牧之身走向万宝格 前辈 欢迎光临万宝格 看到李牧的到来 站在门口迎兵的四位妙龄女修 齐齐弯腰攻迎 李牧跨步走进万宝格 柜台前一位黄山女修 当即上前 热情地招呼 前辈 欢迎光临万宝格 您需要什么领悟呢 小女子唐月如可为前辈介绍 黄山女修冲李牧迎迎一拜 恭敬地询问 嗯 有领悟吗 我想买一批炼制傀儡用的灵木 李牧没有直接购买高阶五星灵木 打算先购置一批灵木再说 前辈 二阶灵松木 灵桃木可以吗 炼制傀儡的话 使用二阶灵桃木最好 我们店里存着一批百年灵桃木 品质非常好 唐月如示意道 嗯 有品阶更高些的灵木吗 李牧皱了皱眉 有些不满意 之前 用灵桃木炼制的战斗傀儡 身躯不够抗燥 被一柱姬魔修破坏了大半 好在战斗傀儡的内核傀儡 原核没有被破坏 只要再购置一批灵木 雕刻傀儡身躯 战斗傀儡便能复原了 用三阶古戎木星炼制的傀儡原核 完全配得上三阶灵木炼制的傀儡身躯 若有更好的灵木配合 炼制成助激进战斗傀儡也不在话下 前辈 万宝阁广纳天下万宝 若零食足够 什么样的灵宝都能为前辈寻来 不过 高阶灵木成才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培育 越高阶的灵木价值非比寻常 比如 三阶穴铁木 三阶运灵木 四阶魂木 五阶星辰木 都可为前辈调集来 唐月如看着李牧笑着介绍道 哦 三阶穴铁木怎么卖 四阶魂木一方多少 还有五阶星辰木 又是何价 李牧当即心动了 关心地问 三阶穴铁木 需去血龙城分店调货 由于路途遥远 需五十方起定 一方一百二十枚钟灵 四阶魂木 则需去太阴城调货 路途较为凶险 一方五百钟灵 二十方起定 至于五阶星辰木 价格肯定比这个高 一方需一千枚钟灵以上 前辈 若要订购这等高阶灵木 需要鲜艳资才行 唐月如看着李牧 试一道 文言 李牧一阵漠然 若是买下两种灵木 便没有多余的零食 购置五行灵物 因为李大师身份 是炼器大师的关系 李牧没有跟王掌柜交流 除了炼器之外的东西 像其所要的抚修物资 与傀儡 辅导 通通无关 这次伪装助击顾客的身份 细聊之下 李牧才发觉 万宝格的能耐 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这四间魂木 以后再说吧 李牧很快有了决定 前辈 您需要哪种灵木呢 若买灵桃木的话 店里 现在就有现货 而且是灵桃木中 最适合炼制傀儡的 红月桃木 一百五十年成才 品相非常好 一方只需要五枚钟灵 唐月如看着李牧介绍道 订购一批斜铁木 要多久能到货 李牧皱了皱眉 关心地问 需要三个月左右 前辈您要订吗 唐月如精神一震 关心地问 李牧想了想 点头道 订一批吧 再拿一百方灵桃木 另外 贵格可有高阶木水 最好是三阶以上的灵木水 灵木用于炼制傀儡身躯 至于木水 则用于辅助阴阳五行精的修炼 两者功效不同 有 有 三阶奎木灵水可以吗 四阶仓木灵水也有 不过需要一段时间调货 唐月如连连点头 兴奋地介绍 两种灵水怎么卖 仓木灵水 多久能调到货 李牧问 三阶奎木灵水 一两冒号三百枚钟灵 仓木灵水 一两冒号一千二百枚钟灵 一经启定须走海路 预计须四个月时间 唐月如连忙解释道 李牧眉头一皱 有高阶灵水 当然是选高阶的 不过 同时预定血铁木 仓木灵水身上的灵石就不够了 订货要付多少成定金 李牧心中一动 看着唐月如问 只需先付一成便可 唐月如连忙回复道 好 帮我定三斤仓木灵水 一百方血铁木 李牧果断地拍板决定 谢谢 谢谢前辈关照 您总得需要付 五千七百枚钟灵的定金 五百枚钟灵灵桃木的货款 唐月如满脸账红 激动地向李牧感谢连连 算账道 这笔生意做下来 今年的业绩都不用愁了 李牧笑着取出临时储物袋 付了这笔账 并从唐月如手上拿到两张订货契约 契约规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到期没拿尾款来付账 这笔定金便会归万宝格所有 当然 万宝格若是到期拿不出货物 也会赔给李牧一笔零食 真是万宝格挣零食 万宝格花 一块零食都别想拿回家 付完定金 后续还一大笔尾款 接下来 又要以李大师的身份 在万宝格打工挣零食 不过 接下来的火系灵物 水系灵物 倒是能让王掌柜帮忙寻找 继续在万宝格订购 李牧心脏有些受不了 李牧付清了零食后 跟着唐月如去仓库 将一百方灵桃木收入储物袋 随即从万宝格离开 没过多久 李牧换了一身行头 玲珑面具换了一张脸 气息微调 身影出现在万宝格门前 李大师 您回来了 李大师 您稍等 我去通知王掌柜 李大师 恭喜您成功助击 李大师 恭喜您 王掌柜天天念叨着您呢 门口的四位迎宾女修 一看到李牧 当时全激动了起来 有个跑去通知王掌柜 其他人纷纷围上前来 热情地招呼问候 娇嫩的身上 情不自禁地贴上 很快 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 王文宝那富泰的身影 急不可耐地走至李牧跟前 堆着一个灿烂的笑容 热情地恭迎 李大师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李大师 您都助击了 恭喜 恭喜 这是我送您的助击贺礼 还望笑呢 查觉了李牧身上强大的助击灵压 王文宝连忙从储物袋掏出一玉盒 双手献上 恭贺道 李牧定眼一看 眼睛灯时挪不开了 王掌柜 你这贺礼太贵重了 耗费了不少心思吧 李牧看着玉盒里的东西 抬头意外地看着王文宝 没想一向小气的王掌柜 今儿这么大方 见面就送了一件厚礼给他 若是知道李牧对他的评价 王文宝肯定会喊冤 天地良心 为了讨好李牧 王文宝耗费了多少心机和财力 送粥 送材料 各种辅修灵物 若不是顾及其他几位练器客亲的心情 王文宝恨不得将李牧供起来 要什么给什么 只要他好好待在万宝阁里练器 幻界灵珠 品阶 五阶灵物 特性 万丈空间 空藏九道 幻息不险 五阶九转幻灵棒 炼化空界石所产的幻界灵珠 灵露自成九道 万丈空界 是炼制大型储物灵器的极品材料之一 李牧凝视着玉盒中的乳白色宝珠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角色虚拟矿 当即呈现出了灵珠的详细信息 哈哈 听说李大师喜欢收藏稀有灵物 这枚空界灵珠 在我手上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找到适合的人炼制 今儿正好 送给李大师当筑机贺力 王文宝哈哈一笑 介绍道 王掌柜太客气 能在万宝阁任职炼器客亲 实属李某的荣幸 此株我确实非常喜欢 就后颜收下了 李牧似笑非笑地看了王掌柜一眼 思考片刻 伸手取下了玉盒 王文宝言有所指 今日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 不是没代价的 这是希望自己给他一个承诺呢 王文宝显然对他在筑机交易会上 接连拿出三件三阶极品灵器出来 与其他筑机修饰交易 感到了不满 因为他成为万宝阁炼器客亲 这么久以来 炼制的灵器都是只是三阶上品灵器 具极品差了一个等级 今日 王文宝送他这份昂贵礼物 有两个目的 一是以后炼器不要再有所保留 二是 所炼制的灵器继续与万宝阁合作 不要与其他筑机修饰的交易 扰乱了灵器的定价 李牧听明白了王文宝话中的深意 笑着接下此物 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担任万宝阁炼器客亲期间 会遵遵守客亲约定 算是答应他这个要求 门口不是说好的地方 在王文宝热情的领带下 两人来到会客室 关起门来商谈 不知道 李大师这次回来 要待多久啊 两人在会客室分落而坐 王文宝看着李牧 迫不及待地问 这次会待久一些 不过 李某需要寻两样高阶灵火 灵水 用于炼制一箭灵器 希望王掌柜能帮搜寻一下 李牧笑着回应 闻言 王文宝大喜过望 李牧在岗阳城多待几天 刚送出去的空界灵珠 说不定便能挣回来 这一次送礼 送得太合适了 没问题 灵火我知道一处地方就有 据刚阳城七百里外的天号火山 孕育有一朵赤岩灵火 不过 这团灵火位列四街 藏于火山沿江内 又是几头三街火系的七夕之地 要弄到手十分不易 届时怕要请金丹真人出手才行 王掌柜看着李牧介绍道 沉映了一下 王文宝接着道 至于灵水吗 不知三街地脉真水够不够用 灵影道人 那应该还有一些存活 需要的话 我这就去帮您弄来 四街灵水有吗 地脉真水 怕有些不够用 李牧皱了皱眉 不满地问 身上已有一块四街 阳西黑土 四个月后 从万宝阁预定的仓木灵水 也将到货 这赤岩灵火也有了着落 现在就差灵水 以及四街精细灵物 嗯 万宝阁的炼器仓库 好像有一点存货 实在不行的话 再换个身份 继续在万宝阁订购 万宝阁这根大腿太粗了 通过他的帮助 李牧能轻松获得 外界难以获得资源 有了这个渠道 自然要使劲薅 傻子才去到处冒险收获 李大师 不急用的话 我想办法去 其他地方调货 王文宝沉吟了片刻 试一道 最好能在三四个月内 筹齐到 另外 我不想住在城内 王掌柜能不能帮我在附近 寻一处有灵田的灵地 需要练气的话 倒是令人来寻我便是 李牧看着王文宝 接着提议道 李大师这是打算 长期住下来了 听到李大师的这个要求 王文宝大喜过望 欣然点头 没问题 不知道 李大师需要一块多大的灵地 我尽力帮您找 肯定让您满意 灵田多一些就行 百亩下品灵田 没有的话 几十亩也成 灵田多一些就成 灵脉没有太高的要求 李牧微微一笑 回应道 文言 王文宝微微一呆 没想到李大师会提这么奇葩的要求 王文宝好奇地问 李大师您喜欢种田 是啊 炼气之鱼的特别爱和 喜欢种些灵花 灵草 调养情操 种得越多 越开心 李牧不好意思的一笑 好好 这个好爱好啊 太好啊 我这就让人帮您寻 一定寻得到 拥有大量灵田的灵地 王文宝欣喜地连连点头 万宝阁里其他的炼气客亲 不是好女色 就是好修炼 要么好圈养灵寿 为了照顾他们的喜好 各种资源需要持续供应 大笔零食 那是哗啦哗啦的流啊 还有什么癖好 比种田更省零食的吗 李大师这个爱好实在太省心了 很快 万宝阁住几乎护卫 护着李牧 由一名牙人带着他们 开始在刚阳城四处看灵地 李大师 您看这片灵地可以吗 有三十五亩下品灵田 独栋庭院 衣衫半水 还有一片果园 此地位处阳城西侧核心区 能敬享灵脉 得天独厚 牙人带着两人来到一片桃园灵地 滔滔不绝地向李牧介绍 不要 可用的灵田太少了 果园还把灵田占了大半 换的地方 李牧瞥了一眼庄园情况 嫌弃地道 好吧 李大师 那咱们去另一片灵地 位置有点偏 巨主城区 有点剧烈 不过 灵田数量众多 绝对保宁满意 看了几处灵地 都是因为灵田数量的原因不满意 牙人咬了咬牙 当即决定尸出杀手锏 介绍道 那还等什么 走吧 李牧示意道 牙人连忙驱赶灵寿车 驶离了刚阳城 向远郊某处灵地驶去 很快 两只灵驼兽拖带着木车 迅速载着三人来到 一座小型灵山附近 李大师 拥有大量灵田的灵地 便是此处了 南影山 此座灵山 总共82亩下品灵田 由17位灵植夫负责打理 不过 您可以将此山灵地为企 包租下来 此山地势不高 还有一条小型灵脉 山上一口灵泉 山下一条灵溪 能言善道的牙人看着李牧 滔滔不绝地介绍灵地的大概情况 不用多说 就这吧 李牧一眼看上了这个地方 直接摆手打断牙人的花 目光所及 山野开垦出了一大片灵田 栽种着不少白玉灵米稻 稻苗嫩绿 郁郁清清 不用开荒 就能重新种上枫林草 适合短期居住 李牧对此非常满意 好嘞 我这就去安排 牙人欣喜地印下 要多久 李牧淡淡地问 三天 三天肯定弄好 牙人连忙回应 太久了 给你一天 明天能弄好 我个人奖励你五十钟灵 李牧微微一笑 鼓舞道 没问题 李大师您等我好消息 牙人兴奋地印下 李大师 地方既然定下了 我们回去吧 明天自会有人 牢山门的人来建房 镇法师来布置护镇 住基胡护卫 看着李牧 示意道 李牧点了点头 跟着住基胡护卫 预见而起 返回万宝阁 借用万宝阁的人脉 资源渠道 李牧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 那就是帮万宝阁炼气 回到万宝阁 李牧没看到王文宝 他应该是替自己寻灵火 灵水去了 来到万宝阁的炼气坊 跟刘忠领了炼气材料 李牧一头扎进 拥有地火炼气炉的炼气室 将炼气室石门关上 准备全身心投入炼气 在替万宝阁炼制灵气前 李牧思索了片刻 决定先用幻界灵珠 自己炼制一件储物灵气 虽然有熟练面板的储物阁 不过为了区分大量灵物 李牧身上带着八个储物袋 用于区分不同储物的种类 凡不胜凡 幻界灵珠自然生长着空藏九道 可以炼制成一件 有九个储物空间的极品储物灵气 若能将此器炼成 八代长老这个麻烦便没了 李牧从储物阁中 取出两块银色矿石 两块掺杂了一小撮 五阶如一石的三阶银心石 两块矿石简陋于 筑基交易会上的建修 也不知 这两块银心矿中 五阶如一石半生的分量多不多 若有一两分量 那么就可以用来炼制储物灵珠了 李牧打出一道灵绝 激活地火炼气炉 牵引地脉炎火 数千斤的大型地火炼气炉 烈焰熊熊 散发着恐怖的高温 李牧将两块银心矿投入其中 很快 在高温地火的冲刷下 悬浮于炉中央的银心矿脉 迅速融化成一团银色金属溶液 然而 还有一些细小的乳白色碎块 不具高温 仍旧呈现固态 看到大大小小的乳白色碎块 李牧不禁反喜 够了 够了 比预想中的还多 哈哈 李牧开心地大笑 随即神识操纵之下 将银色金属叶团 剥离出炼气炉 悬割一旁冷却 李牧主要精力 放在如意石碎块上 掐绝法绝 往炼气炉内输入灵力 全力助力炼气炉牵引地火 提升炉内温度 没有更高阶的灵火 要炼化这一点点五阶如意石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时间飞逝 转眼一夜过去 炼气炉中的如意石 终于呈现了夜化的迹象 见状 李牧迅速将幻界灵珠取出 投入炼气炉内 神识操纵着软化的如意石 将幻界灵珠包囊起来 幻界灵珠 本身由介石凝炼而成 自成空界 空藏九道 在储物方面 无需再多加炼制 不过 李牧不会满足于此 加入如意石 使用神炼之法 投入其中 再不灵气激震 微型灵气 无法用助灵锤 催宁气纹 李牧手掐法绝 对着灵珠气炭 输出灵力真元 凝聚气纹 第一道气纹 玉灵 第二道气纹 藏舞 第三道气纹 隐躯 灵珠气胚灵光大放 气纹 一道接着一道凝结而成 所用气纹 都是偏向非宫 非防 隐秘灵犀 如意随心之类的气纹 第十五道气纹 幻世 凝成后 九藏灵珠 达到了四阶上品灵气的程度 见其灵光激烈 气息不定的模样 李牧神色紧绷 连忙停止了凝聚气纹 随后 李牧神石立即投入其中 顺手便将灵珠炼化 神石一动 搜一下 九藏灵珠当即飞至李牧的面前 灵光闪烁不定 随即灵光迅速隐逝 化归平凡 变成一颗灰色石珠 李牧微微一笑 从怀中取出大大小小八个储物袋 打开其中一个储物袋 倒出一大堆瓶瓶罐罐 数十上百个丹药瓶 以及一个个玉匣子 一艘微型灵舟 这是一个专门用于存放 各种灵丹 壁骨丹 四灵丹 灵芷种子 以及王掌柜 帮他准备的灵物 李牧神石附在九藏灵珠上 浮空的灰色灵珠 灵光一闪 飞向地面那些灵物 搜的一下 瓶瓶罐罐 各种玉匣 灵物一下 全部收入灵珠其中一道空介中 李牧清晰看到灵珠的空介 一个念头便能将对应灵物取出 使用方法跟储物格一样方便 不像使用储物袋 想要打开储物袋 投入神石 多了一道工序 九藏灵珠储物 取物如此好用 李牧喜不胜收 迅速将其他储物代理的灵物 分门别类转移九藏灵珠的九道空介中 使用了微量五阶如意识参与炼制 九藏灵珠的大小 造型 可略微变化 李牧注入微量真元灵力 使其变化成一枚造型简单的珍珠银剑 套戴在右手食指上 接下来 李牧激活地火炼气炉 投入了灵器的炼制 万宝阁 炼气方 地火炼气室 关闭了三日的石门 在一阵轰鸣声中缓缓开启 一股热浪席卷而出 守在炼气室外的刘忠 躬身上前 关心地问 李大师 您需要些什么 什么都不需要 灵器都炼好了 我休息几日再说 李牧白了刘忠一眼 美好气地道 是 是 李大师 您去茶室休息 我去喊万掌柜过来 刘忠谄媚地连连硬喝了一句 随即 匆匆找王文宝去了 李牧走进茶室 刚落座 接过侍女给上的灵茶 还没来得及喝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便从门外传来 没一会儿 王文宝那富泰的身影 出现在门口 接到刘忠的通知 或知李大师出了炼气室 王文宝第一时间 赶来查看李牧的炼气结果 李大师 嘿嘿 这趟炼制结果怎么样 王文宝双目炯炯有神地 看着李牧 兴奋地搓手道 李牧不禁一笑 顺手将茶杯放下 随即摊开右手 神识投入 九藏灵珠内 下一刻 一件件灵动十足的灵气 从灵珠戒指中 相继飞出 悬浮于空 四柄金色灵剑 两柄白色寒剑 一个火焰金轮 一面灰色巨盾 一条碧绿灵边 一把紫色巨锤 总共十三件三阶灵气 欲空悬浮 灵光闪耀 真灰相应 好 好 实在太好了 王文宝双眼眯起 看得炫目神迷 笑容灿烂 称赞连连 这次练气 我总共练成了 十三件三阶灵气 五件三阶极品 其他都是三阶上品灵气 练气成功不错 只失败了两次 李牧看着王文宝 笑着介绍 李大师 您的练气水平 越来越高了 进阶练气大宗师 成功练至四阶灵气 指日可待 听吧 王文宝乐不可知 看着李牧八戒的赞美 祝贺道 李牧哑然失笑 撇了戴在右手时的 九藏灵珠一眼 凭借着五级的练气术 四阶灵气 他早能练制了 成功率也不小 只不过 为了避免太过高调 再加上四阶材料的稀缺 没机会练制四阶灵气 所以 李牧一直从未 向王文宝展示过 自己能练制四阶灵气 王掌柜 我要的东西 筹集得怎么样了 有眉目了吗 李牧看着王文宝 关心地问 当然有收获了 我办事 您尽可放心 王文宝得意的 自夸了一句 介绍道 我帮李大师 调来了一份四阶天一真水 正由本阁金丹供奉 附送而来 两个月后抵达 届时 这位金丹供奉 也会出手 替李大师 夺取那团赤炎灵火 天一真水 不错 王掌柜 劳烦了 李牧眼睛一亮 随即神识操纵着 十三件三阶灵气 先后朝王文宝飞去 王文宝欣喜地 一一收下 笑容灿烂 见王文宝使用一件玉牌式储物器 将十三件灵气收起 李牧心神一动 想起了储物阁存放的那件正牌 探听地问 王掌柜 可听过还狼灵山 这个地方 还狼灵山 这地名倒有些耳熟 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李大师 我需要查一下 晚点再告诉你 王文宝皱了皱眉 试一道 没事 此事不急 李牧笑着地点了点头 继续与他闲聊了一会儿奇异灵物 修行密文 李牧辞别了王文宝 离开万宝阁 从万宝阁出来 李牧在钢阳城游逛了一会儿 来到陈氏工法楼 在门口一探 便看到了那位能言善道 博学多才的陈姑娘 她一身粉裙 舒适地躺坐在一张摇椅 捧着一本书 悠哉地看着着 在这位陈姑娘的推荐下 李牧花了不少临时买书 不过不得不说物有所值 闲时看看书 增加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尤其几项灵直术法 等级提升上来后 也能用于硬笛 威力不比其他术法小 李牧微微一笑 迈步踏入陈氏工法楼 前辈 您好 欢迎光临陈氏工法楼 看到静电的李牧 感受到他身上的筑机灵压 陈思琦连忙站立而起 躬身相迎道 嗯 有玉虫经 玉兽工法吗 各给我来一部 李牧直奔主题的问 有 有 您稍等片刻 陈思琦笑着回应 转身便去柜台下 取来六枚颜色不同的工法预检 这部工法是 玉兽宝典 黄级上品 主修血脉玉法 适合用于大部分灵兽 这工法不是 通灵诀 玄级下品 主修灵兽通灵玉法 适合用于一些智商较高的灵宠 这部工法是 玉灵砌书 地阶下品 主修玉灵器印 通过为玉灵神魂 打下神魂器印 能玉灵兽 也能玉灵虫 这一部是 《虫灵经》 主修各种类 虫模玉工法 虫术 陈思琦逐一拿起六份玉兽 玉虫的工法预检 详细向李牧介绍道 听了陈思琦的详细介绍 李牧当即看上 玉灵砌书 兽虫同玉 那样就不用再多学一部工法了 能省下不少的自由属性点 哦 这部玉灵砌书 竟是地阶下品工法 既能玉兽 也能玉虫 你们工法楼竟能 藏有此等工法传承 是不是这部工法 存在着什么缺陷 李牧满脸惊讶 好奇地问 是的 不同其他玉灵工法 玉灵砌书 将在玉兽 玉虫的神魂 打下奴役器印 这样一来 会对它们的成长 能力提升产生影响 不利于它们的成长 另外 魏气灵结印过多 也会消耗弃主的神魂 导致无法弃多只玉灵 另外 此法传承有缺 后续的影响不得而知 建议前辈选其他的工法 陈思琪看着李牧 介绍道 残缺工法 残缺得厉害吗 李牧不禁反喜 关心地问 有一点 只有前面十分之二左右的内容 玉灵砌书 阶位较高 不过没有后续传承 修习此法 对神魂负担较重 若修炼以后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 本工法楼无法负责哦 还请前辈慎重选择 陈思琪神色凝重介绍道 听了对方的介绍 李牧反而更加感兴趣了 工法传承有缺 神魂负担较重 这些缺点 李牧通通没放在眼里 只要能继续种田获取直灵 依靠着熟练面板 这些问题都不是事 就要这部御灵器书了 价值多少零食 李牧拍板决定道 文言 陈思琪俏脸 隐隐的笑意一闪即逝 连忙道 前辈对这部工法感兴趣 因为本部工法后面大半部分缺失 前辈还请谨慎考虑 若买下的话 本楼盖不退换哦 察觉到他脸上一闪而逝的微笑 李牧算是看出来了 为了卖这部法诀 这女人肯定又试了什么销售计策了 若不是有熟练面板 可补充后续工法 恐怕又被这女人的销售算计得逞了 少说这些 问你价格 你直说就是了 这个漏简的光明正大 李牧没好气地问 是 前辈 您给我五百枚钟灵好了 陈思琪连忙点头 笑着报价 这部工法 后续不是残缺的厉害吗 最多值一百枚钟灵 李牧狠狠地砍价道 闻言 陈思琪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连忙道 前辈 这是地阶工法 市面上根本找不到这个级别的工法 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贵呢 我知道 但是 他传承不全不是吗 价值肯定要大打折扣 五百枚钟灵都能买完整的玄机工法了 这个报价太贵了 李牧呵呵一笑 看着他跳脚的样子 淡淡地道 这 前辈 您再多给点吧 一百枚钟灵 实在没法卖于您 陈思琪苦笑地说 这部工法 不仅传承有缺 对弃主神魂负担极重 修炼后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负面情况 这种工法没多少人会买吧 一百枚钟灵 并无不妥 李牧呵呵一笑 示意道 陈思琪 有种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的感觉 四百枚钟灵 再送您一本 亦受其重录 陈思琪迎牙一咬 从书架抽出一本书籍搭送 妥协地说 既然如此 我也退让一步 加上你送的这本书 给你二百枚钟灵 李牧笑着示意 前辈 本书楼小本经营 实在经不起您这样砍架 要不您去别处看看 陈思琪果断摇头 坚定地婉言送客道 真办法慢 李牧看着陈思琪的脸色 皱了皱眉 看样子 这一刀真砍他大腿上了 好吧 我再多出一点 三百枚钟灵 李牧再次报价道 这样吧 前辈 您给我三百五十枚钟灵 除了 《易寿奇重录》 在送您这本百重册 陈思琪微微一喜 再次搭送一本书 提议道 李牧砍架也砍烦了 连占了对方两次便宜 见好就收到 行吧 就这样吧 说完 李牧伸手放在柜台 神石附在九藏灵珠上 下一秒 无数婴儿拳头大小的灵石 噼里啪啦地掉在木柜台上 转眼堆成了一座小山 三百五十枚钟灵 你叔叔 李牧示意了一下 伸手陈思琪手上的 功法御检 以及两部古书 陈思琪看着李牧手上的 珍珠灵界 眼中闪过一丝惊诧 不过 他的心神很快便捉上 灵运十足的灵石堆吸引 满脸 喜色地迅速清点 而后 通通收入储物带中 树木没错 谢谢前辈 陈思琪感激地道谢 而后询问道 前辈 本楼功法齐齐 除了御寿功法 还有其他功法 记忆传承 要不要我为您介绍 三阶福禄书有货吗 李牧微微一笑 随口问了一句 前辈 您开玩笑了 二阶福禄书 都难得一见 三阶福禄书传承 得宗门传法店才有 陈思琪尴尴尬地一笑 不好意思地说 既然没有 那就这样吧 李牧呵呵一笑 离开了陈氏功法楼 两次被陈氏功法楼 女掌柜坑了不少零食 今儿总算扬眉吐气 捡了一个大漏 李牧眼笑眉飞 心情大好 出了陈氏功法楼 李牧想起了一件事 光顾着买工法书 忘记了问那个女掌柜 还廊临山的位置了 以她的学识 肯定知道这个地方 算了 下次再来吧 李牧想了想放弃了 回去探问的念头 也许王掌柜能找到 也说不定 很快 李牧出了钢阳城 遇见而起 朝钢阳城外的 林隐山飞去 南隐山 原本十几个林职夫 居住的牧院 被一一拆除 万宝阁请了牢山门弟子 一个专门建屋的 小型门派 在拆除的牧院 建起了一座 精致的山庄别院 依山而建 引了山泉入庄 涓涓流淌 汇入溪流 四周围绕着一片片林田 距林阵之下 整座山庄林雾缭绕 美轮美奂 拜家 李大师 守卫山庄门口的 两名护卫 看到遇见而落的李牧 连忙齐声拜见 嗯 下人 护卫都回去吧 你们也是 我不需要其他人伺候 李牧看着万宝阁的 两名护卫 示意道 这 李大师 我们若回去 王掌柜会责备我们的 护卫统领一时犯了难 面露难色地说 怎么抛跑了吗 跟王掌柜说 这是我的意思 李牧沉着脸 众声道 好 好的 小的明白 护卫统领 哪敢 在跟李大师争执 连忙召集了下属 带着一群侍女 护卫从山庄撤走 目送他们的离去 李牧展颜一笑 神色轻松了不少 李牧想到了什么 拿出灵兽袋 将赤狼放了出来 哇 赤狼摔倒在地 迷迷糊糊地醒来 冲李牧叫唤了声 而后 茫然四顾 打亮着新环境 很快 赤狼撒欢的庄内四处乱跑 时不时地翘起后腿 在墙角 树干 到处撒尿标记 看到这一幕 李牧好气又好笑 不过 没时间管他 趁着天色暗下来之前 要先将82亩灵田料理一遍 重新栽种灵植 欲力其功 必先利其气 术法更是如此 李牧准备消耗22万自由熟练点 一口气将翻地树升至满级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翻地树熟练度加1 翻地树等级提升至5级 小成 你领悟衍生树法 穿地树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翻地树熟练度加1 翻地树等级提升至9级 圆满 你领悟衍生树法神通 地龙树 从大量翻地树的使用经验 以及衍生树法传授体物中醒来 李牧睁开双目 手中凝聚一道土系灵力 朝82亩灵田积射而出 地面一阵 随地下好似有条地龙一般 在地底下飞快地钻型 沿着一大片灵田翻滚 白玉林稻米的根系 纷纷被翻出了地面 所过之处 灵田地完美地翻了一遍田土 松软适中 李牧深切感受到 树法神通地龙树的强大 灵田能精准翻土 是因为这道地龙树 经过了它精微的操纵 若追求破坏力的话 全力输出灵力 一记地龙树 可以请客间崩塌100亩灵田 能出其不意地 对地子造成攻击 跟收割树一般 翻地树升级后 衍生出来的树法 同样具有巨大的攻击力 李牧想了想 准备将剩余的 190多万自由熟练点都用掉 这些自由熟练点 是为提升阴阳五行 金功法预留的 准备一鼓作气 冲击助击 现在 因为缺少五行灵物辅修 只能等下一波风灵草成熟再说 首先提升的是五级的翠神觉 直接提升至满级 李牧神时 放在角色虚拟面板上 在翠神觉 倾注自由熟练点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翠神觉熟练度加1 翠神觉等级提升至六级 你的神时获得大幅提升 神时范围增加 加2000尺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翠神觉熟练度加1 翠神觉等级提升至七级 你的神时获得大幅提升 神时范围增加 加3000尺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翠神觉熟练度加1 翠神觉等级提升至九级 圆满 你的神时获得大幅提升 神时范围增加 加1000尺 你领悟神魂神通 神魂自顾 微识 翠神觉一口气提升至九级圆满 近那一刻 李牧大脑轰得一下 十海激荡 感觉神魂一下缩小数倍 然而 虚幻的神魂变得实质 威力了随之提升了不少 更领悟 一项神魂小神通 神魂自顾 这不是一项神时攻击类神通 而是 一项神魂防御神通 神魂抵御神时攻击 神魂恢复力 复原速度 等等 神魂的防御 全面得到了增强 没有睁开双目 然而 李牧看到的世界 变了一个模样 天地间 充斥着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灰 白酒种颜色的威力 随着天地伪力 地脉之力 各种神秘力量的扰动下 无序地流淌着 各种术法释放原理 灵符的绘制 炼气石器纹的凝聚 李牧遇到了不少困扰的问题 看到这些威力灵子的流动 他一下子释然了 从最根基的地方 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惑 在这种顿悟状态下 时间过得飞快 等李牧醒来的时候 夜幕已然笼罩了大地 赤狼趴在脚下 委屈地小声哀鸣着 却乖巧地没有吵闹 饿了吗 先吃四铃丹垫下肚子 自己去玩 我没空陪你 李牧笑着从酒藏储物珠中 出一瓶四铃丹 倒出一颗喂给赤狼 赤狼一口接下 吃了四铃丹 兴奋地跑开了 夜色下 李牧清晰看到了赤狼兴奋撒欢的样子 微微一笑 从酒藏储物珠里取出一枚青色玉碱 刚才在陈诗书楼里 不便接受御灵气书的传承 现在正好学了 再用自由熟练点提升等级 李牧神识投入传承预检中 立即获取了御灵气书的传承 以魂为基 气印为限 勾炼神魂 欲魂一灵 正气利印 天地不容 然 万法归一道 天道不仁 丁 你成功接受了御灵气书传承 你学得御灵气印术 李牧睁开双目 看向角色虚拟蓝 当即看到了日志里出现的新提示 御灵气书这部功法 成功刻在了角色面板上 接受了御灵气书的传承之后 李牧总算明白了 陈诗功法楼女掌柜 为什么要提前跟她说清楚 这部功法的缺陷了 这部功法偏向于魔宫 以修炼神魂气印为主 直接奴役其他生灵的神魂 为天地所不容 此法 有利有弊 直接通过神魂交集 能够完美实现完美的御灵根 不过 千气的灵物越多 对神魂的负担和反噬越重 减少神魂负担和反噬的办法也有 那就是减少气灵熟练 气又生气的御灵 建立亲密关系 等等 大概了解了 御灵气书 这部功法的利弊 李牧再无顾及 开始挥霍自由 熟练点提升 御灵气书的等级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御灵气书熟练度加1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御灵气书熟练度加1 御灵气书等级提升至 三级 你领悟衍生术法 御灵复魂术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御灵气书熟练度加1 御灵气书等级提升至 四级 你领悟衍生术法 御灵魂暴术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御灵气书熟练度加1 御灵气书等级提升至 五级 你领悟衍生术法 御灵共魂术 李牧睁眼醒来 神魂感到一阵疲惫 不敢继续再生御灵气书的等级 别人修炼功法 是靠时间一点点的磨练 自己靠获取直灵 自由熟练点升上来的 升级速度固然快 但是一下子 获得太多升级后的术法经验 即便神魂自顾了 这会儿提升了这多功法 获得了大量施法经验 李牧一时也有些受不了 另外 地阶功法消耗的自由熟练点 是黄级功法 玄级功法的10倍 御灵气书亦是如此 原本19600点 便能升级到5级的功法 御灵气书的消耗多了10倍 继续提升下去 需要200万自由熟练点才够 李牧放弃了提升御灵气书的等级 衍生出来几项术法 已经够用了 原本只能修到二级的御灵气书 在熟练面板的加持下 已经能升到五升级 御灵气书不愧为地阶功法 三级之后 每提升一级 都有新的衍生术法出现 不像黄级 玄级功法 功法五级小成境界 才有一定几率衍生术法 九级圆满获得术法神通 李牧目光落在角色面板 另两部地阶功法上 玄天剑阵 基本篇 是领养身绝 他们都处于三级状态 不过 想将这两部功法的等级提升上来 需要做一些准备 尤其是领养身绝 得准备大量高阶妖兽肉 想了想 李牧放弃了加点 转而开始了种田 夜色下 李牧对着灵田 释放一记轰散树 烧死灵田里的灵道苗 而后 再试一记清风换雨树 招来一场瓢泼淋雨 冲刷82亩夏品灵田 料理好82亩夏品灵田 明日再去找些枫林草种下 李牧返回山庄大院 进入一间密闭的石屋 李牧坐在一张石桌前 将百炼钟炉 琥珀玉 养魂瓮 从九藏储物灵珠中取出 放在桌上 拿起琥珀玉 李牧神色犹豫了起来 第一次操作 解封四接妖虫 再催化虫卵 炼制钟灵 一连串的步骤有些复杂 若中途哪一步出了问题 就鸡飞蛋打了 想再寻一次这种机会 可就难了 李牧看着在脑海 不断推演着操作布置 凭借着强大的神魂 以及丰富的炼气 致傀儡 绘制灵符的经验 脸上渐渐有了坚毅之色 瞻前顾后 不是李牧的性格 神识全开 凝视着琥珀玉 从储物格取出了五阶雷符灵书 输入灵力 便借其雷力 催生雷火 便能将琥珀玉消融 黄金琥珀石 品阶 四阶灵雾 特性 时间停滞 水火不清 四阶黄金虎木商议的 枝叶凝结的琥珀石 有风节时间 定格生机之效 水火不清 使用雷火制烤 方可令其消融 琥珀玉的属性信息 呈现于角色虚拟矿当中 李牧手握五阶雷符灵书 注入大量灵力 催生雷霆灵源 大量蓝色电蛇聚集而出 催生一朵蓝色雷火 在李牧神石的操纵下 琥珀玉自行飞起 悬浮于蓝色雷火之上 凝固的黄金虎珀 迅速化作一道道 青烟消散 密闭的石室内 弥漫起了一股 琥珀香 在蓝色雷火的炙烤下 黄金虎珀石 消融的飞快 包囊其中的七彩 幻腰蝶 渐渐展露了出来 李牧神石一闪 立即遥控养魂蝗飞起 打开蝗盖 迅速将完全解封的 七彩幻腰蝶腹部画卡 取出一团虫卵 收入养魂蝗其中 李牧神石 操纵着养魂蝗 不让生魂逃出养魂蝗 而后观察着虫卵 在养魂蝗中的变化 只见 一千多枚虫卵 无意识地 自动吸收魂梦中的 生魂之力 生机渐渐强盛起来 幻腰蝶虫卵 品阶 四阶妖虫 特性 致命梦幻 西灵夺魂 状态 生机虚弱 魂力注入恢复中 未孵化的幻腰虫卵 四阶妖虫 善迷幻生物 掠魂为食 生魂之力充裕恢复中 预计27日后 可成功孵化 神通天赋 识别万灵之下 虫卵的状态 完整呈现出来 李牧清楚地 看到了虫卵的 实时状态 担忧的神色 一扫而空 忍不住 露出一丝喜意 一千多枚 幻腰虫卵 绝大数都活着 等它们都孵化后 再养一段时间 这数量足够 放入百炼中炉 炼至中灵了 李牧松了口气 将养魂问盖上 直接放桌上 让它们慢慢恢复 将雷灵服输 收入储物格 李牧目光 落在七彩幻腰蝶的尸体上 皱眉思考着 怎么将其炼制成 妖虫傀儡 千基傀儡术的 傀儡配方中 没有小型妖虫的 傀儡炼制手法 只有大型妖虫 比如 九亩地珠 死亡魔螳螂傀儡的 炼制法 七彩幻腰蝶的身躯 太小了 无法植入傀儡园盒 想到了什么 李牧心神一动 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苦力傀儡 打开苦力傀儡的 中区傀儡园 这是一颗仅有小指头大小的傀儡园盒 恰好适合用在 八掌大小的七彩幻腰蝶身上 李牧双眼放光 当即来了精神 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专门用于炼制 妖躯傀儡的灵材 腰骨 腥臭灵液 刻刀 器皿 等等各种杂七杂八的灵物 工具 开始为七彩幻腰蝶的身形 进行改造 刻录傀儡文 李牧以神石为刻刀 以七彩幻腰蝶尸身为基 刻画傀儡为文 折去妖蝶彩翼 用三阶妖骨刻鱼取代 以魂牧傀儡园盒为主 历经三天炼制 最终炼成了一只 小巧玲珑的幻蝶傀儡 不 它已经不是幻蝶了 而是 由四阶幻蝶重施 三阶妖骨鱼 四阶魂牧灵种 傀儡园和炼制的 二阶微型重型傀儡 没有七彩幻腰蝶 那恐怖的夺魂能力 也没有战斗傀儡的攻击能力 它被炼制只有半个巴掌大小 飞行速度极快的 微型侦察傀儡 四四细微的清明声中 蝶虫傀儡 以高的速度 围绕着李牧身边四处飞驰 时左时右 时上时下 速度快若雷霆 肉眼难觅 蝶虫傀儡急速飞行了一会儿 娇小的身体灵光闪烁 最终失去了续航 缓缓降落在李牧掌心之中 李牧叹了口气 这具蝶虫傀儡的设计思路没错 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 隐蔽性 速度 身体灵活性 都足够了 唯独续航是个问题 蝶虫傀儡必须以临时驱动 但是 它的身体太小了 只能在中品灵时 切削三块小指头大的碎灵 驱动这具蝶虫傀儡运转 蝶虫傀儡全速飞行起来 堪比青云灵州的飞行速度 这点灵时不够它飞出50里 蝶虫傀儡虽没有战斗力 不过 这事件侦察力气 适合用于一些特殊场合 附上李牧的神石 它的观察距离增加了不少 嗯 有机会 再搞快上品灵时 或是极品灵时切来用用看 李牧将蝶虫傀儡收起来 有了这次改造傀儡的成功经验 李牧当即放开了思路 不再局限于千机傀儡道提供的 傀儡配方炼制傀儡 而是 从心地选择自己设计 按照自己的设想 炼制傀儡 比如 将绍岗珠傀儡 将其体积再练大一些 增加飞扑 增加八只木族弹起 拥抱 等等能力的傀儡阵纹 腹部开一个放灵符的影槽 增设触发阵纹 放置一张爆雷符 或是火弹符 这样一改造 绍岗珠傀儡 当时有了起跳自爆的杀伤力 当密密麻麻一大群绍岗珠傀儡 涌向敌人 飞扑爆脸 爆手脚 爆身躯 然后再触发腹内的爆雷符 火弹符 自爆纷纷 那个画面不要太美丽 一想到这个应用场景 李牧当即心动了 恨不得全身心投入傀儡的改造当中 接下来 李牧投入隐居室的田园生活 将82亩林田栽种上了枫林草 平日里浇灌一下林雨 闲下来的时间 炼制傀儡 帮万宝阁炼制几件灵器 购置妖兽肉 修炼式领养生绝 时隔八九天 抽出一点时间 飞往小梁山巡视一下茶田 李牧在南影山庄的日子过得既充实 又悠闲 时间一晃 27天流逝而去 李牧钻进食屋密室 观察着养魂瓮 四阶七彩幻妖蝶虫卵的孵化情况 养魂瓮里的生魂早已消耗一空 一只只幻妖虫卵破壳而出 白色小毛毛虫一样 爬动的时候 身体一隐一现的 好不神奇 不过 它们身体却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一股股微弱的吸魂波动 从它们身上传出 带着一股致幻的气息 几乎所有幻妖蝶虫都破壳出来 差不多是时候了 1200多条幻妖蝶幼虫 这得吸多少生魂 才能养到成熟期啊 李牧没那能力养那么多 只养一只还差不多 随即 李牧将养魂瓮中的 1200多条幻妖蝶幼虫 一起倒入百炼钟炉 而后 盖上钟炉盖 注入灵力 催动百炼钟炉的千虫夺灵大阵 随着大量灵力的注入 百炼钟炉被激活了 千虫夺灵大阵启动 释放一股通红的血神中精气 1200多条幻妖蝶虫 集体住了鸡血一般 集体沸腾了 疯狂厮杀起来 百炼钟炉嗡嗡作响 随着千虫夺灵大阵的启动 炉身剧烈晃动起来 气机不稳 有一道气温正飞快地消散 整个炉体仿佛要爆炸了一般 灵性迅速地减弱 李牧吓了一跳 一手注入灵力 维持千虫夺灵大阵 神识投入百炼钟炉 一边打入炼气 宁闻灵力 阻止气温的消散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李牧度秒如年 灵力消耗巨大 李牧脸色变得雪白 暗暗叫苦 千虫夺灵大阵 若还不快点结束 他要坚持不住了 百炼钟炉的气机 已经开始崩溃 这次钟灵炼制 将是他最后的辉煌 坚持住啊 击百炼钟炉中 忽然响起一个清脆的重生 好似在庆贺胜利一般 充满了自豪 听到这个轻微的声响 百炼钟炉内千虫厮杀的声音 也已经结束 李牧精神一震 灯石洗上霉烧 终于结束了 李牧神石一扫 确认了状况 当即散去对百炼钟炉灵力支持 崩的一声脆响 百炼钟炉 犹如颈奔的弹簧 炉壁一下四面八方的炸散 化作了无数碎块和粉末 炉中央 出现了一只血红色的 换腰蝶幼虫 体型比之前白色幼虫状态 大了五六倍有余 击百炼钟炉的突然炸开 吓了血色幼虫一跳 不明所以 血色幼虫发现了李牧 一对黑眼 当即冲血变得心红 散发着凶狠 血腥的气息 一股强大的精神幻力 随即冲击而出 李牧精神恍惚了一下 随即迅速清醒过来 吓得冷汗直冒 若不是将翠神爵提升至十级 获得神魂自顾 这个神魂防御神通 刚才那一下 他肯定中招了 这小家伙虽然刚孵化的 但是实力不可小亏啊 李牧双眼看着小家伙 既欣喜又后怕 若给他一点时间成长起来 肯定无法抵御他的天赋能力 现在吗 他没机会了 鸡 血色妖虫疑惑地叫了一声 自己无往不利的捕猎手段 竟然失效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小家伙 不服气吗 尝尝我的 李牧黑黑一笑 手掐玉菱气印术 一道神魂灵光 打入血色换妖蝶幼虫体内 下一刻 李牧尸海中 当即出现一条 烙着玉菱气印的血色虫影 通过这个玉菱气印 李牧可以感知到虫影的情绪 茫然 饥饿 失落 疑惑 等等小情绪 小家伙 饿了吗 叫声爸爸 我给你好东西吃 李牧伸出食指 轻轻推了推血色幼虫的脑袋 笑着说 叽叽 小家伙好似听懂了一般 叫唤了两声 玉菱气印结成 他现在 对李牧生不起任何敌意 只剩下亲切和服从 哈哈 当然是好东西 就是不知道你吃不吃得下 我怕你消化不了 李牧哈哈一笑 看了小家伙的属性信息 当即放下心来 李牧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一玉菱 这个玉菱 存放着一只三阶妖兽 闭眼仓虎的惊魂 来自那场筑机交易会 用一柄赤金下品 灵剑交易所得 李牧原先准备尝试 用神炼熔灵法 将这只妖虎惊魂 炼入灵器内 炼至一剑拥有气灵的 低阶灵宝 不过 因为没有适合炼器材料 以及没有驯服 妖兽魂魂的办法 为了避免损伤神魂 便一直没有放开手脚 现在嘛 小家伙 不是肚子饿了吗 这只妖虎惊魂 刚好适合成为 他的口粮 李牧取出玉菱后 将其凑到小家伙面前 而后 波的一声 打开了那魂瓶的瓶盖 那魂瓶一打开 一道仓虎惊魂 咆哮着就要钻出来 当即仓虎惊魂看到了血色妖虫 咆哮状态戛然而止 犹如老鼠见着猫一般 嗖的一下 又钻回了那魂瓶里 小家伙看到仓虎惊魂 污溜溜的双眼血色一闪 身影犹如一道弹簧 飞扑而出 扑的一声 小家伙太胖了 肥嘟嘟的身体卡在玉瓶口 小屁股一扭一扭的 模样十分搞笑 哈哈 小馋鬼 卡住了吧 看到这一幕 李牧开心的哈哈大笑 不过 小家伙的天赋属性 即使他不钻进那魂瓶 也能吃掉仓虎惊魂 现在他卡着也好 刚好将瓶口堵上 仓虎惊魂无处可逃 嗯 该给你取个名字了 叫什么好呢 血衫 蜡条 取名费的李牧 看着卡着瓶口扭屁股的血色 换腰蝶虫 头大不已 鸡鸡 姑姑 血色腰虫堵着瓶口 大口大口地 吸那仓虎惊魂的魂力 血色的小屁股扭得更欢快了 随着大量魂力的吸收 他身上的血色 正迅速地开始变前 李牧看着小家伙的属性信息 当即决定叫他小白了 血神中的精血 正被小白快速地吸收 小白已经成功进阶五阶虫灵 他很快会恢复原生的血白色 换骨灵虫 幼生七 品阶 五阶骨虫 特性 以魂为食 后天骨灵 吸灵夺魂 精血欲敷 状态 吸食大量魂灵 休眠成长中 上千只七彩 换腰蝶虫经 炼骨大阵 千夺灵诞生的五阶中灵虫 吸收大量血神中精血 生命形态发生月迁 丧尸 永化能力 刀剑难伤 魂灵难灭 阴魂类生命克星 善尸换魂类功法 以魂为生 生命形态又生期 百年成熟 未复高阶精魂 可以加快生长速度 看了睡死过去的小白 看着他的属性信息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伸出两指 将其从桌上捡起 放在手掌上 小小的身躯 洁白如血 又软又暖 食指粗长 软啪啪的 手感不错 李牧微微一笑 将他收入零售带 十分期待 将小白养大后 他能给自己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李牧看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信息 神色闪过一丝无奈 不知道这新冒出来的灵性 要怎么弄 这些天来 脑袋想得有点账 角色 李牧 性别 男 兽元 十九一八五 灵根 五行中灵根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直灵集取 修为 炼器十三层 冒号六五W五百W 功法 阴阳五行精 天级上品 三级 四九九九九 五W 翠神爵 玄机上品 九级 圆满 千级傀儡术 玄机上品 五级 九九九九 一零零零零零 龙象十八阵 黄级上品 五级 九九九九 一零零零零零零 玄天剑阵 基本篇 D级上品 五级 一时W 适灵养生爵 D级上品 五级 一时W 幻西爵 黄级下品 九级 圆满 逆圆脸西爵 玄机下品 九级 圆满 玉灵气疏 D级下品 五级 一时W 技能 清风幻语术 四级 六五六一 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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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牧将200多万自由熟练点消耗一空 《玄天剑阵》基本篇是《灵养深觉》两部地级功法 都提升至五级 领悟了相应神通 士灵翠骨 剑星化意 几个衍生小神通 战力获得了大幅提升 接下来 李牧便将其他自由熟练点 分配在其他百艺术法上 比如制服术 炼器术 傀儡炼制术 布阵术上 然而 将它们熟练度提升至9999点 差一点就能突破六级时 李牧获得了一项加点提示 缺乏灵性这一位显露的属性信息 和阴阳五行精缺乏五行灵源一样 无法再用自由熟练点提升等级 灵性是个傻玩意 怎么补充 一时间 李牧抓了瞎 只好将剩余的自由熟练点 分配至其他术法 剑法上 比如 预剑术 换息诀 十八路易剑诀 弹指径 灵直术法上 修真百亿 五级也够用了 当前要五 还是要尽快助击呀 不然天赋神通再多 潜力再优秀 没发育起来 遭遇原因魔修 高阶妖兽 一样要隔屁 李牧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收拾了下密室 准备着手炼制傀儡 哇 忽然 屋外传来了赤狼的呜呜的哀鸣声 李牧不禁有些奇案 若是王长跪过来 赤狼认得他 肯定不会如此叫唤 若是陌生人来了 他肯定会大声提醒 而不是这样畏惧的乌叫 谁来了 为什么少岗猪傀儡都没反应 李牧第一时间神识探向屋外 当即看到了一位恐怖的年轻人 神识与他微微一碰 李大师神识相当了得 清玄宗云霄子冒昧来访 还请李大师现身一剑 脑海响起一个声音 李牧额头冷汗冒出来了 竟然是一位金丹真人 没想到 一位金丹真人 竟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院子里 难怪散步四周的少岗猪傀儡 没能提前发现 不知前辈嫁到 李某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李牧不时间多想 连忙从食屋密室出来 恭迎道 自问没做什么得罪过人的事 这个金丹真人贸然来访 想必是委托他练气的 李牧胆子便大了许多 审视着眼前的金丹大佬 他身穿一套青紫色发袍 尊贵无比 外貌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五官俊秀 带着礼貌性的微笑 笑盈盈地看着他 目光中也有一点审视的味道 此时 云霄子面上风轻云淡 殊不知 他早心神震荡 被李牧展露出来的实力所惊 眼前这里大师岁数不大 身上散发着助击后期的灵压 却还没助击修饰的痕迹 想来他修为早突破炼气极限 是准备用古法助击了 根基扎实无比 另外 他的神识也极其强大 不知如何修炼的 真是个妖孽啊 刚才神识轻轻一碰的刹那 云霄子已然是出了他神识的深浅 神识之力不下于助击后期修饰 哪怕对上他 也能不弱于下风 这份底蕴实在恐怖 再看散步四周的监视傀儡 这位李大师不仅精通练气 傀儡一道的记忆也颇为精湛啊 李大师 多虑了 是云某唐突了 云霄子收起了轻视之心 微微一笑 客气地回应 赤狼 一边玩去 李牧一脚将不开眼的赤狼赶走 都看出来 眼前这位是不可惹的人了 上又不赶上 退不退地怂样 做给谁看 李牧向云霄子 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热情地招呼道 前辈 里面请 云霄子点了点头 跟着李牧来到会客的大堂 两人分落而坐 李牧连忙泡灵茶 取灵果招待 李大师不用客气 云某此次上门 事有所求 还请李大师帮炼制一件灵气 报酬一定让李大师满意 云霄子看着李牧 直奔主题地道 嗯 不知道 前辈要炼制什么灵气 据我所知 清玄宗也有不少炼气大师吧 李牧点了点头 好奇地问 确实 不过来回一趟担得太久 眼下的是刻不容缓 只能求李大师帮忙了 云霄子笑着点头 接着介绍道 近日 在灵天峰下青龙谷 发现一只四阶独角骄蟒 李大师可知 嗯 略有耳闻 云前辈 为此除掉聊而来 李牧恍然大悟 顺着他的话问 没错 那条独角骄蟒狡猾无比 借着地势之力 一有危险 便顿入坛地暗道 滑柳无比 实在难以根除 因此想借助李大师之手 炼制剑一举定乾坤的灵气 彻底解决此受 云霄子笑着点头 信心十足地说 李牧皱了皱眉 实在想不通 用什么灵气能一举定乾坤 李大师 请看 云霄子微微一笑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霞 展示其内的一根灵草 李牧定眼看去 入眼 玉霞内躺着一颗四寸长的血色红草 生机血气无比旺盛 周边一圈红色的血雾缭绕 还有一条血色小龙 在淡淡血雾中缭绕 灵性强大无比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这诸灵才的信息 详细呈现于角色面板上 画龙灵草 品阶 五阶灵植 特性 精炼血脉 血灵丰盛 龙气自生 状态 缺乏蛟龙气息 灵力温养 灵性衰减中 画龙灵草 五阶灵植 三百年药灵 半蛟龙湿气息而生 对焦蜡灵兽 有提纯血脉 诸越境界的效果 是炼制画龙丹的主材料之一 李牧精神一震 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五阶灵植的情况下 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 这猪灵草 跟炼气有什么关系 李牧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看着云霄子 不解地问 这是一株画龙灵草 是云某在云龙秘境偶德之物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这次对付独角焦蟒 恰好能用上 此株灵草对焦蟒蛇妖一类的妖兽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云某打算用此草将它勾引出来 再趁机将其捕获 唯一缺的便是捕获独角焦蟒的灵器 云霄子详细地介绍 而后 云霄子伸手一挥 储物袋打开 一大块乳白的矿石 以及数十块血色金石 数百块金色矿石 逐一飞出储物袋 悬浮于空中 云霄子看李牧郑重的介绍 李大师 这是我收集了许久的高阶炼器材料 一块五阶如意石 有七斤八两左右 三十斤四阶血煞灵金 五十斤四阶星陨太金 三百斤三阶羹金 希望李大师这些材料 炼制一介能伸缩自如 大小如意 伪装成画龙林草叶片 或龙草之干的硬式灵器 还需不能被四阶胶芒所察觉 看面前数百斤 上千斤 各种各样的高阶炼器材料 听了云霄子的要求 李牧当即知道了 他狩猎独角焦蟒的计划 云霄子这是打算用这件如意灵器 伪装成画龙林草的一部分 而后 用画龙林草 勾引独角焦蟒服下 然后 再驱动灵器恢复体积 从焦蟒服内将其撑死 更甚者 能将四阶焦蟒活捉 不得不说 这是一项成功非常高的诱补计划 唯一的重点就是 能否炼制一件伪装性极好 不会被四阶独角焦蟒察觉的高阶灵器 李大师 此气是城市的关键 非同小可 不知道 您是否有把握炼成 介绍完炼器思路 云霄子紧张地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云霄子几乎拿出了全部身家 倾其所有的豪赌一场 好不容易 发现一只血脉极佳的四阶独角焦蟒 云霄子身上 刚好有一株高阶化龙灵草 一旦将此 焦蟒收服 借化龙灵草的要力相助 四阶独角焦蟒 近阶五阶焦蟒 只是时间上的事 收获了五阶焦蟒 云霄子对以后近阶原因 便更有把握了 将此事委托给一个陌生的炼器师 云霄子下了极大的决心 同时也是无奈之举 即使云霄子已经是清玄宗的真传弟子 但是宗内真传弟子又不止他一人 每个真传弟子都需要与其他真传弟子 竞争宗门的修炼资源 为进阶原因真君杜雷杰做准备 宗门内确实不缺炼器大师 但是他们或多或少与其他真传有些关系 一旦让他们得知自己的谋划 届时肯定会发生不可预料的变故 为此 为了能成功执行这项谋划 云霄子只能前来找最近名阳刚扬成的李大师 一个野外炼器大师 前辈 要炼化这么大一块五阶如意时 用地火炼器炉肯定不行 每个十天半个月炼化不了 需要用到一团高阶灵火 至少要用到一团四阶的灵火 李某没有 除此之外 炼制前辈所需的灵气倒不难炼制 我七成有把握 李牧微微一笑 试一道 四阶灵火 这倒好办 你知道哪里有对吧 我去帮你寻来 七成把握已经极高 云霄子眼睛一亮 看着李牧问 李牧微微一笑 将王掌柜指点存有灵火的地方说出来 毕竟依托着万宝格 能不能拿到灵火 还是两回事呢 王胖子是个商人 一向被利益驱动 借助云霄子之手 先将灵火拿下再说 没问题 等一下我去为你取来 你还有什么要求一起说 只要你能炼制成这件灵气 云某 竭尽全力 云霄子激动地看着李牧 打包票地说 灵气炼制成功后 需要前辈能将这团灵火给我 另外 还要在这堆灵矿材料中 取这块四阶太玄陈金 作为报酬 李牧微微一笑 向云霄子开口讨要道 没问题 只要你能将此气炼成 要什么材料尽管说 云某去为你找 云霄子痛快地点头道 这两样就够了 前辈 你先去取灵火吧 我去准备一下 等你回来就开始炼气 李牧笑着摆了摆手 示意道 好 你等我 我去去就来 云霄子开心地硬下 将炼气材料 画龙灵草 通通收入储物袋 随即 云霄子飞身出了大堂 整个人欲空而起 眨眼功夫 身影便消失在了去 目送云霄子离开的背影 李牧沉吟了片刻 走到炼气室 开始加布大阵 他一个炼气十三层 若发生变故 比如对方面口什么的 唯一能依靠的手段 只有法阵了 时间一晃 半天过去 云霄子去而复返 建议凌然 气势犀利 只不过 发质焦黑 气息有些不稳 模样颇为狼狈 李大师 不负所托 这是那火灵瓶 誓言灵火 就在瓶中 请小心使用 云霄子将红色小瓷瓶 递给李牧 辛苦了 李牧欣喜地 接下那火灵瓶 看着云霄子 笑着试一道 前辈 炼起材料 我这就开始炼制 云霄子拿出储物袋 迟疑了一下 这可是他全部的身家 云霄子看着李牧 确认地问 李大师 当真有七成把握 前辈 李某会竭尽全力的 如若不放心的话 您可以找其他 炼起师试一试 李牧微微一笑 安抚道 云霄子看了李牧一眼 有些无语 灵火都弄来了 再说 要有其他的选择 他会来 李大师 拜托了 此气 对我极其重要 若能炼成 云某还会赴一笔 丰厚的酬金 云霄子将储物袋 递给了李牧 郑重地示意道 云前辈 您安心等着救世 李牧会全力以赴的 李牧收了储物袋 笑着示意 说完 李牧拿着云霄子的家当 那火灵瓶 静止走入炼气室 将炼气室厚重的石门一关 李牧开始了炼气 炼气之前 先要收服四阶赤炎灵火 这一点难不住李牧 李牧全身涌现火系灵力 赋予体表 神识投入那火灵瓶 打开瓶盖 一股恐怖的赤红灵火 当即喷涌出来 李牧修炼五行灵力 御火爵达到九级圆满 御火手法信手拈来 虚手一拉一扯 炼炼灵火 当即从那火灵瓶中拉拽出来 悬浮于半空中 成了无缘之火 火势大减 炼炼灵火 好似不甘于失败 时不时火猫大幅摇摆 像生气的熊孩子 要将整尖石室都点了 李牧从容应对 手掐御火爵 神识操纵炼灵火 欲去四周火系灵力 让他有火无处发 爆燃而起的滔天大火 当即失去了根基 重新恢复成一团 赤红火球的样子 没了张狂的衣仗 十几个回合后 炼灵火便妥协了 被李牧无赖的手段 驯服了 悬浮于空 火团轻轻摇摆 释放着惊人的高温 见状 李牧满意地笑了 炼灵火算是驯服了大半 已经可以利用了 随即便从储物袋 取出如意时 悬浮飘于炼灵火 上空烧制 不用李牧刺激 赤炎灵火 发现了可烧的东西 小暴脾气当即爆发 熊熊赤火 爆发了极高的温度 空中的灵气 随之发生了 高温扭曲的痕迹 如意时快速地软化 渐渐变成一团乳白矿叶 炼制一件四阶灵气 用这么多如意时太浪费 李牧将其划拨成大小两团 神石超纵之下 储物袋内 陆续飞出其他金属矿石 至于赤炎灵火下断烧 火起了炼气炉 以石粒玉矿石 用赤炎灵火断烧 施展神炼之法 炼制一枚如意硬气胚 时间一点一滴的飞逝 夜幕降临 炼气室外 云霄子来回肚着步子 犹如一位守护产房的心腹 焦急等待着炼气室里的情况 从白天等到黑夜 再由黑夜 等到黎明 轰一声闷响 炼气室厚重的石门 缓缓地打开 云霄子心神一阵 连忙迎上前去 焦急地问 李大师 情况如何 不负所望 李木微微一笑 随即神石一放 一枚拳头大的白色小印飞出 迎风而掌 转眼化作一座 数十丈宽的巨印 将整个山庄笼罩于印下 四阶中品 李大师 威武 云霄子双目睁的老大 感受到了硬气身上的灵威 喜不自胜 情不自禁地称赞 原以为李大师只能炼制三阶极品灵气 此次委托能炼制三阶灵气他便满足了 没想到 李大师给了他一个巨大惊喜 不过 此印威力固然巨大 云霄子可还记得他的主要用途 急切地问 其他变化呢 他能伪装 赋于画龙灵草上 当然可以 李木微微一笑 神石操纵着巨印变化 只见巨印颜色由白转红 体积迅速缩小 最终化作一段米粒大小的质感 颜色 外形与画龙灵草的质感 高度相似 四接灵气的灵性 威压纷纷隐藏 收敛不显 好 好 实在太好了 云霄子神石叹了一下 发觉不出任何异常 激动得连连叫好 此期大小随心 还能变化伪装 气息隐蔽性极其 不仅能对付独角骄蟒 换作平常使用 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利器 李大师 炼气技艺无双 云某佩服 云霄子看着李木 敬佩地说 云前辈过奖了 是前辈提供的材料太好 只可惜 李某炼气水平有限 不让 这材料品质能 如意印的阶位还能提升 李木微微一笑 遗憾地说 云前辈 如意印 以及剩下的炼气材料 请收好 说完 李木神识操控着欲如意 储物带 缓缓飞到云霄子面前 好 云霄子开心地收下 而后 看着李木诚挚地邀请道 李大师 您炼气手艺屈尊于万宝阁 实在大才小用 有没有兴趣来我清玄宗 真传弟子的身份不敢保证 不过 当炼气长老 独领一封 还是绰绰有余 这 不知道 只是不知贵宗炼气长老的福利是什么 李木心神一动 好奇地问 听云霄子说 能独领灵一封 李木当即心动了 李木只想找一座灵峰好好种田 小梁山灵脉平级 开发不了多少灵田 好不容易开发的青龙谷 有独角交蟒占据 毁于一旦 若有机会 独管一座灵峰 以李大师的身份 再进一趟清玄宗也行 福利待遇 自然比万宝阁好上不少 万宝阁是商谷组织 高阶灵物肯定不舍于你 清玄宗就不同了 我等宗门大派队 门下弟子一视同仁 以宗规 贡献做定论 这是我宗真传弟子 能用贡献兑换的灵物 你看下 有没有大师 所需的高阶灵物 云霄子微微一笑 递给李木一枚紫色令牌 李木好奇地 接下紫色令牌 探入神时 紫色令牌 展现了几组信息列表 真传弟子令的信息 宗门任务 悬赏令 贡献数量 以及云霄子说的 贡献兑换列表 一阶悬铁 一点贡献兑换十斤 二阶赤斤 十点贡献兑换十斤 三阶庚金 一千点贡献兑换十斤 四阶太悬沉金 三千点贡献兑换一斤 四阶悬沉金 三千五百点 贡献兑换一斤 五阶如意识 八千点贡献兑换一斤 灵木 三阶谢铁木 三阶运灵木 三阶古龙木 四阶魂木 五阶太红木 灵水 二阶寒月灵泉 三阶地脉灵水 四阶玄冥真水 天意真水 五阶 一元虫水 万化雷水 六阶 太阴真水 七阶 五行神水 各种灵矿 灵木 灵水 甚至 妖兽尸体 妖兽幼崽 由低到街 贡献度兑换需求 纷纷呈现其中 看得李牧心神震撼 没想到清玄宗的构架这么紧密 贡献点不仅能兑换功法 还能兑换如此多的灵物 修行资源 清玄宗的宗门任务多种多样 有除魔斩妖 有收集灵物 助手灵地 炼器 炼丹 修真百亿修炼到家 都能挣到大量贡献 你拥有四阶炼器宗师的能力 来我们宗 绝对会受到宗门的重视 炼器正取 贡献效率极高 当然 李大师若有其他技艺 也可以用其正德宗门贡献云霄子 瞥了一眼角落的傀儡之珠 看着李牧介绍道 每帮宗门炼制一件灵器 大师便可获得一定贡献 比如 您炼制的这个如意印 四阶炼器任务价值 五千点贡献 与此同时 宗门会提供两份炼器材料 若两份炼器材料都炼制成功 李大师除了收获炼器的贡献外 还能再挣一件灵器 云霄子接着介绍道 文言 李牧精神一振 以他的炼器成功率 等于为清玄宗炼制一件灵器 并能挣一件灵器材料 这种模式可比万宝格大方多了 万宝格只给20%的提成 当然 若是两次炼器都失败了的话 李大师需要自己采购炼器材料 直至炼器成功交付任务为止 云霄子停顿了一下 补充道 李牧点了点头 理所当然 不过 两份材料都炼制不出一件灵器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若成为我宗炼器长老 李大师你肯定有资格自选一座灵山 起码拥有二阶灵脉的灵山 作为修炼洞府 届时你是招收门下弟子 受益正取宗门贡献 还是独自担任 封主都可以 只需完成宗门规定的炼器任务 整座灵峰都将由李大师做主 其他人不得干涉 云霄子笑看着李牧接着补充道 嗯 这个条件不错 我确实心动了 李牧笑着点头 炼器封主 每年固定的炼器任务不多 五十件左右 不会影响李大师的休息 当然 李大师若想挣宗门贡献 可以额外令取 也能为宗门弟子炼制 弟子令中都有任务标注 李大师 你可以阅览看看 云霄子详细地向李牧介绍 清玄宗的运行方式 李牧欣喜地点了点头 按着云霄子的指点 神识看向弟子的悬赏区 三百贡献点 球帮炼制一柄 二阶赤金剑 炼器材料以备 水月风 周玲珑 五百贡献点 球购一株 两百年要灵的子丹铃声 望云风 圆枕 三千点贡献点 购置一颗三阶腰单 妖虎兽类腰单 飘秒风 镇远 大量清玄宗弟子的 贡献悬赏信息 球炼器的 球购灵丹 各种各样 纷纷呈现出来 除了弟子的交流悬赏区 还有宗门派发的悬赏令 击杀炼失踪 百英真君 奖励 三百大贡献点 击杀悬音宗 赤灵老鬼 奖励 七五大贡献点 密密麻麻的悬赏令 还有各种炼舟 炼器 炼丹 助手任务 等等 信息繁多 李牧一下子感受到了 清玄宗的真正抵御 怎么样 李大师 您怎么决定的 加入我清玄宗 绝对比你帮万宝格做事 更有前途 若是再不舍得割舍 与万宝格的关系 你也可兼着 做他们的炼器客亲 万宝格一向中立 不会拒绝这种事情 云霄子看着李牧 示意道 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可否过段时间 回复前辈 李牧将紫色令牌 递还给云霄子 示意道 清玄宗内门的这些贡献制度 太适合他了 若能独领一封的话 不受其他人打扰的话 李牧肯定愿意会加入 届时 开垦多少林田都可以 不过 眼下王文宝正帮他弄四节林水 李牧不想多生事故 等拿到剩余的五行林物 成功助击 以后再决定加入清玄宗吧 没问题 李大师 这是我的真传信令 拿着它 你可随时来清玄宗清云峰找我 云霄子接下紫色令牌 再拿出一个青色令牌 递交给李牧 示意道 好的 过段时间在上门拜访前辈 李牧笑着接下青色令牌 十分感谢李大师 帮我炼制了这件领宝 等我解决了独角交忙 再来答谢 李大师 我们再会 云霄子看着李牧 告辞地说了一句 话音一落 云霄子欲空而起 身影迅速消失在了天际 目送云霄子飞远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神识看向储藏阁 存放着小半块 在留下来的如意时 不由有些脸红 时间一晃 半个月过去 云霄子好似将它忘了 也没来找南影山庄 按道理说 凭借着画龙灵草 和如影的功能 他应该已经降服了 那只独角交忙才是 也许只是人家的一句客套话 自己私下栽留下来一块如意时 又收获一团赤炎灵火 一块太玄沉金 此次帮云霄子练气 挣了不少 不该图谋别人家的后续答谢了 这么一想 李牧叹了口气 继续低头翻看 邀灵会策 不过 看了一会儿 李牧便将书合上了 没心情看书 这些天 李牧一直有些后悔 拒绝了云霄子的提议 没有直接同意 加入清玄宗 独领一座林峰 对李牧的诱惑力太大了 再加上清玄宗的炼气福利 炼制一箭灵器 挣一份材料 还能挣贡献 许多高阶灵物 都能轻易用贡献兑换到 这一比较下来 待在万宝阁 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李大师 我来了 瞧瞧 我给你带了什么 这个时候 王文宝的声音 游远极近地传来 没多久 王文宝遇见落在院子里 手里拿着一瓷瓶 献保地说 李大师 天意真水到货了 谢谢 王掌柜 有劳了 李牧收下灵水瓶 感激地到了巨蟹 五件四街五行灵物 只差一样苍茫灵水 巨住机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只不过 这苍木灵水 什么时候能到呢 李牧叹了口气 焦急的心情有些郁闷 若是在清玄宗门内 这等高阶灵物 只要贡献充足 便能轻易换到吧 想到这里 李牧心情越发郁闷了 李大师 那云前辈不是帮你 弄到了赤岩灵火 再得这天意真水 您不是 已凑够了炼器灵物 为何还闷闷不乐呢 王文宝皱眉 看着情绪烦躁的李牧 不解地问 确实有一些心事 就不瞒王掌柜了 上次云前辈委托我帮其炼器 我为其炼制了一件四界灵器 他颇为满意 已向我发出邀请 加入清玄宗 担任炼器长老 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口 跟王掌柜说 李牧看着王掌柜 不好意思地直言道 什么 李大师 您能炼制四界灵器了 您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闻言 王文宝登时急了 责怪地质问 听他这么问 李牧当即生气了 板着脸 美好气地道 云前辈提供的炼器材料品质极佳 我刚好借机突破的 看到李牧的反应 王文宝当即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告歉道 不好意思 李大师 我一时情急 说错话了 您炼器记忆突破 是件大好事 我可以借此机会 向总部调取更多的高阶炼器材料 不用了 我准备加入清玄宗 成为清玄宗的炼器长老 另外 万宝阁炼器客亲能坚韧的话 我也不准备辞去 不知道 王掌柜 这样可以吗 李牧摆了摆手 看着王文宝试一道 当然可以 我们万宝阁又不是客亲 也是其他宗门的人 只是 李大师 您加入清玄宗后 是不是要离开钢阳城啊 王文宝满脸焦急地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嗯 有这个打算 一两个月后吧 李牧淡淡地点头 需要等82亩枫林草成熟 需要等到仓木林水到货 充饥助击 文言 王文宝先是一喜 然后 神色又是一暗 欣喜的是 李大师不会马上就走 丧气的是 失去李大师后 今后业绩将变得暗淡 最近这段时间 依靠着李大师炼制的极品灵器 刚扬成万宝阁的业绩连创新高 王文宝也跟着收益不少 一旦 李大师离开 马上就要变回原状 这是他十分不想看到的 李大师 您准备去哪座城市呢 王文宝关心地问 还不确定 若有机会的话 应该会先去环廊林山看看 再去清玄宗内门 李牧示意道 环廊林山位处九天岭 天葬古交界之地 与万魔窟锦衣郡之地 魔修九宗不少弟子活跃于此地 李大师还是不要去冒险为好 王文宝看着李牧 善意地提醒 您若去清玄宗总部 清云宗总部侠馆的清云城 天河城 借由我们万宝阁分店 您的练器克清令所享用的福利 仍旧有效 对了 您已经已经能练至四阶灵器 稍后我拿一个高阶克清令牌给您换了 若有所需可随时搭乘万宝阁的宝船 雇佣护卫 用上万宝阁的资源 停顿了一下 王文宝看着李牧提议道 嗯 现在为时尚走 时间到了再说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李大师 您这段时间有空吧 我能委托您多练制一批灵器吗 另外 还有四节灵器 王文宝点了点头 殷切地看着李牧 提议道 行吧 李牧笑着点头 沉吟了片刻 吩咐道 我需要一批高阶妖兽的金魂 你帮我弄吧 费用在炼器收益里扣 行 我这就找货 王文宝欣喜地应下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炼器安排的事宜 王文宝便匆匆辞别了李牧 准备炼器材料去了 时间就是金钱 李大师即将离开钢阳城这段时间 要争取让他多炼制几件灵器 王文宝发动在万宝阁的人脉力量 到处调货不计成本 紧急调取四阶炼器资源 时间飞逝 转眼又一个月过去 李牧宅在南影山庄内 照顾风灵草之鱼 炼制灵器 傀儡 惠制灵符储备 日子过得充实 又安逸 在李牧尽心地照顾下 82亩风灵草长势极好 三个月成熟期一过 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将收割树由五级升至九级圆满 又衍生出了一道 树法小神通 多重金刀数 李牧站于灵田边 右手掐招法爵 凝聚精细灵力 随手一挥 一道道金光大刀 贴地飞斩而出 半丈高的风灵草灵田 刷的一下 一片一片地倒下 干脆利索 李牧展开神石 覆盖82亩风灵草的切口处 一团团淡绿色的灵植光团 悉数涌来 一下子将它整个人淹没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加一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加一 直灵光团散去 李牧看向角色 虚拟矿密密麻麻的日志提示 82亩风灵草收割完 获得了351万点自由熟练点 又肥了一大波 这么多自由熟练点 若有足够的五行灵物腐修 应该能把阴阳五行精的等级升上来吧 巨注机只差一步了 李牧乔装一番 操控玲珑面积 变换了张脸庞 来到万宝阁 李牧第一时间找上唐月如 询问仓木灵髓能获情况 前辈您来得正好 最近我们万宝阁 急运来一批高阶灵物 仓木灵髓刚好也到货了 还有削铁木 都到了 唐月如看到李牧 当即高兴地汇报 文言 李牧大写 王掌柜这次是错又错着呢 借了他的催货操作 让他提早拿到了仓木灵髓 很好 东西拿来给我吧 李牧迫不及待地 取出一储物带零食 是早准备好的尾款 数目没错 前辈 请跟我去仓库取货吧 唐月如欣喜地点 清储物带里的零食 是一道 李牧熟门熟路地 跟着唐月如去仓库取货 一瓶碧绿的仓木髓叶 一百方的血铁木 拿到货 李牧迫不及待地遇见离开 回到南影山庄 李牧一头扎入食物密室 开启防护大阵 迅速从储物阁中 取出另外四件五行灵物 一大块四阶 太悬沉金 一团四阶壤西黑土 一个收纳赤岩灵火的那火瓶 一存放天意真水的灵水瓶 李牧深吸了口气 将那火瓶 灵水瓶 灵水瓶 一起打开 神识操纵着它们悬浮 围绕着自己 墨运阴阳五行金行弓路线 开始冲击助击 李牧一运弓 炼气十三层的五行灵力 全面爆发 牵引五件五行灵物 一出灵源 混入其中 赤岩灵火仿佛感受到了危险 火苗摇曳 要爆发逃逸 却无力抵抗浴火之力 不行 效率不够快 李牧神识分心 操控五件五行灵物 阻止赤岩灵火逃逸的同时 神识偷偷向角色属性面板 为阴阴阳五行金注入自由属性点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阴阳五行金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阴阳五行金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阴阳五行金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等级提升至四级 你修为获得大幅提升 你领悟五行神通 五行化灵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阴阳五行金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等级提升至五级 你修为获得大幅提升 你领悟五行神通 五行灵止 礼目疯狂加点阴阳五行金 身体猛地爆发一股极强的五行灵压 呼吸间 五件四阶五行灵物的圆灵 纷纷被剥离 吸入口中 赤岩灵火丧失了大量火源 火光渐渐变得暗淡 火苗越来越小 其他四样五行灵物 同样发生着急速萎缩 坍塌式的变化 然而 随着阴阳五行金等级的提升 礼目身上的灵压越来越强盛 仿佛直接到了极限 即将爆炸了一般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阴阳五行金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等级提升至 九级 圆满 演化五行 你的灵根提升为五行上品灵根 演化五行 繁体肉胎进阶为五行灵体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阴阳五行金 筑基偏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 筑基偏等级提升为 一级 你进阶筑基静 修为提升为 筑基一层 你领悟神通 五行声阴阳 丁 阴阳二气不足 阴阳五行金 筑基偏等级无法提升 丁 阴阳二气不足 阴阳五行金 筑基偏等级无法提升 啪一声脆响 颜色变得灰暗 没有任何金属色泽的 四阶太旋陈金 突然炸裂 化作了粉尘飞灰 四阶赤炎灵火熄灭 消失了棕印 四阶仓墓 淋水成雪白色 没了任何墓属陵园 四阶天意真水 缩小了十几倍 色泽暗淡 四阶壤溪黑土 与太旋陈金一般 变成了一团灰色尘土 散落在地 黎木睁开双目醒来 全身肌肤之下五色 灵光流动 呼吸之间大量五行溢出 体内全身经脉 流淌的五行灵力 原本的气态化为液态 十海扩大百倍 神魂几乎凝为实态 此刻 黎木感觉无比强大 与天地灵气联系紧密无比 一个念头便可催生五行术法 不用再掐绝念咒 心动 当即行动 黎木神石外放 看向天际 默默招了一记清风 换雨术 下一刻 天空忽然 刮起一阵大风 紧着街 瓢泼大雨倾泻而下 正趴在院子晒太阳 睡懒觉的赤狼 顷刻间被淋成了落汤狗 连忙逃到屋檐下 迅速甩掉身上的雨水 疑惑地望着天空 奇怪大太阳的 怎么会突然下雨 看到这一幕 黎木哈哈大笑 随即 默韵逆圆脸昔绝 收敛五行灵体溢出的强盛气息 恢复普通筑基初期的模样 黎木目光 看向角色虚拟蓝的日志提示 阴阳五行精 筑基篇升级 需收集阴阳二气之物 才能继续提升 这阴阳二气之物是什么 黎木一时没有头绪 黎木想到了筑基后领悟的神通 五行升阴阳 随即施展全力神通 双手凝聚五行灵力 推演阴阳 密室中央 石桌的桌面上 随着大量五行灵力的汇聚 开始演化五行灵气所化的圆灵 木升火 火升土 土升金 金升水 水升木 五行灵气 不断产生顺升位的变化 以及木刻土 土刻水 水刻火 火刻金 金刻木的逆刻方向的变化 两种变化不断推演 生息不止 不断演变造化 最终汇聚出了一黑一白两个灵气团 聚集五行灵气团中央 平稳运行着 看到这一画面 黎木如雷势身 整个人一下子呆住了 好似触发了什么开关一般 陷入了顿悟的状态 这方世界的天地灵力 以五行为基 演化出数以繁多的大千 而这演化的过程 便是从这阴阳造化推演而出 阴阳包五行 五行含阴阳 五行能生阴阳 阴阳亦能化五行 阴阳五行经 没那么简单 是一步直指造化大道的功法呀 李牧从短暂的顿悟状态下清晰过来 从这次推演中收获了什么 又没获得什么大收获 追根究底 他的根基太浅 刚刚筑基而已 造化大道 还不是他能探索的 李牧深吸了口气 散了五行灵力 结束了这次推演 这阴阳二气之物怎么获取 李牧大概是知道了 应该是那些将五行灵气演化至了极致 造化所产出的灵物 只怕难以获取啊 李牧想想也是 这部阴阳五行经 应该是上古流传至今的功法 上古时期 修饰数量不多 阴阳造化灵物 应该不难寻找 不像现代 天下修饰多如牛毛 什么高阶灵物 都能祸害一空 李牧叹了口气 既欣喜 又无奈 得了一步了不起的功法 休息起来却太过苛刻 好在 他还有一项汲取植灵的天赋 具有阴阳二气的高阶灵物难寻 说不定 种植高阶灵植 能获取也是不定呢 天下灵植那么多呢 在已知的众多灵植当中 哪些灵植最有可能 种出阴阳二气呢 阴风草 还阳草 浑木 李牧陷入了沉思 嘰嘰 一阵萌音突然响起 惊醒了沉思的李牧 李牧低头一看 不知什么时候 小白从灵兽带钻了出来 爬出了怀兜口 用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珠看着他 小白醒了 长大了呀 看着大了一圈的小白 李牧不禁笑了 之前 只有食指粗细 现在 有两根指头那么粗壮了 雪白的皮肤 堆折的嫩肉 配上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子 模样十分可爱 然而 这幅可爱的外表下 谁知它是一只 视魂不眨眼的五阶古虫灵呢 鸡鸡 鸡鸡 小白昂着头 焦急地鸡鸡叫 饿了 知道了 我这就去给你找吃的 有人的时候 你不许现身 知道吗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交代了小白一句 随即将它塞进怀兜里 鸡 小白乖巧地回应了一声 事宜知道了 很快 李牧换了一身干净的法袍 稍作修整 遇见飞往钢阳城 准备与王文宝拿小白的食物 顺便结清账款 提一下辞行 万宝哥 惠客大堂 什么 李大师 你明天就要走 这么快 不是说 还要等半个月吗 听到李牧马上就要走 王文宝登市急了 他从其他地方调来了大量高阶炼气材料 还没炼制了 李牧要是走了 这些东西岂不是要砸手里 随即 王文宝将四处调集了高阶灵物的事 告诉了李牧 请求他将这些材料都炼成灵气后再走 王掌柜 你这样子 让我很难做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 随时会离开吗 怎么还调了那么多材料呢 李牧叹了口气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李大师 求你帮帮忙吧 这些灵物四节材料居多 除了您没人能炼制 若再将活调回去 这一来一回 我要亏掉不少零食 若不调出去 这么多货砸手里 我是实在承受不住 您看着我们愉快合作了这么久的份上 帮我这一回吧 王文宝苦苦哀求道 王掌柜 李某真有急事 不便久留 要不然这样吧 你将我这段时间 炼制炼气所证的提成 都换成炼气材料 我帮你消化一部分 再帮你炼制两天灵气 若还消化不掉 那我也没办法了 李牧想了想 提议道 谢谢 谢谢李大师 可以的 应该可以的 你稍等我片刻 我马上去账房 将账目清算出来 王文宝感激地连连谢谢 嗯 别忘了拿妖兽惊魂 李牧笑着提醒 放心 您交代的事 我一直记着呢 王文宝笑着回应 而后 匆匆跑去账房 清算账目 模样一刻钟过去 王掌跪去而复返 匆匆而来 手里 拿着两个储物袋 以及一本账布 递给李牧道 李大师 这段时间 您一共炼制 127件三阶灵器 其中 三阶上品 92件 三阶极品 35件 这里面记载了售价 以及您的提成 扣去天意真水的费用 以及您之前预知的一笔费用 剩余零食 帮您兑换成 四阶炼器材料 妖兽惊魂 这是详细的账目 和兑换出来的物品 您请过目 李牧接过两个储物袋和账布 翻看了一下账布 确认数目没错 这批四阶炼器材料 我按成本价换给您的 李大师 您可还满意 王文宝满脸苦涩地看着李牧 示意道 李牧呵呵一笑 伤骨之言 真假难辨 听听就好 不能轻信 不过 这次收获倒是不少 若按行情价 一下子要买这么多四阶灵物 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李大师 接下来 还有一批四阶炼器材料 请您炼制 提成是按材料走 还是换成零食 王文宝接着问 一半一半吧 你这可有高阶雷兽的皮料 有的话 也给我换一些 李牧想了想 回应道 有的 有的 前不久千雷岛 刚送了一批货 有几张二阶雷鸟皮 李大师 您要几张 王文宝连忙回应道 都给我吧 对了 你这可有续存零食的零宝 我需要一件 李牧想了想 接着问 续存零食 李大师 你是要移栽大批零食用的吗 王文宝探听地问 是的 可有 李牧确认地问 接下来 李牧准备去清玄宗总部 占一座灵山 然而 留在小梁山的十亿亩灵茶 半亩育苗的各种灵质 不能放任不管 现在就缺一件 能中途存储 移栽灵质 保持灵质活性的储物灵器 这类储器内部 虚布大量法阵 灵土 炼制十分复杂 价格不菲 也比较有人购买 我这边没现货 需去其他店调货 时间上怕来不及 王文宝不好意思地解释 嗯 你去问问看 有货的话就要一个 没有的话不用勉强 李牧点了点头 理解地说 成功筑基之后 寿源达到了五百六十年 比一般筑基修饰的寿命 长了二百年左右 李牧有的时间栽培灵质 实在买不到 这类移栽灵质的储物灵器 小梁山那批灵茶 实验灵质只能舍弃了 以后慢慢再种 只不过 上次弄的那批云雾灵茶种子 剩下的数量 只能种一两亩左右 若是舍弃的话 实在有些可惜 李大师放心 我尽力帮你弄到 王文宝点了点头 保证到 好 拜托王掌柜了 我练气去了 李牧笑着点头 起身向万宝格的练气方走去 成功筑基 新得手了一批四阶练气材料 给万宝格练制灵器的同时 李牧也准备为自己练制一批灵器 练气方 五座练气室 两座石门紧闭 想来有其他练气客亲 在里面练气 看到李牧的到来 刘忠连忙上前 地上除物袋 恭敬地道 李大师 地火练气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练气材料 嗯 李牧接下除物袋 静止走向二号练气室 轰轰的梦想中 练气室石门缓缓关上 诺大的练气室 中央放置着一个一丈多高的大型练气炉 叽叽 察觉到练气室里没人了 小白从李牧怀里钻了出来 知道了 这就给你吃的 李牧呵呵一笑 打开存放妖兽惊魂的储物袋 储物袋里 二十七八个纳魂瓶 里面各装着一只妖兽惊魂 一阶 二阶 三阶妖惊魂都有 李牧从中挑选了一下 为了避免小白又陷入沉睡 取出一个装着一阶妖兽惊魂的纳魂瓶 拨的一声 打开了瓶盖 纳魂瓶中 一阶妖狐惊魂还没来得及逃逸出来 嗖的一下 白影一闪 小白犹如弹簧般地跳起 一下子将瓶口堵住 纳魂瓶里 很快传出一阵凄厉的哀嚎 狐妖惊魂临死前发出的灵魂呐喊 是来自灵魂深处最恐惧的声音 叽叽 叽叽 小白一头扎入瓶口 兴奋地扭着屁股 一口气将妖狐惊魂吸肚子里 叽叽 呃 小白抬头看着李牧满足叫了一声 打个宝格 看到这一幕 李牧不知该笑 还是该恐惧 这小家伙 真是魂类生命的天敌啊 想到这里 李牧心中一动 不禁产生了一个想法 决定狐假狐威 借助小白练气 叽叽 叽叽 小白冲李牧叫唤了两声 一副困倦的样子 似乎告诉主人 他要回袋子里睡觉 小白 等等再说 先帮我个忙 李牧微微一笑 提议道 叽 小白疑惑地看着李牧 不知道主人要让他帮什么忙 李牧微微一笑 伸手凝聚五行灵力 释放神通术法 五行化灵 下一秒 便在半空中 凝聚出一团五行灵火 修为突破助击之后 李牧真元灵力 比炼气七浑厚数倍 十几倍 术法神通的威力 也获得大幅提升 五行化灵 凝聚而出的五行灵火 火力不下于四阶赤炎灵火 从储物格取出一块如意石 大概两斤重的分量 用五行灵火断烧液化 接着 打开存放大量四阶炼气材料的储物袋 一块块陨星玄铁 墨尘金金 混尘金石 接连从储物带飞出 在五行灵火的炙烧下 迅速融化 各种四阶炼气材料 一块接着一块 在李牧的操控下 投入五行灵火之中 迅速溶解 渐渐液化成一团金属溶液 紧接着 李牧使用神石熔炼法 为炼气炉中的灵气定型气胚 只见 悬浮于炼气炉内的金属溶液 受一股神秘的力量操控 渐渐从一大团金属叶球 凝缩成一个方硬形状 体积渐渐缩小 散发着恐怖的灵压 李牧准备炼制一枚硬式灵气 跟为云霄子炼制那枚如意硬差不多 不过 为自己炼制灵气 李牧肯定舍得下血本 必须用最好的四阶材料不足 便使用数千斤三阶材料 提升如意硬的分量 鸡鸡 小白惊慌地看着五行灵火 以及那件硬式金属气胚 这么大团东西浮在头顶 令他患上了巨物恐惧症 他要钻回灵兽袋 李牧眉头紧皱 神石 五行灵力地消耗颇具 不过 如意硬的气胚 已然凝炼完成 气胚中的材质 气灵激震 气纹激纹 复杂气震 悉数刻露其中 李牧深吸了口气 巨大的神石 灵力消耗 迫使他要缓一下 小白 接下来 要你帮忙了 你吓唬一下他就好 不准吃掉他哦 李牧笑着向小白交代 叽叽 小白张着小口 点了点小脑袋 乖巧地应了一声 李牧神石扫向 存放那魂瓶的储物袋 从中选中一个 存放三阶 妖兽惊魂的那魂瓶 缓缓飞至半空中 波一声脆响 瓶盖打开 那魂瓶里 涌出来一股黑雾 转眼化作一只 巨型黑熊模样 赫然是一头 三阶大地爆裂 熊妖的的惊魂 熊妖惊魂一现 仰天咆哮 爆发一股凶残 爆裂 森冷的气息 震慑全场 然而 现场的两位观众 好似没人买他的账 一个筑机修饰盘腿而坐 用着一副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身上散发令人畏惧的气息 在他腿上 趴着一只白色小虫子 散发着一股 令他惊悚的气息 就是这只不到他指甲盖大小的小虫子 记得叫唤了一声 熊妖惊魂 当即妖魂一阵震荡 便失去了对自己灵魂的控制权 投入此妾 成为气灵 还是由他将你吃掉 你自己选择 熊妖魂海 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文言 熊妖惊魂看向悬浮于空的方形气印 再看了一眼李牧当下了然 用着仅存的余力 一头向方形气印扎进去 毫不犹豫 开什么玩笑 成为气灵 可比葬身重度好多了 这有什么好选的 见熊妖惊魂融入了气胚 李牧随即开始在方形气胚中注入灵力 凝聚气纹 勾勒气灵 温温 气鸣声 方形气胚灵光绽放 一道道气纹交辉相应 相近凝成 很快 熊妖惊魂随着气阵融入气阵核心 魂态情况迅速转变 被强大的气阵之力洗去阴气 化作一灵物灵 注入气阵核心 第一道气纹 玉灵 第二道气纹 重力 第三道气纹 擬太 第四道气纹 锁灵 李牧一次次激发灵力 方应气胚成功凝聚一道道气纹 灵光闪耀 第十五道气纹 灭魂 灵光凝聚成型 反应气胚灵光达到顶胜 李牧咬了咬牙 继续注入一道灵气 凝聚最后一道气纹 助起进阶四阶极品灵气 蹭一声气鸣四阶方应绽放灵光 灵光强盛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 炼气完成 就在这时 风云骤变 拥有气灵的如意方应 骤然放大 猛地向李牧轰击而下 被胁迫成为气灵的夭雄惊魂 对李牧心怀恨意 气纹凝聚完成 炼气成功一刻 当即发起了反噬 脾气不小啊 但我没防着你吗 李牧呵呵一笑 随手一挥 一道灵光打出落在如意方应上 下一刻 如意方应的杂鸡之势顿指 如意方应体积迅速缩小 眨眼画作只有八掌大小 轻飘飘地飞入李牧掌中 原来 在炼制器激震的时候 李牧早在如意方应中做了手脚 轻松夺去了如意方应的操控权 这枚气硬灵气 是李牧亲手炼制的 即便有气灵注入 对他的了解 眉人比李牧更加清脆 李牧随手注入灵力 将如意气硬的气灵一并炼化 接着 一道灵力打在如意方应上 啪的一下 乳白色的如意方应当即变了颜色 灵光闪耀 神通也变成一头微型的小黑熊 叽叽 小白看着体积跟自己差不多的小黑熊 惊诧地叫出了声 你们好好玩吧 你打扰我恋浅 李牧微微一笑 交代了一句 随即从酒藏灵珠中取出两瓶丹药 倒出两颗浮下 炼制如意方应 这件四阶灵气 李牧消耗了不少灵力 神识 需要嗑药恢复一下 才能继续炼气 好在 为万宝阁炼制灵气 不用如此耗费精力 丁 你成功炼制一柄四阶灵剑 炼气数熟练度 加九灵 丁 你成功炼制一件四阶灵盾 炼气数熟练度 加九灵 时间一晃 两天过去 炼气室的石门缓缓打开 李牧一脸疲惫地从中走出来 炼制四阶灵气的消耗精力 心神 可比炼制三阶灵气大多了 而且 这一次炼制 李牧也没使用炼气炉 而是 直接使用自己凝聚的五星灵火 真元灵力消耗更大 好在 李牧不是再是炼气修为 而是用上古铸鸡法 自主铸鸡的铸鸡修饰 才能最终坚持下来 李大师 结果怎么样 守候在门口的王文宝 看到李牧出来 连忙迎上去 急不可耐地问 不负所托 王掌柜 总共七剑四阶灵气 失败了两次 李牧微微一笑 拍了下储物袋 七剑灵性十足的四阶灵气 悉数飞出 漂浮在李牧身侧 李大师 您太厉害了 我以为能成功炼制四五剑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没想到 您竟成功炼制七剑 这 这 谢谢 李大师 王文宝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道谢连连 感谢我的话 提成多算点就是了 别空口白话 李牧呵呵一笑 没好气地说 文言 王文宝牙齿一咬决定道 大师 应该的 应该的 您劳苦功高 这次给你百分之三十的提成 哦 这样一来 王掌柜不会亏本吧 李牧惊讶地看着王掌柜 笑问道 李大师说笑了 我王某人 怎么会做亏本生意 实在是 李大师您的炼气技 太厉害了 别的炼气宗师 炼制四阶灵气成功率 可没这么高 掌踢成是应该的 王掌柜一脸认真地说 那李牧不客气了 谢谢 王掌柜 李牧笑着点头 接着问 对了 续存灵直的储气 可有找到 有 有 我发动人脉问了一下 实在巧合 林颖道人手头上就有一件 我擅自做主 为李大师购买下来 王文宝兴奋地点头 取出一方合适的灵物 这是由天青心精 和空灵兽皮质的 蓄质灵盒 里面存放了500斤 二阶百灵浮土 可以蓄放 7000至20000株灵质左右 供灵质15至30天活力 灵质放得越多 灵食消耗越大 维系的时间越短 王文宝详细为李牧介绍道 最多2万株吗 看来只能 实验田的数百株幼苗灵质 以及一部分云雾灵查了 谢谢 王掌柜 费用在这次提成中扣 李牧感激地接下灵盒 神石一动将七剑四阶灵器 预至王文宝面前 李大师 这七剑四阶灵器 没办法一次销售 这次提成 只能让魏老估价了 王文宝接下七剑灵器 不好意思地看着李牧说 这么多四阶灵器 肯定不能一次性放出去 王文宝决定 留作压箱底 每次拍卖会放出一件 当作重头戏 挣最大的收益 嗯 让魏老来吧 拿了提成 我也该走了 王掌柜 以后再回了 李牧笑着点头 同意道 李大师 一路保重 期待能和您再次合作 王文宝不舍地说 很快 王文宝喊来 剑灵师 魏安 估算九剑四阶灵器的价格 打量着新出炉的 七剑四阶灵器 魏安紧张地双手哆嗦 这是他这辈子 剑灵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见到了最多的高阶灵器 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魏老 别磨蹭 该估多少价 就估多少 李大师还等着呢 王文宝美好气地催促 掌柜的 实在不好估了 我最多估一估三阶灵器 四阶灵器 很少在市面流通 我怕估得不准 魏安苦着脸 纠结地说 魏老 不要有太大负担 参考炼成材料 其他四阶灵器价格 你大胆估就是了 李牧展颜一笑 连忙安抚道 好吧 这件四阶灵盾 采用四阶天允精 地精石炼制 灵性达四阶中品程度 盾身厚重 加持了玉灵 玉空 坚手 赤灵 薄力 等高阶气纹 防护力极强 上一次 浴血成万宝格 有卖过一件四阶天灵盾 整体都不及此盾 天灵盾售价 3W中灵 此盾预估3W2000中灵 魏安拿起一件四阶灵盾 看着王文宝 李牧详细解析 凭剑道 再看 这柄四阶灵剑 此剑由太旋陈金 星陨陈金炼制 灵性达四阶中品程度 剑长三尺七寸 剑身锐气内敛 加持玉剑 断魂 寂灭 等高阶气纹 气身混入一体 炼气手法极高 将此剑杀伤力发挥至最大 用此剑对上四阶妖兽 想必能轻易批断其妖骨 上次天灵城万宝阁 卖过一柄四阶斩龙灵剑 彼此剑逊色不少 故此估价 四万中灵 这件四阶灵锤也不错 听着魏安滔滔不绝的 平剑一件件四阶灵气 坐在一旁的王文宝 时而惊喜 时而肉痛 没一会儿功夫 便冷汗淋漓 坐立不安起来 七件四阶灵气 每一件几乎都是精品 得到了魏安的高度赞赏 每一件低于三万中灵的 要给李牧百分之三十的提成 万宝阁的流动资金 都要被抽干了 一想到这个 王文宝当即坐立难安 盈盈有些后悔 刚才自己怎么那么冲动 一下子 提供百分之十的提成 这得多付出多少零食啊 王掌柜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吗 看着王文宝对着他张开口 一副有言难说的模样 李牧笑着问 李大师 七件灵气的估价不少 若付给您提成的话 万宝阁账上的资金 恐怕要消耗殆尽 您多拿一些分材料可好 王文宝看着李牧 不好意思地说 我当什么事呢 没问题 李牧笑着点头 不局限于炼气材料 腰兽惊魂 皮料 若有高级灵质的种子 灵果什么的 还有灵木 我都要 你看着安排吧 如果可以 给我份仓库清单 让我选 文言 王文宝当时松了口气 万宝阁就这些材料多 如按市价抵扣 这次让出的提成 能挣回来不少 谢谢 李大师体谅 我这就去拿仓库账簿 王文宝感激地道谢 急匆匆跑去拿仓库账簿了 很快 李牧拿着材料账簿 勾勾悬选 挑了一大堆适合炼气 制傀儡 绘制灵符的材料 当然 还有不少灵植重 第一时间被全部划走 算清了账目 王文宝立即通知下属们配货 李大师 这趟出行 您决定去哪里了吗 需不需要万宝阁的宝船乡送 王文宝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直接去清旋宗总部吧 万宝阁有宝船顺路吗 李牧决定放弃了 去环廊林山 探险古修洞府 他只需要寻坐林山 好好种田就够了 至于其他 等修为提升上来再说 肯定有 不过没有直达 中途要转几个城市 李大师不介意的话乘坐的话 我可以帮你查查看 王文宝示意道 明日能安排下来吗 李牧关心地问 若能蹭万宝阁的船 那再好不过了 此次出行安全了许多 现在就能有结果 我现在查 您稍等 王文宝确认地说 随即拿出一枚令牌 投入神识查探起来 李大师 后日凌阳城会有一艘宝船 去往青云城 您若能赶上的话 凭借克轻令牌 可搭上一城 王文宝放下令牌 看着李牧 介绍道 凌阳城吗 据刚阳城不过五百里左右 驾驭灵州顺利的话 一两个时辰便能飞到 就这时 一个唐月如 拿着放置三个储物袋的托盘 缓缓向他们走来 请示道 王掌柜 货物已配齐了 李大师 此提成换的材料 都在这里了 您检查一下 王文宝将三个大型储物袋 转递给李牧 嗯 王掌柜 唐姑娘 有缘再见 李牧接下储物袋 笑着向王文宝 唐月如道别 王文宝 唐月如连忙起身 李送李牧离开 离开万宝哥 李牧遇见飞回南影山 神石一扫 将冲向他跑来的赤狼 收入灵兽袋 而后 收拾下山庄的家当 欲见而起 飞往小梁山 将半亩石燕灵田的灵植幼苗 纷纷拔起 放入能续命的灵植储器 以及一亩云雾灵茶的幼苗 剩下十亩灵田的云雾灵茶 只能放任它们自行生长了 李牧遗憾地叹了口气 随即想到了什么 取下玲珑面具 墨运逆圆脸西绝 将修为压缩至 炼气九层巅峰 而后 欲见而起 飞往青安镇 静直落在青安镇驻地院中 拜见 师兄 青安镇驻地 众杂役弟子 看着欲见而至的李牧 纷纷恭敬地拜见 王峰在哪 叫他过来 李牧瞥了几名杂役弟子一眼 吩咐道 是 师兄稍等 我这就去请王师兄 其中一名杂役弟子 连忙应命 冲冲跑去直视院子去了 没多久 王峰跟着杂役弟子 急忙赶来 那位师兄来访 呃 王峰刚想招呼来人的来意 看到李牧灯 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到李牧的脸 断臂那个场景 不由再次出现在王峰脑海 满脸煞白 断臂虽已接上 但后遗症不小 现在 王峰的手脚忍住地颤抖起来 王师兄 别来无恙 这是两年 玉角的宗门垫桌 我准备远行一趟 小梁山林田 可别让人上去哦 李丢给王峰几枚钟灵 似笑非笑地说 呃 你要去哪 王峰愣了一下 接了零食 不禁好奇地问 李牧瞥了他一眼 没有回答他 直接遇见而起 飞往北方的林阳城 赵怀仁这个外门弟子的身份 还有用 小梁山上十亩云雾灵茶 十亿亩中品林田 李牧不舍得就这么放弃 先留个后手再说 飞出一段距离 李牧放出青云灵州 以更快的速度 向林阳城飞去 时隔两日 凭借万宝阁高级炼器客亲的令牌 李牧成功登上了万宝阁 前往青云城的运宝船 并且还分得了一间面积不小的贵宾房 万宝阁的运宝船 往返于各个城市 运宝送货的同时 也搭载一些万宝阁的贵客 本阁的管事成员 船上空间有限 李牧的贵宾室 还是挤占一位万宝阁掌柜得来的 或知李牧是高级炼器客亲 那名掌柜当即借此由头 顺水推舟沾上来八件 搞得李牧烦不胜烦 直接闭门不出 取一张雷鸟皮 李牧手持一柄包皮刀 手起刀落 没几下功夫 便包下了一张扶皮纸 雷鸟皮的皮肤 带有一些羽毛拔出后的孔洞 一般非常难包制成 绘制零符的浮皮纸 不过 李牧将包皮术 浮皮炼制术 都点到了五级 包皮手艺精湛 又精通二阶雷符的几种画法 可以顺着雷鸟皮 自带的天然雷铃纹 避开雷鸟皮的羽洞进行开料 包下一张张 能够绘制二阶雷符的浮皮 时间一天天流逝 万宝阁的零船 快速地飞行于天际 李牧躲在贵宾室内 闭门不出 全身心投入雷鸟符皮的包制 一张雷鸟皮在李牧手里 能包制成四百多张的 二阶雷系符皮 价值翻了几百 上千倍 以后 要是练气没生意了 就这一手包皮 制符皮的收益 也能保证饿不死 最后一张包完 哈哈 发财了 李牧开心地大笑 这些符皮纸 当然不会卖 全都会留下来 自己绘制二阶 甚至三阶雷符 自爆珠傀儡 已经被改造出来了 闲暇时 李牧还顺手克制了一大批 只不过 没有适合的零符 与自爆珠傀儡匹配 一阶火弹符威力太小 二阶金剑符威力挺大 不过攻击范围过于单一 命中率不高 现在 有了这大批量的雷系二阶符皮纸 再绘制成二阶雷暴符 配合上自爆珠傀儡 则则则 这效果不要太好用 轰隆一声巨响 就在李牧畅想美事的时候 万宝阁的运宝船骤然一震 船身剧烈颠簸 李牧没反应过来 一下子摔了个大跟头 手里刚包下来的浮皮 当即撕裂了开来 劳动成果毁于一旦 我去 怎么开的船 李牧气得大骂 神识连忙向外头扫去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这么倒霉 金玉上结船的了 李牧一脸晦气 万万没想到 会摊上这种事 易经单结修 带着七位驻机修士 正攻打万宝阁的船长士 万宝阁的船员 护卫被杀了不少 两个驻机 结修正戒备地 开始摸向其他船士 都怪万宝阁贵宾士 提供的安全等级太高了 搞得李牧 没有提前预警船外的情况 还有太沉浸于包制浮皮了 导致他忘了 要对外界随时保持警惕 李牧深吸了口气 迅速总结了下这次过错 避免以后再犯 接下来 就是想办法躲过此劫 李大师 快开门 有杰修抢船了 您快跟我走 门外 万宝阁掌柜 黄文德 敲门大叫道 李牧微微一正 对着掌柜能在危机时刻 想到他的安危感到意外 不过 此刻 万宝阁的临船 好像飞入一处偏僻山脉 到处是高阶妖物 没了临船的战力和速度 飞出这片山脉的几率 很渺茫吧 唯一的机会 便是拿下金丹杰修 至于其他助击杰修 放出用泻铁木炼制的战斗傀儡 堆也能将他们堆死 黄掌柜 贵格两位金丹真人呢 怎么这个时候 还不出面 李牧好奇地了解情况问 那金丹杰修 就是其中一位金丹供奉 他叛变了 突然出手将林供奉打成了重伤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抢船 咱们快下船跑吧 我这有一艘三接灵舟 李大师 你不走的话 我先走了 黄文德隔着门 焦急地催促道 既然他们 是有预谋的夺船 他会那么容易让你逃走吗 想办法反抗 才是正经 李牧淡淡地道 怎么拼得赢哦 那可是金丹真人 唯一能与宇之一战 林真人 此刻凶多棘手 王船长 现在怕是也危险了 黄文德微微一呆 满脸愁苦地说 要走的话你先走吧 不用管我 李牧神识 观察着外面的一举一动 淡淡地道 既然如此 李大师 那再会了 闻言 黄文德 黄文德在看到两名铸鸡杰修的身影 果断气李牧而去 门外 没了黄文德的身影 李牧也看到两名铸鸡杰修 随即打开一个悬铁窗 五柄三接零件飞驰而出 直取他们人头 谁 谁放的飞剑 有种出来 骤然遭遇犀利的飞剑袭击 两名铸鸡杰修又惊又怒 惊慌失措 举目四顾地怒斥 然而 没人回答他们的问话 有的只有更加犀利 更加凶猛的剑气 五柄三接零件 释放的剑气属性各不相同 火系零件附带高温剑气 灼烧血脉 金系零件金煞如针 入体聚疼 土系零件厚重如风 是大力尘 水系零件刁钻丝滑 无孔不入 木系零件连绵不绝 难以抵挡 五柄零件犹如毒蛇 专攻致命之处 厉害无比 就好像同时 对上五个巅峰助击 他们配合无比默契 一剑接着一剑 犀利剑气 威猛剑士 一阵高过一阵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太可怕 这种预见之术 绝非他们能敌 周真人 救我 周真人 快 快救命啊 两名助击结修面色俱变 一个照面 便被打得浑身剑伤 呼天枪地 大叫救命 没用的东西 正攻打船室法阵的 金丹杰修 看到这一幕 气得破口大骂 还想着进行支援 哪知动作却慢了一步 就在这时 五柄零件骤然合一 化作一柄巨型大剑 犀利的斩坯横扫 剑风如虹 扑斥一声 两名助击修士 两人带气 被粗壮而犀利的剑气 斩切成两半 瞬间毙命 噼里啪啦一阵乱响 粗壮的剑气 将宝船的帆杆 一并斩断了去 顷刻间 风帆压倒下来 砸断甲板堆放的财物 各种高阶磷 才撒了一地 玉空的宝船高度一坠 迅速朝着下方坠落 天助我眼 金丹杰修 看到这一幕 不怒放笑 鲁莽的家伙 天青灵木制的船杆 也能斩断 天灵号船长是 船长王德山 看这一幕 灯石黑了脸 都不知道出手的这位 到底是敌视友了 只要再坚持一阵子 宝船就能飞底下一座城市 求助信号已经发出 万宝阁的支援武装 很快就能赶到 届时 对方打不破船式护震 自然要被迫离去 损失能降到最低 现在倒好 那跟四阶灵木炼制 加了密法炮制的船杆 竟被不知哪来的鲁莽修士 利剑斩断 破坏了玉空宝船的整体 玉空阵势 眼下无法继续维持高度 这下子完蛋了 宝船要迫降在荒山野林里 等待救援的时间 被无限拉长 任由周荣那个家伙施围 无怪乎他那么高兴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这哪里是元首啊 分明就是他们的命中克星 这下子全完蛋了 王德山不忍目睹 一脸的绝望 贵宾室里 李牧知道自己 无意间帮了道忙 神色略显尴尬 发现宝船的高度 正在急速地下降 李牧无奈地打开舱门 从室内飞出 轰一声巨响 玉空宝船 迫降在一座山峰的半山腰 压断了无数千年古墓 林间妖兽 邀情惊慌逃窜 一道道狼狈的身影 被迫纷纷从船内飞出 数十丈长的运货宝船 折几尘沙 各种杂物散落一地 现场一片狼藉 将万灵宝册交出来 饶你不死 金丹杰修 凌空而立 灵压全面释放 震慑全场 天地为之色变 随着金丹杰修的飞起 五名柱姬杰修 陆续飞至他身后 人多势众 势气强盛 你打错算盘了 万灵宝册 早被天眼真君拿走了 并没有在船上 识相的话 快快离去 万宝阁的占领舰 马上就到了 船长王德山 带着两名驻鸡下属 以及一众炼气船员 硬气地回对道 其他驻鸡 炼气器的乘客 远远旁观者 有的谋划逃离 有的一脸欺燃 准备等死 眼下宝船坠落荒野山脉 四周无数一二三街妖兽窥视 就算侥幸 能从金丹杰修手下逃生 恐怕也逃不出这等绝境 二十几名修为低下的乘客 不约而同地站到一起 抱团取暖 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 那你去死吧 金丹杰修冷脸一哼 大手一挥 一道赤红灵刃飞出 直取王德山 就在这时 一面金盾从人群中飞出 抵挡而至 砰 一声巨响 赤红灵刃一下子 扎入金色大盾 爆发一剧烈的爆炸 一触即分 金色大盾飞至金魂未定 的王德山面前 赤红灵刃弹飞了出去 周真人 骤然面色大变 发现了意外情况 天际一枚方印 出其不意地坠落而下 身影迅速放大 宛若雷霆 找死 周真人神色一领 身体骤然化作一道血影 眨眼从原地逃顿而逝 五名筑鸡 截修抬头望天 亡魂大冒 巨型方印 犹如泰山鸭顶 迅猛地向他们砸下 与此同时 巨型方印传出一股强大束缚之力 束缚下方天地灵气 厚重的土灵之力将他们笼罩 使得他们体内真元灵力 无法被调动 双脚如有万经重物所类 被束缚原地 无法脱身 五名筑鸡截修 只能眼睁睁看着巨型方印 从头顶砸下 他们绝望地玉器抵挡 飞剑 灵盾 火焰束法 二阶灵符护罩 纷纷甩出 然而 这些公鸡落在方形巨印上 犹如皮肤焊束 南汉巨型方印分毫 不 周前辈救命啊 我不想死啊 五名筑鸡截修 绝望地惨毫 求救 哄 得一声 巨型方印猛地砸下 大地崩裂 山石滚落 山峰为之一矮 五名筑鸡的叫喊声 戛然而止 巨型方印的体积迅速缩小 眨眼变成巴掌大小 地面出现了一个四五亩大的方形石坑 中央位置一滩血迹 以及五名变成肉饼的筑鸡结修 这一连串的变化发生得极快 从爆炸余波中缓过神来的众人 无法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 竟然有人出手 抵住了单真人的攻击 还出手偷袭 一举剑弓 宛若天降救星 一下子将他们从绝望的深渊中救出来 众人脸上纷纷露出了狂喜之色 该死 你到底是谁 周真人怒目圆瞪 死死盯着李牧质问 惊魂未定 刚才若不是他提前察觉到了危险 失了秘书逃离原地 当要跟五名下属一样被砸个尸骨无存 你不是周真人 到底是谁 船长王德山看到了周真人师的秘法顿述 脸色大变得质纹 周真人眼中只有李牧 没理会王德山的提问 李牧伸手接回如意方印 心里暗暗可惜 刚才的偷袭没能建功 接下来要正面对战一位金丹真人 战斗就有点危险了 你们赶紧散了 不然 打起来 我可忽不了你们 李牧瞥了一眼不知死活看热的观众 提醒道 文言 众人恍然醒悟 纷纷遇见而逃 想跑 都给我留下 周真人怒斥 大手一挥 数十道血影飞出 化作一道道雪剑 静止朝每个逃命的乘客追击而去 李牧有样学样 施了一记五行神通 大手一挥 一道道五行灵火飞出 朝一道道血剑飞去 扑扑扑 血剑犹如遭遇了致命克星 纷纷被五行灵火气化 化作一道道白烟 消散不见 逃顿的乘客察觉到了异状 纷纷回头看了一眼 朝李牧感激地看了一眼 遇见速度再提 加速向四面八方逃离 你到底是谁 周真人面色凝重 眼前这对手仅有助击修为 但是所修的功法却不能小事 他血神指竟被其轻松破解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血神术法 你是血神宗的人 你不是周真人 你到底是谁 留下来帮忙的王德山 怒目圆瞪 看着周真人质问 周真人眼中 只剩下李牧这个对手 没有理会王德山 李牧也懒得跟他废话 神识投入九藏灵珠 五柄三阶五行灵箭相继放出 以迅雷之势向周真人飞杀而去 周真人面色微变 察觉到了五柄灵箭有城镇之势 立即化作一团血影 飞速逃离 李牧摇欲五剑 紧随其后 血影团飞至呢 五柄三阶灵箭 就围追到哪 十左 十右 十上 十下 速度极快 宛若雷霆 紧追不舍 转眼间 战场变成了一道蟹影 与五道剑影的追逐战 快得肉眼难觅 令人应接不暇 留下来共同御敌的王德山 一时间看呆了 完全没想到 战斗会变成这样 看着阵势 好像是李大师追着对方在打 怎么会这样 这个假冒周真人的血神中金丹 是掺水的吧 与助姬修士斗法 竟落入了下风 还是李大师 是金丹真人假冒的 王德山看向李大师 只见 他专心致志地掐着剑绝 同时遥控 五柄飞剑脊椎泻影 一副老神在在 胸有成竹的模样 王德山悬着的心 灯食安了不少 该死 哪里冒出的家伙 竟能使得如此犀利的一手剑阵 被五柄零剑追击的周真人 心里怒骂连连 被一柱姬修士逼到这个份上 简直没脸见人了 可是 一旦停下来 被五柄五行零剑包围成形 组成五行剑阵 届时 剑气横生 连绵不绝 即便有金丹修为 周真人 也不敢以身犯险 绝不能落入五行剑阵 然而 那人欲剑术 娴熟无比 同时遥遇五柄零剑 如影随形 混若一体 稍有迟缓 便会被五柄零剑为何 没有任何剑系 能让停下来 周真人又气又急 万万没想到 船上还带着这么难缠的人物 更可怕的是 那个家伙只有助击修为 体内真元灵力 神识之力却浑厚无比 一点不逊色于他 半天都没有历劫的样子 不行 不能继续跟他耗下去了 他使用的血神盾秘术 消耗的是精血 之前 被那些人跑了 没补充得上 周真人想到了什么 灵战变策 改变陶盾方形 静止向李牧扑杀而去 准备与其近战 剑阵招惹不起 近战金丹对上筑击 差了一个大境界呢 这种战法 总有优势了吧 周真人眼中凶忙 一傻而逝 静止朝李牧扑杀而去 看到迎面飞来的周真人 李牧脸上 故意露出惊慌之色 心中却生出一丝窃喜 通过御灵气印 下令小白 做好硬抵准备 全身五行灵源 隐而不发 准备与其近身一战 彻底拿下对方 对方拥有金丹修为 真元浑厚无比 继续跟他拖下去 李牧隐隐有点吃不消了 赌对了 身影迅速拉近 周真人清晰看到 对方脸上的惊慌之色 不由一喜 周真人加快血顿之速 眨眼屈身而尽 伸出一只血手 直抓向对方的心脏 战斗即将落幕 哪知 千军一发之际 周真人忽然神魂一痛 感觉好似被一条长鞭抽了一下 与此同时 他的神识变得迷幻起来 一下子遭受了两次神识攻击 精神恍惚 身躯为之一顿 隐于李牧身上的小白 收到主人的命令 及时对周真人 施展了天赋术法 幻魂夺破 与此同时 李牧连续施展几道术法 神识之鞭 神识形成一道长鞭 狠狠抽打在周真人的神魂上 五行幻身诀躲过周真人的血手 侧身献出 屈身而上 储物阁中 瞬间取出一柄四接零剑 李牧顺势抓在手里 完了 精丹秀为的周真人 很快冲两道神识攻击中 挺了过来 然而 身体已经 没法做出硬敌的变招 趁着周真人身体 僵住那一刹那 李牧手起剑落 二十四剂剑法之金折剑招 剑若雷霆 请刻间连辉十六剑 附上锋芒剑意 斩魂断命 周真人与李牧错失而过 眨眼变成了几十段 扑扑扑地摔掉在地上 血肉横飞 正李大师命运担忧的王德山 看到这一幕 灯石傻眼了 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的画面 周真人 画作一道血影 袭向李大师 却被李大师施展顿束身法 灵活地躲了过去 而后 霹里啪啦 被李大师切了几十段 就跟切菜瓜似的 堂堂一个金丹真人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命丧皇权了 感觉就像是活腻了 直接往李大师手中见状似的 没做出任何反应的措施 就这么被杀了 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金丹真人 哪有那么好对付的 更别说 李大师只有助击修为 其中肯定发了什么他清楚的事 看着在地上收拾战利品的李大师 一时间 王德山的情绪变得无比复杂 有对李大师的崇拜 有对宝传被毁的郁闷 更有是死里逃生的庆幸 活下来了呀 活着就行 比什么都好 王德山一屁股坐在地上 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 喜不胜收 庆贺着喜悦 没心思再去想其他 王船长 这家伙是谁 李牧看着周真人的人头死后 退化成了一张惨白陌生的脸庞 好奇地询问王德山 是血神宗九大神子之一的 幻血神子 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 王德山看着人头惊诧不已 说完 王德山抬头看向李牧 敬佩地称赞 李大师 您可真厉害啊 没想 您不仅练弃技艺了得 这修为 战绩也不得了啊 这幻血真人 修炼了一身精湛血法 武宗真传弟子对上他都无可奈何 他可是血神宗下任宗主热门竞争人选之一 没想到 他却就这么死您手上了 呵呵 我是占了法宝灵器的便宜 这血神宗这么穷吗 身上连一件像样点的高阶灵器都没有 李牧笑着回答 得了一枚储物手镯的战利品查看之后 却没发现多少值钱的东西 完全不符合金丹修士该有的身家 呃 血神宗一向以精炼血法为主 以血法硬敌 神幻莫测 再加上血气炼制难度较大 因此不会用太多灵气 身上不自然也就不会带了 王德山连忙解释道 李牧点了点头 难怪在他的储物手镯里 发现了大量与血气有关的材料 王船长 此处是何地你知道吗 距下一座城市多远 我们怎么回去 李牧看着陷入诗神发呆的王德山 关心地问 闻言 王德山清醒过来 忧愿地看了李牧一眼 悠悠地说 此地应该红云岭山脉 距下一座修仙大城 墨浴城 大概有三千里路程 按天灵号保船的飞行速度 一个时辰左右便能到的 李牧转头看向坠毁的天灵号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之前 他若不出手 以船长式的防御法阵 再坚持一个时辰 好像没什么问题 李大师 你别误会 我不是责怪你 若继续坚持的话 那幻血魔头 肯定不会放过 传上其他人 这次是宁救了大家 王德山意识到了 自己说错话 连忙解释道 救命啊 王德山话音刚落 远处一个惨叫声传来 只见 刚才逃走的乘客们 遇见逃回 身后正被一群妖元追杀 巨石一块接着一块 呼啸而至 刚散开的乘客们 已然死伤了不少 逃回的人 只剩下二分之一不到 李牧叹了口气 发现他们 被一群肌肉发达的 二阶妖元追杀 略微松了口气 连忙出手救助 脚下闪出一柄 四阶零剑 预剑而去 与此同时 五柄三阶飞剑相继现身 一面羹筋顿紧随其后 一枚方印也跟着飞出 一窝蜂地朝妖元群攻去 喷一声巨响 一块巨石砸在一面 忽然出现的金色大盾上 成功救下了一名 花容失色的恋气女修 哄一声巨响 巨型方印 犹如一座百丈山峰 猛地重重砸在妖元群中 顷刻间 倒了不少二阶妖元 他们火冒金星 口喷鲜血 剧烈的反阵力令他们 都遭受了重创 穷追不舍的二阶妖元群 追视顿志 哄 一只两丈高的妖元王 拍着胸怒吼了一声 伸手虚空一抓 凝聚出一块巨石 呼啸着向李牧砸去 已然发现了罪魁祸首 李牧连忙遥控 庚金盾 回飞迎上 哪知 宛若雷霆的石块 骤然拐了个弯 毙了庚金盾 继续朝他砸来 还带拐弯的 有点耍赖皮了 李牧全身五行 凌厉一闪 身影化作一团 沙尘消散不见 使用五行盾束 从一根古墓分裂而出 手掐剑绝 无柄五行零剑飞制 迅速合而为一 变成一柄十丈长的五行巨剑 对着二阶妖元王斩而下 二阶妖元王眼中 闪过一丝绝望之色 避无可避 双手脱举 全毛发竖立 金光汇聚 五行巨剑狠狠劈斩而下 轰一声巨响 巨大撞击冲击波 寝刻间摧毁周边无数古墓 天地为之清 然而 金色巨猿仍然屹立着 双臂鲜血淋漓 但是 他的身影却变得伟暗无比 身上凝聚的金光 也伸随了几分 散发着凶烈的滔天妖气 气势比之前强了几分 妖元王一双血目 死死盯着他 目光中充满了杀意 不是吧 这种情况还能进阶 对上妖元王的目光 李牧面容一苦 有些不敢置信地呢喃 绝境之下 二阶巅峰的妖元王逆境而上 成功破障 进阶成了三阶妖兽 武炳灵剑合一斩出一击后 灵性大伤 解体之后纷纷飞回 完了 妖元王进阶了 我们完了 天哪 怎么会这么倒霉 那个金丹真人呢 他逃了吗 仓皇逃回的人员 惊呼纷纷 充满了绝望 王德山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刚从幻血真人手里逃过一劫 没想到立即碰上了三阶妖王 李大师还能创造奇迹吗 普通三阶妖兽的实力 与金丹修士修士相差无几 更别说这只圆妖还是只妖王了 资质实力都比普通妖兽强上几分 虽然他是临战破阶 不过这更说明了他的资质极为出色 唯有年轻 资质出色的妖王 才能在战斗时临战破阶 以战促战 呼 三阶妖元王双手拍着胸膛 扬天咆哮 战意昂扬 看着李牧的目光充满了挑衅之意 李牧默默地伸手一招 将五柄三阶五行零件 收入九藏灵珠中 没办法了呀 三阶零件都拿不下 只能用四阶了 李牧将脚下的四阶零件放出 随即从储物格中 再招出另外四柄四阶零件 用万宝格提成的高阶材料 李牧特意为之准备了替换的 四阶五行零件 虽然已经注击了 不过 一下子操纵五柄四阶零件 还是有点吃力 所以 在对战周真人时 李牧主要用三阶零件对敌 这只妖元王皮操肉后 五柄三阶零件合一 都拿不下 还让他临战进阶了 不用四阶零件 肯定拿不下他 五柄四阶零件相继出现 散发着强盛的灵光 弥漫出了惊天杀意 三阶妖元王 停止了拍胸战壕 凝视着五柄四阶零件 脸色逐渐变得凝重 看到了五柄四阶零件亮相 王德山现在总算明白了 李大师刚才说 占了法宝灵器的便宜那句话 这哪里是占便宜啊 分明就是以财欺负人吗 不 欺负妖兽吗 还绝望的众人 悲观的叫囊声戛然而止 看着五柄同时出现的四阶零件 充满了惊喜 哈哈 有救了 有救了 这么多四阶零件 王船长 那位是谁啊 身家不得了啊 皇掌柜一直缠着他 喊他李大师 原来 他是练器宗师啊 难怪 众人喜出望外 庆贺似的地热议起来 吼 三阶妖元王朝李牧怒吼了一声 而后 忽然转身 迈开脚丫子 哗啦一下子跑了 其他妖元健壮 纷纷紧追其后 一窝蜂地跑了 李牧愣了 自己把压箱底的零件都拿出来了 对手却跑了 哈哈 这妖王很聪明啊 知道打不过 跑了 竟然跑了 哎 要是李大师能早点出现 王爷就不用死了 想什么呢 李大师刚才跟那金丹战斗呢 怎么来得及救人 人群你一言 我一语 时而开心 时而悲伤地讨论开来 李牧听到了他们的议论 没有理会 将五柄四接零件 耕金盾 如意印 纷纷收回九藏灵珠 咦 李牧飞身上前 发现地面躺着一只被 妖元群移留下来的幼崽 好像还活着 应该是在刚才的冲击中 晕死了过去 身上倒没受什么伤 看着躺地上的妖元幼崽 李牧不由记起了一件 压箱底的东西 神识投入储物格当即 找到了目标 一张记录两份零酒配方的 晶圆寿皮 晶圆腹皮 品阶 三阶灵雾 特效 腰纹不显 水火难尽 晶圆腹皮 腰雪刻画 承载千载 记载晶圆一族传承 白果灵猴酒 酿造灵芳 注入原类妖利 可显该灵酒量造传承 黄餐灵酒 品阶 一阶下品 特效 壮灵醒魂 去血润肺 一阶黄餐灵酒配方 传承三百年 孙氏家族仿白果猴灵酒所创 主料 黄灵芝 百花参 秘法泡酿 长期服用 有微弱的脆体 壮神之效 李牧当即掐了御灵器硬绝 在妖元又在神魂下 打入一记御灵硬器 顺手收入零售袋 李牧随后又收拾了一下战场 四阶如意方印刚才在妖元群里那一杂 成果斐然 不少二阶妖元死得死 伤得伤 受伤的 李牧出手一剑送其离开 减轻痛楚 这些二阶晶元正好是炼制二阶金剑符 金甲符的上等材料 不能错过 李牧包皮上瘾 将一具具妖元尸体收入刚得的储物手镯里 其他人 则在王德山的指挥下 开始将有用的灵物从宝船搬运下来 为死伤的同伴收尸 现场一片忙碌 王船长 这换血绳子的手机 能否让给我 我准备加入清玄宗 这个换血绳子的手机 清玄宗有发布一份悬赏 刚好能兑换一笔贡献 李牧走到王德山跟前 不好意思地讨要道 当然该给您 这是您的战利品 不过 此人截了我们万宝阁的船 李大师 这手机能否先借我用一下 我得先拿手机 跟阁内几位总管做个作证 晚一些 再让人将手机还给李大师行吗 王德山看着李牧 不好意思地解释 行吧 贵宗的元件 什么时候能来 李牧理解地点了点头 关心地问 王德山刚想开口回答 就在这时 天际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雷声 游远极静 迅速地传来 李牧 王德山一众幸存者纷纷抬头 来了 雷霆零件来了 太好了 这速度真快啊 这条小命总算保住了 以后再也不顺便出门了 呼 雷霆零件来了 这下总算安全了 万宝阁的原旧零件 犹如一道雷电 驾驭雷霆而来 飞行速度极快 眨眼变质 雷霆零件体百丈长度 蓝色的剑身 玉空前行时全身范被一道道蓝色雷电包裹 犀利无比 雷霆零件 品阶 六阶大型战舰 特性 雷霆万军 紫霄神雷 雷光护照 御雷而行 状态 雷霆极形损耗巨大 一艘由六阶太古雷木 六阶雷龙妖谷 五阶雷鹏腰雨 炼制的雷霆零件 建内部 紫霄雷击阵 万军换雷阵 雷元护阵 玉雷阵 长 72丈 宽 7.3丈 高 1.2丈 驾驭雷霆 日行万里 黎木凝视着 玉雷而至 现出身形的雷霆零件 眼中闪耀着 惊喜的光芒 万万没想到 这个世界 还能看到 如此可怕的 空中战舰 简直要被他 亮瞎眼了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雷霆零件的 华丽信息 详细呈现在 角色虚拟矿之中 黎木当即明白了 这艘战舰的战斗力 十位金丹修士 不 就算遇到 十位元英真军 他们在这艘零件面前 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雷霆零件 降至一定高度 两名金丹管士 从船内飞出 缓缓降至 王德山 李牧面前 参见 万总管 雷前辈 王德山 及其万宝阁的员工 纷纷向两名金丹 行礼拜见 李牧没见过他们 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便跟着直了个晚辈里 王船长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的船 为何会坠毁于此 身穿一身金色法袍 着装精致 略显骚包的万总管 宁媒追问道 血神宗 换血神子 冒充周供奉 对林供奉下毒偷袭 又联合一众助击内应 半岛截传 为谋取万灵宝册而来 幸亏得了李大师援手 将换血神子斩于剑下 这是换血神子的首级 王德山回应了一下 随即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个木盒 展露出盒内的首级 真是血神宗的换血神子 这人当真是你所杀 另一位金丹雷修 惊讶地看向李牧 有些不可置信地插话追问 雷利明 雷系一灵根 修炼了一身精湛的雷法 自问对上血神宗 这难缠的换血神子 恐怕也能顺利将其留下 没想到 他竟死在一名 助击修士的手里 为十点匪夷所思了 李大师 莫非你就是 王文宝说的那位 四阶炼器大师 这次刚扬成的 几件四阶灵器 都是你炼制的 万总管惊讶地看着李牧 没想到 他比划策中 还要年轻几分 是的 想必是那换血神子 对付我一个助击修士 马虎大意了 晚辈又占了灵气法宝之力 侥幸将他消首了 战斗过程想起来 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了 李牧微微一笑 解释道 应该是如此了 万总管点了点头 看向雷利明传音说了几句 介绍其李牧的身份 这段日子 刚扬成万宝阁 业绩突飞猛进 一举成为百成之首 区域第一 手头上更掌握着 七剑四阶灵器 完全与这位李大师有关 这等人物 万宝阁八戒还来不及 万总管当即提醒了下 雷利明注意言辞 原来是李大师 久仰 久仰 能否更具体一点 您是用什么方法 解决掉他的呢 雷利明公为了李牧一句 态度稍微放缓 却忍不住好奇的询问细节 李牧沉引了片刻 歉意地看着雷利明解释道 他修习的血神术法 被我炼化的灵火克制 至于最致命的一击 则跟我炼制的一件 本命灵器有关 实在抱歉 前辈 这个没办法展示给您看 嗯 理解 理解 万总管连连点头 连忙插话 看向王船长他们 转移话题道 既然祸首已除 你们收拾一下散落的财物 准备等见吧 看着万总管的态度 雷利明只能无奈地放弃了刨根究底 李大师 请登剑吧 万管市向李牧比了个手势 热情地邀请道 李牧点了点头 欲见而起 跟在两位金丹修士身后 一起登上了雷霆灵剑 雷霆灵剑 豪华的会客室里 李牧受到了万总管 热情地招到 李大师 您在我们万宝阁 担任专职练气客亲 不好吗 若是刚阳城 无法满足您 希望您来万宝阁总部 福利待遇 提成方面 若有不满 都可以提 万总管热切地 看着李牧 呈妖道 李牧沉淫了片刻 不好意思的婉拒 万管市 除了练气一道 我休息上 还有其他追求 清玄宗的一些功法 刚好满足我所需 我还是继续在万宝阁 兼人练气客亲吧 文言 万总管顿时 没了借口挽留 比起万宝阁这种 商业组织 在功法传承深度 广度方面 确实薄弱了点 没办法满足 李大师的要求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勉强了 希望李大师 能继续与我阁 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您要去清云城对吧 我可以送你去天河城 你再转乘一下 其他宝船去清云城 清云城是 清玄宗管辖下的 核心城市之一 雷霆林剑不便飞入 万总管看着 李牧热情地介绍道 谢谢万总管相送 能和万宝阁继续合作 我本人也十分荣幸 李牧笑着点头 感激地道谢 两人又闲聊起了其他的事 李牧客气地 硬和万总管的热情 谈话在非常愉快的 气氛下进行 时间一晃 两天过去 雷霆林剑将李牧 放在天河城之后 李牧没有转成 万宝阁的其他宝剑 而是探听了清玄宗总部 清云峰的所在 独自坐着清云灵州 飞往清玄宗的总部 一路向西 以日行5000里的速度及时 终于顺利抵达清玄宗总部 所在一大片灵山 看着越来越近的 清玄宗的总部灵山群 李牧脑海想着 万总管跟他科普的 清玄宗情况 清玄宗是5000年前 清玄道人所创 凭起卓越的修炼天赋 掌握得七大记忆本领 又有着一颗好头脑 好交友的性格 还有冥冥之中 好运气的加持 大争之士的乱世中 强势崛起 占据一灵山福地 开宗立派 尽管创建时间尚短 比其他四宗 晚了几千年的底蕴 但是 清玄宗凭借着 这个年轻气盛的镜头 发展迅速 渐渐有了后来者居上的趋势 若不是 上面还有一个 仙门大宗天玄建宗的压制者 清玄宗早趁着乱世时 连纵横河 将隔壁的天眼宗 整个吞下了 天下就那么大 修真资源有限 你占多一分 我便少一分 两个锦铃的宗门气氛 一直不算和睦 错过了那次机会 清玄宗的发展 变得异常艰难 只能去谋取那些 妖兽占据的万妖荒山 随着清玄宗祖师的飞升 清玄宗开始由鼎盛时期 转向衰败 净显颓废之势 不然 也不会被九魔宗弟子 欺压到侠内来 不过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清玄宗的衰败 对李牧来说不重要 反而能彰显他存在的优势 李牧只需要站得一座陵峰 在清玄宗总部 安心炼器种田就行 清玄宗这么大的宗门 应该不会被人欺负到宗门重地来吧 随着清云灵州的飞进 很快 一对巡视宗门重地的首位修士 迎上前来 见状 李牧连忙收了清云灵州 遇见迎上前去 见过各位师兄 我要前往清云峰 拜见云霄子师兄 这是他给我的信令 李牧向首位统领 出示了一枚真传弟子的传心令牌 介绍道 嗯 你见云真人 有什么事 为首的巡位首领 打量着李牧 好奇地问 我是炼器师 受他之邀 前来贵宗任职 李牧微微一笑 直接坦言道 原来如此 你跟我走吧 清玄宗总部临山众多 我们顺路捎带你一程吧 巡位首领笑着点头 热情地说 谢谢 师兄 李牧勒得如此 有人带路更好 遇见紧随对方 飞向清玄宗的 核心灵山群 入眼 是一座座 犹如天柱的山峰 灵雾缭绕 在山峰崖 建立一座座宫廷建筑 灵寿飞勤 遇见飞行的内门弟子 身影穿梭于 居住山峰之间 时影时现 宛若仙境 一刻钟后 在守卫首领的带领下 他们飞抵一座 尖塔状的灵峰附近 云师兄就住这里面 你拿着信令去拜门吧 切记此信令 只能进出清云峰 不要去其他灵峰 守卫统领 将信令还给李牧 郑重地交代 谢谢 师兄 我知晓了 李牧接下信令 感激地到了巨蟹 而后 遇见静直朝建在 清云峰巅的 宫廷建筑群 飞去 很快 李牧的身影 被一男一女两名 助基弟子拦住了去路 你是谁 这是清云峰 你不是本峰弟子 不要乱闯 助基男弟子 看着李牧 制止道 云霄师兄可在 我姓李 携了他的信令 前来拜访 李牧连忙出示了信令 询问道 你稍等 云师兄在疗伤 不知道能不能见你 我先去通报一下 助基女弟子 取了李牧的信令 解释道 话音一落 助基女弟子 飞奔前往内院 李牧只能与那名 助基男修演对眼 干等着 哈哈 李大师没想到 宁静自己过来了 太好了 我还等着养好了伤 再去找你呢 很快 一阵爽朗的笑声传出 话音未落 云霄子身影 已然飞至李牧跟前 笑着招呼 云师兄 怎么还受伤了 伤势重不重 李牧惊讶地问 苦笑地解释 我实在等不及云师兄 便自己上门了 唐突了 被小人暗算的 他也付了巨大的代价 身上伤势已无碍了 云霄子笑着摆了摆手 不想在此话题过多纠缠 他高兴地拉起李牧的手臂 热情地邀请道 你来得正好 省得我跑一趟 走 我们屋里说话 李牧被云霄子热情地引进门 门外 一男一女两位筑基弟子 面面相亏 不知 这里大师是何人 区区筑基修为 竟能让云真船屈身降跪 如此低姿态的热情迎接 清玄宗 七座主峰 分别 清玄峰 天玄峰 太玄峰 古月峰 万剑峰 宗主殿 长老殿 执法殿 船法殿位于清玄峰 登天塔 杜节台 位于天玄峰 云霄子领着李牧前往炼器店考核登记 沿途不断向李牧解释清玄宗各大主峰的情况 清玄宗内等级森严 除去大量杂役弟子 外门弟子 未有进入宗门内门 才正式败入了清玄宗 许多不为人知的宗门秘密 随着云霄子的介绍 陆续呈现在李牧面前 比如 内门弟子入门后 分派的弟子令 就有着极其简便的交互功能 每一枚弟子令 都是宗门重宝 玄灵宝镜的紫器 玄灵宝镜 据说是创宗祖师清玄道人炼制的后天灵宝 威能极其强大 比如 内门弟子能通过攀登天塔 参与不伤性命的斗法竞技 再比如 内门弟子的优渥福利待遇 只要修为提升够迅速 自由度 资源公平竞争方面都能得到宗门法规的保护 林林总总 内门与外门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进入内门后 大概才算是清玄宗的主人吧 嗯 云师兄住的清云峰属于 李牧倾听着云子的介绍 好奇地询问 清云峰属于长老峰 是真传弟子 长老居住的高阶灵峰 此等级的灵峰总共有2300座 目前空余500多座灵峰 每座灵峰至少都有一条二阶以上灵脉 当年祖师爷为了占下这片灵峰群 不知涂入了多少妖王 妖黄才拿下的 云霄子笑着解释 李师爹 你要是通过了炼器店长老的考核 拿下一座灵峰和我做灵具 应该没问题 介绍完 云霄子看着李牧补充道 若能如此就好了 李牧开心地点头 拥有一座灵峰的希望 让他充满了干劲 云霄子的清云峰 在他的引领下 李牧逛了一圈下来 极为羡慕 灵峰上品坎些的 土地开垦了300多亩灵田 都是上品灵田 中品灵田 栽种了各种灵药 陡峭的山地栽种灵果树 二阶青灵竹 紫灵木 还有两条矿麦在开垦 故人养殖灵木 诸多产业 每年除了固定给宗门 上缴一定比率的收益 靠着一座灵峰的产出 它每年便能收获 几十万枚中灵的收益 李师弟 清云峰属于排名 较为靠前的灵峰 具体能分配到什么样的灵峰 还得去贡献店确认一下 师弟 借是千万别失望才好啊 不过 这些灵峰的品质 按理都不会差到哪去 云霄子看着李牧 提前说道 我晓得 李牧笑着点头 能独掌一座灵峰 有个几十亩上品灵填 百来亩中品灵填 李牧就满足了 不敢渴求跟云霄子一样的待遇 说话间 云霄子领着李牧 来到一座充满火焰气息的灵峰 一座火火山的灵峰 在火山口中间 屹立着一座高塔 被一条条粗壮的铁链拖拽着 悬浮于火山口 而不掉入火山内 灵塔三十几丈高 灵塔有十三层 宏伟无比 灵塔的最底层 十几个灵桥入口 每座十桥都一群修士 排着一列长队 不知道他们排队在等着什么 这座灵塔清玄宗 另一件宗门重宝 百炼灵塔 他的塔内空间里 镇压了一团天地灵火 九幽灵宴 下面排队的师弟们 大多是百炼峰的弟子 排队入塔 要借助此灵火炼气 云霄子察觉到李牧的好奇 连忙为其介绍道 九幽灵宴 是什么级别的灵火 有没有到天火的程度 李牧心中一动 急忙追问 败入宗门的一个好处 就是能获取更多 高级灵物的信息和资料 李牧可不会忘记 自己的储物格里 还存放着几件高阶灵物 一件需要天火重新炼制 才能换出气灵的 六阶玉灵宝镯 一件需要十滴真灵之血 才能解封的灵运玄硅甲 这两件高阶灵物 若能解封 恢复 将它们练化之后 战力 保命能力 都能获得大幅提升 什么级别的灵火 这个我不大清楚 等进去 见了阴长老 你自己问他吧 云霄子皱了皱眉 试一道 说完 云霄子带着李牧 静止飞入灵塔 丝毫没有跟其他弟子 一起排队的意思 飞入灵塔 里面的空间 比李牧想得要开阔不少 有不少助机弟子来往 看到云霄子 纷纷行礼问候 拜见 云师兄 云师兄 您怎么有空来百炼风 需要我帮忙吗 炼气风的众弟子 纷纷热情相迎 李牧见了 不由确定了 云霄子在清玄宗 颇有地位和威望 陈师弟 阴长老有没有在炼气 没有的话 带我去找他 云霄子看着 其中一位主事的 助机弟子 试一道 我师父在会客 云师兄 你稍等 我去请示一下 陈卓示意道 说完 陈卓迅速转身 走进一间房间 没一会儿 去而复返 向云霄子 比了个手势 邀请道 师兄您请吧 师父招待的客人师兄 应该也认识 哦 云霄子好奇地点了下头 跟着陈卓进入房间 李牧紧随其后 房间里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正在招待一位 茂约三巡 面容俊秀 一身红裙的金丹女修 林师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云霄子看到红裙女修 惊讶地问 刚回来 拜托阴长老 练至一见灵器 怎么 云师弟也要练器吗 红裙女修 盈盈一笑 询问道 不是 阴长老 这位是我认识的 练器宗师 李牧 在我盛情的邀请下 他愿意加入我宗 我带他来参加入宗考核 云霄子摇了摇头 拉了李牧一把 向阴长老介绍道 嗯 阴贤文笑容一收 惊讶地打量着 云霄子介绍的年轻人 眼前这位年轻修士 虽有助击修为 不过古灵看着 却不大的样子 不由让他有些怀疑 云霄子的话 云真传此话当真 你确定 这位小兄弟 能练至四阶灵气 阴贤文认真打量了会儿 看着云霄子问 当然 此气便是我委托 李大师练至的如意印 云霄子微微一笑 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枚乳白色小方印 乘于掌中 展示给阴贤文看 看着云霄子掌中的 四阶方印灵气 阴贤文不禁动容 急切道 云真传 此气可否借我一关 云霄子点了点头 伸手奉上 阴贤文上手取下如意印 神识投入其中 查看气机 气纹 喃喃自语地评价起来 材料结合紧密 淬炼品质达到了 嗯 气机十分稳健 甚至有些小心了 咦 怎么用了这些气纹 有点浪费啊 你炼制这件灵气时 为何要用一些没必要用的气纹呢 比如 隐烯 米雾 这些气纹 滑而不时 浪费了此气的威力啊 阴贤文查看了如意印的气纹之后 不解地看着李牧问 阴长老 因为此气有其他的用途 此事 是我特殊交代的 所以李大师才会这样子炼制 云霄子微微一笑 插话道 原来如此 阴贤文点了点头 看着云霄子点头道 此气若 真是他炼制的话 成为本宗炼气长老 绰绰有余 走 你跟我去炼气室 说完 阴贤文看着李牧 激动地邀请道 李牧看了云霄子一眼 云霄子笑着点头 陪着李牧一起去炼气室 红裙女修眼中 闪过一丝好奇 也跟着走向炼气室 巨大的炼气室内 中央摆着 一座双龙浮雕的炼气炉 紫金材质 威武霸气 双龙紫金炼气炉 此炉底部与百炼塔相同 可调动被镇压的九幽灵燕 你尽可用它放心大胆地炼制 烧制六阶炼气材料 也不在话下 殷长明笑着试一道 嗯 冒昧地问一句 殷长老 这九幽灵燕 属于天火吗 李牧点了点头 关心地问 天火呀 还算不上 只能算五阶灵火吧 殷弦文皱了皱眉 介绍道 说完 殷弦文拿出一材料储物袋 递给李牧道 材料在此 你任意选用 此次考核不做任何要求 任你自由发挥 两次炼制机会 只要你能成功炼制出 一件四阶下品灵气 便算你合格 李牧接下储物袋 扫看了一眼 各种四阶材料 应有尽有 这个考核难度不算大 李牧冲阴长老点了下头 略微想了一下 开始着手炼制 神石投入储物袋 一块块太玄陈金 墨玉灵金 太以煞金 接连飞出 相继投入双龙紫金炼气炉中 双龙紫金炼气炉 双龙宛若活了一般 在紫金炉表体游走起来 下一秒 紫金炉内泛起一串 散发着恐怖高温的青色火焰 很快 在九幽灵焰的火力断烧下 炉内一块块四阶灵矿 迅速化作几团金属熔液 在李牧神石的托举下 静静悬浮于炼气炉中 熔液的体积不断缩小 混合其中的杂质矿物 迅速剥离 几团金属熔液 迅速对流交互起来 混合 紧密凝结起来 仿佛有一只神秘的大手 在炼气炉内 搅混着金属叶团 见材料混合得差不多了 李牧手宁金系灵力真元 中建立契机 有因长老 另外两名金丹 在侧观看炼气 李牧决定藏桌 没有使用神炼熔灵法炼气 改用寻常手段 混合契胚材料 凝聚契机 随着 李牧以一次次精细凌厉的输出 紫禁炼气炉中的金属熔液 逐渐冷却凝固 契胚模样也渐渐显露出来 赫然是一柄五尺长的清风巨剑 将剑胚缓缓缓从炼气炉中取出 李牧从储物袋中取出以前的炼气家伙 一柄端铃锤 开始断打气胚 注入灵力 筑气凝结气纹 望一声渐明 每锤几下 第一道气纹凝结而出 剑胚灵光大放 庆贺新生 李牧再接再厉 继续断气筑灵 第二道气纹锐利 第三道气纹玉灵 太快了 剑胚震荡不止 气纹一道接着一道形成 鹰长老 炼气这么简单的吗 林鸿玉看着李牧炼气的布置 有些惊讶地询问鹰弦闻道 简单 哪里简单了 炼制气胚的时候 数种炼气材料中和 要须而不乱 气胚基础正雕刻 须精炼制制身 凝聚气纹时 灵气要分毫不差 每一步都要消耗大量神识 对灵力控制要求极其严苛 哪里简单了 鹰弦闻美好气地回道 我看他凝聚气纹那么容易 几下就乘一个 几下乘一个 林鸿玉点了点头 感叹地说 那是因为 他炼气根基无比扎实 已经做到熟练至心 化繁为简了 这个年纪 有这种炼气记忆 非常了断 鹰弦闻感慨地解释 看着他炼气有一种美感 凝聚气纹的速度 又快又准 对灵力的控制精度 对凝聚气纹的熟练度 简直就是一台机器 信手拈来 效率高的 没有道理可讲 太逆天了 这得多深厚的炼气天赋 多扎实的炼气基础 才能做到这种程度 鹰弦闻看得双目放光 欢喜不已 鹰弦闻心自问 自己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 别说炼制三接灵气了 炼制二接灵气都难 更别说 以他那种速度炼气 凝聚气纹了 捡到宝了 云霄子给百炼锋 送来了一个宝贝疙瘩啊 鹰弦闻走神的时候 锻造台一阵灵光闪耀 嗡 得一声剑鸣 清风巨剑 发出一声锐利的剑鸣 气场 喷一声 李牧被清风巨剑释放的 剑气逼退 大退了几步 云霄子连忙上前 伸手一抓 将灵性十足 准备逃逸的清风巨剑 抓在手中 满脸喜意 师爹 你没事吧 云霄子将清风巨剑一横 收拢建议 看着李牧关心地问 没事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看向鹰弦闻道 鹰长老 我通过考核了吧 通过 肯定通过了 四阶上品零剑 恭喜你 成为本宗最年轻的炼器长老 鹰弦闻连连点头 看着李牧恭贺道 说完 鹰弦闻伸手向云霄子讨要道 云真传 麻烦将零剑给我看看 呃 鹰长老 这柄零剑跟我极其配 不知能否 云霄子不舍得递出清风巨剑 戚戚戚爱爱地说 当然没问题 此次 推荐李长老 进入我百炼峰 大功一剑 待我确认后 此剑便送给云真传了 鹰弦闻笑着打断 而后 看向李牧笑着拆穿道 李长老炼制此剑 怕也是 为了回馈云真传的吧 是这样吗 云霄子大喜过望 看向李牧求证道 李牧微微一笑 点头道 若鹰长老不舍得送 以后 我再为云师兄炼制一把便是 哈哈 是了 是了 以后炼器 就麻烦李师弟了 元霄子恍然大悟 干脆地将清风巨剑 塞到鹰弦闻手里 看到这一幕的红裙女修 脸上不由地生出羡慕之色 云霄子跟李长老交好 以后要什么灵气都不用愁了 李牧的炼器考核通过了 鹰弦闻立即为其办理入宗手续 将李牧收入百炼锋 并核定了他炼器长老的地位 待李牧取得在百炼锋炼器长老的地位后 云霄子继续带他前往贡献殿 挑选一座灵山 目送着云霄子 李牧离去 鹰长老 我的炼器委托 可否让李长老代为炼器 林鸿玉看着鹰弦闻提议道 怎么 你不等陈长老了 你就不怕这位新任李长老太年轻了 炼器失败 鹰弦闻笑着问 不会的 我对李长老有信心 还是让他来吧 亲眼看了李牧炼器的林鸿玉 信心十足 好吧 改天他来领任务 我帮你安排 鹰弦闻笑着点头 认同林鸿玉的判断 云霄子领着李牧来到太旋风 此风上 建有祖师殿 贡献殿 祖师殿位于峰顶 贡献殿位于山腰 中央巨大的御剑广场 御剑的修饰飞来飞往 十分热闹 拜见 云师兄 参见 云真传 云师兄 去贡献大殿 一起啊 云霄子领着李牧遇见而下 周围的铸鸡弟子热情地招呼道 不了 我另有他事 周师弟你先走吧 云霄子笑着回应 一上前搭话的金单修士 云师兄 你在租门可真受欢迎啊 李牧笑着恭维道 哈哈 等你练器长老身份做时候 到时候 你肯定比我更受欢迎 云霄子哈哈一笑 看着李牧示意道 呃 云师兄 我只想安静地修炼 不许跟太多人交流 可有办法 文言 李牧眉头一皱 他甘愿来清玄宗总部 当练器长老 最终目的还是冲一座灵山而来 只想安静地种田 不想招惹太多的人 原来李师弟是清修士 这个好办 领了临风后 你找个阵师将领风遮起来 宣布闭关 再招个跑腿的弟子 偶尔去百炼峰 领取炼器材料 交炼器任务就好了 不要直接与委托炼器的弟子见面就行 清玄宗那么多那门弟子 到时谁知道你是李长老呢 云霄子哈哈一笑 指点李牧道 文言 李牧心中一动 连忙问 云师兄 我只有助击修为 若招同事助击弟子 有些不合适 能招路外门弟子吗 当然可以 外门的师弟们更珍惜这次机会 让他们干活更卖力 云霄子笑着点头 李牧欣然一喜 太好了 这样一来 赵怀仁这枚外门弟子令 用力用起来 整个林峰倒是还是只有他一个人 很快 在云霄子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贡献店 找上了一名负责安排林峰的管事弟子 严师兄 这位是新进的练器长老 李牧 我带他来挑选林峰 麻烦严师兄了 云霄子递上李牧心领的身份令牌 向管事弟子示意道 哦 李师弟 厉害啊 年纪轻轻 如此精通练器技艺 管事弟子 严松接下李牧的弟子令 神识扫了一下 确认了李牧的身份 对他就是一阵夸赞 练器宗师啊 到时候 说不定还要有求于他呢 现在正好打好交情 不过 李师弟 你刚入清玄宗 虽有练器长老的身份 不过 贡献数量不足 若现在选择林峰的话 只能选丁级的范围选 我建议李师弟 先为宗门练制一些灵器做贡献 兑换更好的林峰 现在还有几座甲级林峰 就是乙级林峰 也比丁级林峰好上不少 管事弟子 严松眉头一皱 看着李牧善意地提醒 严师兄 能用我的贡献吗 云霄子一急 连忙提议道 云师弟 你是知道宗门规矩的 门规有严苛的规定 禁止弟子以任何的形式 私下交易贡献 哪怕赠予也不行 严松面色一板 严肃地看着李牧 警告道 云霄子眉头一皱 当即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杜绝门下弟子交易贡献 宗门可没下力气抓 惩罚也极其严重 这种情况被发现的话 逐出宗门都是轻的 李师殿 你有什么打算 是现在就选 还是等做了贡献再来 云霄子看着李牧询问 一来李牧催得急 二来他没注意 都忘记了贡献的多寡 竟与林峰的品质挂钩了 对上云霄子愧疚的目光 李牧想到了什么 看着管事弟子问 严师兄 您这能领贡献任务吗 我记得宗门有发布一份 对血神宗换血绳子的追杀任务 确实有这个任务 李师殿 你用弟子令就可以领取 若交任务的话 将换血绳子的人头 给我确认就行 怎么 你要领这个任务 那可是血神宗的弟子真传 严催看着李牧 将弟子令底还给他 解释了一下 惊讶地问 李师殿 云霄子惊讶地这李牧收回弟子令 现场领起了任务 云霄子神识探了下自己的弟子令 当即确认了 就在刚才换血绳子的击杀悬赏任务 被人领了 不过 宗门为了保护门下弟子 领取任务的人是匿名的 不过 就这个情况 云霄子也能确认 是李牧刚领的换血绳子的击杀任务 李牧微微一笑 从戴在右手的储物手镯中 取出一个木盒 以及一枚血色令牌 递给颜松道 颜师兄 这是换血绳子的人头 还有他的身份令牌 请颜师兄检查 颜松惊呆了 连忙接下木盒将其打开 赫然是换血绳子那颗被密法炮制的人头 金丹修士独有的头颅气息不会错了 还有 换血绳子血绳中的真传令牌 更证明了人头的真实性 真是换血绳子的人头 李师殿 这是怎么回事 云霄子惊住了 惊讶地看着李牧 焦急着问 换血绳子啊 因为同属敌对宗派的关系 云霄子没少跟他交过手 大多是书多赢少的场景 云霄子一直挂念在心里 时刻准备着再与他一战 报仇血恨 哪知 还没等云霄子行动起来呢 换血绳子的人头 竟然从李牧的手里拿出来 搞得开心也不是 不开心也不行 更惊讶的是 李牧是如何做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来清玄宗时 乘坐的是万宝阁的货运商船 那换血绳子 换作一个金丹供奉 联合几名驻鸡修士 半岛夺船 最终换血绳子 被万宝阁的人所杀 因为 我之前是万宝阁的炼器客亲 知道我要来清玄宗 便将此头送于我了 李牧微微一笑 将击杀换血绳子的功劳 推到了万宝阁头上 严师兄 我这样子能算完成 悬赏任务吧 李牧微微一笑 看着听呆的严松询问道 算 当然算 李师弟也参加了战斗不是吗 万宝阁都将人头 让给你了 自然算是你 完成的任务 他们又不是我们宗的人 严松笑着点头 看着李牧恭贺地说 换血绳子的悬赏 贡献是十万点贡献 恭喜啊 李师弟 有了这笔贡献 你完全可以挑选一座甲级凌峰 话音一落 严松从怀中取出一枚紫色预检 递给李牧道 这是几座甲级凌峰的情况 你看下要选哪座 我帮你登记 李牧笑着接下预检 神识投入预检中筛选起来 首选的条件 林田树多 林脉高 偏僻一点 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凑 很快 李牧在七八座甲级凌峰中 选到了合适的目标 严师兄 我选好了 我要月穷峰 李牧将紫色预检地还给严松道 李师弟 我还以为你会选望天峰呢 你确定要选月穷峰吗 严松看着李牧 饱含深意地问了一句 李师弟 云霄子皱了皱眉 善意地提醒了一声 劝李牧改选望天峰 严松已经明显地向他提示 望天峰这座凌峰更好了 就月穷峰吧 望天峰太大了 位置也太好了 我一个人住偏一点就行 将此峰让给其他师兄吧 李牧歉意地冲云霄子一笑 坚定地决定道 好吧 各有喜好 我们不好强人所难 严松看了云霄子一眼提醒了句 而后向李牧讨要道 李师弟将弟子令给我吧 帮你交了任务 再登记凌峰 谢谢 严师兄 李牧激动地双手递上自己的弟子令 相比于望天峰的大气磅礴 位置突出 月穷峰就不一样了 他矮小一些 高度不过千丈 然而 也就因为这样 他能开垦不少林田 仅现成的林田 就有56亩上品林田 170亩中品林田 等这些林田都种上林植 要多少林田 都可以继续开垦 倒是 想种多少林植 就种多少林植 再也不用左右为难 扣扣搜搜得了 李师弟 此风已经登记在你名下了 以后如果你能完成百炼峰安排的练器任务 此风产生的收益 全归你个人所有 若是无法完成百炼峰的安排练器任务 你需每年向宗门缴纳 50W没中灵 严嵩将弟子令还给李牧 示意道 谢谢 师兄提醒 我一定会努力完成的 李牧接下弟子令 笑着点头 嗯 你稍等一下 严嵩点了点头 神识投入储物手镯翻找起来 接着递给李牧一块玉牌道 这是月穷原有洞府的阵牌 你拿着 若要另造洞府 或是另设防御阵法的话 你可以去白云峰找刘师兄他们 就说我介绍的 好的 谢谢 严师兄 李牧收下阵牌 感激地道谢 严师兄 改日再约 我先带李师弟去看临峰 云霄子笑着向严嵩辞行道 好 改日再约 严嵩笑着点头 牧送两人离去 很快 两人欲见而起 朝月穷风飞去 李师弟 你选哪座临峰不好 为什么非选月穷风 以后我去找你 都得多飞一段距离 出了贡献店 云霄子当即在李牧尔旁 唠叨个没完 不好意思 让云师兄受累了 不过 我比较喜欢月穷风的安静吗 李牧笑而不答 若不这样 云霄子三天两头往他那跑 啥命你都被他发现了 李师弟 不好意思 有点急事 怕不能和你一起月穷风了 我改日再带上鹤礼 去庆贺你的乔迁之喜 忽然收到一柄传书飞剑的云霄子 歉意地跟李牧辞别道 没事 云师兄你尽管去忙 等我将凌峰收拾好了 咱们再去 李牧巴不得云霄子不要跟着 笑着回应 嗯 李师弟 你若需要改步法阵 记得白云峰找刘师兄 若要招服侍弟子 帮忙收拾洞府 可以外门驻地 另外 月穷风应该有不少内门弟子 租着宗田 若敢不走他们 你等我回来 云霄子临走 不忘丁主交代了几件 而后 放出心得的清风巨剑 急匆匆地遇见而去 看样子十分焦急的模样 目送云霄子飞远 不会再回来的样子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身边跟着个金丹修士 让他感到不少压力 一听云霄子要临时离开 李牧大喜过望 他后面的交代 李牧右耳听 左耳出 都没注意听他在说什么 月穷风 还有其他弟子什么的 随着云霄子的离开 李牧一身轻松 遇见急迟 远远避让了一些遇见的同门 急匆匆地赶往月穷风 急不可待 很快 一座与四周高大凌峰 相对矮小了不少的凌峰 映入眼中 李牧脸上一喜 拿出白玉阵牌 输入灵力激活了阵牌 穿越一片阵雾 一头飞了进去 李牧飞入凌峰阵内 当即感受到 一股精纯灵气扑面而来 灵气浓度比外头强了不止一筹 月穷风原有建造的洞府 位于月穷风之巅 坐立主灵脉处 占地有十五亩左右的建筑群 李牧神石一扫 建筑群的内部布局 一目了然 此处洞府布了聚灵阵 炼丹市 炼骑士 一个中阶灵寿员 三十个独立修炼士 一大两小三个演武场 有十八筑群弟子 在洞府内活动 嗯 还有一名金丹修士在闭关 不是吧 李牧最关心的灵田 尚品灵田位于山腰 中品灵田位于山脚 阶梯式的灵田 栽种着各种灵草 灵药 田边建有十二座墓院子 住着十二名灵职夫筑群弟子 他们应该是 负责管理灵田的 李牧皱了皱眉 严师兄也没跟他说 月穷风还租住着 这么多内门弟子 不过 想想也是 月穷风这么好的灵山资源 虽然没有风主 但是 宗门不会让他 白白浪费空置着 肯定会租借给其他弟子 你是哪个风的弟子 怎么乱闯月穷风 一名住基女修 飞至李牧面前 贺问道 莫师妹 我来帮你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继住基女修之后 又有几个住基弟子飞凑过来 一起凝视着李牧 充满警惕的质问 李牧没办法 拿出自己的弟子令 向他们解释 我是百炼风 新任的炼器长老 现在是月穷风的风主 此风从今往后转至我的名下 以后不需要你们 附宗门填租 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 什么 穷月风有风主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不是吧 我们怎么不知道 新任炼器长老 真的假的 王师兄 你快出来啊 月穷风有风主了 他让我们搬离 现场重住基修士 一个个神色紧张起来 就好是被驱赶的租客 新房东来了 要赶他们离开 他们这些才住基修为的内门弟子 却能租住在真传弟子 宗门长老才有资格住的林峰上 肯定花了不少代价才搬进来的 若是被赶出去 那以前的头子就打水漂了 以后没有如此资源优异的林山 供他们休息 想让他们搬离 恐怕没那么容易 李穆眉头一皱 这时才想起云霄子的话 李穆神色一领 当即发现 所有住基弟子都迅速围过来了 总计有三十一人 他们面色难看 有点群情激愤的模样 重住基弟子 纷纷为一位健眉心目 一身白衣圣雪的金丹修士 让出一条道路 麻烦令牌给我看看 白衣金丹修士 走到李穆面前 伸手讨要道 李穆点了点头 将弟子令递给对方 原来是李长老 恭喜你成为月穷风风主 在下 王建峰 不知可否商量一下 将月穷风租我一半 等下借弟子大笔 我问顶了真传 便搬离月穷风 白衣金丹确认了李穆的身份 将弟子令归还 用商量的语气 同李穆商讨道 不好意思啊 我一向喜敬 还是请王师兄同其他师弟 师妹帮到别处去吧 李穆收回自己的弟子令 婉言谢绝 听了李穆断然地拒绝 王建峰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目光森冷地看着李穆问 李长老 真不能卖我个面子 如此唐托 你让王某搬到哪去 闻言 李穆叹了口气 他不想得罪人 但是更不想摊上这样的邻居 权衡了下利弊 迅速有了决定 这不关我的事 你若不办 我只能去请执法弟子过来 李穆直视着王建峰 歉意地说 大胆 竟敢这样跟王师兄说话 你 别不是好胆 练气长老又怎么样 等王师兄进阶真传 有你好看 李穆话音一落 王建峰身后的助击弟子们 怒目圆瞪 纷纷放狠话 恨不得将李穆吞吃了 王建峰凝视着李穆 陷入了沉默 他真找来执法弟子介入 人家是练气长老 名正言顺地办了 封煮手续 这事 他们还真站不住里 要搬也可以 李长老 可否宽限一段时间 让我们找好了地方再说 王建峰叹了口气 再次商议地问 这下子轮到李穆头大了 让他们继续住下去 李穆肯定不愿意 鬼知道他们找个新地方 要找多久 不然的话 未免太不尽人情了 这家伙真难缠 李穆美好气地看了王建峰一眼 再看他身后那群情激愤的助击修饰 不行 绝不能让他们赖着不走 李穆当即有了决定 这恐怕不行 话已经说开了 我们已经到得很不愉快 让你们继续住下去 怕不好要闹出流血事件 我劝你们赶紧收拾细软灵才离开 不然 我却喊执法弟子来屈人了 李穆果断摇头 再次拒绝道 李长老 莫要逼人太甚了 王建峰怒瞪着李穆 声音冰冷 杀意盎然 给你们一个时辰 收拾东西离开 如若不然 别怪我使其他的手段 李穆与王建峰对视了一眼 浑然不惧 王师兄 切勿动见 切勿动见啊 是啊 若见了血 执法殿那边肯定解释不过去 王师兄还请息怒 王师兄 大局为重啊 是啊 等你进接了真传 再来收拾他 几名助机修饰 死死拉着王建峰 刚才李穆的话 差点激得他拔剑杀人 可能王建峰心里 也存有一丝理智 被重助机修饰劝住了 松开 我没事 王建峰听了他们的劝 眼中恢复了清明 文言 重助机修饰 不由其其松了口气 师兄 怎么办 我要搬走吗 一个助机女修 不舍地询问王建峰 看来不搬不行了 那家伙软硬不吃 若是让他告到执法殿 说不定 我们还要受罚 一个助机男修 死死邓李穆 狠狠地说 是啊 怎么这样的小人 都能成为练器长老 老天没长眼啊 去收拾收拾吧 一个时辰 时间有点紧 重助机修饰 对着李穆又皱又骂 无奈他的身份摆着那呢 又有宗规言法摆着 他们根本奈何不了人家 确实没办法再辞住了 我们搬去凌云峰吧 你们都去准备 不过 我想见识一下 一个时辰后 他能使什么手段逼我走 王健峰盯着四处游走的李穆 示意下属们冷笑道 没错 收拾了也不走 看他怎么办 嗯 我们和师兄一起看他出丑 重助机修饰 齐齐点头 准备等一个时辰后 看这位新晋练器长老的好戏 用手段逼他们走 真是大言不惭 区区一个助机出气 很快 三十名助机弟子 快速地收拾起自己的财物 王健峰也回到自己的住所收拾东西 在月穷峰居住了数年 多多少少置办了不少东西 好在他们都有储物袋 搬家极其方便 往储物袋里一收就行了 灵草 灵药都拔掉 移栽别处去 不要留 给我留着 也是浪费 记得把你们养的灵宠都带走 留下就死了 东西拿干净 别回头来找 我可不会为你们开门 李牧一边游走于月穷谷各处 时不时地出声提醒那些搬家的助机修饰 善意地提醒 换来的是一道道厌恶 冰冷的目光 他们都恨不得李牧去死 恨死了这个 害他们仓促搬家的家伙 在月穷峰住得好好的 王师兄好言好语地跟他商量 让他们宽限几天再搬都不肯 哪有这样做同门的 没有半点人情可讲 这家伙简直没半点人性 面目可憎 几名助机女修 对着李牧的背影 催了好几口涂抹 想让恨及他了 李牧早已所觉 故意忽视了 目着脸继续放话感人 感觉自己变成了原来世界 他都痛恨的二房东 快点 没多少东西了 搬完赶紧走 怎么 时间快到了 还不走 是想靠我失手段 看着重助机修饰搬好了东西 还一副磨磨蹭蹭的模样 或是站在原地 一副不愿就此离去的模样 李牧当即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了 想看着他出丑呢 李牧呵呵一笑 早有所料 伸手一摸 从九藏灵珠中取出一个白玉阵牌 随手注入一道灵力 随即 一股强大的阵芒 从四阶阵牌爆发出来 这件从筑基交易会简陋的四阶阵牌 今日再次发威 只可惜 环郎灵珊太过危险 李牧修为不足 不愿去冒险 不然 凭借这个阵牌 能白减一个高阶修饰的洞府 很快 随着白玉阵牌 释放的光芒闪过 众修士眼前的画面 奇奇一变 各个神色大变 他们赫然发现了 眼前世界变了模样 他们不在月穷风上 面前一片片白雾 不断浮现出 白雾有的幻化出了 高阶妖兽的庞大身影 有的幻出了 他们跪在执法电令罪的模样 有的幻出了 他们被魔修追杀的场景 阵牌上刻画的幻星阵 将现场重修士 心里最害怕的事物 幻化勾勒了出来 与他们以往的经历 毫无二致 哇 你 你别过来 快 快把幻阵撤了 我这就走 九母煞猪 师兄救我 师父 您不是死了 一时间 重修士丑态毕露 有的挥手驱赶 有的缩身躲避 一个个满脸的惊慌失措 暴露了隐藏内心深处的恐惧 就连金丹修士 王剑锋一样变了脸 一副浑身站立的模样 剑效果差不多了 李牧停了向白玉镇牌注入灵力 目视着缓过神来的重修士 冷冷地驱赶道 赶紧走 赶紧离开月穷风 再不走 别怪我失更狠的手段 哦 还有什么手段 赶紧失 我怕你不成 我就不走 你奈我何 换阵而已 我还以为什么手段 人群中几名铸鸡南修气氛不过 嘴硬地回应 哦 当真 李牧看了现场唯一的金丹修士 王剑锋 笑着问 李长老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了 若只是区区患症的话 想让我们等 就轻易屈服地离开 可没那么容易 王剑锋冷眼看着李牧 淡淡地道 好 让你们彻底死心 身为月穷风的风主 自然掌握了 你们不知道的是 此风布置布了一个遮掩的迷雾幻阵 还布置了一个能对付 侵入月穷风敌人的灵源颠覆阵 你们确定要尝试此阵的威力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李牧微微一笑 介绍道 从进入月穷风后 李牧四处游走的时 在观察月穷风的地势 同时规划以后要给月穷风 加布置什么样的法阵 随便检查了一下 月穷风原有的防御法阵 顺手一颗颗零石 倩失去了动力源的阵眼中 重新焕发了月穷风原有法阵的威能 话音一落 李牧从怀中取出月穷风的阵牌 注入一道灵力 引动月穷风的灵源颠峰阵 月穷风地面一阵 天地灵气随之躁动 发生了颠覆式的流转 阵中所有助击修士 金丹修士 王剑风很快变了脸色 他们都感受到了 体内灵力受法阵的影响躁动了起来 不受控制要暴走一般 若继续待下去 他们的修为怕要发生倒退 严重的话 一身修为甚至将化为乌有 李章老 好手段 我们服了 将大阵停了 放我们离开就是 王剑风当即不敢在小桥里目 服软地道 文言 李目连忙操控阵牌 停了凌园巅峰大阵 这个凌园巅峰阵 伤人也伤己 持续运行久了 对月穷风的灵脉 也会有损害 雾阵一开 各位好走 不送 李目目送着王剑风 及其一众助击修士 确认了体内凌园 平复了下来 王剑风饱含深意地 看了李目一眼 威胁式地告别道 李长老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后会有期 说完 王剑风领着一众助击修士 遇见飞出了月穷风 目送王剑风一行离开 李目呵呵一笑 对他的威胁 魂不放在心上 惊丹修士而已 他又不是没杀过 李目操控阵牌 迅速将迷雾幻阵启动 遮了月穷风 望着空无一人的月穷风 近两百多亩的上品灵田 中品灵田 李目心情大好 迅速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存放灵直的 续储灵盒 将云雾灵茶植珠 数百种灵植珠 食验幼苗 移栽至两亩上品灵田里 试一记清风换雨术 灵雨浇灌而下 很快 一种在两亩上品灵田 状态奄奄一息的植珠 在灵雨的浇灌下 上品灵田肥力的加持下 精神状态迅速地恢复起来 李目不由松了口气 望着大片空置的灵田 皱眉思考着种植些什么 鸡鸡 忽然胸口一阵挪动 传来一阵清脆的叫唤声 没一会儿 一条两指粗细的小白虫 从李目怀兜里钻了出来 醒了 饿了 知道了 李目看着小白 通过御灵气印之道 到了小白表达的诉求 李目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一个那魂瓶 顺手拔开了瓶盖 那魂里的妖兽惊魂还未飞出 一道白影瞬间飞扑而至 率先将瓶口堵了 叽叽 鼓鼓 扭着小屁股 兴奋地吸食起来 那魂瓶里 传出了妖兽惊魂惊恐的灵魂震荡 看小白吃饭时 既可爱又恐怖的模样 李目皱了皱 赶紧转移注意力 将灵兽带中的赤狼 以及那只顺手锏的晶圆幼崽 一起倒了出来 赤狼清醒了过来 摇头晃脑地站起来 兴奋地趴着李目的腿 李目微微一笑 取出一丹瓶 随手丢给他一枚四灵丹 哇 赤狼一口吞下四灵丹 心满意足地冲李目叫唤了一声 好似在表达感谢 滋滋 脚下传来晶圆幼崽的叫声 他拉扯着李目的裤子 叫着伸着一只小手 讨要四灵丹 一点不跟李目身份 小晶圆已被吓了御灵气印 早将李目当主人了 李目笑着往小晶圆手里 放了一枚四灵丹 滋滋 小晶圆将四灵丹塞嘴里 满足地冲李目叫唤一声 赤狼 带小晶去玩吧 李目笑着拍了拍赤狼的脑袋 目光落在小晶圆身上 闭眼晶圆 又生气 品阶 二阶妖兽 特性 精灵清和 聪慧灵敏 天生战兽 一只带微弱凡阻 通闭妖元血脉的闭眼晶圆 右兽 性格爆裂绝强 战意非凡 特点 聪慧 性格乖张 不易驯服 为时精细灵物 可加速其成长 使用高阶血脉灵物 可纯化其血脉 促其反阻进阶 目光落在小晶身上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李目当即获得了 晶圆幼崽的全部信息 李目也没想到 自己随手捡到的 一只晶圆幼崽 主要是为了 让其解除兽皮封印的 没想到 却是一只资质不凡 带有反阻血脉的晶圆幼崽 拖了陈世公法楼 那位陈姑娘的福 李目看过不少妖兽书籍 知道通天妖元 那可是六阶灵兽 小小一只二阶妖兽 竟会与他扯上关系 这是李目没想到 不过 一想到之前 与金元王的战斗 在绝境之下 金元王战中破阶 由此可以间接证明 那个二阶金元群 祖上恐怕与通壁妖元 有着亲密的关系 只可惜高阶净化血脉的灵雾 不好弄啊 有机会再找找看吧 目送赤狼驮着小金元 在月穷风撒欢 李目笑了笑 将心神放在百世带新的月穷风上 接下来 有的忙了 先要给月穷风 加布几个法阵 聚灵阵 五行大阵 龙像幻灵阵 另外 那些灵之复住的院子都要拆掉 灵田要重新梳理 李目放出十五具傀儡 帮着他一起忙活起来 时间飞逝 转眼十天过去 月穷风变了一个模样 一条山泉溪水流淌而下 两边一片片灵田整齐有序 落挫有致 橙油上至下 扇形结构的梯田 中间有几片灵田土制赤黄 好似是刚开啃出来的 整座月穷风的天地灵气 汇聚灵田上空 林田区域汲取了主灵脉的精华 扇形林田的尖顶处 建着一座崭新的院子 占地面积不大 四五亩左右 庭院中央一个小型烟舞厂 一条赤犬 与一只三岁孩童大小的 金园幼崽 细耍打闹 烟舞厂四周围 十亿间间食屋 炼器室 制皮室 会客堂 院子里还有一个小菜园 别致的凉亭 林泉水流淌的渔池 整栋石院的建筑风格看上去 不像是修仙者的洞府 反而倒是一处各种功能齐全 低调又精致的农家庄园 将储物室的冰原镇 购置完成 李牧满脸喜意地 从酒藏灵珠中 取出各种东西 装着翠灵酒的酒桶 储备的灵果 制冰的冰具 存放妖兽肉的木架 接下来 再去采购一批妖兽肉 便可安心地宅在月穷风 好好种田修行了 从储物室出来 李牧走至凉亭 放眼眺望 灵运十足的月穷风 山下风景 尽收眼底 不过 下方是一片片光秃秃的阶梯田 不多不少 正好300亩 上品林田56亩 中品林田170亩 剩下的全是刚开垦的夏品林田 随着聚灵阵的作用 聚集月穷风的灵力精华 夏品林田 中品林田的灵化程度 会迅速追赶提升上来 这些天 李牧将全部时间 花在为月穷风布置法阵 建造居住的洞府上了 顺道还清理归整了林田 新开垦的几十亩林田 都成功零化成夏品林田 接下来 将这些林田 都栽种上各种林植 待它们丰收的时候 自己的修为 便可蹭蹭地上涨 李牧当即待不住了 必须赶快为这些林田 都种上林植 李牧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一件崭新的金色法袍 这是他通过练器长老考核后 获得的身份证明 四阶经验法袍 唯有百炼锋练器长老方可穿戴 穿上金色法袍之后 原本气质低调 面容平凡的李牧 当即散发着一股 极其高贵的气质 赤狼 你跟小金一起看家 我去去就回来 李牧交代了赤狼一句 欲见而起 朝百炼锋飞去 月穷风已经拿下 练器任务也要做一些 李牧准备领了练器任务 再去贡献店跑一趟 对一些高阶灵脂种子 以及辅修材料 一刻钟后 李牧飞抵百炼锋 百炼塔下十八个入口 仍旧排着长龙 来往遇见的助击弟子 络绎不绝 凭借一身百炼锋 练器长老的金色长袍 李牧轻松飞入百炼灵塔 首位的弟子 纷纷致以常理 无人赶阻 那位长老是谁啊 怎么没见过 是啊 新来的吗 才助击修为吧 怎么就当上 咱们百炼锋长老了 是新静的李长老 前些日 还将王剑锋 他们一群人 赶出了月穷风 不是吧 你的消息哪来的 这位新静长老 这么厉害吗 连王真传也吃亏了 不能吧 王师兄 可是下届真传弟子的 热门人选 真的 我在林月峰 看到王师兄了 目送着李牧 进入百炼灵塔 百炼锋的弟子们 议论纷纷 小到消息频出 李牧冲耳未闻 看到阴贤文的弟子 陈卓在指手 连忙询问道 阴长老可有空 有 有 李长老 我带您过去 陈卓连忙点头 恭敬的迎路 对于这位新静的李长老 陈卓可比其他人 知道了不少消息 他师父对李长老的 炼器手艺赞不绝口 还郑重叮嘱过他 绝不能因为李长老的年纪 而轻视了他 很快 在陈卓的领路下 李牧见到了 正在研究一件 特殊灵器的阴贤文 李长老 怎么就过来了 洞府的事料理完了 阴贤文惊讶地看着李牧 笑着招呼 因为李牧要搬入 新洞府的事宜 便暂时没安排 炼器任务给他 没想李牧动作这么迅速 这么快 就来百炼峰找他 嗯 料理完了 阴长老什么时候有空 欢迎来月穷峰做客 李牧笑着邀请道 月穷峰吗 好的 改天就过去拜访 阴贤文笑着点头 两人闲聊了一下 李牧到明了来意 也向阴贤文 转达了自己的意思 示意将遵从 阴贤文的炼器安排 不想过得 与其他委托炼器 接触的意愿 文言 阴贤文不禁反喜 喜间乐文 十分乐意接受李牧的这个意愿 百炼峰的炼器长老不少 然而 因为构架上的原因 炼器的复杂性 使得炼器长老 有权可以不通过他 直接与需要炼器的弟子交流 接受炼器委托任务 跟他报备一声就行 没多少人愿意像李牧这样 不愿借此炼器机会 拓宽人脉 结交宗门弟子 李牧这种 直接在他这领取炼器任务的安排 大大增加了阴贤文在百炼峰的权柄 若每个炼器长老都想李牧 这样省心就好了 正好 我有几个炼器任务安排给你 第一件是真传弟子 灵红玉炼制的火系灵器 这是他提供的炼器材料 盐水晶石 赤炼胶骨 黑盐溶石 他希望能炼制一件四阶上品灵器 形态上不做特殊要求 不过 希望能有辅修左右 第二件是真传弟子 施长河的炼器任务 此子是水墓双灵根 主修功法天和墓通绝 他要炼制一件水墓双灵器 第三件是真传弟子 剑成的炼器任务 此子 精细丹灵根 走剑修路径 提供的炼器材料 天允心经 太旋陈经 阴贤文滔滔不绝 向李牧转达了四个炼器任务 热情地示意道 你先炼制这五件炼器 炼炼手 嗯 若还需要其他材料 可以直接去仓库领取 焦气时报备一下便可 若需要用到炼器时 顺时可跟陈卓说 让他安排 好的 鹰长老 李牧欣然接受了这次炼器安排 将弟子令递给鹰贤文 由他操作弟子令 帮自己领取了这四件炼器任务 李牧取回弟子令的同时 也拿到了四个存方炼器材料的储物袋 材料的分量都是能炼制两次灵器的数量 他只要交一件灵器便算完成任务 一次便炼制成功的话 剩余一份炼器材料归他所有 还有宗门贡献可以领取 这个待遇对李牧来说太肥美了 对别的炼器师来说是常规配置 因为炼器失败率太大 但是对李牧来说则就不同了 五级炼器术再加上神炼熔灵神通的加持 炼制四阶灵器的成功率在90%以上 若不是因为灵性不足这个条件限制 将炼器术升上六级 炼制四阶灵器的成功率应该能达到百分之百 要想办法 尽快搞到灵性这个属性的灵值才行 领了炼器任务和炼器材料 李牧辞别了喜滋滋的离开百炼峰 去往太旋峰 贡献店的仓储区 消耗贡献兑换所需灵物 之前 完成换血神子悬赏任务 获得的十万贡献 并没因为领取了甲级月穷风 就被扣除贡献 而是 达到这个贡献数量 便可以兑换甲级灵风 不然 只能兑换丁级灵风 足足十万点的贡献 即便金丹针传一下子 恐怕也拿不出这么多贡献 能李牧从贡献仓储区 兑换出来不少高阶灵物 太旋峰 贡献大殿 遇见弟子来来往往 领任务的 交任务的 领资源的 数量比百恋风弟子多了几倍 十分热闹 李牧一身金色长老袍 走到哪里 都受到了住击弟子们的敬重 参见长老 白云风弟子 牧师齐 拜见长老 住击弟子遇到李牧 纷纷质疑弟子里问候 第一次经历这种阵仗 搞得李牧回礼也不是 不回礼也不是 李牧目着脸 统统无视 面无表情地向贡献兑换区走去 长老 位置让您 一位排在前面的住击弟子 主动让出位置 向李牧献殷勤道 嗯 李牧轻应了一声 理所当然般 排到最前面 很快 随着兑换室内的 住击弟子出来 李牧便紧随其后 进入物资兑换室 房门一关 隔绝了屋外的神识探测 物资兑换室内的管事弟子 看到是长老一级的人物到来 连忙站立起身攻营 长老好 弟子 王长明 您需要兑换什么物资 兑换贡献物资的管事弟子 恭敬看着李牧 自我介绍并询问道 拿一份灵植种子的目录给我挑 李牧递上自己的身份令牌 示意道 没问题 长老请过目 上面的灵种都有 管事弟子 王长明接下令牌 连忙递给李牧 一份青色预检 李牧接下目录预检 神识投入其中 迅速挑选起来 优选查看高阶灵植种子 天月灵果 五阶灵种 三千点贡献一枚 紫荆花 五阶灵种 两千八百点贡献一枚 净雪莲子 五阶灵种 两千五百点贡献一枚 灵种最高阶 只到五阶吗 五阶灵植种子 只有十二种 它们兑换价格 为何不同 李牧皱了皱眉 看着贡献弟子 关心地问 长老 六阶灵种还有几种 不过只对宗主和太上长老开放 至于灵植贡献的不同 则因为它们的功能 培养难度的不同 才会不一样 这是宗主亲自定制的兑换价呢 管事弟子 王长明看着李牧 恭敬地回答 嗯 十二种五阶灵种 各帮我兑换一份 三十九种四阶灵种 各要十份 我要示众看看 另外 三阶金剑草队 十亩灵种 三阶冰子灵花队 十亩灵种 三阶天麦果队 十亩灵种 三阶幻神草队 十亩灵种 三阶清须灵茶队 十亩灵种 二阶黄牙灵道种 二十亩 二阶天青子灵种 二十亩 一阶翠灵果灵种 二十亩 最后 再给我180亩 一阶枫灵草灵种 你算下总共耗费多少贡献 令牌里的贡献 够不够兑换 李牧看着对方 滔滔不绝地爆兑换清单 管事弟子 王长明 神色略显紧张 努力记忆 李牧报的兑换物资 够 够了 十二份 五阶灵种 总共耗费 两万七千一百二十点贡献 三十九份 四阶灵种耗费 三万八千六百五十点贡献 三阶灵种 一万五千三百七十 您还剩 一万五千九百六十点贡献 长老 确认给您兑换吗 管事弟子 王长明 略微思考了片刻 看着李牧恭敬地回复 换吧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这次兑换 让李牧再一次确认 自己进入清玄宗 当然炼器长老是物有所值的 不然 怎么能一下子搞到这么多高阶灵职 听到了李牧确认的答复 管事弟子迅速操作起来 将李牧的身份令牌 放在一个贡献令牌上 划走令牌兑换物资所扣的贡献 而后 开始为李牧配货 寻找对应的灵职种子 只见 管事弟子 王长明 取出一面八卦圆镜 神识投入其中 没多久 他身旁的小型传送阵装置 搜的一下 传出一小堆东西 小型玉盒 布袋 玉匣 清瓶 各种各样装着灵职种子的储具 堆得跟小山似的 管事弟子 王长明伸手一挥 将传送阵里的储器 纷纷按序 收放之桌面上 开始为李牧介绍 长老 这十二份二阶储器 清零瓶 放的是五阶灵种 这三十九个玉匣 存放的是四阶灵种 长老 东西都在这里了 您清点确认一下 数目有没有错 管事弟子 王长明看着李牧 示意道 李牧点了点头 神识一扫 确认了数目 当即纷纷将他们收入储物贷 李长老 您的贡献点 剩余一万五千九百六十点 还需兑换什么物资吗 管事弟子 王长明看着李牧 恭敬地问 要 妖兽惊魂 给灵兽服用的灵丹 公法目录 符文 阵法目录 都拿给我看看 李牧微微一笑 点头道 好的 管事弟子 王长明 连忙从储物界中 取出五枚颜色不一的 玉碱 递给李牧 李牧先拿起一块 黄色玉碱 投入神识 清旋服册 帮我兑换了 李牧默默地 将黄色玉碱 递给管事弟子 长老 清旋服册 是五阶服录传承 全本兑换的话 您的贡献不够 帮您兑换三阶部分 行吗 管事弟子 看着李牧文 不用 只要一阶的就行 我研究研究 李牧摆了摆手 拿起另一个 红色玉碱查阅起来 好的 管事弟子 王长明 欣然应命 开始操作 扣贡献 取功法 三阶经脉单队 五平 一阶四邻单队 三十平 李牧将玉碱 递给对方 示意道 好 您还剩 9670点贡献 末约过了半个时辰 李牧这才从 贡献兑换室出来 脸上 展露着丰收的喜悦笑容 换血绳子 真是个大好人啊 送了一个四阶下瓶储物手镯 十几万中品零食 百来件各种零 才给他不说 利用他的悬赏贡献 让其在清玄宗 贡献大殿 收获了各种高阶灵值 高阶妖兽金魂 功法 灵丹 价值百万中零以上 真是个大好人啊 弟子令中 对魔窟九魔宗的悬赏 还有极多 上榜的每一位 都标注的极高的贡献悬赏 知道了贡献度的价值 李牧恨不得能除魔味道 一一将它们铲除 要知道 他炼制一件四阶灵器 挣的贡献也就五千点 然而 击杀一个换血绳子 却能证实搭配流点贡献 他要炼制二十件四阶灵器才够 呃 炼制二十件四阶灵器 确实不多 不过 四阶灵器 又不能放开手脚的炼制 一年练这个百来剑差不多了 实在无法和猎杀换血绳子 这类魔修症的贡献快 飞出太旋风 李牧迅速换了一套 普通内门弟子的法袍 遇见朝越穷风感 至于 斩妖除魔什么的念头 早被他抛之脑后 接下来 李牧准备放开手脚 在月穷风大规模 栽种各种高阶灵直 再验证一下 他最近研究 栽种灵直的设想 哪有时间 外出去斩妖除魔 月穷风 灵雨哗啦 哗啦的清洗而下 浇灌着三百亩灵田 灵气 水气 富饶无比 种下的灵种 来年就能收获果实 修为 神魂点 自由属性点 等等 然而 李牧脸上没有喜悦 反而 有一些忧郁 高阶灵直 不像一阶风灵草 翠灵果那么容易种 它们有着苛刻的生长环境 种植要求 比如 三阶金剑草 不仅需要上品灵田 还需拥有金属性 以及存在 溅气的灵直生长环境 再比如 三阶天麦果 同样需要上品灵田 更好的是极品灵田 而且 还需经常使用 天麦真水浇灌 一个月 至少要浇灌一次 不然 不结果 还容易枯死 成熟期漫长 需要十年之久 三阶灵直的要求 如此苛刻 至于那些四阶灵直 五阶灵直 它们的需求 就更加过分了 先将一阶枫灵林草 翠灵果 二阶 黄牙灵道 天青子 这些需求 不高的灵直栽种下后 接下来 李牧准备逐一攻克 灵直的栽种需求 利用五行原阵 制造灵直生长 所需的特殊环境 李牧特意将五行阵 提升至五级 加深了对五行阵的了解 触类旁通 受上次为储物室 设置冰原阵的启发 可以布置一个晶圆阵来满足 金剑草 需要第一个精细灵力 生长环境的要求 至于 金剑草第二个生长环境要求 那就更加简单了 炼制一件拥有气灵的金细灵件 让其停住在金剑草生长的灵田上 便能满足它们的需求了 若是还不够 就炼制两件 三件金细灵件 总之要达到能满足 十亩金剑草满意为止 这批三阶灵植是李牧经过认真挑选后 筛选出来的 至于四阶灵植 五阶灵植的种植需求 只能稍后再逐一地满足 随着灵雨的停止 李牧准备进入炼器时炼器 完成四件炼器任务的同时 也准备炼制能满足金剑草生长环境的精细灵件 不过 在炼器之前 先要喂下几个小家伙 侍郎 小金 别玩了 你们过来 李牧从九藏灵珠中取出两个丹药瓶 冲两个嬉闹的家伙招手道 哇 赤狼应了一声 兴奋地朝李牧跑去 下一刻 小金一个飞身 灵活地骑到赤狼背上 好似大将军一般 刺着牙笑 威风凛凛 李牧笑着喂给赤狼一枚四灵丹 而后 从另一个丹瓶 取出一枚金麦丹 递给了小金 看到金麦丹 小金小眼一亮 迅速接下 胡伦吞枣地塞入嘴里 很快 金麦丹的药力 在小金体内爆发出来 他娇小的身躯 猛地爆发一股强盛的妖力 滋滋 小金痛苦地原地蹦跳 滋滋叫欢 感受金麦丹带来的好处 同时 他也要承受着 强大金麦丹药力的痛楚 望望 赤狼看到小金痛苦的样子 激动地大叫 时不时地扑向李牧 让李牧救小金 这段时间赤狼和小金 几乎形影不离 他们的感情极好 李牧低头看了一眼 丹药瓶里的金麦丹 再看了看小金的状态 紧张的脸色 微微一松 小金没事 他过会儿就好了 李牧摸着赤狼的脑袋 笑着安抚 金麦丹没有任何问题 小金正吸收着药力 状态正迅速转好中 金麦丹 品阶 三阶灵丹 特性 金煞翠体 强化金脉 钢筋铁骨 由三阶金剑草 百金果 金煞灵草 金元寿腰丹 炼制的金细寿灵丹 长期服用此丹 大幅提升金细灵寿资质 根骨 体魄 由于使用了金煞灵草 非金细灵寿服用 存在隐患 金麦丹的属性信息 呈现在角色虚拟栏里 同属金细的小金 服用金麦丹效果很好 这也是李牧 在众多灵寿丹药中 选择用金麦丹 提升它 培养它的原因 小金的资质不错 以后若是能寻到 拥有净化血脉的 高阶灵物 有一定几率 让其血脉繁阻 冲击更好的境界 这也是 李牧 不惜浪费一些资源 培养它的原因 至于赤狼 没那个资质和条件 就安心当个宠物 当条吃喝玩乐的笨狗吧 李牧 拍了拍赤狼的脑袋 对他今后的人生做了安排 阿吾 赤狼担忧地看着小金 没空理会李牧 甩了主人的手 凑到小金跟前 吼 小金仰天怒吼了一声 成功吸收了金麦丹 释放出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呜呜呜 赤狼被吓了一跳 躲到了李牧的身后 小金原本柔弱的小身躯 一块块小肌肉鼓起 身上绒毛的颜色变深了 身上产生了微弱的灵压 一下子长高了不少 不错 小家伙 长大了不少 去玩吧 别吓着赤狼 李牧拍了拍小金的脑袋 试一道 滋滋 小金冲李牧应了声 收敛了身上的气势 安抚赤狼去了 看着赤狼畏惧地 被小金追着狼狈逃窜的模样 李牧微微一笑 不再关注了 有了经脉单的辅助 他们俩的差距会越来越明显 不过 李牧放心 受玉灵 气影影响的小金 不会违背他的意愿 伤害了赤狼 李牧专走进练气室 开始练气 没有人旁观 李牧直接使用五行灵火 神炼熔灵法 开始练气 不过 在练气前 李牧先招出小白 为了他一条三阶妖狼的精魂 再让其从旁辅助练气 在贡献店的物资仓库中 妖兽精魂这种资源 数量极多 高阶低阶都有不少 种类繁多 也是众多资源中最便宜的 妖兽肉 可吃 可以炼丹 高阶妖兽骨 可以炼制武器 妖兽皮 能制服皮 妖兽血 炼制灵末 总而得来说 一只高阶妖兽的全身 都有着可利用的价值 清玄宗的猎修弟子最多 到处狩猎妖兽资源 以供修炼 唯独妖兽精魂的作用最小 妖兽精魂 一般用在炼制驱魂法器 或是 饲养魂兽之类 没人懂得像李牧这样 利用妖兽精魂 容魂炼制气灵 一来 妖兽精魂是魂兽 死后怨气不化 需要强大的神石 才能将其征服 二来 不会神炼熔灵 这得炼气神通 再加上 清玄宗名门正派 使用魂器的弟子 圈养魂兽的弟子极少 这样一来 导致清玄宗 积累了大量妖兽精魂资源 有些低阶的妖兽精魂 直接打得魂飞魄散 都懒得收集 清玄宗 积累无数年存储下来 妖兽精魂 通通便宜了李牧 李牧用着很少的贡献点 就换了一大批质量极高的 妖兽精魂 之前 李牧还为小白口粮发愁的是 有了清玄宗这座靠山 问题迎刃而解 李牧再一次为自己选择 加入清玄宗 当练器长老的决策 感到满意 叽叽 鼓 小白一口吞了三接腰狼精魂 冲李牧叫唤了一声 事宜困了 要回兜兜睡觉 什么 吃饱了就要睡 小混蛋 不行 先帮我干活 干完了再去睡 李牧用指头戳了戳小白的脑袋 示意道 叽叽 隔 小白打了个隔 叫唤了声 催李牧快点 知道了 李牧话音一落 立即打出一道火系灵力 凝聚五行灵火 另一只手拍开材料除物袋 一块块四接材料飞出 在五行灵火的炙烤下 迅速液化 变成一团金色溶液 神炼素气形 力气激震 接下来熔灵 神石一闪 一个那魂瓶 从九藏灵珠取出 瓶盖拨的一声跳开 一只四接金角碧莽的妖魂浮现出来 金角碧莽妖魂一现身 便咆哮着 要向李牧扑去 叽叽 小白昂着头吼了声 小小的身躯 绽放出恐怖的魂力 金角碧莽妖魂为之停滞 很快 在小白这等高阶中灵虫 魂灵天敌的克制下 金角碧莽妖魂 显得格外听劝 干脆利索利索的一头 扎入金色剑胚里 李牧满意的一笑 开始熔灵 接着打出一剂剑灵力 为金色剑胚凝聚气纹 金色灵剑灵光闪耀 剑声嗡嗡冥响不断 好似活过来了一般 嗡的一声犀利的剑鸣 四阶极品精细灵剑 炼成 一道极强的剑气凝成 就要射出 直取李牧头颅 李牧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怎么每次练气 拥有气灵的灵气 都会来这么一招 到底有多恨他 四阶精细极品灵剑 拥有气灵 剑威十足 要是让他将这道剑气射出来 别说练气室了 下面三百亩灵田 都得被他毁了 好在 李牧早有准备 神石一闪 制止了击射剑气的四阶灵剑 伸手一抓 注入灵力 顷刻间将其练化 鸡鸡 小白见李牧练好了灵气 催促地叫了声 再问主人 是不是能静多多睡觉了 不行 还有三把呢 帮我练完了你再去睡 李牧连忙拒绝 三阶妖魂吃下去 小白估计得睡大个月 下去要注意了 只能给小白准备一些 一二阶妖魂荡口粮 要不 这么好用的童工 天天睡觉 那哪行啊 鸡鸡 小白不知无良主人的想法 焦急地催李牧快点 知道了 马上就好 李牧笑着将四阶精细灵剑收起 打开另一个储物袋 开始练制下一键灵气 七天时间 一化二世 百炼风 鹰贤文笑容满面地接见李牧 李长老 这么快就来交练器任务了 年轻人 手脚就是快啊 鹰贤文笑着赞赏道 鹰长老 四键灵气就在里面了 请您检查 李牧谦虚地一笑 奉上四个储物袋 四键不带气灵的四阶上品灵气 李牧一天就练好了 顺带还为自己练制四键 融入气灵的四阶极品灵气 神练熔灵术和五行灵火 再加小白的配合 效率就这么高 不过 这些带气灵的灵气 李牧不准备拿出去对外出售 而是准备将它们用于种植 配上五行单元阵 为灵直提供适应的生长环境 为了避免招引太多的关注 这些熔灵的灵气 也不方便对外出售啊 李牧走神想着什么 关乎他修为的功法 提升阴阳五行经 筑基篇的阴阳二气 李牧找到了一些眉目 现在急需贡献点 兑换相应物资 好 好 都四阶上品灵气 这件火焦灵气的炼制手法 当真了得 竟有化焦之能 辅修也做到了 还有这柄子母双灵剑 炼制得真精妙啊 好 好 那几位真传 肯定能满意 李牧走神时 阴弦文将四件灵气取出 逐一检查起来 满意地连连叫好 能完成炼器任务就好 我还怕交不了差 辜负了阴长老的委托呢 李牧微微一笑 谦虚地说 李长老 多虑了 你的炼器记忆 超过了宗内 几位炼器长老 只要正常发挥 没有你完成不了炼器任务 要不要再接几件 老夫这里还有不少的炼器任务没有安排 阴弦文肯定地鼓舞李牧 关心地问 没问题 我刚好需要贡献点 兑换一些辅修资源 李牧笑着点头 连忙递上自己的身份令牌 哈哈 那就好 这次四件炼器任务 先给你结了 再给你接六件 年轻人 要有这股拼劲才行 阴弦文开怀大笑 鼓舞李牧道 说完 阴弦文拿着李牧的身份 令牌操作起来 很快 李牧拿回了自己的身份令牌 挣了两万点贡献 以及六个放满炼器材料的储物袋 这趟又领了炼制六件四接灵器的炼器任务 炼制一件灵器 得一分炼器材料 按照这个速度积累下去 月穷风很快就会变成 充满气灵的灵器宝山了吧 辞别了阴弦文 离开百炼峰 李牧遇见飞往太旋峰 前往贡献店兑换物资 这几日子 除了炼器 在月穷风布置法阵之外 李牧主要做的事 便是确认与阴阳二气有关的灵值 阴阳二气怎么获取 李牧已然找到了眉目 天地之道 阳长本超阴 而阴能御阳 故天非朗然空虚为天也 其气常依于行 无时不下计 地非决然不动者为地 其行常复于元气 而无时不上升 天之气无时不下降 地之气无时不上升 阴阳二气贵在交汇 交汇之地 交汇之时 不是无所不在的 这句从南陵纪事摘要的断文 记载了阴阳二气的描述 简而言之 阴阳二气存于天地之间 无所不在 阳气最浓郁的时候 发生在朝阳出生的第一缕霞光 这时候 图纳容易捕获 阳气 阴气则在月最浓 阴属灵气下沉 容易捕获 因此要修习阴阳五行经 筑基片的最佳方式 李牧需要起早贪黑 辛苦吸纳阴阳二气 进行修炼 然而 依旧习惯依靠种田 解决修为境界问题的李牧 才不愿起早贪黑地去修炼 只要 找到聚集阴阳二气 而生的灵植 将它们栽种成熟 等丰收时收割 大概率能获取到阴阳二气的属性 黄天不负苦心人 兑换了大量高阶灵植种子 李牧从39份四阶灵植中 找到了几种需阴阳二气生长环境的灵植 经过一番筛选 李牧准备选种其中两种灵植 接下来 需要兑换大量植种 以及高阶灵物 创造培育它们的生长环境 李牧遇见飞抵泰旋风 这次 李牧吸取上次的教训 没穿显眼的长老袍 而是换了一套寻常服饰 低调的排队 进入兑换资源的密室 你要兑换什么修炼物资 弟子令拿出来 坐在桌前兑换物资的管事弟子 看到李牧 毫不客气地讨要 一点没有起身的意思 前后遭遇两种天差地别的态度 李牧一点不以为意 十分理解 先进罗伊 后进人 谁也免不了 李牧笑着走上前 递上自己的身份令牌 询问道 兑换一母四阶子阳灵芝 一母四阶因破过灵种 需要多少点贡献 听李牧报的两种高阶灵种 管事弟子意外看了他一眼 接下弟子令后 迅速神识叹了下 神色当即大变 不知是长老驾灵 弟子失礼了 还请长老恕罪 管事弟子连忙起身 向李牧告罪 没事 赶紧告诉 我要多少贡献 李牧摆了摆手 催问道 紫阳灵芝一母灵种 要一万两千点贡献 因破过灵种一母 九千点贡献 管事弟子松了口气 连忙回答 文言 李牧皱了皱眉 他的贡献对了两母灵种后 便不够兑换其他物资了 察觉到李长老的面色 感谢他的不计较之情 管事弟子善意地提醒道 李长老 紫阳灵芝和鹰破果 是炼制紫阳丹和魂天丹的主要 宗门一直比较缺 您若愿意为宗门培养 这两种灵芝的话 可以先接下宗门的灵芝任务 兑换这两样灵种的贡献 只需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同时 还能免费领一批 培养灵芝的物资 不过 若是您到十丸不成灵芝任务的话 对灵种和灵取物资的贡献 都要照原价扣除 并要支付一部分利息 李牧眼睛一亮 都没留意到 宗门还有这种优惠措施 实在太好了 李牧只需要种植后 收割遗落的植灵光团 完全不需要成熟的紫阳灵芝 因破果 若能卖给宗门那再好不过 还能借此再挣一笔贡献 好 帮我领了这两种灵芝任务 我一样要种十亩 不 给我换十五亩吧 李牧欣喜地看着管事弟子 示意道 呃 李长老 您是第一次栽种灵芝吧 紫阳灵芝和阴破果的生长 要求十分苛刻 长达十几年的栽种时间 很容易出现问题 您一下子栽这么多 中途若是出了问题 要赔很多贡献的 您要不再少点 管事弟子善意地提醒李牧道 不用 你就按我说的作罢 若真失败了 这点贡献我赔得起 快帮我把任务领了 李牧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 示意道 管事弟子神识投入令牌中 看了一眼李牧获取贡献的记录 当即不再劝了 好家伙 四阶练器长老 几日前刚领的四件练器任务 今天完成了交付 一下子便挣了两万点贡献 在看他任务记录上 还挂着六件未完成的练器任务 一件任务5000点贡献 十几年的临职任务 到时真栽种失败了 这点贡献损失 对人家来说还真算不上什么 他在贡献店当这个管事弟子 一年忙到头来 才挣个七八千点贡献 来人家几天的收益都比不上 真是瞎操心了 管事弟子心里默默一叹 脸上浮起职业的笑容 对着李牧恭敬的领命道 好的 李长老 我这就为您领取领职任务 并兑换领种 很快 在管事弟子的操纵下 帮李牧领了两份长期的灵职任务 小型传送阵灵光一闪 两个玉匣子 一个玄铁箱 一个灵气瓶 呈现出来 李长老 这两个大玉匣 分别装着15亩紫阳灵芝 15亩因破果的灵种 玄铁箱内有50枚紫阳玉 这个那灵瓶装着1000滴太旋月露 它们是两种灵职成长所需的关键灵物 不过 大概只能满足它们一年左右的成长条件 接下来 您要继续为这两种灵职的成长 收集这两种资源呢 管事弟子看着李牧 介绍道 两项灵职任务已经帮你领取了 您21年后要交付宗门 7万颗因破果 25年后 交付宗门 10万株紫阳灵芝 届时 您将获得47万点贡献 物资已经帮您兑换好了 总共用了15750点贡献 你轻点确认一下 管事弟子将令牌抵还给李牧 介绍道 李牧收下令牌 神石扫了下 确认了任务和剩余贡献 关心地问 紫阳玉和太旋月禄 宗门存货多吗 怎么兑换的 紫阳玉是四阶灵矿 是辅修紫阳心经的主要灵物 一枚紫阳玉 1200点贡献 库存较少 太旋月禄 也是四阶灵物 是辅修太旋望尘经的主要灵物 一滴太旋月禄 500点贡献 数量同样不多 这两种资源 一直是几位真传经常兑换的 辅修资源 这一次 被长老您换去了这么多 库存恐怕很快见底了 管事弟子看着李牧 苦笑地回答 李牧点了点头 将东西收入九藏灵珠 看着管事弟子接着道 嗯 我知道了 剩下的贡献 你帮我兑换一部阵法册 阴阳天眼阵 好的 长老 管事弟子奇怪地看了李牧一眼 神识投入令牌 示意道 兑换此阵诀 要三万贡献点 长老 帮您兑换上部阵诀行吗 上部阵诀中有阴阳混元大阵 这个阵图吗 李牧关心地问 有 管事弟子确认道 有就行 帮我换了 改天我来 换剩下的 李牧笑着点头 阵图和那份五阶清悬浮册一样 都需要兑换到了全部的灵纹 阵图才行 无法像其他产本功法一样 无法通过加点升级 取巧收获后续内容 大概是不同灵符文图 不同阵图 它们之间的关联 不够紧密的原因 兑换好物资 学了阵法预检传承 李牧在用剩下的贡献点 兑换了一批二阶妖兽肉 这才心满意足 一穷二白地离开贡献点 很快 李牧遇见飞回了月穷风 小金设了和他戏耍的赤狼 几个起落 飞跳至李牧跟前 滋滋叫欢地迎接 目光却直勾勾地看着李牧的手上 戴得储物手镯 好家伙 可要还可上瘾啊 看着面前撞了一圈的小金 跟馋嘴孩子似的 用眼光讨要灵丹 却不焦急催促的可爱模样 李牧哭笑不得 李牧收了预见 降落在小金面前 随手从手镯中取出一个丹瓶 倒出一颗金麦丹丢给他 滋滋 小金得了金麦丹 感谢得呲牙冲李牧叫了声 一把塞入嘴里 面带痛楚 却又带着兴奋的闭目享受起来 汪汪 赤狼姗姗来迟 焦急地冲李牧叫唤 李牧没有顾此施笔 丢给赤狼一颗四灵丹 随即开始巡视三百亩灵田 最下方 一百八十亩一阶枫灵林草 二十亩翠灵果 二十亩二阶黄牙灵道 二十亩二阶天青子 这些需求较低的灵植 都已经栽种下去了 转眼七天过去 灵林草已经长出了嫩苗 其他的还没什么动静 一亩云雾灵茶 已经恢复了长势 不过缺乏雾气笼罩 即使种在上品灵田里 都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模样 旁边一亩上品灵田 则栽种了数百株 各种一二三阶的灵植幼苗 长势参差不齐 大都一副营养不良的状态 没有特殊的生长环境 这些实验田栽种的灵植 长势极其缓慢 除此之外 还一片特殊灵田 十亩上品灵田 笼罩在一个淡金的法镇内 两柄四阶极品精细灵剑 在镇内如鱼一般 追逐游走 毫不惬意 这十亩上品灵田 被李牧单独隔开 布置了一个晶圆镇 为种植三阶金剑草的生长 创造的独特环境 精细灵气充裕 伴有剑气 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 李牧原本打算 在栽种四种需求较低的三阶灵植 随着四阶紫阳灵芝 四阶阴破果的提前栽种 栽种计划发生了变动 除了三阶天麦果 李牧将打算继续栽种以外 另外三种三阶灵植则取消掉 腾出三十亩上品灵田 用于种四阶紫阳灵芝 四阶阴破果 不过 在栽种这两样四种灵植之前 李牧得耗费大量精力 为它们布置独特的生长环境 十亩金剑草 在金元阵 以及两柄化灵四阶 精细灵剑的刺激下 草种已经开始顺利土苗 长是根锋灵草一般 效果非常好 按照金剑草这个生长速度 原本需要种植五年才能收割 看样子 能提前至四年 三年半的样子 不过 就是消耗有点大 不提两柄化灵四阶灵剑的成本 仅维持金元阵 凝聚精细灵源的效果 一个月需要消耗三百八十枚中灵 维持四年左右时间 一般灵直夫 恐怕栽种不起 金元阵的成功 也给了李牧赶上马灾四阶灵直 紫阳灵财 因破果的决心 仔细研究了阴阳二气之后 李牧顺道也找到了 加持阴阳二气的阵法 那便是阴阳天眼阵 清玄宗创宗祖师 清玄道人 主修清莲造化经 修为通天 另外精通七诀 灵符 炼器 炼丹 星象占卜 阵法 阴律 医术 阴阳天眼阵 便是早年清玄道人经学的阵法要诀之一 李牧盯上了阴阳天眼阵 十二副阵图中的阴阳混元阵 布下此阵 可混阴阳二气 令陷阵之刃迷魂失时 五官丧失 任人宰割 与此同时 也有顺阴阳二气 分阴阳二气之能 将三十亩上品灵田 布上此阵 再取其顺阴阳二气 分阴阳二气的能力 继而 为紫阳灵芝 阴破果 分别提供阳气 阴气的生长环境 一举两得 唯一麻烦的是 紫阳灵芝向阳而生 天性喜阳 阴破果驱阴而长 见阳枯死 两者极端对立 没办法同时生长 在一片灵田上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啊 为他们选址的 三十亩上品灵田 到头来是用不上了 李牧欲见而起 在月穹峰四处搜寻起来 寻找一处 一阳一阴俱存 又适合重新开垦灵田的地方 月穹峰虽矮 但占地面积 足足却有三四万亩 李牧不止灵田 占据的位置 只是极小的一个区域 是主灵脉的精华所在 再另找一处阴阳两面 皆有的地域 还是有可能的 很快 李牧在一处备阳的灵谷 找到了适合的位置 在灵溪流的下游 一座幽静的山谷内 长有不少 一阶阴风草的地方 灵谷另一侧的山脚 完全向阳 李牧堪脉述确定了 灵谷与山地的位置 处于月穹峰主灵脉的末端 布下距灵阵 引灵阵 完全在开荒 灵化出上百亩田地 灵化成中品灵田绰绰有余 至于进阶上品灵田 需要时间 以及大量灵食的消耗才行 不过 已经满足李牧的要求了 将此幽谷与另一侧灵地 都布置在阴阳混元大阵里 阳升阴降 阴阳两分 这个地势极佳 上品灵田的问题 完全可以用灵食砸上去 李牧怦然心动 当即行动起来 连掐法掘 翻地树 画泥树 轰骰树 固土树 各种灵植夫的树法 轰然打向幽静的灵谷 以及谷背的灵山 很快 七柄玄铁剑飞射而出 化作阵笔 在幽谷山壁 刻画上一道道复杂的阵纹 不到半天时间 幽谷变了一个模样 一大片位处山岩阴地下的灵田 被开垦出来 灵力浓度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幽谷灵田的另一侧 一大片整齐的新田 在阳光的照耀下 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礼目欲空而望 露出满意的笑容 聚灵阵 隐灵阵 阴阳混元阵 三阵一起布下 互不干扰 各思其直 在聚集灵力的同时 隐灵化田 引导田地阴阳二气 一分为二 互不相容 阴气集聚于眼底灵谷 阳气笼罩古风灵田 等两片新开垦的田地 成功转化成中品灵田 便可种下紫阳灵芝和阴破果 在阴阳混元阵的加持下 两种灵芝消耗的辅助资源 是可减少消耗 同时 提升使用效果 大幅提升灵芝生长时间 一举数得 哈哈 我真是个天才 看到自己的设计完美地达成 李牧开心地哈哈大笑 李牧无视临时消耗 不计成本地将引灵阵 聚灵阵开至最大效率 加速两片灵田的灵化速度 做完这一切 确认没问题后 李牧遇见返回石屋 开始研究 另外四种三阶灵芝的栽种 紫阳灵芝 因破果有了更好的栽种灵地 其他几样三阶灵芝 可继续按计划栽种 时间如梭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 月穷风 山腰间 屹立着一座青石所住的精致小院 一条清澈灵泉山溪 从院子旁流毯下 溪边两旁 是长着各种灵植的灵田 一片片半丈高的枫林草 随着山峰摇摆 浓密旺盛 二十亩翠菱果苗 碧绿青青 长湿旺盛 黄芽灵稻苗 长出了乳白色的芽苗 在阳光的照耀下 泛起了淡黄色的灵韵 灵动十足 三百亩梯形灵田的尽头 是灵泉山溪汇入的一个清澈水潭 水潭之下的灵水下 长着一颗颗水帘嫩芝 细苗嫩叶 等待破出水面的时机 清澈水潭下 拾而一条白色大鱼 拾而一条青色灵鱼 滑水而过 然而 当它们跃出水面的时候 眨眼间 变换成了一柄白色灵剑 或是一条青色飘带 原来 在清澈水潭中的四五条大鱼 赫然是一件件能化灵的高阶灵气 它们散发着灵韵十足的水源灵气 使得清潭聚集的水源灵力 浓郁到了极点 蒸蒸在清澈水潭不远的一片金色灵田 五柄金色灵剑 时而化阴 时而化骄 仿佛在争抢地盘时的 互不相让 碰撞时发出一阵阵剑鸣 溢出了一道道犀利的剑气 不到三个月时间 月穷风已然变了一个模样 别吵了 要是弄坏了灵田 我拿你们去当烧过棍 或者关禁闭 李牧美好气地预见而出 怒斥着晶圆阵中游荡的极柄四接灵剑 炼化的灵气太多了 李牧没办法一一使用神势关注 便放任他们自由 那只 他们脾气不小 天天为了点小事争来争去 让人不得安宁 李牧的吓唬十分有效 那些化灵的灵剑当即分散开了 不敢再发生意气之争 时间过得真快 枫林草 成熟了呀 李牧目光落在下方栽种枫林草的灵田上 感叹了一句 随即 李牧看着一百八十亩丰收的枫林草 手中凝聚一道金色灵源 下一刻 一道道半月状的金刀飞驰而出 扑扑扑 一道道金色弯刀 有的变道 有的转弯 纷纷贴着一亩枫林草的根系飞刷而过 一片片枫林草相继倒下 嗯 怎么回事 李牧神石覆盖下去 一百八十亩林田枫林草 产出的植林光团 数量少了的可怜 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 很快 一团团绿色的植林光团 从林田中飞冲而起 一窝蜂地涌入李牧的体内 天赋神通 植林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林 自由熟练点加一 天赋神通 植林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林 自由熟练点加一 角色虚拟矿的日志 出现一条条获取植林提示 一百八十亩风铃草收割完 总共才获得三十二万左右的自由熟练点 每一次点植林光团 都是加一的自由熟练点 怎么回事 难道跟我助击有关 李牧面色微变 大概猜测出了原因 应该是这样了 风铃草是一阶零植 随着它境界提升至助击 植林光团的作用肯定削减了 才得了三十二万自由属性点 连给阴阳五行今生一级都不够 这样一来 一百八十亩林田 不能继续种风铃草了 要改种其他二阶零植才行啊 但是 种哪样二阶零植 会继续提供自由属性点呢 李牧眉头紧皱 神识看向那一亩实验田 对着各种二阶零植幼苗筛选起来 玲瓏灵草 天风草 嗯 时间都在半年左右 先试下这两种吧 李牧挑选许久 最终做出了选择 准备等 下去贡献殿 兑换这两种二阶零植的零种 李牧深吸了口气 神识覆盖一百八十亩林田 使用神通术法 千尺剑玉 下一秒 宏伟壮观的一幕呈现 那些被切割下来的风铃草 纷纷自行飞起 犹如一柄柄零剑 欲空而起 迅速集聚 眨眼间 在空中化作一条绿笼 向着月穷风的后上欲飞而去 李牧微微一笑 欲见而起 领着绿色长龙来到月穷风的后方 将大量风铃草玉空而起 运入山林中 充当林山的肥料 处理完大量风铃草 李牧欲见飞往阴阳谷 查看紫阳灵芝 因破果的长势 李牧将设有阴阳混元阵的幽谷 取了个贴切的名字 阴阳谷 上个月 在李牧不计临时消耗的投入下 阴阳谷新开垦的两片林田 都成功转化成了中品林田 达到了栽种紫阳灵芝和阴破果的最低要求 李牧迫不及待地将两种四阶灵种栽下 而后 几乎每日都必须来阴阳谷一次 观察两种灵芝的生长情况 遇见飞至阴阳谷的上空 修习阴阳五行精的李牧 当即感受到了 谷内浓郁的阴阳二气 一生一降 精卫分明 体内阴阳五行精的真元 跟着蠢蠢欲动 李牧遇见 落在阴阳谷的阳面风炎 打亮着十五亩 栽种着紫阳灵芝的灵田 一粒粒微小的紫色灵芝苗堪堪 从土里冒出头来 十五块紫阳玉 均匀分散在每亩灵田中央 散逸着一缕缕紫色灵芸 李牧目光落在一株株 紫阳灵芝幼苗上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生效 绝色虚拟矿 当即呈现出了紫阳灵芝幼苗的 全部信息 紫阳灵芝幼苗期 品阶 四阶灵芝 特性 向阳而生 紫气东来 孕阳去尘 状态 阳气旺盛 紫阳玉灵半生 成长迅速 紫阳灵芝幼苗 四阶灵芝 天性喜阳 向阳而生 成长需求 天地阳气汇聚之地 灵力充足 伴有紫阳灵芝之气 十八年成熟 一年开花 一年结果 二十年药灵的紫阳灵芝 是炼制紫阳丹的主要材料之一 五十年药灵的紫阳灵芝 是炼制造化丹主材料之一 看着虚拟矿中的信息 没发现一株死苗 状态也都不错 礼目不由松了口气 一阶风铃草的直灵光团 对筑基期的提升数值非常有限 那么同理可证 这十五亩四阶紫阳灵芝 若是栽种成功 提供给他的阳气属性 估计可令他直接突破筑基期 进阶金丹镜 二十年 这个时间一点都不长 若是加上阴阳混元阵的助力 紫阳灵芝的成熟时间 有可能大幅提前 唯一的问题 紫阳芝的储备数量 有些不足啊 礼目将最近炼器获得的贡献 绝大数都兑换了紫阳芝 泰旋月露 为两种灵芝做储备 堪堪换了五百多块紫阳芝 七千多滴泰旋月露 清玄宗的贡献仓库就断货了 搞得几位真传弟子怨声载道 不行 为了预防万一 得再找找其他的渠道 查看了紫阳灵芝的生长状态 礼目飞至阳风的背面 阴灵鼓 阴破果 幼苗期 品阶 四阶灵植 特性 趋阴而长 宁阴解破 化阴行魂 状态 阴气聚集 泰旋月露半生 成长迅速 阴破果幼苗 四阶灵植 天性喜阴 聚阴气而长 成长需求 天地阴气汇聚之地 灵力充足 伴有泰旋月露之气 十六年成熟 两年开花 两年落果 二十年耀灵的阴破果 是炼制魂天丹的主要材料之一 百年耀灵味结果的阴破果 可进阶为太阴草 是炼制化阴丹的主材料之一 十五亩 阴破果苗 一株株检查过去 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在检查了下 泰旋月露 弥漫在谷中的灵域浓度后 李牧这才放心地 遇见离开 二十年期间 要确保 两种四阶灵植 一直状态良好 种个田 也没那么容易啊 李牧遇见落在院子里 看着赤狼交代道 我要出去一下 你在家好好待着 别惹祸呀 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阿妩 赤狼冲李牧叫唤了一声 示意要跟着一起去 小金 看住他 要是敢捣乱 往死里揍 李牧呵呵一笑 看向右侧跟他差不多高 四肢魁梧 乖巧听话的小金 示意道 哦 小金笑着硬下 伸手一抓 便将赤狼扒拉在怀里 阿妩 赤狼反嘴 要咬小金的手 被他一巴掌盖脑袋上 顿时老实了 看到小金轻松压制了赤狼 李牧微微一笑 心底暗喜 小金的资质确实不凡 在大量经脉单的卫幅下 生长迅速 三个月不到 体内的腰力 便已达了二阶腰手巅峰 有继续提升进阶的趋势 不过 想要突破三阶 恐怕要经历一番战斗力来才可以 李牧皱了皱眉 接下来二十年 若不突破金丹修为 他不会离开穷风的 更不会轻易离开清旋宗总部 这样一来 小金只能陪着他在月穷风度过 错过了最佳学习 战斗的成长时期 错过了这二十年 以后 小金想要再进阶突破 难度可就大了 实在不行 就这么养着吧 养废了就养废了 当初收下小金 也是为了那张酿酒的兽皮方子 想到那张 已经被小金解了封印的三阶酿酒临方 李牧不禁一阵头大 最近忙着练气 为灵田布阵 种田 莲惠福 炼制傀儡 都是抽空进行的 每天匆匆忙忙的 根本没时间抽材料 酿造白果灵酒 这种高阶而复杂的灵酒 况且 李牧炼制过一批翠灵酒 现在都还没喝完呢 嗯 那种白果灵酒 好像得腰圆配合才能炼制 改天将白种灵果材料集齐了 让小金自己酿酒试试 看着和赤狼戏耍的小金 几个念头在李牧脑海一闪而逝 随即便遇见而起 飞出月穷风 朝百炼风飞去 百炼风 百炼塔 弟子拜见 李长老 陈卓向李牧拱手行礼 同时汇报道 李长老 你我师父吗 实在不巧 他去望云风了 呃 那没事了 我改天再过来吧 李牧点了点头 转身便走 突然听到望云风这个名字 李牧心脏一突 猛地跳动起来 望云风三个字 触及了李牧心中一直警惕的事 想当初在兑换阴阳五行精的时候 那位特意出现的陆师姐 便是望云风的弟子 望云风的轻文真君 现在应该还惦记着 修炼阴阳五行精的外门弟子呢 若让望云风那位原音真君知道了 自己已将阴阳五行精修炼至助基 并且以后很快就有机会助就金丹 那场面还得了 李牧心事重重 迅速转身离开了百炼风 唯恐碰到那位轻文真君 李长老 哎 我还没说 哎 奇怪 这李长老怎么回事 目送李牧匆匆离开的背影 脚都叫不住 沉着一脸的纳闷不解的谜南 从百炼风出来 李牧改道去了一趟太旋风 在贡献店兑换了两份90亩的 二阶玲珑菱草 二阶天风草林种 接着驾驭清云灵州 前往清云城 清云城是距离清旋宗总部 最近的修仙城市 城市人口以修饰生活为主 清云城内的各种组织 金丹家族 外来商会 各种行馆 要么宗门长老的外在家族 要么宗门的附属 或多或少 都会与清玄宗牵扯上那么一点关系 李牧玉州降落在清云城外的玉州台 收起灵州后 向门口的首位 缴纳了一枚下灵入城 此时 李牧换了一身黑袍 收起了清玄宗的弟子令牌 玲珑面罩 换了张老头的脸庞 化作一个筑基老修士的模样 进入清云城 进入清云城没多久 李牧木光锁定了城内最高 装修豪华的一栋建筑 静止走了过去 前辈欢迎光临万宝阁 门口四位衣着清凉 身材苗条婀娜的女修 迎应一拜 齐声问候 李牧木不斜视 跨门而入 前辈 欢迎光临万宝阁 您需要什么领悟 小女子 黄采云 愿为前辈介绍 一名身穿黄青纱裙的女修 迎着李牧亲切地问候道 嗯 老夫有一批二阶灵符要出手 李牧轻点额手 直奔主题地说 这三个月时间 除了种田 炼器 李牧会灵符 炼制傀儡的事都没落下 利用炼器挣得贡献点 成功换了清玄符册的三阶符录 学了清玄符册的几种三阶符录后 在贡献店兑换了一批三阶妖兽皮 李牧已经开始画质三阶灵符储备起来了 至于一大批用晶圆二阶符皮绘制 二阶金剑符 二阶金甲符 则没有继续留着的必要 灵符存放得越久 灵力消散得越多 灵符的威力也会逐渐被减弱 加上最近月穷风布置了大量法阵 中品灵石消耗得太大了 已经好久没有大笔灵石入账 李牧急需售卖炼制好的灵符 回一波血 好的 前辈 您请跟我来 我让剑灵师帮您估价 黄采云点了点头 比了个邀请的手势 李牧连忙跟上 很快 两人来到一间密室 李牧向剑灵师出示了要售卖的灵符 二阶上品金剑符 三十钟灵一张 二阶上品金甲符 三十五钟灵一张 二阶极品的话 在这基础上加十枚钟灵 前辈 您看怎么样 剑灵师仔细检验了两张灵符 最后看着李牧 报价道 嗯 就这个价 你万宝阁有多少收多少吗 李牧微微一笑 看着剑灵师问 没错 剑灵师笑着点头 信心十足 这批灵符质量不错 二阶上等金元符皮 制服师技术精湛 每张灵符都是精品 这个价格收下了 再转卖出去 绝对不会亏 很快 剑灵师脸上自信的笑容 当即僵住了 脸上露出了动容之色 只剑 眼前这位老福修 从储物手镯中 取出一达达灵符 好似不要钱一般 转眼取出了数百达 上千达的二阶精细灵符 难道 这种灵符 已经能批量绘制了 剑灵师脸上 闪过一丝慌张之色 二阶上品金剑符 520张 二阶上品金甲符 480张 二阶极品金剑符 1240张 二阶极品金甲符 870张 你们清点下数目吧 李牧留下一小部分 极品金剑符 金甲符 将大部分二阶灵符 一次性清掉 学了 好好 不过 这么比生意太大了 我做不了主 需要请示下掌柜 前辈 您稍等片刻 黄彩云惊喜焦急地看着李牧 恭敬地示意道 跟万宝阁合作挺久了 信得过对方 李牧笑着点头 耐心等候 很快 黄彩云去而复返 领来了一位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红衣女子 这些灵符 我们万宝阁要了 不知 张老可会练制三阶灵符 我万宝阁愈购一品 新来的女掌柜 公孙楚笑盈盈地看着李牧问 李牧想了想 摇头 三阶灵符并不好绘制 预购就算了 若老夫能绘制出来 到时再拿来卖吧 好吧 不知 张老可愿成为我阁的制服客亲 我们万宝阁 公孙楚也不生气 准备介绍万宝阁客亲的福利 不用 老夫就来卖灵符 买点辅修材料的 李牧想都不想地拒绝 打断道 额 明白了 张老需要什么材料 我们万宝阁正好要举办一场拍卖会 这会儿货源充足 不知道 您需要什么俯修材料 接连被拒绝 公孙楚也不气馁 笑着回应 文言 李牧心中一动 青云城的万宝阁 要办拍卖会了 这倒是个购置高阶陵屋的好机会 看了李大师 这个身份 要再次在万宝阁派上用场了 贵格可有三阶妖兽皮 四阶妖兽皮 也可买一些 李牧改了买紫阳玉的主意 问起了与灵符师相关的材料 有 当然有 这是妖兽皮料的目录 还有各种灵墨 伏笔灵气 上面都标注了价格 张大师 您看上哪些 尽管挑 公孙楚直接取出一名青色玉碱 笑营营的地上 好 李牧接下预检 投入神识查看起来 三阶轻玉狐妖腹部皮 规格 十方尺 售价 三千枚中灵 三阶赤血 燃腰全身皮 规格 十二方尺 售价 两千五百枚中灵 三阶雷阴腹部皮 规格 八方尺 售价 两千七百枚中灵 四阶墨雷胶腹部皮 规格 九方尺 售价七千二百枚中灵 四阶夜忧牛腹部皮 规格 十一方尺 售价 一万两千枚中灵 三阶天青 瘦血灵墨 规格 一斤 售价 七百枚中灵 三阶赤火 猪血灵墨 规格 一斤 售价 一千二百枚中灵 李牧投入神识 一目百形 迅速浏览了 与灵符师相关的材料目录 当即喜不胜收 就凭着这一手 李牧明白了 为何公孙楚 能成为青云城 万宝革殿的掌柜 而 王文宝 则只能在偏远的 岗阳城 这生意做得太大气了 一点不藏着掖着 哪怕拍卖会再急 也舍得 将好东西拿出来卖 李牧甚至看到了 几张五阶妖兽皮 不过 售价用上品零食 做单位 价格 让他望而却步 要一支 三阶青胡蓉伏笔 一瓶天青兽灵墨 一瓶雷胶灵墨 三张雷鹰腹皮 李牧滔滔不绝地 抱上所要购置的灵物 李牧的大采购 再次验证了一句话 万宝格挣钱 万宝格花 等从万宝格出来的时候 李牧发现 这次青苍灵笔 回一波零食的目的 不仅没达到 反而到头来 还从储物手镯里 掏出了大笔零食负账 李牧叹了口气 决定将正大笔零食的事 让炼器李大师的身份来操作 毕竟 李大师的人设在万宝格 已经立起来了 用这个名头来挣钱 不要太迅速了 服饰的话就算了 万一到时 身份冲步就麻烦了 除了万宝格 李牧准备先在青云城逛一逛 看能不能凭借天赋神通剪个漏 晚点再用炼器 李大师的身份 回来与公孙处接触 然而 刚从万宝格走出来 李牧当即便被对面一座规模 装饰豪华程度 丝毫不下于万宝格的店铺 吸引了目光 万宝格位于青云城重要地段 寸土寸金 然而 这间玉寿斋 能与万宝格平起平坐 人流数量 繁华程度 大有超过之事 进进出出地修饰 或是神色泄气沮丧 或是满脸兴奋 神色激动 精神亢奋 他们这是怎么了 在好奇心驱使下 李牧静止朝玉寿斋走去 看看这个没有任何迎宾 人进人出 热闹无比的玉寿斋 到底有何引人之处 走进玉寿斋 李牧眼前神色一变 神识连忙放出 展入脑海的 赫然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斗兽场 熙熙攘攘 犹如集市一般热闹 放眼看去 一个个热血沸腾的修饰 坐于看台上 纷纷高声呐喊着 上啊 杀了他 妖虎赶紧的 上去撕了他 哈哈 要赢了 狂虎果然无敌 紫电雕躲开 快躲开啊 几千名 上万名修饰尽情的呐喊 宣泄着 他们的目光聚集着中央 一个足球场大的斗兽台 台上 一只体型庞大 雄壮的二阶仓墓虎妖 正与一只小巧的二阶紫电雕 在激烈对战 吼声连连 鲜血并陷 呈现血腥 残暴 原始的一幕 轰一声巨响 二阶仓墓虎妖庞大的身躯 狠狠撞击在斗兽台外墙的正墙上 尹德看台下无数修饰 为之心碎 起来啊 狂虎快起来啊 我压了你一百枚钟灵呢 狂虎 你不能死啊 不是吧 那只紫电雕快不行了 狂虎 你不能倒下呀 完了 完了 又输了 压二阶妖虎营的修饰 冲着倒地的妖虎大叫不已 语气充满了焦急 李牧睁眼醒来 目之所及 各种信息在角色虚拟栏呈现出来 这才明白了 这个御兽斋的根底 御兽斋 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是一家与御兽有关的店铺没错 不过 不是那种经营御兽的店铺 而后 一座让御兽参与战斗 用妖兽进行赌斗的赌场 御兽斋 用了戒子空间法阵 将一个大型斗兽场 建在了小小的店铺里 它所在的位置 在一号斗兽台 在这之后 还有五个斗兽台 同时进行着不同的对战比赛 有修饰对阵妖兽的 有修饰对战修饰的 更有魔修对战鬼物的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地方 前辈 您第一次来吧 御兽斋里 竟用神识 你要入场观战请买票 或者投注压个场 便可进入斗场 一个身穿御兽 统一服饰的小丝 走到李牧跟前 笑着招待道 嗯 带我去二号斗场吧 李牧点了点头 停止了神识的外放 此时 一号斗场的战斗 已经结束了 暗藏杀招的 二阶子电雕 笑到了最后 好的 前辈您请跟我来 小丝欣然应命 带着李牧 来到二号斗场入口 笑着问 前辈 您是要买票呢 还是要押住 二号斗台 现在进行一场 特别的战斗 金丹家族 周家与刘家的斗法 周元鹏对阵刘天一 两人同为助击修为 压周元鹏胜赔 一笔 1.63 压刘天文胜 赔 3.78 压双方占平 则赔 2.56 我买票吧 多少一张 李牧笑了笑 不想当毒狗 试一道 门票十枚钟灵一张 小丝神色略显失落地说 李牧点了点头 顺手从储物手镯 取出十枚钟灵 丢给他 小丝接了零食 屁颠屁颠跑去跪钱买票了 不一会儿 带着一枚青铜令跑回来来 递给李牧道 前辈 您带着这枚令牌进入会场吧 后排青色看台 有座便可坐下 切记不要乱放神识外探 很容易引起其他人的不悦 观众席可能有金丹 原因前辈们隐于其中的 好的 劳烦了 李牧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青铜令 走进二号斗场 进入二号斗场 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嘈杂的声音迅速占据了耳道 傻呀 信周的肯定要输 剑是他这么用的吗 快躲开 别跟他近战 注意头顶啊 哇 信周的反击好快 刘前辈 加油啊 继续用法呀 赶他下台 对方不擅竖法 刘前辈 小心 激烈的叫喊声 接连传入耳 看台的修士们 被斗中精彩的战斗场景所夺 纷纷大叫 惊呼不已 听着他们的叫声 李牧当即确定 斗台中激烈对战的两名助击修士 谁是周元鹏 谁是刘天衣 穿着轻衣静装的剑修 是周元鹏 身穿黄色发袍的 则是刘天衣 两人在斗场内打得非常激烈 周元鹏身影如风 一手剑术了得 剑气纵横 灭法斩术 不在话下 刘天衣精通火木双法 同时使得一面火轮灵气 一面青色大盾 抵御周元鹏剑气的同时 火轮飞转 升起一道道赤红火蛇 向周元鹏扑杀而去 现场 充斥了精纯的术法威力 不过 被斗台四周的五阶防御护墙照 牢牢束缚在斗台上 对观众席没有产生任何影影响 两名助击后期修士 激烈斗法战斗 李牧看了一会儿 就感到有些无趣 一来 周元鹏剑术 身法都不错 不过 都还修炼不到精深处 剑势太弱 剑气不够犀利 时间太慢 抓不住机会 好几次能一剑剑弓的机会 都一次次错过了 错漏百出 这样的敌人 李牧不用几招 就能轻易将其击败 至于 刘天一的缺点也极多 术法不够精通 术法便招太少 持续地浪费法力 做不到一击致命 这样拖下去 真缘消耗较少的周元鹏 肯定能获胜 当然 前提是 两人都没藏有后手的情况下 不然 这刘天一很难获胜了 果然 随着战斗的持续 刘天一使用了两道杀手锏术法 都被周元鹏躲了过去 最后以失败告终 啊 怎么会输了呢 我的零食啊 刘前辈 万木捆腹术 修炼不到家呀 不然 肯定能赢的 已经连输棋场了 这运气太贝了吧 怎么会这样 随着刘天一的落败 观众台响起了一片惨嚎声 因为赔率的关系 现场几乎七八成的人 压住了刘天一能取胜 随着他的失败 无数毒狗当即疏红了眼 李牧笑着随着乱糟糟的人流 走出会场 亲眼观看了这场驻击后期修士的精彩战斗 李牧的收获还是不少的 因为许多竖法 剑技 修炼功法 都提升至满级 获得不少天赋神通技能的关系 他的战斗直觉 天赋都被提升一定的高度 通过这场激烈战斗 观战过程中 李牧在战斗视野 战况分析这方面的能力 也获得了一次洗礼式的提升 不错的地方 以后可以尝来 李牧笑着对玉兽斋 给了个好评 李牧准备再等几个月 等小金完全度过了幼生期 进入成长期 再带他来这个玉兽斋 上斗场与其他玉兽对战 好好磨练一下他的战斗意识 时间不早了 从玉兽斋出来 李牧没有时间去逛集市 而是 就近找了家客栈居住 而后 换了一身法袍 玲珑面具 换了李大师的脸庞 取出 万宝阁高级克轻的令牌 别在腰间 运转圆满镜的逆圆蜥绝 改变了灵压气息 很快 李牧以李大师身份 再次光临万宝阁 前辈 欢迎光临万宝阁 您里面请 门口四名女营兵 热情地驱离公营道 将你们掌柜叫过来 李牧跨步走进万宝阁 直接将高级客清令 递给一名上来 招待客人的女柜员 好好 前辈您稍等 女柜员接下客清令 行了一礼 激动地向内堂跑去 不过一会儿 一道伙伴的身影 急步飞奔至李牧跟前 欢迎 欢迎 万宝阁 掌柜公孙楚 见过李大师 公孙楚紧握着客清令 走至李牧跟前 激动地欢迎道 刚扬城万宝阁 因为李大师的关系 业绩一跃成为区域第一 听万管事说 李大师败入清玄宗 成为了清玄宗练器长老 清云城进水楼台先得月 要抓住这个机会 继续跟李大师攀上关系 多方打听下 获悉了李大师 炼制四肩灵器 一件件地 从清玄宗百炼风流出来 然而 公孙楚想方设法 就是见不到李大师的面 就好似知道 一座宝山的所在 却无缘挖掘一般 这些日子 公孙楚都酬受了好几斤 眼下 清云城万宝阁的拍卖会 召开在即 公孙楚正因为 见不着李大师的事难过呢 万万没想到 转机就在今日出现了 李大师亲自送上门来 简直就跟天降馅饼一般 公孙楚激动坏了 公孙掌柜 客气了 李牧呵呵一笑 看着近在咫尺的公孙楚 激动得无法言语的模样 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这种情况 他在王文宝身上体验过多次 不过 从一个油乎乎的胖子 变成一个香喷喷的淑女 李牧的感官还是不错的 很快在公孙楚热情的招呼下 两人在会客室分落而坐 李大师 您评评看 这是清玄宗最出名的清须灵茶 有壮神养灵之效 公孙楚笑盈盈的示意 李牧端茶品用 介绍道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端起茶杯 仔细品尝了起来 三阶清须灵茶 李牧在月穷风上也有中了十亩 就是看中了清须灵茶有壮神养灵的功效 不过 为了能满足清须灵茶的生长环境 李牧为此可没少折腾 清须灵茶需种在上品灵田 充满清目灵气 有须灵蛇半生之下 方可顺利养成 前两个条件好满足 李牧布下清目原阵 便在消耗大量 灵时代的情况下 将十亩上品灵田 源源不断地补满清目灵气 须灵蛇是三阶特殊灵兽 李牧付了一笔不菲的租金 欠下一个人情 这才从宗门某位长老那租到 十分不易 清须灵茶入口 散发一股清灵丹香 甘甜无比 灵茶化作一道道暖流 涌向石海 神魂一清 十分舒服 最近炼气 不振等等 紧绷得神经为之缓 疲劳感进去 好茶 李牧满足地浮起一个笑容 赞叹道 精清须灵茶这么一次级 洗涤了神魂一般 李牧也感觉 自己这段时间 精神崩太紧 太急于城市了 都没放下手头的事 停歇下来 放松心神 好好体验生活了 李大师喜欢喝的话 等会带上一些 公孙楚笑盈盈地看着李牧 热情地道 好 我就不客气了 阁里可有炼气安排 公孙掌柜 尽管吩咐就是 李牧笑着点头 逃送礼报地说 当然有 再过五日 万宝阁要举办三年一度的拍卖会 我正愁着 没有上等灵气阵场子 李大师您来得正好好 可否为本次拍卖会 炼制一批极品灵气 炼气提成在 有本的基础上 再上浮百分之五 李大师 若需要什么辅修资源 尽可交由我筹办 万宝阁对李大师所出的灵物 在原有的福利基础上 再打九折 公孙楚看着李牧 大方帝让利道 文言 李牧不经为之动容 这位女掌柜的魄力 可比 王文宝那家伙大气了 万文宝上次 虽给了他增加10%的炼气提成 到头来 都借口现金流布纸 替换成材料 倒扣了回去 公孙楚则不一样 略提了5%的炼气提成收益 材料方面同时也给折上折 可谓全面让利了 行 需要炼制什么灵气 你将材料和清单给我吧 我这几日 尽量将其赶制出来 不过 我需要的材料 你尽量帮我筹几 李牧点了点头 看着公孙楚试一刀 好 我等下去安排 李大师 您需要什么材料 尽管说 公孙楚欣然点头 笑着问 紫阳玉 太玄月露 天麦真水 幻物灵土 这些灵财隔离有货吗 李牧一口气说了十几种三四阶灵财 看着公孙楚问 这些灵财几乎都是为月穷风 330亩高阶灵质准备的 尤其紫阳玉和太玄月露 清玄宗的贡献仓库都被他兑换光了 不得 才跑来万宝阁筹备 公孙楚皱了皱眉 神色有意 怎么 有什么问题 李牧看着公孙楚 关心地问 不满李大师 这些材料隔离仓库都有 不过 紫阳玉 太玄月露 清玄宗几位真传都在求购 这两件灵物 是本次拍卖会的重点物品 若大师不急用的话 能再等一等吗 紫阳玉出产自天南玉 紫阳山 太玄月露产自万星海域 月华岛 只需要等一段时间 便可调来货 公孙楚看着李牧解释道 文言 李牧微微一惊 没想到清玄宗仓库缺了紫阳玉 太玄月露 那些真传弟子会找到万宝阁来 这种情况好像是自己一手促成的 自己已经囤了不少货 不好再跟那些真传弟子抢了 不急用 我还有一批库存可用 能再等一等 不过 这两种灵物 调货要多久 李牧摆了摆手 关心地问 大概三个月左右 来得及吗 李大师 到时候 您想要多少 我尽力给您调过来 公孙楚看着李牧 示意道 行 紫阳玉 太玄月露 你能调多少货 就给我调多少 我至少要五百万钟灵的量 零时不够 我就卖身给公孙掌柜打工了 李牧看着公孙侧 笑着示意道 好 公孙楚笑眯了眼 点头应下 两人又闲聊了一些炼器事宜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李牧领了一批高阶炼器材料 离开万宝阁 遇见飞往月穷风 每天都要盯着月穷风的灵职 李牧可没时间 待在万宝阁的灵器方炼器 掌柜 您就这样让李大师 将几百万炼器材料带走了呀 万一 他要是不回来 公孙楚遇几位掌柜 一起热情地理送李牧 离开万宝阁 其中一位管事担忧地问 放心吧 李大师这个名头 就值那些灵石 公孙楚笑了笑 魄力十足地说 这段时间的调查 公孙楚清楚地知道 李牧这段时间 为清玄宗炼制了多少件高阶灵器 那些灵器的价值 随便几样加起来都能轻松超过他拿走的炼器材料 公孙楚完全相信李大师 不会为了一点材料 玷污了自己炼器大宗师的声誉 现实的情况 比公孙楚预估得更加夸赞 李牧为清玄宗炼制一件四阶灵器 便免费获得一件相同的炼器材料 甚至还更多 这一次 若是不为了紫阳玉 泰玄月禄 需要有求于万宝格 区区一点炼器提成收益 完全不值得李牧出手为万宝格炼器 更别说偷炼器材料了 在月穷风上 那些化灵的灵器 数量越来越多 闹了不少麻烦 随便向外界卖出一柄代气灵的四阶灵器 价格恐怕比五阶灵器还高 李牧遇见返回月穷风 立即将九十亩二阶玲珑灵草灵种 九十亩二阶天风草灵种分别种上 试一剂清风换雨树 浇灵林田 同时巡视检查 一遍林田 确认了各种二三阶灵值生长顺利 李牧这才安心遇见落在院子 看到李牧的身影 赤狼 小金迫不及待地跑至他跟前 撒娇卖萌 讨要吃的 每次李牧回归 都会给他们带好吃的 不是灵丹 就是妖兽肉 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 李牧分别给他们喂一颗灵丹 小金喂一颗金麦丹 赤狼喂一颗四灵丹 而后 转头走向冰窖 取出一大块三阶踏云林路的后腿肉 在灶台前开始烧制起来 吃饭时间 便是经常休息五级地阶功法 试灵养生爵的时候 经过一日三餐 持续不断地修炼 李牧如今 需要进食三阶妖兽肉 才能满足试灵养生爵的功法需求 食用三阶妖兽肉的同时 分别进行了 金吞化铃 金吞炼骨 士灵炼血 同时使用三种养生神通 精进炼体效果 如今 李牧的身躯 已然修炼制 可以媲美三阶妖兽身躯的强度 可轻松挥出十万斤级别的全径 很快 三阶踏云路的大后腿肉 烤制熟透 李牧拿着一柄小刀 切下一块烤制金黄的肉块 放嘴里美滋滋地享用起来 滋滋 旺旺 旺旺 闻到了肉味的赤狼 小金 跑至李牧跟前 脚囊不断 眼巴巴地看着主人 求着蹭吃上一口 这是三阶妖兽肉啊 你们吃了消化不了 上次的教训忘记了 李牧笑着婉拒 提醒道 旺旺 旺旺 赤狼显然还记得教训 不过 他不愿放弃地冲冰窖方向叫了几句 示意李牧去冰窖取二阶妖兽肉 一阶妖肉出来口 没存货了 剩下的都是三阶妖兽 不信你自己去冰窖看 李牧呵呵一笑 回应赤狼道 赤狼听懂了 不相信地走向冰窖 一阶 二阶妖兽肉 三阶妖兽的含灵量差别巨大 他区分地出来 没多久 赤狼一脸颓废地从冰窖退出来 气愤地冲李牧 旺旺叫唤了两声 质问 都没货了 干嘛不买一二阶妖兽肉 他们吃什么 要饿死狗啊 臭狗 胆肥啊 敢教我办事 你过来 李牧好气又好笑地向赤狼招手 赤狼吓了一跳 这个时候 他知道上前肯定要挨打 连忙逃逝地跑开 见赤狼拭去地跑了 李牧继续埋头吃肉 与此同时 全力运行是领养生爵 快速消化三阶妖兽肉 继续养生炼体 精进修为 滋滋 小金没有离开 盯着李牧手里的肉块 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冲主人叫唤了一声 呃 你还要挑战 确定 李牧对上小金的目光 从御灵气印中 感受到了小金的决心 滋滋 小金刺着牙回应了一句 似乎在跟李牧说 小金不能被一块肉打败 行了 行了 要吃 给你吃一块就是了 馋就馋 找什么借口 李牧好气又好笑 切下 两指头大小的肉块 递给小金 小金接下肉块 往嘴里移送 嚼了几下 一口胡伦地吞下 浓郁 强大的妖灵之力 从三阶肉块迸发出来 小金脸上的青筋 当即暴露出来 喉 小金忍不住双膝跪地 双手暴度 痛苦地发出了一声怒吼 宣泄体内庞大的妖力 看到这一幕 李牧心中一动 通过御灵气印 感受到小金此时的状态 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地阶功法 御灵气疏 等级提升至五级后 衍生出了几项御灵神通 御灵复魂术 御灵暴魂术 御灵供魂术 御灵控魂术 御灵传石术 因为忌惮与此术 对御灵师神魂的影响 李牧除了最初始的御灵气印术 其他的御灵衍生术法 都没有使用过去 然而 李牧大概知道这些术法的功能 御灵复魂术 顾名思义 就是身体出了什么意外 能将自己的神魂 附在御兽身上 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御灵暴魂术 则是引爆御兽神魂 让其临死爆发全部极限 这些衍生魂术 可以牢牢将御兽控制在御灵师手中 一辈子无法脱离控制 不过 御灵传石术 这个神通魂术不一样 好像可以将修炼功法 经验传给御兽 嗯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将士灵养身爵 通过御灵传石术 传授给小金呢 修炼了这等炼体功法的小金 成长速度肯定能加快吧 若传石成功的话 以后再叫他一些近战技法 凭借着二阶妖兽的身躯 再学了人族的近战功法 到时再给他炼制一套高阶防御灵器 配上一根灵棍 简直就是一人形兵器啊 想到这里 李牧怦然心动 小金 我传你一部迅速吸收妖兽肉的功法 你好好学一下 李牧看着痛苦的小金 试一道 滋滋 小金抬头冲 李牧应了一声 试一明白 李牧威闭双目 神魂感应小金的神魂契约 墨运神通御灵传石术 将是灵养生觉的修炼功法 和五级休息经验传了过去 好 小金痛苦的惨嚎 感受到了大量功法信息 突然涌入神魂 让他身体和神魂 同时遭受了冲击 伤上加伤 好在 这种伤痛来得快 去得也快 根据出现在神魂中的功法 小金迅速休息起来 被三阶腰肉凌厉称暴的肚子 骤然涌现一股极高的消化力 使得他的身体渐渐恢复下来 李牧已然睁开了双目 盯着小金松了一口气 脸上跟着浮起了一个开心的笑容 小金的状态栏显示 他正在修炼视灵养生觉 李牧的构想实现了 自己所学的功法 可以通过御灵器印 传石给玉兽 不过 这种传授方法 好似会对玉兽的神魂造成伤害 刚才小金的神魂震荡 痛苦的模样 李牧看在了眼里 一只玉兽 接受传石术的次数 怕有限吧 而且 资质不行的话 神魂很容易就崩溃了 滋滋 小金看着李牧 可怜巴巴地叫了一声 紧接着 一阵咕噜 咕噜的恶鸣声 从小金的肚子传出来 李牧皱了皱眉 割下一大块鹿肉 递给小金 可是 一大块三接妖兽肉 没两下功夫 便被小金吃个干净 很快 一股庞大的妖力爆发出来 小金继续休息室领养生觉 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强壮 不过 小金身体很快又缩了回去 身体变得越发凝实起来 气息变得厚重 给李牧一种 惊炼过一次的感觉 吞灵炼铁 不是吧 小金怎么跨过了前面两个步骤 难道 因为它是妖兽的原因 看到小金的状况 李牧不解的眉头紧皱 小金的修炼 视灵养生觉表现出来的特征 与视灵炼体的形态毫无二致 而且变化也比它要显眼多了 显然小金的体质更适合修炼这部功法 滋滋 小金在李牧走神的时候 再次睁眼醒来 用着可怜巴巴的目光 盯着李牧手里的烤鹿腿 行 你吃得下 都给你吃吧 李牧满脸无奈 将整根烤腿递给小金 预感到好像给自己找了的大麻烦 弄了一个大胃王出来 滋滋 小金感激地冲李牧叫了一声 接下来 烤鹿腿大口大口地啃吃起来 果然 李牧的预感没有出错 小金很快啃完了整根烤鹿腿 转头右上隐私地 修炼士灵 养生崛起来 那种勤快刻苦的模样 让李牧无地自容 不过 李牧觉得 小金不是为了强大修炼 而是为了能吃上更多的烤妖兽肉 看着小金身上散发的气息 以肉眼速度的变化强大起来 李牧无奈地叹了口气 走进冰窖 拖着出来半扇三阶踏云露的尸体 至今五行灵火 十级烘散术 配合烤炙起来 不到一刻钟功夫 半扇三阶踏云露肉 烤得滋滋冒油 香飘四溢 馋得趴在地上的赤狼流了一滴口水 无奈 那烤妖兽肉 散发着强大的灵压 遭过几次教训的赤狼 不敢再吃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金 胡吃海塞 时间一晃 三天过去 李牧遇见而非向百炼锋 向阴贤文教了炼器任务 便没有再领取后续的炼器任务 这个几月期间 不知不觉 李牧为清玄宗 炼制了上七八十件四阶灵器了 知名度在清玄宗 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再这么下去 怕要引起宗门重视 宗主接见 长老团拜访慰问了 这不符合李牧 低调狗在月穷风种田的策略 李牧不愿跟清玄宗的高层交好 更忌惮望云风的清文真君 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碰面苗头 因此 借着这次交任务的机会 李牧向阴长老表达了 要闭关修炼 准备冲击下一阶境界的事宜 阴贤文十分理解的印下 李牧年纪上轻 就已经筑基 完全有更进一步的能力 从百炼锋离开之后 李牧直接飞往青云城 向万宝阁的公孙楚 交付了六饼四接灵器 换得了大量灵质所需的成长材料 以及一批紫阳玉 泰玄月露订货单 李大师 这是明日的拍卖会的参拍令 您若看中那些灵物尽可拍下 成交价格同样享受 高级客亲的折扣价 同时还想我给您的折扣价 公孙楚递给李牧一枚贵宾参拍令 笑着提醒道 好 明天有空 我就过来看看 李牧笑着点头 很快 在公孙楚热情的李送下 李牧离开了万宝阁 不过 李牧没有直接离开青云城 而是去客栈换了身形头 解除了李大师的伪装 混进了御寿斋 难得来一趟青云城办事 李牧特地将小金带上 准备让他在斗兽场上 磨练一下战斗意识 前辈 您是要买票入场 还是押注入场呢 今天有好几场精彩的比赛 三号斗场正在进行金丹摩修 血手与三阶赤魂兽的巅峰对决 非常精彩 我推荐您去看看 看到客人入店 一名嘴皮子利索的小丝 迅速上前引荐道 不用的 我打算带御寿参加战斗 不知道该怎么报名 李牧摆了摆手 试一道 你要参加斗兽啊 那要走参赛通道 不过 参加斗兽的话 御寿实力必须达到二阶 还需经过一些实力检测才行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斗兽都能参加的 御寿斋小丝介绍道 不过 前辈您的御寿 若能参加斗兽 并不断赢得比赛的话 每场比赛都能给您带来大笔的收益 若是能坚持一季度的最后 成就寿亡 还能获得高阶血脉 灵物奖励 这一季寿亡奖励是 一颗五阶血菩提 参加斗兽报名往这边走 前辈 您请跟我来 小丝领着李牧走向右侧的通道 边走边解释了起来 嗯 我的御寿带武器装甲上斗台吗 李牧点了点头 好奇地问 肯定不行 经过炼制的武器装甲 都不能带上场 不过 有一些会用原材料武器的御寿可以带 比如 腰圆 半腰 狐腰 这类人御寿身体较弱 可以带一根原始武器 小丝连忙回答道 李牧点了点头 略微有些遗憾 为了让小金参加这场斗兽 不要遭受太大伤害 李牧提议 围期炼制一套装甲 和一根灵棍 如果不能带武器装甲 上场的话 只能用一根斜铁木 给他带上了 很快 在小丝的引路下 李牧被其引至一处斗兽后台的登记处 已经有不少预售师 带着各种妖兽 在登记测试实力 放眼望去 各种二阶妖兽跟着主人 排队接受一名金丹修士的检验 爆裂熊腰 赤血狼腰 鬼牙黑蛇 鬼眼蓝犀 每只妖兽长相凶猛 体型庞大 前辈 您可以取出玉兽 排队报名了 练气劲的小丝 敬畏地 看着妖兽队伍 向李牧示意道 李牧点了点头 取出灵兽袋 将小金招出 刷的一下 一只比李牧高了半个头的 闭眼金元 出现在李牧的身旁 前辈 这是您的御兽 他还没成年吧 要不等他长大了再来 小丝看了前面几只体型魁梧 气息浑厚的二阶妖兽 善意地提醒李牧道 知 小金感受到了小丝的轻视 将脑袋凑至他面前 一双闭目与他对视了一下 小丝当时满脸煞白 被小金身上溢出的浑厚妖力吓住了 乖乖排队 别乱来 李牧没好气地 拍了小金脑袋一下 试一道 一定战意没有 这只二阶熊妖养肺了 参加不了 太老了 没血性了 带走吧 资质太差 淘汰 勉勉强强 你的吃吼兽通过了 带着妖兽排队的修饰 在金丹剑兽师的评件下 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淘汰 不乏一些体格雄壮 凶猛的二阶妖兽 通过律只有一成左右 挑选非常严苛 很快 便轮到了李牧 小金极其乖巧地 站到主人跟前 接受金丹剑兽师的评件 金丹剑兽师 释放一股令人畏惧的气势 压制在小金身上 小金感受到了敌意 目光露凶光 呲牙已对 即便对上金丹大佬 亦毫无距益 咦 这只金元仔 资质不错呀 不屈不服 战意滔然 不错 不错 不过还太小了 怕撑不起场子 金丹剑兽师惊讶的 沈氏金元又仔 做出了满意的评价 而后 转头看着李牧问 你确定 现在就让他参加吗 嗯 能通过吗 前辈 李牧笑着点头 问 可以通过 不过 他还没长成 要是没撑过去 中途夭折了 你可别心疼 金丹剑兽师 撇了李牧一眼 递上一个参斗令 试一道 谢谢 前辈指点 李牧收了参斗令 带着小金 走进参赛通道 李牧走进参赛通道 立即有专人 等候着引路 一个面容交好 身着清凉粉裙的女修 恭敬地向李牧自问介绍道 前辈 恭喜您的御寿 通过斗场考核 我是您的专属侍女 昭玲月 专门为您介绍各种斗场规则 安排御寿参斗 接下来 您的御寿每参加一场战斗 能获得每场固定一千枚钟灵的奖励 御寿若在战斗中取胜的话 还将能获得15%的门票收益 若失败的话 则只能获得5%的门票收益 嗯 赌注资金收益没有吗 李牧点了点头 看着赵玲月笑着问 是的 斗场没禁止御寿师参赌 您若对自己的御寿有信心 也能参与赌斗 不过 任何作弊手段一旦被发现 斗场追究御寿师的责任 比如 打假赛 使用禁止的练器 为御寿服用战力增幅的鞋单 统统禁止的 赵玲月确认的点头 详细地向李牧介绍 参斗规则 御寿师本身的施法手段算吗 李牧皱了皱眉 关心地问 当然不算 御寿的战斗 不只是在御寿中进行 御寿师也是战斗中的一部分 不过 御寿师施法 只能对自己的御寿进行 不能直接施法 干扰对方的御寿 到时候 您将有专属的御斗位 参与御寿战斗 赵玲月笑着解释 文言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这样一来 有了他的介入 不说将小金送上斗兽王的位置 但至少能让他保住性命 前辈 要马上安排您的御寿上台吗 眼下三号斗台有位置 可以报名参斗 新寿参斗的话 报名通过律会有加成 说不定能立即安排上场 赵玲月请示李牧道 可以 帮我报名吧 李牧笑着点头 好的 前辈 我令您去休息去等候 我去报名 赵玲月笑着说 李牧点了点头 跟着赵玲月来到休息室 将参斗令交给他去报名参赛 御寿斋经营的时间 应该不短了 各项人员安排齐全 规则十分完善 没让李牧等太久 赵玲月便带着好消息回来 前辈 斗兽报名成功了 一个时辰后 您的御寿将与一只二阶 赤宗伙师对战 对方的御寿也是初次登台 参斗令上有对方御寿的信息 还有赔率 不过 咱们的赔率有点高 落败的几率较大 赵玲月将参斗令交给李牧 神色凝重地说 赵玲月脸上亦有些难看 怕样子 这场斗兽之后 就得换个御寿师跟了 这次跟的这位御寿师 他的御寿太年轻了 大概也就人类十三四岁的样子 也不知道 金丹剑兽师怎么想的 金元资质确实不错 但怎么能同意他参加成人组的比赛呢 虽说出生牛独不怕虎 但也走不远啊 李牧接过参斗令 投入神识查看起来 赤宗伙师的影像 各种参数 详细地呈现令牌之中 赤宗伙师 高 八尺七 长 仪仗二 属性 火 古灵 十五点五年 状态 生性凶猛 妖力旺盛 四肢粗壮 刚猛无比 战力预估 二阶巅峰七尸王 赔率 一比一点二十一 看完赤宗伙师的评价信息 李牧卓看起自家晶元的参数信息 闭眼晶元 高 六尺二 属性 金 古灵 一点七年 状态 妖力浑厚 体魄壮士 四肢灵活 战役滔天 潜力极大 战力预估 二阶成长七元妖 赔率 一点十九分五 看完了参斗令的评价 李牧微微一笑 从怀中取出一个装灵前的储物袋 小赵 帮我个忙 这里面有五千多枚中灵 你去帮我压住 全埋小金圣 李牧将灵前储物袋 递给赵灵月道 啊 前辈 好的 赵灵月吃了一斤 接下零食储物袋 没想到 这位御寿师看完了参斗令 对自己的御寿还这么有信心 竟然压下了全部身家 赵灵月带着零食袋 匆匆压住去了 赵灵月来到压住柜台 闭眼晶元和赤宗伙式的豆厂 已经开始在卖主 卖门票了 购买的人特别多 巨大的赔率 实力悬殊的对决 让无数毒狗沸腾了 纷纷压住入场 必须压伙式啊 这零食跟白送的一样 帮我买三百重灵 伙式胜 巅峰七对成长七 怎么打 而且 还是凶兽对普兽 我也买伙式营 一千钟灵 赔率好小啊 买一千钟灵 也挣不了多少 我们还是买冷门吧 买什么冷门 白送零食给预售斋吗 听我的话 跟我买 这场伙式必赢 算了 最近书惨了 冷门不断 这场我不买了 柜台前围满了压住的修士 数十上百人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队伍不断壮大 赵灵月不得不走内部通道 帮李牧投注 灵了 赵灵月鬼使神差的 也跟着压住了五十枚钟灵 压上他半个月的俸禄 买完后 赵灵月便后悔了 怎么犯傻了呀 要买也要买伙式圣啊 赵灵月敲了自己脑袋好几下 接下来 半个月的活算是白干了 前辈 这是您买的筑签 还有储物袋 请收好 赵灵月将储物袋和压住签 递给了李牧 关心地问 前辈 您的预售有什么独特本领吗 您这么有信心 压了这么重的筑 还好吧 晶圆力气特别的大 李牧笑着 接下储物袋和压住签 回应道 就这 二阶妖兽 哪有力气不大的 赵灵月当即傻了眼 心中对闭眼晶圆 获胜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时间飞逝 一个时辰转眼而逝 在赵灵月的引路下 李牧带着小金 从三号斗台准备登场 前辈 您从这边进去 等裁判宣布 就能上场了 要加油啊 不要紧张 您一定要获胜啊 赵灵月向李牧引荐 殷切地鼓舞道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被这个充满活力的姑娘感染到了 很快 听到了斗场内裁判的宣布点名 李牧带着闭眼晶圆 步入了斗台 哗啦一声 喧闹的声音传入 目光所及 周围观众席坐满了观看斗兽的修士 他们满脸激动地挥舞着赌签 歇斯底里的叫囊 呐喊着 杀呀 火师干死他 完全就一晶圆崽子嘛 这场比赛稳了 发财了 这场比赛赢定了 这么小的晶圆 也能上场 给火师送菜的吧 观众席的修士们 看到小金的出场 几乎清一色地不看好 细血地叫嚣 轻蔑的诅咒充满了毕生的狂笑 感受到四周浓郁的恶意 小金怒了 吼 小金猛地双手拍胸 扬天咆哮 爆发一股冲天的怒意 一股浓郁的妖力 随之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引得斗场内的天地灵力 为之震荡 打 看到这一幕 观众席的各种叫嚣声 当时戛然而止 这 这妖力不对啊 怎么回事 他不是还未到巅峰期吗 怎么能爆发如此强大灵牙 不是吧 那么小的身躯 怎么有这么猛烈的威士 观众席的毒狗 不由多神情紧张了起来 他们都被闭眼金猿 那怒吼的气势震撼住了 发现他们并非稳操胜券 好在 随着赤宗伙士的登场 他们心中的担忧 不由削减了许多 体型比闭眼金猿 大了三四倍的赤宗伙士一登场 当即引得无数的欢呼声 他四肢如柱 雄壮无比 赤红棕毛如火 散发着二阶颠覆 狮王的灵牙气息 威武无比 闭眼金猿跟他比起来 一看两者就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 双方御寿师登台 御寿入场 斗赛准备开始 斗场内的金丹裁判 扶空而立 宣布道 闻言 李牧笑着上前 拍了拍小金的肩膀 鼓励他入场 只见 李牧身上的白光一闪而逝 乘机放出小白 附在小金身上 以防万一 李牧踏着楼梯 脉步登上御寿台 与对方御寿师 共同指挥御寿作战 十亩大小的斗场 说小不小 不过随着 闭眼金猿 赤宗火狮的入场 就变得有些狭窄起来 闭眼金猿手握一根 粗壮的血铁木棒 一步步走到赤宗火狮面前 眼中充满了警惕和战意 毫无拒异 吼 赤宗火狮被眼前放肆的小家伙激怒了 怒吼了一声 身上火焰妖力暴涨而起 就等主人一声令下 扑上去生死了他 战 金丹裁判宣布道 赤宗火狮四肢一蹬 飞扑而出 犹如一道利剑 静止朝闭眼金猿扑杀而去 闭眼金猿站立不动 好似被赤宗火狮威猛的扑式 吓住了一般 双足立定不动 然而 就在赤宗火狮亮爪扑爪那一刻 闭眼金猿遍布闪避 不退反进 手中血铁木棒 顺势轮机而出 碰一声巨响 血铁木棒狠狠砸在赤宗火狮的肩膀上 赤宗火狮的攻势被打断 不过 他并未就此放弃 另一只巨爪狠狠挥下 抓在闭眼金猿身上 嘖的一声 赤宗火狮的巨爪 仿佛抓在花岗岩上一般 在闭眼金猿的腰间 留下一道很浅的爪印 飞溅出一串淡金色血液 被爪伤的闭眼金猿 眼中闪过一丝力芒 向赤宗火狮去 赤宗火狮一落地 后腿一蹬 跟着飞扑而上 展露尖锐的獠牙 犹如四柄尖锐弯刀 向闭眼金猿致命的喉搏下 嘴扑咬而去 Duan的一声 闭眼金猿反应灵活无比 一棒狠狠敲在赤宗火狮的脑门上 不给他下嘴的机会 很快 赤宗火狮 闭眼金猿近身缠斗了起来 赤宗火狮的利爪 在闭眼金猿身上 找找见血 才一会儿功夫 闭眼金猿便浑身伤痕 血染全身 然而 观众席的修士们 一个个神情紧张无比 对战局充满了担忧 闭眼金猿看似浑身是伤 但是 他完全站在上风 闭眼金猿 只让赤宗火狮落爪 绝不让他咬自己致命部位 一次次挥棒 打断赤宗火狮的咬杀攻击 甚至 还主动伸手臂 给赤宗火狮咬 而后 DUN DUN 粗壮的血铁木棒 一次次敲在赤宗火狮的脑门上 庞大的力量 震得整个斗场一颤动不止 非常可怕 DUN 一声巨响 血铁木棒 再一次狠狠砸在赤宗火狮的脑门上 赤宗火狮松开了嘴 碰 一声巨响 赤宗火狮庞大身体 重重地栽倒在地 失去了再战的能力 吼 闭眼金猿瞥了一眼 转头看向观众席 宣告胜利地吼了一声 闭眼金猿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 转身离开 那浑身是血的伟岸身躯 仿佛在嘲笑他们 是一群无知的小丑 闭眼金猿 胜 金丹裁判毫不意外地大声宣布 这场战斗 闭眼金猿的御寿师非常聪明 将闭眼金猿的身体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以伤还伤 战斗惨烈了点 不过 通过不断积累优势 最终取得了胜利 不死吧 竟然输了 这下输惨了 怎么会这样 火狮你快起来啊 该死的金猿 他的身体怎么能那么强悍 听到裁判的宣判 观众席当即传起了大量叫骂声 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斗场后台 李牧开心地喂服了小金几颗金脉单 而后 让附在他身上的小白回来 便将小金收入零售带养伤 以小金身体的恢复速度 他身上的伤用不了三五 便能都恢复了 连疗伤药都不用敷 若不是 在此处不适合让小金使用士灵养伤绝 喂食大量三接妖兽 再用此绝养身 小金半天就能将身上的伤养好 胜了 前辈 我们胜了 李牧走进后台 一道倩影当即出现在面前 激动得又蹦又跳 喜不自胜地庆贺着 嗯 胜了 我们去领奖金吧 李牧笑着点头 对 对 前辈 咱这边走 赵灵月热情地拉着李牧的手臂 开心地引路 四日 检查完三百多亩灵直的状态 将小金放在月穷峰休养 李牧独自前往青云城 参加万宝阁的拍卖会 青云城的地位 比钢阳城高了不止一线 钢阳城万宝阁的拍卖会 练气期的修饰便可入场 青云城临近清玄宗总部 地理优越 此城万宝阁的拍卖会 需住机修饰方可进 而且还得坐大厅 贵宾室则为金丹修室 或是原音真君开放 凭着着李大师的名头 抵上客亲令牌 李牧轻松混到了一个独立的贵宾室 李大师 您这边稍作喝喝灵茶 我去招待几位前辈 公孙楚笑着向李牧请示道 嗯 不用招呼我 你去忙吧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牧送道 牧送着公孙楚退出房间 李牧从九藏灵珠取出一本《南灵记事》翻看起来 李牧在万宝阁担任高级客亲 早已提前获知了万宝阁自己上架参拍的灵物 没什么值得他上心的 之所以还来参加 是因为这场拍卖会不仅只有万宝阁自己的商品 更多的是收录其他送拍客户的拍品 这其中可能蕴含不错的简陋机会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随着最后一位金丹修士进入贵宾市 万宝阁这场拍卖会正式开始 欢迎各位贵宾光临 万宝阁三年一度的拍卖会 今天正式开始了 本人万云成 受邀主持这场拍卖会 一位年约五旬金丹老者 虚空而渡步 走上拍卖台 笑看着台下观众席 以及两旁的贵宾市自我介绍道 此次拍卖会出现许多高阶灵物 灵器 灵单 大家若准备不足 尽管叫价参拍 拍卖结束使用等价灵物 与万宝阁掌柜的商议 以物相抵一可 另外 本着公平竞价的规则 拍卖时 还请大家认真斟酌后 再用拍卖令竞价 请不要扰乱了竞拍秩序 拍卖开始后 大家可以使用手上的拍卖令 参与竞拍 此竞拍模式十分隐秘 不会向外暴露 大家竞拍的任何信息 竞价数据 会在我下方竖台展现 方便大家及时确认竞价 十分简便 大概介绍了一下竞拍规则 万云成笑着道 闲话不多说 接下来 拍卖会正式开始 话音一落 万云成从拍台的小船送阵台上 取出一个青色单品 展示道 第一件拍品 三接上品破神单 一共三枚 服用此单可滋长神魂 同时修复神魂损失 是不可多的魂单 是单道大师 罗裕大师 匠心之作 此单筑机修士 金单真人皆可服用 对神魂有极大的提升 三枚破神单一起上拍 起拍架 一万枚钟灵 限时 一百息 拍卖开始 大家尽可出架 万云成环市全场 近千名筑机修士 以及一百个贵宾士 大声宣布道 万云成话音一落 在拍卖台下的正下方 显示竞价的镜面 数据立即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近拍者出现 一百四十三号近拍令 出架 一百二万枚钟灵 倒计时 九十八息 下一刻 这组数据立即出现了变化 一百三万 一百五万 二百七万 一百息时间眨眼而过 镜面呈现的数据定格住了 时间到 近拍结束 恭喜二十九号道友 三颗破神丹 以三点五万枚钟灵的价格 尽得 拍卖师万云成 兴奋地落锤 宣布道 万云成接着 迅速从拍卖台的小型传送阵 取出另件拍卖物 笑着介绍道 接下来一件拍卖 还是灵丹 它是由四阶柱岩果 万生草 天罗花 炼制柱岩寿灵丹 此丹仅有一颗 有青春永驻之效 什么 助颜丹 第二件拍物 便是助颜丹 我的乖乖 怎么会有这种灵丹出现 女修们要疯了吧 第二件拍屏 就出现这等灵丹 后面还有什么 严寿丹吗 哎呀 这没助颜丹若不买下 红娘要责怪我了 这万宝哥 真会找事啊 这等灵丹 怎么只有一颗 这不是找麻烦吗 此助颜丹一出 大厅轰然大乱 助击修士们议论纷纷 现场不少助击女 修红了眼珠 贵宾式的金丹大佬们 亦是纷纷头痛不已 李牧想了想 没有介入这场拍卖 他年纪上轻 等紫阳灵花 因破果栽种成熟 最多也就二十年左右 便可助击金丹 到时候 寿命 身体和颜值 都会再发生年轻化 根本用不上这类助颜丹药 之前 三枚破神丹 李牧介入了一下 最后看贵宾 习几位金丹竞争的起劲 便放弃了 三枚破神丹的效用 兴许还没有一亩 翠玲果成熟后 加持得神魂力多呢 限时两百息 此丹起拍价 五万枚钟灵 竞拍开始 万云城大声地宣布 喧闹的场面戛然而止 参拍加拍卖会的重修士 纷纷投入竞拍令 查看竞拍价格 果然 五万枚钟灵的起拍价 根本拦不住那些 为颜值发狂的女修 以及那些为道履负账的男修 八万 十万 很快就剩几位金丹修士 在竞相比拼价格 竞价的数字 更是朝二十万枚钟品 零食狂奔去 拍卖台上的万云城 静静看着 这场激烈的竞价 根本无需他引导 无需他火上浇油 他只需要等待竞拍时间的结束 落锤宣布结果 五号倒有竞价 二十一万枚钟灵 剩余时间 九夕 还有没有要出价的 万云城在适合的时间里 补充式地吆喝了一句 万云城话音一落 趋缓的竞价数字 突然又猛烈地跳动起来 好几个潜伏的竞争对手 突然发力 竞价再次变得激烈起来 最终 九夕时间一化过 这枚祝颜丹 最终被十二号拍卖令 以三十万枚中品零食的价格拍下 产生了六倍的溢价 果然 这枚祝颜丹 乃是金丹前辈的囊中之物 不是我等能窥视的 哎 这万宝阁的拍卖会 一届比一届高调 让我们等来这边看戏的吗 一枚祝颜丹三十万枚中灵 这零食又贬值了吗 难道又有大型零矿问世了 真好啊 三十万中灵 都能买几件四接零器了 观众席 祝鸡进修室 无缘参与这等层级的竞拍 纷纷吃瓜看热闹 凭借祝颜丹拉起来的火热气氛 拍卖师 万云城 迅速宣布第三件拍物 还是零丹 三枚四接魂天丹 百夕时间 转瞬即逝 第三件拍品 落入十一号贵宾室手里 最后竞价 四点八万枚中灵 接着 第四件拍品 依旧是四接零丹 紫阳丹 五枚紫阳丹 最后竞价 六万中灵 第五件拍品 一枚四接补天丹 有补权资质之能 最后竞价 八万中灵 第六件拍品 一枚四接名音丹 有破金丹 筑节英之能 最后竞价 四十五万中灵 疯了 贵宾室里的金丹修士 全抢红了眼 吃瓜的筑基修士们 也都看疯了 一大波高阶丹药 都是金丹 筑基修士都平日里 极其渴望 却难得东西 现在一下子冒出来 贵宾室里的金丹修士们 纷纷出手 果断拿下 十几种珍惜的高阶丹 接连拍卖 创造了一次拍卖盛宴 好了 林丹的拍卖告一段落 接下来 开始拍卖灵器 此次拍卖的灵器 由本格炼器客卿 陈大师 李大师炼制的灵器 亦有各位顾客送拍的灵器 都经过本格建灵师 精心筛选的极品灵器 拍卖师 万云成环士全场 详细的介绍 万云成环士塔下观众席 大声地宣布 现在进入灵器拍卖环节 请看第一件拍品 由李大师炼制的一柄四阶上品 火炎灵剑 话音一落 小型传颂出现了一个剑匣 万云成打开剑匣 伸手一抓 取出一柄 冒着赤白色火炎的四阶灵剑 此剑 由四阶极炎灵精 水炎金石 四阶黑炎焦蟒妖骨 经李大师密法炼制 火炎灵性极强 若是火系灵根 主修火法的修饰拿上 不仅站立翻倍 平日里 还能依靠此剑的火炎俯修 修炼速度倍增 万云成将剑匣内的火炎灵剑抓起 顺手轻轻一挥 当即借着灵剑 招出了一条白赤火蛇 温度高得吓人 坐在观众席前面的助击修士们 脸色大变 心底冒出了阵阵寒意 若被这条白赤火蛇扑上 不用两膝 便会化作灰灰 这柄火系灵剑的威力 实在太可怕了 好剑 好可怕的灵剑啊 好强大灵性 这火系剑意 随随便便就能化灵啊 厉害 火蛇灵性聚而不散 端是一把好剑啊 如此绝世好剑 李大师果然名不虚传啊 和清玄宗的李长老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好像 清玄宗的李长老 就是万宝阁炼器克轻出身呢 当真厉害啊 这边灵剑太强了 势必会引来金丹前辈竞争 就算倾家荡产也买不起 注定无缘啊 四阶灵剑啊 我等只能看着 看着万云城 借助四阶火系灵剑之力 轻松展出一条火蛇剑气 久久聚而不散 现场的修饰目光 一下子变得无比火热 激动得议论纷纷 由于老夫不是修炼火系功法 堪堪只能发挥出 此剑五成的威力 就不在此过多展示了 此剑极其适合火灵根 或修炼了火系功法的修饰佩戴 万云城笑着介绍了一下 接着报价道 此剑起拍价 五万枚钟灵 近拍限时 一百八十息 现在开始近拍 万云城话音一落 拍卖台下方 展示近拍价格的静目 当即发生了激烈的竞价变化 六万 七万 八万 短短十几个呼吸的功夫 近拍价格便狂飙到了十万枚钟灵以上 价格 这才缓缓地停止下来 观众席陷入了一阵禁忌 重铸鸡修饰 一脸木然地看着 有人不甘心参与了几次近拍报价 很快便放弃了 这柄灵气 已然成了金丹前辈们 疯狂争抢的目标 没有助击修饰插手的空间 先灵丹 后拍卖灵气 即便是拍卖自己的灵气 李牧一点也不感兴趣 继续翻看着 《南灵记史》这本古集 打发时间 兴许是炼制的高级灵气太多了 没有熔灵 没有诞生气灵 灵气就等同于没有灵魂 落在李牧眼里 这类灵气都是垃圾 即便是他自己炼制的 也不值得关注 若不是听公孙楚说 此次拍卖会 有一些高阶灵寿 灵职 还有一些特殊工法书 会在拍卖会上出现 李牧不愿参加这次拍卖会 为了预防清玄宗门高层的注视 李牧先一步以闭关为由 连英长老安排的炼器任务都推了 现在能让他上心的事 已经不多了 李牧一心只想好好宅在月穷峰 培养灵职 顺便培养一下小金 或再弃几只资质好点的高阶灵寿 培养起来 充当以后的助力 便不想再掺和其他事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拍卖会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时辰 灵器环节有点长 李牧偶尔关注一下 他炼制的六件四阶灵器 都卖出了不错的价格 提成能挣个三十四五枚中灵 远没有为棕门炼器挣得多 不过 折算上万宝格提供购置灵物的折扣 以及借助万宝格渠道 搜寻高阶灵物资源的费用 提供的各种隐形福利 为两者炼制灵器创造的价值 差不了太多 感谢大家的踊跃近拍 灵器拍卖环节告一段落 接下来 进入灵售拍卖环节 这一次收到不少道友委托 拍卖一批高阶灵售幼崽 瘦卵 灵虫卵 我会逐一项介绍 拍卖师万云成宣布道 这就结束了 我还没买到合适的灵器呢 这就没有了啊 房器都还没买着 这次拍卖的灵器太高端了 都抢不上啊 白来了呀 一件灵器没买着 怎么就没了呢 这次拍卖的灵器 也太少了吧 拍卖师话音一落 当即引得观众席 绝大数筑机休士的不满 他们好不容易抽时间 来参加万宝格的拍卖会 结果成了观众 好多人啥灵器都没买着 就没货了 各位道友 还请稍安勿躁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将高端贵重的灵器 拿出来参拍 各位若还未购得心仪的灵器 稍后可询问我哥店员 本格还有大量精品灵器 没能参与竞拍 届时 你们随心挑选 能以更低的价格购入 另外 今日我们万宝格 还为道友们 提供了极高的折扣优惠 万云成早有所料 不慌不忙地试一道 原来如此 这才像样吗 给多少折扣优惠啊 若能低价 买到适合的灵器 以后经常来你们万宝格关顾 文言 观众席重注机修饰 齐齐松了口气 当即都有了好脸色 介绍下一件拍品 是一枚四接腰卵 万云成看向小型传送台 介绍道 话音一落 小型传送台灵光一闪 一枚两尺多高 一尺来宽的灰土色腰卵 呈现出来 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腰卵的四周 带着无数灰色尘土 那是土系陵园 自行集聚而成的 代表着 这颗四接腰卵 是一只土系腰兽 而且资质 潜能都还非常优秀的 这是一枚四接铁甲岩锡的腰卵 资质出色 品质极佳 是一只不可多得战力助手 万云成笑着介绍道 是铁甲岩锡啊 我还以为玄石龟呢 铁甲岩锡很丑严 而且还是四接腰卵 要养到他成年 不知要多久 则则则 若是换成铁甲悬西 说什么也要争取一下 岩锡就算了吧 谁会养这种吞金兽啊 养他的资源 都够自己住金丹了 万云成介绍的话音一落 当即引得无数助机修士 大为吐槽其缺点 纷纷表示不看好 不参与竞拍 看着台下的反应 万云成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连忙进行入下一个竞程 宣布道 磁卵起拍价 三万钟灵 竞拍实现 六十息 竞拍开始 话音一落 众人纷纷看向竞价台 看看谁会报价买下此物 72号拍卖令 竞价 三点二万枚钟灵 咦 竟有人愿加价两千枚钟灵 买下磁卵 还是贵宾室的前辈 确实 铁甲颜西啊 这玩意 要吃灵蚁才能养活的 怎么养得起啊 奇怪了 铁甲颜西这种难养 又难看 战力低下的妖兽 养来干嘛 一众助机修士 纷纷表示看不懂 贵宾室的金丹修士 也没人跟他争 最终六十息一道 这件灵物 被72号贵宾室的人 成功拍走 恭喜72号道友 拍得四接妖卵 原以为要留拍的万云城 略松了一口气 迅速宣布 连价格都懒得爆 接着 万云城迅速进入 下一件拍品的拍卖 语气激昂地介绍到 下一件拍品 三接金翼云鹰妖卵 此次共有三颗腰卵 一颗颗起拍 第一上拍 起拍架 五万枚钟灵 竞价限时 150息 哇 三接金翼云鹰妖 万宝格竟能拿出这种腰卵出来卖 确实是好东西 比四接铁甲延西好太多了 虽然有三颗 就怕进不到啊 是啊 跟铁甲延西比起来 一个天一个地啊 算了吧 这等好东西 肯定抢不到 拍卖师介绍的话音一落 观众席再次哗然了起来 不过 与之前的嫌弃相比 这次一个个激动不已 恨不得能竞拍得手 气氛判若两样 我宣布 第一颗金翼云鹰妖卵竞拍开始 万云城激动地大声宣布 下一颗 竞拍价格当即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七万 八万 竞价一路高涨 转眼飙升到十五万以上 七十二号贵宾市 李牧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竞拍云鹰妖卵 也不参与进去 今天参加万宝格这场拍卖会 成功拍下了那枚四阶妖卵 今天总算没白来 大家看到是铁甲颜西 当即被这种妖兽丑陋的外表 难以饲养的条件 以及铁甲颜西 怯弱的性格 不善战斗 等等因素吓住了 即便他价格极低 高达四阶 也没人敢轻易出手 但是 李牧有识别万灵这个神通天赋啊 一种能看透万物根底的神通 那颗腰卵 确实是铁甲颜西没错 不过 也是一颗混血腰蛋 只不过 它另一半高阶妖兽血脉 没有显现出来罢了 不 应该是已经显现出来了 只不过 没人留意 更没有往哪方面 也不往哪方面想罢了 那枚四阶铁甲颜西腰卵的周边 云集大量的土系陵园 便是其中一个异象 这是一头 是四阶铁甲颜西 与六阶沐浴蛟龙混血产出的腰卵 龙生九子 骑形怪状 龙性本营 蛟龙亦是如此 因为蛟龙的血脉 本身就是继承于龙 因此 也继承了其本性 这个漏简的还可以 不过 李牧还是希望 孵化出来的颜西 能像他父亲一些 不要太丑了 在《妖灵会册》 这部介绍各种妖兽的书中 李牧看过铁甲颜西的模样 身长嘴短 有点像放大摆背后的穿衫甲 不是一般难看 浑身带着厚实的颜块 也不知 那条墨浴蛟龙 是憋得厉害 还是想要尝尝新鲜 竟然会对铁甲颜西下手 这一点 估计是现场绝大数修饰 都无法想到得吧 李牧看着正在继续地拍卖会现场 展露着开心的笑容 等待着下一件拍物 若能集起五只五行妖兽 为他们炼制本命灵器 再用御灵传实术 教他们布置五行阵 甚至五行剑阵 对他整体战力的提升和助力 好像非常大的样子呢 忽然想到这一点 李牧怦然心动 恭喜15号道友 竟得最后一颗精益云阴腰卵 接下来有请下一支拍品 拍卖师万云成 语气激昂地宣布 话音一落 小型传送阵光芒一闪 出现一个五尺高的方形 玄铁笼子 玄铁笼中 装着一只毛发雪白的妖狐幼崽 长着三条尾部 一从传送阵出来 三尾小妖狐毛发炸起 刺着牙 一双乌溜溜眼珠 露出凶狠的目光 凝视着观众席众 助击修饰 哇 好漂亮的三尾妖狐 不得了啊 万宝阁这等又狐又崽 都能弄到手 我的天 小模样好可爱 若是画形 那还得了 嘖嘖嘖 这么小 就长了三尾啊 进阶六尾肯定不难 说不定还有进阶九尾的几率 四阶三尾妖狐幼崽啊 谁能抓到这种灵兽 发财了 这资质真好啊 这等灵兽跟我们无缘 金丹前辈们又要大出血了 太可爱了 好响养啊 三尾小妖狐一出 观众席的助击修饰一片哗然 各种评价层出不穷 所有人都被三尾小妖狐的魅力吸引了 更被他的资质惊住了 又生气的小妖狐就有三尾的资质 可想而知 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等级 怕是狐族王族也说不定 众修饰都被万宝阁的渠道能力惊到了 这是一只血狐 来自万妖山脉深处的天圣山 是五宗联合拓荒行动 某位金丹修士偶德之物 此妖狐是只母狐 还处于幼生期 若成功定下血脉之气 待他成年 肯定能成为狱主最好的帮手 众所周知 血狐一族 母狐聪慧过人 擅长炼制妖丹 化形后自生冰玉之体 姿色更是过人 万云城介绍着三尾小狐妖的情况 讲到最后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嘿嘿 观众席重注机难修 纷纷听懂了 回忆一个暧昧的笑容 此乎起拍架 二十万枚钟灵 竞价限时 二百息 竞拍开始 万云城语气激昂 大声地宣布 万云城话音一落 拍卖台下显示竞价的镜面 数据立即发生了激烈的变动 转眼功夫 竞价飙升了一倍多 往五十万枚钟灵上走 竞价的数据 这才暂缓下来 哇 三十二号前辈 出价五十万了 太快了 嘖嘖嘖 好多人出手 这只妖狐太受欢迎了 可不是吗 等这只妖狐成年 便可化形 到十多一个能打 又能擅长正零食 又能黑黑的好帮手 一举数得呀 没错 就相当于花钱买了一个原因道理 这笔买卖 怎么算都划算啊 只可恨 王某财力有限啊 这么好的机会 得了吧 这等品质的妖狐 至少得金丹前辈 才能消费得起 看热闹的助击修士们 看着越来越高的竞价 热意不断 语气中充满了羡慕 恨不得也能参与其中 七十二号贵宾室里 与其他看热闹的助击修士不同 李牧隔着窗口 打亮着玄铁笼中的三维小妖狐 眉头紧皱 隐隐有些不安 武宗联合拓荒 进行到这种激烈程度了 竟将雪狐妖族的公主 抓来拍卖 还是这只三维妖狐调皮 离家出走 意外落到人族猎修首里 三维雪狐 幼生七 品阶 四阶妖兽 特性 狐膝换魂 狐媚幼灵 断尾续命 状态 被囚于龙金孔中 八维雪狐妖黄 七维雪狐所生之狐女 天生三维 性格活泼 有六维之姬 百年可化形 千年可进阶妖王 自带一丝九维雪狐反祖血脉 资质非凡 又冲击九维之潜力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三维小妖狐的详细属性信息 一一呈现于角色虚拟矿之中 看了三维小妖狐的信息 李牧不禁为清玄宗 为万宝阁担忧起来 那可是妖黄啊 这两个组织 竟把人家的闺女抓来拍卖 当真能力压妖族 不怕人家上门报复吗 在李牧疑惑的时候 二百息时间一过 三维小妖狐 以百万枚钟灵的价格 被三号拍卖令买走了 一时间 引得无数助击修士 为之惊叹不已 恭喜三号道友 接下来 拍卖下一件灵雾 一只三接藤蟒幼崽 此蟒伴有一丝蛟龙血脉 万云城借着拍卖 三维小妖狐的火热镜头 继续介绍下一件拍品 时间飞逝 一只只品相极佳的 妖兽幼崽 妖乱 接连不断涌现 绝大多数 来自武宗联合拓荒行动 斩获的战利品 准备组五行灵兽的礼目 都一一关注了 但是 没适合的目标 便没有出手 玉灵砌书对神魂有负担 因此 能弃硬的预售数量 不会太多 因此 李牧的要求变得苛刻一些 希望能弃到 至少能有六阶潜力的灵兽 除了三维妖狐 铁甲颜西 接下来拍卖的妖兽幼崽 没有一只 拥有进阶六阶的前置 因此 李牧只能就此作罢 弃武之高阶五行灵兽 是一项漫长的工程 李牧有时间 也有耐心 慢慢去实现这个目标 末约又过了半个时辰 灵兽幼崽的拍卖 终于告一段落 接连 进入拍卖工法环节 以下的工法书 都是道友们送拍之物 绝大数都是残本 存在一定缺陷的传承术法 万宝阁的剑林师 只能保证工法的真实性 至于工法的好坏 买下后是否修炼 需要道友们自行斟酌 工法书一旦卖出 便不再退换 是否参与竞价 请各位道友先考虑清楚 万云城环市全场 郑重地介绍道 万云城话音一落 小型传送阵灵光一闪 传送出一本蓝色雷兽皮质的 工法秘籍 后面大半被毁去 万云城将半部紫霄雷经拿起 继续讲解到 此工法书为 地阶上品工法 紫霄雷经 此经是紫霄宗的主要传承工法之一 紫霄雷经 诸位道友想必应该略有耳闻 他是紫霄宗雷洪老祖主修的功法 紫霄宗被九魔联合所灭 然而 雷洪老祖凭借此法 成功重创九魔宗 一身雷法阵魔无数 立下了赫赫战功 只可惜 雷洪老祖于此战陷落 此传承功法 也因此遗落 紫霄雷经 如今只剩前面三个部分 能修至金丹镜 此法必须雷灵根方能修炼 万云城的话音一落 台下观众席一片哗然 紫霄雷经啊 可惜只有半步 如此珍贵的传承 竟然遗失了 可惜我不是雷灵根啊 雷洪老祖的传承啊 没想到 第一件拍物净是他 一灵根本就少 何况还是雷灵根 此物 没多人能用吧 实在可惜 观众席 重注机修饰摇头连连 对雷洪老祖 对紫霄雷经的遭遇感到惋惜 这么好的传承功法 竟然要失传了 万云城详细介绍了 紫霄雷经的来历和出处 最后宣布到 紫霄雷经 起拍价格 十万枚中灵 竞拍实现 三百息 开始竞拍 随着万云城画音的遗落 拍卖台下显示竞价的镜面 显示的竞拍价发生了变化 不过 数据的变化并不激烈 没多少人参与竞价 贵宾室里 李牧皱了皱眉 参与竞价了几次 价格突破二十万枚中灵之后 便放弃了 通过加点 李牧能补全 这部功法的后续 但是 修炼此法有个前置条件 需要雷系灵根才可以 这是他没有的 因此 拿下紫霄雷经 也是占储物格的空间 完全是鸡肋之物 李牧不愿为此付出太高的代价 恭喜十三号道友 二十六万枚中灵 拍下紫霄雷经 三百息一道 万云城便落下拍卖锤 大声地宣布 紫霄雷经的修炼条件太苛刻 又残了后续最重要的传承 能卖出这个价额 万云城已然十分开心 大声地宣布 接下来 拍品是一张观像图 万云城的话音一落 小型传送阵 再次光芒闪烁 不过 这次传送出来的 只是一张残破的瘦皮图 此观想图上古观想法 以星空翼照星云为暗 浑入星海 直尺天涯 为之为星云观想图 此观想图影秒难堵 难以言全 因为此观想图遗传至今已有万年之久 所刻画的瘦皮材质 疑似用的是六阶玲珑天息皮 经历漫长岁月冲刷 灵性消散 所呈现的观想图文 出现了一些要点缺失 此观想图无法定义其阶位 不过 观想修炼所得的星云巨神术 对神识的提升 有着极大的作用 万云城笑着详细介绍观想图的信息 向众人展示了下 光想图内部刻画的复杂星云图 随即便伸手一概 将其内容演示了去 星云观想图记载的星图内容 极其复杂 匆匆一撇 没人能将它记忆下来 因此 想要得到此图进行观想 还要花钱把它买下来 然而 此图残破得厉害 若是买下后 无法获得完整的观想法传承 那就亏大了 随着万云城的详细介绍 台下观众席再次沸腾了起来 此图用六阶玲珑天西兽皮画质 真的假的 此观想图如此残破 能得几成光想法呀 什么级别的观想法 都无法确定吗 未免太不靠谱了 能从此图中得意星云名神术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吗 万总管太小气了吧 让我等再看清楚一点怎么了 就是 此图那般复杂 又残破得厉害 又有谁敢试着休息呢 让我们再确认一下吧 看到万云城展示了一下 便以迅雷之势收了观想图 现场重修室 当即不满地叫囊了起来 如此复杂的光想图就算记在脑海了 没有试图实时矫正 谁又敢真正地修炼呢 若是炼差了怎么办 那可是直接影响神识 关乎神魂的观想法啊 稍微有一点意外出现 神魂说不定都得崩溃了 万云城微微一笑 不为所动 笑着介绍 此图来历颇为神奇 不过 时间关系 我就过多介绍了 拍下此图的道友 若想获悉详情 可再来找我 说完 万云城大声地宣布到 星云观想图起拍架 二十万枚钟灵 近拍限时 三百息 现在开始近拍 万云城话音一落 近拍架当即激烈波动起来 十几个贵宾式的金丹修室 纷纷出价争抢 价格一下子 飙涨到五十万枚钟灵网上 神石功法向来稀少 价格不菲 这等与上古时期 相关的神石功法 更是重金丹修室 志在必得之物 七十二号贵宾式 李牧面露奇异之色 欢喜 惊愣 脸上表情神色十分滑稽 古怪 对其他金丹修室的 竞价争抢 熟目无睹 将翠神觉升至九级满级之后 李牧一直在找下一步 神石功法修炼 无奈神石功法 大都是有冲突的 已经修炼了一步神石功法 便不能再修炼另一种神石功法 李牧在宗门传法店 找到的几步神石类功法 都存在着这个情况 不过 感受到了神石功法 对神魂巨大的提升作用 李牧没有就此放弃 一直在留意那种 能兼容休息的神石功法 当拍卖师 向众人展示星云观想图 并介绍他的内容时 李牧第一时间放入神石 投入其中 尝试了一下 星云观想法 万万没想到 这次竟没有神石功法 出现冲突 无法修炼的提示 更是直接将 星云观想图的修炼之法 刻录角色面板上 白白得了一部 神石功法传承 没有为此付出半点代价 更不用 与其他金单修炼争抢了 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的作用下 李牧更是知道了 星云观想图所绘制兽皮的真实信息 那种神秘兽皮 哪里是六阶玲珑天兮皮啊 分明就是真灵神兽 帝波麒麟的腹部皮 只不过 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冲刷 让观想图的皮料 完全丧失了真灵兽皮 独有的灵性罢了 不知道 万宝阁从哪弄到这么高级的东西 实在太了不起了 这次拍卖会真没白来 眼瞅着 短短百息 星云观想图的竞价 已经飙升到了八十万枚钟灵 李牧喜不胜收 减了个大便宜啊 李牧欣喜地 看向角色虚拟蓝 日志中刚冒出来的一连串提示 脸上展露一个灿烂的笑容 怎么也绷不住 丁 你观想成功 你学得天极上品功法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 你领悟 星云巨神术 丁 你的翠神绝被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融合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提升至 一级 你的神魂获得增长 神识探测范围扩增 5% 神识小神通 神识之边 进阶为巨星一级 丁 你的翠神绝被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融合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提升至 二级 你的神魂获得增长 神识探测范围扩增 8% 神魂小神通 神魂永固 进阶为 神魂化星 丁 你的翠神绝被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融合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提升至 三级 你的神魂获得增长 神识探测范围扩大 12% 你领悟了 星神通 星光巨神 李牧看着日志提示 角色属性矿 激动得浑身微颤 天际功法 星云观想法 是一部 天际类的神识功法 这个便宜减大了 翠神绝被融入 星云观想法 同时产生了 三个星神通 李牧双目微闭 精神投入 十海之中 当即有了巨大的发现 原本一片浓雾的十海 现在变成了一个 广阔无际的星海 神魂体积变得渺小 然而 神魂的质量 潜力都获得了巨幅的提升 十海终点点的星光 赫然与星云观想法的星图 高度相似 每一点星光 都代表着一点神魂力量 无穷无尽的星光 代表着无限的发展潜力 不愧是天平法觉 对神魂的提升 那是改天换地式的的质变 太犀利了 李牧感受 三个衍生神通 巨星一击 将神石凝聚成一个星点 释放的冲击力 威力是神石之边的数倍 神魂化星 比神魂自顾 拥有更强的防御力 神魂凝聚成一颗星辰 强度 硬度得了数十上百倍的提升 第三个衍生神通 则能数倍增幅神石之力 短时间内 集聚十海星光 使得神石获得数倍 十几倍的增幅 而且 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子子 这个神石功法 简直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呀 随着玄天剑阵的等级提升至五级 新学了两个剑阵 同时控制36柄零件的天元剑阵 72柄零件的青元剑阵 若使用三阶零件布置剑阵的话 李牧正愁神石不够用 无法长时间续航呢 现在好 顺着这门神石功法的出现 问题得到了根本上的解决 更别说神石获得质变的提升后 对炼器 会福 炼制傀儡 等等方面 都有着巨大的提振作用 李牧睁眼 看向角色虚拟框 第一时间将剩余的自由熟练点 全部加点在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上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熟练度加一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等级提升至四级 你的神魂获得增长 神石探测范围扩大18% 你领悟了新神通 巨星名神 李牧消耗了全部的37万 自由熟练点 成功将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提升至四级 又领悟了一项神石类的新神通 李牧小心翼翼的外放出神石 一下子探出了青云城十几里之外 各种各样的信息 顷刻间映入了脑海里 青云城内练器修士 筑基修士们的日常生活 城外 山里的 林间的 草木生长 各种林间生活的小兽 飞禽 一一呈现在李牧的石海里 换作以前 神石一下子 探得如此多的消息 纷纷涌现脑海 李牧肯定承受不了 神魂都有可能崩溃 但是 学了星云观想法 石海发生了星海式的质变 这么多信息一下子涌入 李牧没有任何不适 神魂轻松承受了这些信息的冲击 这便是星云观想法强大 神魂获得质变的提升 最为有效的证明 嗯 这是 李牧的神石 在青云城三十里之外 发现了一大队埋伏的修士 修为不弱 有七个金丹初期修士 其他的十几人 都是筑基巅峰的修为 李牧迅速取消了神石外放 睁眼醒来 那些修士身上 各个带有杀意 一看就是为了埋伏某人而来了 自己神石扫到了他们 行迹暴露 李牧不由有些担忧 他们找上门来 那是往清玄宗的方向 他们要埋伏清玄宗某位真传 或是某位宗门长老 李牧皱了皱眉 心中闪过一丝不安 那群人准备十足 怕是准备了不少后手的样子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李牧犹豫着 要不要将此事通知宗门其他真传弟子 李牧的心思 已然没在拍卖会上了 没留意星云观想法 最后落在水手上 这次拍卖会 简陋了一只石锡 一部天级上品观想法 李牧已经非常满足 现在思考着 如何全身而退 安全返回清玄宗 清云城 西南方向三十里之外 一群修士默默地围坐在一座幻阵中 默默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厮杀 陈道友 刚才你有没有感受到 一抹神石掠过 好似原因老怪的神石 一位面色阴旧的黑袍老者 看向负责统筹这次任务的统领 询问道 一触即散 应该没发现吧 我也感觉到了 不过 我们在幻影镇里待着 就算猿鹰老怪的神石 也不可能发现我们吧 这次目标 没有带猿鹰护卫啊 应该是某个老鬼路过吧 不然早扑过来了 没发现 也要小心谨慎一些 我们在清玄宗腹地 若真被发现 那就惨了 重金丹修士 一个个紧张兮兮的议论开来 刚才那一抹探测到他们藏身处的神石 让他们都感到了不安 清云城 万宝阁的内堂 公孙楚 以及万宝阁一众下属 正全神贯注地忙碌着 登记拍卖 记录拍卖客户 安排拍品 等等工作 各个忙得脚步粘地 李大师 您怎么出来了 拍卖会还有一小话才结束呢 公孙楚看到李牧的身影 连忙试一道 拍卖会后面 林雾没啥感兴趣的 就不参加了 拍了一件东西拿给我吧 李牧笑着底环拍卖令 试一道 好的 公孙楚接下来李牧的令牌 神识叹了一下 惊讶地问 李大师 您就拍了一只盐西腰卵啊 这是为了防止留拍帮买的吗 若是如此 万宝阁领了李大师的情了 愿原价收回 不是 不是 我确定要这只妖兽 另有他用 将那梅腰卵给我吧 李牧连忙摆了摆手 试一道 呃 小鱼 你去将那梅四阶盐西腰卵取来 公孙楚笑着点了点头 不再纠缠 这一次 李大师练制的那些四阶灵器 都卖了极高的价格 在万宝阁的分量 一点不比阁内那些老子资历差 别说一只四阶盐西了 要五阶 六阶妖 公孙楚也会想办法帮他弄来 很快 那名叫小云的侍女 带着一储物袋 递给了公孙楚 李大师 除了这只妖兽之外 还需要什么妖兽 尽管说 此次拍卖会没有的话 我尽量帮你到其他店铺调货 这一次 武宗联合拓荒 在万腰山 抓了不少资质不错的妖兽幼崽 公孙楚亲自将储物袋 交到李牧手上 笑如春风地说 文言 李牧心中一动 收下储物袋 连忙嘱托道 那李某就不客气了 我还需三只 水系 火系 木系的高阶右兽 资质要好一些 麻烦公孙掌柜 帮我留意一下 没问题 我会帮李大师留意 公孙楚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 看着李牧好奇地问 李大师 您是要凑五只五行妖兽吧 你手头上 难道已经有一斤 一涂两只妖兽了 李牧微微一笑 摇头道 没有 公孙掌柜想多了 呃 不好意思 李大师 是我冒犯了 公孙楚 不好意思地道歉 而后 关心地问 李大师 这是准备离开了吗 要不要我安排 护卫送您一程 每次拍卖会召开 外界总会有一些 不开眼的人集聚 嗯 万宝阁这方面 有所准备了 李牧微微一愣 关心地问 当然 雷霆灵剑 现在就有寻在青云城的上空 震慑萧小之辈 若客户离开时 有提护送的要求 雷霆灵剑也会护送一番 不然的话 每次都有人办到结修 万宝阁的拍卖会 还怎么举行 公孙楚笑着点了点头 介绍道 原来如此 不过 我要还回青玄宗 雷霆灵剑 不是不能进入青玄宗府邸吗 这也能护送 李牧点了点头 不解地问 李大师 有所不知 这次拍卖会 不少灵雾是青玄宗拿出来拍卖的 便得了一点特许 公孙楚笑着点头 嗯 既然如此 我就搭一下顺风船吧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想到了城外 埋伏于三十里外一座 幻阵内的结修 稳妥地选择道 好的 不过 李大师您得稍等片刻 等拍卖会结束 与其他需要护送返回宗的人一起同行 公孙楚 歉意地道 李牧理解地点了点头 没放在心上 与公孙楚 又闲聊了一些拍卖会的内幕 耐心等待着拍卖会的结束 莫约一个时辰过去 万宝阁本届拍卖会终于结束了 公孙楚以及重管事 下属越发忙碌了 忙着与各位拍下灵物的贵宾交接 因为万宝阁在拍卖会开拍之前 所有说过 临时不够的话 能用其他灵物抵债 因此 不少竞价过头的修饰 还需与万宝阁 进行一场以物抵物的交易 李牧耐心等候了一会儿 低调地和清玄宗的几位金单修饰 一起登上雷霆零剑准备返回宗门 呲得一声雷鸣 雷霆零剑遇雷而行 化作一道急速雷光向清玄宗飞去 万宗馆 你看下方 可是一座幻阵 雷霆零剑的甲板上 李牧微微一笑 指着下方零剑一处隐蔽 向护送的万宗馆示意道 雷船长降低船速 默默靠过去 万宗馆连忙神识传译 交代了下架于雷霆零剑的雷船长 而后 神识向李牧所指引的方向探测过去 神识穿透了幻阵 万宗馆面色大变 确实是一座幻阵 雷真传 那幻阵内藏身着一群不怀好意的修饰 你看该怎么办 万宗馆转头看向清玄宗真传弟子 林长风 询问道 清玄宗到底是此区域的地头蛇 若使用雷霆零剑对其发动攻击 出于礼貌 怎么也要先请示一下人家的意见 看到了 确实是一群不怀好意的家伙 万总管 麻烦一下贵格的零剑 将这群萧小之辈从幻阵内打出来 让林某和几位师弟一起下去会会他们 竟敢将逐意打到我们清玄宗头上 林长明呵呵一阵冷笑 决定道 说完 林长明意外地看了李牧一眼 这么远的距离 他们这些金丹修饰都没发现那个患症 竟被一个助击修饰揪出来 让他不得不刮目相看 好 万总管笑着点头 而后 神石传音指挥了驾驭雷霆零剑的雷船长一声 很快 雷霆零剑 调转方向 剑身聚集蓝色电蛇 迅速聚于剑手 滋了 一声 晴天霹雳 一条脊杖粗的蓝色雷蛇披落下 精准覆盖下方山林内的幻阵 轰一声巨响 幻阵炸裂 阵内真实的情况暴露出来 一道道狼狈的身影飞冲出来 更有不少倒霉的家伙 直接栽倒在地挺尸 雷霆零剑释放的雷法 不仅打破了幻阵 更当场造成了不少的伤亡 敢在清玄宗地图上布阵截杀 活腻了吧 林长明看着一道道被炸飞出来的金丹身影 带着一众同门一起下来雷霆零剑 趁机擒拿他们 很快 清玄宗的金丹修士与金丹杰修们激战了起来 现场剑气纵声 术法轰轰乍响 战斗场面相当炸裂 李牧放开神时 观摩着金丹前辈们的战斗场面 没有任何离开雷霆零剑下去 参与战斗的意思 剑壮 站在李牧身旁的万总管 不由松了口气 李大师可是他们万宝阁的宝贝疙瘩 即便他已是清玄宗的炼器长老 他老是待在雷霆零剑上观战 再好不过了 骤然遭受了雷霆零剑一记雷轰 让杰修们死伤大半 各个身上带伤 随着战斗的进行 胜利的天平迅速向清玄宗金丹修士们倾斜 看下方的战斗 李牧略感惊讶 因为清玄宗几位金丹修士用的灵器 大多都是他炼制的 这让李牧欣喜之余 感觉有点古怪 我倒是谁 原来是战施宗的白狮老怪 这人头我收下了 林长明哈哈大笑 一见将捶死的对手人头阁下 收获了一颗颇有价值的人头 姓林的 你们清玄宗君灭宗之日也没多久了 我在地狱等着你 白狮老怪的头颅 阁下并未就此死去 身体炸裂 暴射出一大片黑色鹰雾 带着不甘的咆哮 向林长明扑去 林长明不慌不忙 大手一挥 锯出一大片真元灵火 轰的一下 将飞扑而至的黑色鹰雾湮灭了去 结束这边的战斗 林长明挥手捞起白狮老怪身上的储物手镯 继而 转头向一位战斗陷入苦战的同门施与援手 两人合力迅速解决了战斗 不到一刻中 幸存的杰修都一一命丧皇权 清玄宗重金丹修士 面带笑容 充满了丰收的喜意 这场战斗 让他们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这是你的份 若不是你的提前发现 我们不会有这次意外的收获 战斗结束 林长风带着一众同门 回到雷霆林剑 笑着 递给李牧一储物手镯 大气地奖赏道 嗯 谢谢 林师兄 李牧微微一笑 没有客气地收下储物手镯 心中想的 则是那白师老怪死前说的话 信誓旦旦 不似乱说的模样 你是那座林峰的弟子 如何发现那座患阵的 确实如此 你是镇修吗 几位金丹修士凑过来 打量着李牧 好奇地问 我是百炼峰的弟子 休息过一段时间阵法 恰好认得此阵 李牧微微一笑 不卑不亢地回应 李牧看着林长明 好奇地问 林师兄 刚才那个老鬼所言语气 颇为价定 宗门现在的局面 很不好吗 文言 几名金丹齐齐皱了皱眉 对李牧一注姬弟子 如此冒昧地提问 感到不悦 林长明眉头也皱了一下 以注姬身份叫他师兄 就已经很不礼貌了 还这么向他问问题 就显得得尊卑不分了 还好吧 无需理会他 林长明没有正面 回应李牧的问题 淡淡地说了一句 见李牧受了 同门金丹修士的轻视 万总管干咳了一声 连忙介绍到 林真传 这位是本阁炼器客亲 李大师 应该也是贵宗的炼器长老 李长老 什么 你就是李长老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奇怪 万宝阁为何对你这般后代 原来你就是李长老啊 林峰见过李长老 李长老 我手上 这柄追风零剑 便是你炼制的呢 李长老 你住在月穷风对吧 之前上门拜访 我吃了个闭门羹啊 重金丹修士 纷纷围到李牧跟前 热情地问候起来 态度一改 之前的疏远和冷淡 人群中的李牧 忧愿地看了万总管一眼 这家伙太多事了 宗内被这么多金丹修士缠着 他那还有安生日子过 察觉到李牧的目光 万总管总算回过神来了 歉意地回以一个尴尬的微笑 李长老 树林某刚才眼拙 宗门现在的情况 确实有些糟糕 在上宗玄天剑宗的撮合下 本宗和其他四宗 联合拓荒万腰山脉 陷入了苦战 战线被拉长 但是 后方又九魔宗弟子 侵入我宗父弟 多次侵扰 击杀我宗外门弟子 导致宗门疲已应付 人力稍有不足 林长明看着李牧告罪了一声 详细介绍道 停顿了一下 林长明接着介绍道 不过 那白石老怪 是临死痴心妄想的怨念而已 李长老无需忧虑 我清玄宗 还有几位太上长老坐镇 又有宗门老祖所部的护山大宗 魔窟九宗 若敢打上我们宗门灵山 那他们只有受死的份 原来如此 谢谢 林师兄代为解惑 李牧感谢弟点了点头 对清玄宗的大体情况了解不少 那云师兄 上次匆忙一别 至今都没见到他返回宗门 应该是为宗门出力去了吧 李长老 如今宗门用人在即 不日之后 我便要上拓荒前线 然而 此次未能在万宝阁 买到满意的零件和房具 可否委托李长老 帮我炼制一下呢 林长明大蛇 上滚看着李牧 神色激动地问 是啊 我们与林师兄要一起去为宗门笑脸 还请李长老看着同门的份上 帮我等炼制一批灵器吧 李长老 拜托了 重金丹修士将李牧围了起来 目光炙热 纷纷央求道 文言 李牧斜斜撇了万总官一眼 目光充满了忧怨 这下子 万总官总算明白了 李牧为何在宗门保持默默无闻 几位金丹原本都不认识李长老了 万总管回忆苦笑 刚才他之所以出生 是看几位金丹修士 对李大师太过无礼了 所以才谏言的 哎 真是好心办了坏事 各位师兄 实在抱歉 我跟殷长老事先已有约定 若要李某帮忙练器找他申请便可 宗内的练器任务 都会经过殷长老 没法办法撕接任务 李牧不好意思地看着重金丹 婉言地谢绝 可是殷长老 说您在闭关 短期内不准备接练器任务 一位金丹弟子 神色不满地直言道 是的 我近期准备闭关一段时间 充饥助击中期 各位师兄若要李某练器的话 等明年年初李某出关了 届时我后肯定会接的 李牧看着重金丹弟子 提前透露丰生的回答 既然如此 我们等年初再申请吧 希望李长老顺利出关 林长明也听出了 李牧语气中的坚决 只好出言安抚大家道 只能如此了 也好 借这段时间 将炼器材料收集全了 重金丹弟子纷纷点头 都准备好好准备炼器材料 等明年申请李长老的炼器名额 没多久 雷霆林剑抵达了清玄宗 李牧刺别了满脸歉意的万总管 婉拒了几位金丹同门的盛情邀请 遇见迫不及待地返回月穷风 若无意外 接下来一段时间 李牧准备彻底闭关一段时间 没事不再轻易外出 此次遭遇 李牧突然发现 即便在清玄宗总部附近的清云城 也渐渐变得危险起来 这次是金丹结休 下次呢 若遇上原因磨修 李牧可真没把握能安全逃离 还是苟着点好 接下来的日子 李牧彻底苟了起来 除了需要置办一些高阶妖兽肉 维持灵直成长的灵物资源之外 就再没离开过月穷风 在进入清玄宗时 李牧就一直奉行低调 不轻易结交朋友的策略 宗内与他相熟的 也就云霄子 以及百炼风的阴长老 云霄子紧急外出宗门办事 看样子短时间不会回宗门 阴长老忙于百炼风的事务 再加上李牧跟他说过 要闭关一段时间 自不会上门来打扰 偶尔会有一些弟子 会因为炼气的需求 来到月穷风外叫门 但都被李牧一律忽视了 久而久之 便没几个弟子在上门拜访 月穷风在清玄宗内位置颇为偏僻 平常也较少有弟子路过 李牧得偿所愿 彻底在月穷风避世隐居了起来 每日照顾灵直 闲暇时 制服皮 化灵服 炼制傀儡 酿灵酒 偶尔和小金对垒 研究阵法 李牧在月穷风的日子过得极为充实 一个月后 在大量土系灵源的加持下 那枚四接腰卵终于有了孵化的迹象 李牧第一时间来到孵化室 注视着腰卵的孵化状态 灰土色的腰卵 厚厚的翘体 咔咔地崩裂 没多久 一只小爪子用力地伸出 一举抓破了蛋壳 用力一掰 整颗头颅随即从壳内钻了出来 蛋壳碎裂了一地 小家伙的模样随之呈现了出来 李牧眼睛一亮 脸上紧张之色 为之依怂 小家伙的外形特征 继承墨浴蛟龙的特征多一些 长得没有铁甲颜西那么丑 个头一吃五六左右 一对大后族 能直立而战 背负一个眼甲 通体清灰色 一对肉嘟嘟的前族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 整体看上去 有点像缩小版的哥斯拉 还行 还行 一点都不丑 李牧哈哈一笑 随手一记 玉灵气印打入了小家伙体内 哇 小家伙抬头呆呆看着李牧 刚从壳中诞生的他 没能力反抗玉灵气印 嵌入他的神魂 玉灵气印凝聚成功之后 小家伙看向李牧的目光 不由戴上了一丝亲切 哇哇 小家伙冲李牧叫唤了一声 好似在打招呼似的 叫完 小家伙低下头 一双小爪捡起散落的蛋壳 往嘴里塞咔嚓 咔嚓 地大口大口吃起来 饿了吗 我这里有更好吃的东西 李牧 微微一笑 从九藏灵珠中取出一桃坛 放在小家伙的面前 打开了坛盖 桃坛一打开 便有好几只一阶铁军蚁 迫不及待地从桃坛中冲出来 小家伙眼睛一亮 立即抱住桃坛 快速地伸黏呼呼的长舌 将一只只铁军蚁 铁食入腹 小家伙一双爪子 抱着桃坛专心干饭 李牧目光始终注视着他 小家伙的具体信息 呈现于角色虚拟框中 莫颜焦蚁 有生期 品阶 四阶妖兽 特性 土系清河 遁地而行 巨颜遁甲 状态 享用美食欢喜中 六阶墨玉焦龙 四阶铁甲颜西 杂交在极低的几率下诞生 生命形态发生异化 同时具有颜西 焦龙部分特征 拥有土系清河 焦龙体质 厚重颜区等特殊能力 资质非凡 破阶潜力巨大 认真神识着小家伙的属性 李牧眉头紧皱 思考着给他取什么名字 小灰 不行 这名字不上口 小胖 这个也不好 李牧就一取名费 一时想不出 该给他取什么名字合适 哇哇 小家伙吃完了铁军蚁 抱着陶坛 冲李牧叫唤了句 这就吃完了 还没吃饱啊 李牧缓过神来 看着小家伙问 哇哇 哇哇 小家伙点了点头 转头捡着地上的蛋壳 咔咔 咔咔地啃吃起来 嗯 就叫你小瓦了 李牧笑着 为小家伙取名道 哇哇 小家伙抬头看了李牧一眼 好似赞同这么个名字似的 哈哈 同意了吗 吃吧 吃完了 我再给你好东西吃 李牧哈哈一笑 伸手轻浮着小瓦的脑袋 触感不是很好 小瓦身上着厚厚的眼甲 就跟摸石头似的 随着小瓦的加入 月穷风便热闹了不少 时常能看到 小瓦 小金 赤狼三个家伙 凑在一起追逐打闹 不过 小瓦是四阶延西 和六阶蛟龙的混血一种 资质极佳 生长速度惊人 在李牧不计代价的位时下 他一天一个变化 一天长大两寸 一个月长七尺 三个月时间 便长至一丈多高 犹如一只半成年的哥斯拉 修炼了士林养生爵的小金 亦是进入了成长发育阶段 个头猛窜 身高体型 与小瓦不相上下 两个家伙一旦嬉闹扭打起来 时常将院子折腾得 到处一片狼藉 小小的园子 已经不适合他们居住了 为此 李牧在月穷风则地 另建了一座玉兽园 将小金 小瓦 一起放至玉兽园里 圈养起来 就这样 李牧忙着照顾林职的时候 还要兼顾喂养两只 大胃口的家伙 忙忙碌碌的日子 李牧过得非常充实 也非常快 时间一天天地流逝 一晃半年过去 二十亩一阶 翠菱果林职成熟收割后 不出意外 林职光团所获的神魂值 仅有炼气七十的十分之一 不过 翠菱果种植的数量较多 李牧也因此收获500点神魂加成 神石探测范围 随之增加了几十丈 一次收获 能收获这么多神魂的增长 李牧十分满意 二十亩中品林田继续种上翠菱果 收割完翠菱果之后 接下来又有一波二阶林职陆续成熟 率先成熟的是九十亩二阶天风草 李牧手里凝聚精细林园 挥斩出一道道金色光刀 刷的一下 金色光刀在林田间飞尸而过 一片片天风草 随之齐刷刷地倒在林田里 随着天风草的收割 一颗颗绿色灵直光团 秘密麻麻的出现在林田里 剑状 李牧神石覆盖下去 摄取灵直光团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 加二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自由熟练点 加一 下一刻 密密麻麻的新提示 出现在绝色日志栏里 见状 李牧不由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 他没有判断错 天风草和风铃草 一个属性特征 提供的也是自由属性点 虽然成长时间长了一些 不过提供的也是自由熟练点 90亩天风草收割后 李牧获得了700万多点的 自由熟练点 一亩平均下来 能获得8万点左右 这个数值不低了 李牧喜不胜收 开始分配自由属性点 李牧第一时间想到 要加点的技能 便是星云观想法 当即将注意力放在角色面板上 为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加点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熟练度加一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等级提升至 五级 你的神魂获得增长 神识探测范围扩大 百分之二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达小成境界 你领悟神识神通 星影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加一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熟练度加一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等级提升至 六级 你的神魂获得增长 神识探测范围扩大 百分之二十八 你领悟新神通 聚神明星 李牧一口气 将新收获的 七百多万点 自由属性点 全部加在 星云观想法上 将其提升至八级 差一点能将 星云观想法 聚神篇 升至圆满 大量星云观想法的 修炼经验 涌入脑海 李牧一一吸收 神魂不仅没感到 任何不适 反而极度舒适 随着这股神秘力量 的涌入 李牧在 星云十海中的神魂 猛地涨高四五倍 神识之力 随之爆炸式的 猛涨了数十倍 确认了 星德的 神识神通星影 具有极高的 神识隐蔽功能 李牧用上这个神通 全力放开了神识 随即 整个清玄宗总部的情况 一一映入 李牧的石海 神识所探的镜头 达到了三百里之外 据清玄宗总部 两百里外 某座山峰里 三个身穿 清玄宗内门 弟子袍的筑机修士 正被一群 黑袍魔修追杀 快 师妹 你快坐灵州回宗门报信 我们帮你拖住他们 没错 灵师妹 你快放出灵州 赶紧走啊 两个筑机南修 一边控制着灵气欲敌 一边焦急地催促 粉群女修道 师兄 要走一起走 少剑已经放出 此山巨宗门不过白里 肯定会有人救我们 粉群女修放 还想走 你们哪也走不掉 乖乖受死 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 为首的黑袍修士 志在必得地叫嚣道 说完 黑袍修士带着一群下属 围猎一般 迅速收拢了包围圈 看都看到了 宗门弟子有难 不能见死不救啊 李牧叹了口气 顺手一挥 一股真圆 打向下方栽种清廉的 溪水灵潭里 下一刻 四条大鱼从灵潭飞跃而起 化作四道灵动的白光 急速向宗门总部 一百多里外的荒野大山飞去 拥有气灵的四阶灵件 拥有灵件一定自主操纵性 在李牧强大神识的加持下 四柄灵件 犹如脱离了囚龙的鱼儿 化作一条条鲫鱼 在空中划过一道 极其灵动艳美的流光 一下子消失在天际 然而 清玄宗总部 修士众多 还是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一幕 哇 那是什么 鲫鱼冲天了 什么鲫鱼啊 那是灵宝 是五主灵宝逃逸 快追啊 什么东西 在哪里 你们是不是在戏弄我 追不上了 这种速度 即便真军来了 也追不上了 好大一场机缘 就这么错过了 哎 是什么啊 我什么都没看到 几位师兄 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 重铸鸡修士 遥望天际 或惊呼大叫 或摇头叹气 或满脸郁闷 他们目送着 飞视不见的灵剑 充满了遗憾 但是 更多的修士 则是满脸不解 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也有几道遇见的灵光 不放弃地追逐而去 不过 很快又沮丧地回头了 有带人飞行 和没带人飞行的灵器 飞行速度是两种概念 即便原因真君 也难追上那种 能自愈飞行的高阶灵器 四柄灵剑 眨眼便飞到了追杀现场 黑袍修士们 将三名清玄宗助击 团团包围起来 丝毫没察觉到危险的降临 下一刻 四柄灵剑如雷而降 又犹如鱼群一般 迅速冲入人群 无声无息 在每个黑袍修士 飞穿而过 灵活无比 他们来去如风 在人群中转了一圈 而后 齐齐拐了个弯 眨眼又飞上了天空 不见了踪影 正为杀三个 助击修士的黑袍修士 身体定格住了 而后 砰砰地栽倒在地 血液也随之流淌了出来 刚才那是啥 墨景生惊疑不定地 看向身旁的林亦凡 我也看到了 那是飞剑吧 是吧 林亦凡不确定地说 墨师兄 林师兄 我们得救了 是吗 粉群女修姓墓园凳 看着还追杀 他们的人 全都倒地 不可置信地问 是啊 不知道 适宗内那位长老 放飞剑救了我们 墨景生点了点头 看着满地劫修的尸体 满脸死里逃生地庆幸道 墨师兄 我们要不要打扫下战场 林亦凡看着满地的尸体 吞了口吐口水 双眼放光地说 嗯 收拾一下 赶紧回踪 墨景生精神一震 试一道 很快 三人迅速行动起来 开始打扫战场 看到这一幕 李牧苦笑地摇了摇头 若有下次 应该让飞剑将那些战利品也打扫一下 不能白出力啊 摆息之后 在李牧的预控下 四柄零剑以最隐蔽的方式绕到飞行 避开所有人 悄默默地飞回月穷风 投入青莲水潭 继续化作一条条鲫鱼 游巡起来 做完这一切 李牧松了口气 当即散去了神识外放 星云观想法 不愧是天极上品功法 巨神篇提升至五级小城境界后 衍生的神识神通 星影效果极强 星影效果太强大了 这次神识外放李牧 确认了 即便真君 化神老祖 他们都无法发现 他的神识 在星影状态下的窥视 以后可以在宗内 大胆地使用神识了 李牧喜不胜收 这次神识外放 李牧大概也探清了 清玄宗的虚实 七座主峰 有三位化神老祖 十七位元英真君坐镇 宗门的实力 还是很可以的 不过 其中一位化神老祖 和另三位元英真君的状态 怎么有点不好的样子 对人动手过了 李牧皱了皱眉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神色略显凝重 清玄宗还有护山大镇 以及几件镇宗领宝 这种实力再撑个几百年 应该不是问题吧 到时 他应该能进阶元英了 就算宗门被灭了 他要跑的话 应该没人能拦得住他 李牧放弃了这个问题的探究 欲见而起 摇育着九十亩收割下来的天风草 飞往后山处理掉 顺便检查一下紫阳灵芝 和阴破果的成长状态 这两样灵芝关乎着阴阳五行精的休息进度 更关系着李牧能否顺利进阶金单 因此 李牧十分上心 照顾起来非常用心 几乎每天都必须寻视一遍 时间一晃 又是三个月过去 期间 李牧收割了另外九十亩成熟的二阶玲珑菱草 获得了大量灵芝光团 玲珑菱草植菱 奖励的是青菱属性植 对实力提升得非常有限 没有天风草的植林获取自由熟练点给力 随即 李牧将另外九十亩林田都改种上了天风草 转眼闭关一年有余 今日是与阴长老约定的日子 李牧差不多得去领练器任务了 不然就得向宗门之父租借月穷风的租金 李牧遇见而起 飞离月穷风前往百炼风 清玄宗没有摆养弟子的 宗门子弟都得为宗门做贡献 李牧为宗门做的贡献 便是替清玄宗练器 不像其他宗门弟子 没有遗迹傍身 得为宗门卖命 上阵拼杀 这段时间 闲着无聊 李牧经常使用神识外放 探测清玄宗整体上下的情况 渐渐了解了不少宗门的信息 清玄宗现场处于半战时状态 宗门大部分战斗力 要应对五宗联合拓荒行动 以及来自魔窟九魔宗弟子的入侵 整个清玄宗现在就像一个炸药桶 聚发起全宗战斗动员 只差一根导火索 身在宗门李牧不想卷入战斗前线 唯有继续练器 突出自己在练器方面的价值 百炼风依旧火热无比 排队练器的弟子比以往更多 李牧身穿金色练器长老袍 一路畅通无阻 飞入百炼塔 来到封主英贤文的会客室 拜见 英长老 李牧踏门而入 看着正研究企图的英贤文 出声道 李长老 你终于出关了 快 快请入座 小卓 快将清须灵茶泡上 英贤文舍了企图 连忙招呼李牧入座 而后 吩咐门外的侍女吩咐道 好的 老爷 侍女应了一声 泡茶去了 客气了 李牧笑应了一声 没多久 侍女去而复返 为李牧奉上一杯 热气腾腾的灵茶 李长老 你的炼器手艺十分了得 不知 对传剑的炼制 有没有了解呢 英贤文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文言 李牧心中一动 不知道英贤文 这么问事 不是另有用意 自从看到 万宝格的雷霆灵剑 李牧心中 便对其念念不忘 心里也产生过 自己炼制一艘灵剑的念头 不过 又要照顾灵质 又要饲养灵兽 炼器 制服什么的 实在抽不出时间来 有一点兴趣 不过 没机会接触 李牧照实地回答 嗯 炼制这种船舰 一般需要依靠 大组织势力才行 你以前没接触过也正常 刚好 宗门有心培养一批 零件炼制师 你若有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报名 以你的炼器手艺 应该能很快上手 英贤文看着李牧 笑着试一道 哦 宗门是准备要自己炼制零件吗 李牧好奇地问 看着鹰长老手里的企图 已然有了一些猜测 这段时间 神石外放 李牧大概知道了一些高层动向 清玄宗商议着外购零件 加强宗门的战争抵运 然而 好像没有成功 这会儿 宗门是准备自己炼制零件了 是啊 天玄宗的战零件太贵了 而且 想买排队也买不到 就算买得到 也是阉割版的 眼下 宗门想要破解目前的困境 唯有多造几艘零件方能逆转局势 这是宗门费力 搞到了三阶经验零件制造图 你研究看看 能不能上手 英贤文递给李牧一张兽皮图 介绍到 李牧点了点头 解下零件制造设计图 投入神石 琢磨研究起来 炼制零件和炼制零器完全不同 又有些一些相似之处相同的布置气机阵 不过 却不是在这基础上凝聚气纹 而是 布置各种阵法 玉空阵 玉灵阵 防御法阵 攻击法阵 各种各样的阵法 比如 手头上 这份零件图纸 以三阶经验灵目作为传身 三十六丈的剑身 需要布下数百上千个阵纹 勾结各种阵法 以李牧的炼器水平 阵法水平 好好钻研一段时间 炼制这艘零件不在话下 不过 李牧心有顾虑 不愿插手这件事 若是加入炼制零件的队伍 届时 他在宗门的地位 肯定能获得大幅提升 走入宗门高层的视野 零件涉及了宗门核心 到时他肯定需要与宗主 原因真君搭上碰面 商量点问题什么的 这恰恰是李牧不愿遭遇的 鹰长老 谢谢您的看重 不过 这种零件我实在研究不上来 我还是继续炼器吧 这次过来 想领取一批炼器任务 这种零件炼制起来颇为麻烦 我就不插手了 李牧将零件图递还给 鹰贤文态度坚决地拒绝道 呃 好吧 既然李长老不愿炼制零件 我便不勉强了 正好 我手头上有一批紧急的炼器任务 就安排给你吧 鹰贤文苦笑地点了点头 收下零件图纸 示意道 谢谢 鹰长老 李牧大喜 连忙递上自己的身份令牌 很快 鹰贤文一口气 为李牧领取了 十件四阶灵器练器任务 再一次 佐证了 宗门现在的紧张局势 不少金丹弟子 宗门掏进底蕴 大肆练器 穷兵独武了 领了灵器任务 李牧没和鹰长老闲聊太久 将灵茶饮下之后 便开口与之道别了 从百炼峰离开 李牧换了一身低调的弟子服饰 前往太玄峰贡献店兑换资源 养了小金 小娃两只大卫王 李牧对高阶妖兽资源的需求 一下子便多了不少 尤其 修炼士林养生爵的小金 实力已然到了二阶妖兽巅峰 突破三阶在即 对高阶妖兽肉的需求 多了一倍不止 再加上李牧自己 也在修炼士林养生爵 一个月需要消耗 十几头三阶妖兽的肉食 长老 三阶妖兽肉兑换完了 四阶还有几头 给您兑换四阶的行不行 贡献店兑换资源的管事弟子 任的李牧 一脸歉意地说 眼前这位炼器长老 在贡献店可谓小有名声了 炼器水平没得一说 兑换的资源也颇为稀奇 灵质 瑶兽肉 各种培育灵质的灵物 身为炼器长老 偏偏不对换与炼器有关的材料 十分奇怪 四阶啊 太贵了呀 给我换吧 李牧皱了皱眉 决定道 等交完十件炼器任务 贡献值能再增加一笔 不用再扣扣搜搜的了 好的 您还有六点二万点贡献 帮您兑换一千两百五十斤 四阶妖兽肉可以吧 管事弟子笑盈盈地看着李牧 试一道 是什么妖兽肉 这么贵 李牧心头一痛 关心地问 是四阶血玉虎 一斤五十点贡献 一点不贵的 这种妖兽肉蕴含的灵源 是三阶妖兽肉的几十倍 绝对物超所值 这种妖兽肉 对玉兽的进阶作用尤为有效 当然 若是李长老您自己吃的话 还请小心一些 四阶妖兽肉 没那么好消化 管事弟子看着李牧 善意地提醒道 听到四阶血玉虎肉 对玉兽进阶有效 李牧当即心动了 眼下小金卡在二阶巅峰 有一阵子了 说不定 能借助此妖兽肉的灵源 一举突破三阶 可以 爆换了吧 李牧欣然点头 好 管事弟子笑着点头 划去令牌中的大笔贡献 下一刻 小型传送阵传出来一个大木箱 木箱里摆着半扇血玉虎肉 散发着恐怖的妖灵气息 李长老 您的令牌 还有妖兽肉 您确认一下 管事弟子将令牌递还给李牧 笑着示意道 谢谢 李牧接下来令牌 伸手一挥 将妖兽肉 收入了九藏灵珠 遇见飞回月穷风 李牧神石扫了一下 遇见飞往御寿园 说是御寿园 其实没什么建筑 就一大片灵山荒地 距阴阳谷有点距离 李牧施法盖了两个巨型山洞 能容纳小金 小瓦休息的地方 李牧人影 为之早已通过御灵 器影通知他们 小金 小瓦 一同出动迎接 李牧欲坚落下 看着站在面前的两只巨兽 又比前几日壮大了不少 一时间 心头感慨万千 小金 就是小浩版的金刚 不过 修炼了士林养生诀 使得小金的身体更鲜瘦一些 没那么笨重 直立而占尽四米高 气势内敛 肌肉隐隐泛着金光 小瓦 则像吉勒哥斯拉 体型是小金的两个大 背负着一个厚重的黑炎巨甲 散发着四肩妖兽的浑厚气息 小金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用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看着他 眼神充满了天真 无邪 透露着敦厚老实的气质 跟他的外表 有着巨大的反差 李牧微微一笑 从九藏灵珠中 将半扇血玉虎肉取出 切割一块下来 而后 聚出一团五行灵火 烤制起来 不一会儿 鲜血淋漓的虎肉 变成了一团热气腾腾 肉香四溢的烤虎肉 李牧将几十斤的虎肉 一分为二 递到两寿跟前 吃吧 李牧笑着示意 李牧话音一落 两个大家伙早就等不及了 上手一抢下 便往嘴里一塞 胡伦吞枣地吃进肚子 李牧拿着一小块 烤虎肉享用起来 四阶虎肉入口 当即产生一股强烈灵源 在肚中绽放 李牧默运了一下 视灵养生觉 很快 这股强大灵压便消失不见 视灵炼体作用之下 迅速转化成精纯的原力 壮大李牧的身躯 一块两三斤的四阶烤虎肉 就这么填进李牧的肚子 李牧挥了下拳头 当即产生一股猛烈的破胀声 可以轻易摧毁巨石 粗目那种 就在李牧对四阶虎肉 给予身体力量提升 感到满意时 吼 一声怒吼声 骤然从小金嘴里发出 此刻 小金扬天垂胸 喷喷作响 体型庞大 闭眼晶圆浑身 金光闪耀 身上毛发的颜色变得深邃 气势浓郁的 犹如烈火轰然 一下子提升了数倍 天地灵力为之变色 进阶了呀 看到这一幕 李牧不由地想起了 在五行巨剑之下 那只头临战破阶的三阶猿妖王 他突破时 同样是这个状态 哇哇 小瓦瞥了小金一眼 看着李牧可怜巴巴地叫唤道 知道了 我再考一次 李牧叹了口气 从九藏灵珠内 将半扇虎肉取出 挥刀切了一大块 李牧想了想 小金现在升至三阶了 这胃口肯定有所提升 当即再切了一大块下来 总得有两百多斤 李牧宁出五行灵火 再次当起了烤肉的厨子 看到主人烤肉 小金也不庆祝了 和小瓦凑在一起 目光紧紧盯着滋滋作响的虎肉 嘴角流弦 很快 两百斤四阶烤虎肉 进了两个家伙的肚子里 他们仍旧一副欲求不满的目光 看着他 对上他们的目光 李牧头皮一阵发麻 不行 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想为宝两个家伙 靠他一个人 挣再多的贡献都不够用 你们也都长大了 不能一直靠着我养 你们也该自食其力了对吧 李牧看着小金 小瓦道 滋滋 小金眼珠子一转 冲李牧叫唤了一声 向李牧示意他 可以去参加斗兽 哇哇 小瓦茫然地看着李牧 不知道主人什么意思 嫌弃他吃得太多吗 你们等我一下 等会带你们打猎去 李牧微微一笑 试一道 文言 小金 小瓦 琪琪一喜 说完 李牧欲见而起 飞出月穷风 准备去青云城 捣两个大号灵兽袋 让他们去狩猎妖兽 没办法 两个家伙太能吃了 而且 低阶妖兽 还填饱他们的肚皮 现在 李牧的神识 能探出两三百里之外 许多危险都能提前预知 出行安全了许多 带上小金 小瓦他们出去狩猎 一来 能缓解紧张的食物资源 二来 能磨练他们的战斗技艺 三来 李牧竞急私动 打算散一散心 一举数得 当然 月穷风几百亩的灵直 还需要照顾 李牧不会带他们走太远 大概在往返路程 两三天之内的范围 青云风 万宝阁 大号玉兽袋 当然有 李大师 您请稍等 我这样的人就去拿 公孙楚换来一个侍女 吩咐了几句 没多久 那名侍女 带着个托盘 去而复返 李大师 这是甲级玉兽袋 能装十八只大型驼兽那种 里面的环境 也极其优渥 公孙楚 将托盘的玉兽袋 递给李牧 介绍道 嗯 就他吧 费用从提成中扣吧 对了 让你探听的三只五行灵兽 可有着落了 李牧满意地接下玉兽袋 看着公孙楚问 李大师 您的要求太高了 拥有六阶资质的妖兽 而且还要幼崽 没那么好弄啊 五阶的话 目前倒有一只火系的五阶天凤雀 不过 价格方面有点高 公孙楚看着李牧 委婉地介绍道 多少 李牧好奇地问 此物是一位真君代寿之物 我可以帮你引荐 大概要准备五万尚品灵石 公孙楚示意道 文言 李牧一阵沉默 五万尚品灵石 大概便是五百万钟灵 然而 尚品灵石与钟灵的兑换 存在一定一价 兑换下来五百五十万钟灵了 他要炼制多少灵器 才能换一只五阶玉兽啊 算了 此事作罢吧 李牧摆了摆手 决定道 等他成就金丹修为 星云观像图圆满 能探视更远的距离 再进入万腰山脉深处 什么高阶 腰兽遇不到 到时自己抓便是 好的 公孙楚笑着点头 李大师 最近可有空炼器 我们这边有一些炼器委托 公孙楚看着李牧不好意思地问 李大师行踪不定 难得见他一面 公孙楚才不会错过 这个求炼器的机会 闻言 李牧皱了皱眉 一只鸭子是敢 两只鸭子也是敢 便没有拒绝 炼制材料可准备好了 拿给我吧 李牧看着公孙楚试一道 好 李大师 您稍等片刻 公孙楚兴奋地点头 亲自去整理炼器材料去了 末约半个时辰过去 公孙楚才姗姗来迟 带着两个储物袋 恭敬地递给李牧道 李大师 此次炼器任务委托一共七份 七枚预检介绍 材料总共十四份 您尽情炼制 多炼制出来的按百分之五十提成走 若炼制不成 我们万宝格单着 您再来取材料 十日左右 炼好给你 李牧没好气地白了公孙楚一眼 看不起他吗 怎么可能炼制不成 说完 李牧匆匆离开了万宝格 高阶炼器存在一定失败几率 所以一般交给炼器师的委托 需要炼器者准备两份炼器材料 炼器师必须保证必成一件 这是行业内默认的行业规矩 万宝格接受炼器委托任务 亦是如此 多炼制出来一件灵器 便能再多正义灵器 不像给万宝格自己炼器 炼器客轻炼多少件 得多少提成 不保证成败 不过 这种算法有利有弊 炼器师私吞炼器材料 也有可能 很快 李牧遇见飞回月穷风 停住了一会儿 接着 驾驭青云林而起 往万腰山脉方向 急迟而去 李牧驾驭青云林州 全速急行 半日内行进了千里 神识时时刻刻 保持着外放状态 避开一个个潜在的威胁 最终在一旁针锋 附近降落下来 针锋山脉 一座座山峰高耸如针 放眼望去 好似一千根长针 屹立于这片天地 千锋若针 李牧遇周而下 在一旁视野开阔之地降落 收起灵州 而后 放出绍锦珠傀儡大军 布下幻阵 连尸土法 搭建了一座临时营地 接着 灵光一闪 李牧从玉兽带里 将小金 小瓦放出 示意道 去玩吧 附近有不少二阶 三阶妖兽 要吃啥自己去抓 李牧微微一笑 随即将神识 探到的妖兽群 通过玉灵器印 传到他们脑海 接着看着两只玉兽 激励道 给你们两天时间 比赛看看 谁抓得多 谁胜利了 有神秘奖励 下一秒 小金大不留心 飞窜而出 大脚踩着地面 砰砰作响 以奔雷之势 像一只 三阶黑灵妖蟒的 栖息地冲去 剑被小金抢了先 小瓦灯时急了 连忙埋头 扑扑扑地刨涂起来 转眼功夫 钻入地下 不见了身影 只见地面一条地龙 以肉眼难觅的速度 向着西北方向 十里外 一群二阶巨寥妖猪 飞涌而去 小瓦后发先至 释放了一记地刺数 轰的一声 顷刻间 数百根粗壮的地刺 从地面穿刺而起 将巨寥妖猪群 一网打尽 大大小小 一家十几口巨寥妖猪 大的五六米长 小的一两米长 长着一对尖长的獠牙 小扇一眼 然而 纷纷被突然刺出的扎穿 挂在石柱上 痛苦地挣扎 惨叫着 看到这一幕 李牧哆嗦了一下 不忍直视 看完小瓦 李牧在看小金 在一个山谷内 小金与一条粗壮的黑蟒 缠斗在一起 半丈粗的黑铃腰蟒 将小金的身死死缠绕起来 困成了粽子 拼了老命地往死里累 然而 蟒身仿佛勒着一块玄铁般 黑铃腰蟒庞大的身躯 筋骨嘎嘎作响 却无法勒动半寸 更别说将其勒死了 对身上巨蟒的绞杀 小金浑弱未绝 他双手死死抓着 黑铃腰蟒的上下颚 用力地掰动 双方陷入了绝力的状态 吼 小金怒吼了一声 双臂肌肉鼓起 用力一掰 扑 悲声 三接黑铃腰蟒的上下颚 直接被其掰成两半 巨大的痛楚 巨蟒的身躯 不由松开了小金的围角 趁其病 要其命 小金一脸怒容的轮圈 狠狠捶在黑铃腰蟒的脑门上 一下接着一下 直至他失去了生机 很快 小金拖着黑铃腰蟒的尸体 大不留心地返回营地 看到这一幕 李牧微微一笑 不再管两个残暴的家伙 任由他们狩猎妖兽 李牧拿出一储物袋 从中取出炼器材料 凝聚一团五星灵火 专心炼器起来 针锋山脉附近的二三阶妖兽群 倒了血眉 遭遇了一只粗暴的妖园 以及一只老鹰逼地兽的袭击 不管妖兽群 还是独处的高阶妖兽 被他们一一猎杀 妖兽尸体越积越多 两天时间一会儿过 妖兽尸体堆积如山 够他们半个月伙食了 李牧师法将妖兽肉风动起来 收入储物袋 驾驭清灵州 打道回府 飞行途中 李牧神石全开 小心谨慎地 避让一切危险的潜在因素 只要提前避让 原因真君的存在 回宗之路 几乎没有什么危险 嗯 怎么回事 李牧心神俱正 在回宗的路上 两百里之外 神石发现了 清玄宗的华神老祖 清风上人 与一名绝美女修扶空对峙 述说着什么 语气不善颇为不善 大有一言不合便动手的意思 李牧第一时间撤了神石外放 不敢再叹 那个绝美女修身上 散发着若隐若无的妖气 妩媚动人 李牧大概猜出了身份 是一头画形的大狐妖 没错了 发现了绝美女子的真实身份 李牧不由想起了 上次万宝阁拍卖会上的 三维小狐妖 果然 找上门来了 不会打起来吧 要不要先离宗避一避 李牧眉头紧皱 陷入了纠结 月穷风上栽种的灵植 关乎着他进阶金丹的机缘 没办法撇下 李牧只能耐心等待结果 一只画形大妖 一个华神老祖 李牧不敢在他们面前 时时用神石继续关注 若是 新颖神石没能瞒住其中一两位 让他们顺藤摸瓜摸上来 不死也要脱层皮 有了 李牧灵机一动 想到了可以用一件灵物 继续观察两位大佬的动态 李牧操控着青云灵舟停止前行 神石投入九藏灵珠 招出一只比巴掌还小的蝶虫傀儡 李牧检查了一下蝶虫傀儡的傀儡阵纹 附上神石 放飞了出去 之前 李牧专门跟公孙楚 要了一枚极品零食 切成数十个小块 嵌入蝶虫傀儡的傀儡阵眼 足以支撑它 飞出两三百里之远 很快 蝶虫傀儡古意高频率煽动 搜的一下 犹如一只极齿的箭矢 眨眼消失在了天际 蝶虫傀儡飞行速度 堪比四接飞箭 两百里距离 不到半刻钟便飞达了 李牧神石 依附在蝶虫傀儡身上 悄然接近了化神老祖 和绝美女修对峙的所在 停落在一里外的树叉上 关注着两人的谈判 谈判已然到了尾声 精灵道友 此事与本宗无关 休要在此纠缠不休 再不退去 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只听清风上人 火气十足地喝 喝 清风老鬼一句话就想脱身 没那么容易 我儿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们清玄宗就等着殉葬吧 绝色女子冷冷看着清风上人 不懈地一哼 决绝地说 话音一落 绝色女子身形闪患 如风一般 在清风上人面前 消散得无影无踪 目送绝色女子离去 清风上人皱眉思考了起来 而后 飞升而起 转眼身影在清玄宗方向 消散了去 看到这一幕 李牧不由松了口气 两位大佬终究没能打起来 不过 对方的威胁不是作假 清玄宗潜藏的灭宗之祸 不是一个两个 李牧当即决定等紫阳灵芝 因破过成熟 成功进阶金丹后 便跳出清玄宗这个坑 另找一座无主的灵峰 栽种灵植 随着修为的提升 休息了星云观想法之后 李牧心里 渐渐有了脱离宗门的底气 李牧继续驾驭清云灵舟 神石外放 一路小心翼翼 飞到蝶虫傀儡落脚的地方 将其收入储物带 终于在落日前 李牧回到了月穷风 接下来 除了领取和交付炼器任务 时隔半个月 带着梁小外出狩猎一趟 李牧继续在月穷风狗起来 这段时间 李牧神石经常展开着 因此能经常发现 清玄宗弟子 遭遇九魔宗弟子截杀的意外情况 不忍之下 李牧便放出飞剑 百里救援 与此同时 不忘用飞剑 将截修遗留的储物带一一收走 收获了不少战利品 被救的清玄宗弟子 各个精神振奋 对宗门感恩戴德 凝聚力空前 听说了吗 封老祖又出手了 白云丰的赵成师兄 他们被救下了 这一次 祖祖有十九位摩修截杀他们 结果全部被杀了 是封老祖吗 上次林轩他们说的是 宁老祖师德元首啊 不是的 陈长老已经询问过宗主了 宁老祖在闭关呢 哪有时间救助灵师弟他们 那是封老祖出手的 没错了 不管哪位老祖出手都值得庆贺 一次次出手 狠狠打击了九魔宗弟子的嚣张气焰 想起来心里就一阵痛快 谁说不是呢 若天师兄 云师兄 他们能从拓荒前线回来 那些九魔宗弟子 哪敢冒头袭杀我们呢 多亏了老祖救助我的 不然我早死了 是啊 宗门之恩 无以为报 随着被救助弟子的增多 清玄宗的内门弟子们纷纷猜测着是哪位老祖出的手 各个感激莫名 恨不得能以身相报 清玄宗七大主封清玄封宗主殿 宗主清义 与其他几位元英真君 宗门长老也在商议这件事 最近 宗门弟子接连遭遇九魔宗弟子截杀 十分恶劣 然而 也发生了一些值得庆祝的事 不知是哪位前辈出手 及时进行了救助 前前后后十几次 并击杀了十几批魔宗弟子 如此大功一见 却隐姓埋名 实在是一件怪事 封世伯说了 此事与他无关 此事是好事 是你们当中谁做的 大可说出来吗 宗主轻易看着众元英长老 笑着问 师兄 你就别再问了 若真是我们做的 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承认了 怎会藏头鹿尾呢 就是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要是我做的 那些节修的财物 我肯定留下来了 这个作风不是我 众元英真君 纷纷摇头否认 这种救助弟子的事 又不是什么坏事 真是他们做的 根本用不着隐瞒 若不是你们 那会是谁呢 按照弟子们预袭 以及被援助的地点 和时间推算 这个人的神识修为不弱呀 神识修为 至上在我之上 宗主轻易 眉头紧皱 一脸的不解 闻言 众元英真君 眉头也皱了起来 宗内 最有可能的两位太上长老 一个闭关疗伤 一个亲口否认了 不是他们所为 然而 宗内最有可能的人 都在现场 也都纷纷地否认了 那么问题来了 是谁救助了 十几批宗门弟子呢 会不会是 叶师叔回来了 是他所为 想什么呢 叶师叔已经去了 天玄建宗 怎么可能还会回来 所以啊 他才暗中相助 不敢露面 好了 叶师叔的是修要再提 总归是好见识 弟子们再问 就推到风师伯身上 大家不要再纠结了 宗主 轻易 对此事做了定论 不过 九魔宗最近越做越过分 各位若有空的话 不妨多留意一下 宗域内的动静 另外 我有一加强宗门巡力量 宗主 轻易看着众长老 宣布道 很快 清玄宗高层 对九魔宗弟子干扰式的入侵 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对宗门所控的领域 加派了大量寻味 不过 这一切 与李牧无关 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活 李牧绝大数时间的狗在月穷风 偶尔带着 两小出门狩猎 也是神识全放开 源源躲避 一切可能碰上来的麻烦 对于救援弟子的感谢 被宗门的风老族顶替的是 李牧一点没放在心上 不在意那点虚名 救援宗门弟子 是李牧看不过去 对魔修厌恶 顺手而为的事 清玄宗的未来会怎么样 李牧一点不关心 只要没人来破坏他的灵田 打扰他的前修就行了 时间一晃 十三年过去 时间一晃 十三年过去 李牧在月穷风的生活波澜不惊 没有太大的变化 每日除了照顾灵职 便是炼气制服 或是炼制傀儡 偶尔研究一下酿酒 烹制灵扇 差不多半个月 便带着带着小金 小瓦外出狩猎妖兽 获取食物 偶尔 李牧也会亲自出手一番 与妖兽对战 检验自己的战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 灵职一批一批成熟收割 李牧收获了海量的自由熟练点 陆续将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 玄铁剑阵 基本篇 视灵养身爵 御灵气疏 等高阶功法 提升至满级 修为尽管还没突破金丹 不过 实力却翻天覆地的提升 李牧神石 强大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同时预控多柄四阶零剑 不知剑阵都变得极其轻松 战斗力获得了数十倍 上百倍的提升 权力出手的话 对付四阶妖兽也不在话下 即便对上金丹后期修士 李牧也有信心与之一战 随着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的圆满 李牧领悟新神石神通 星魂画玉 与此同时 星云观想法 也出现了新的篇章 星云观想法 星神篇 星云观想法 星神篇 这篇功法 与阴阳五行经一样 等级需要其他灵物俯修 需要一种叫做星云的灵物 才能继续提升功法的等级 星云这种属性 能从什么灵值获取 李牧查询许久一无所获 对此只能暂且放下 星云观想法 巨神篇的圆满 对神魂质变和提升 已然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地步 李牧已经非常知足了 与星云观想法一样 玄天剑阵 基础篇 提升至满集后 也出现了新的篇章 玄天剑阵 太玄剑阵篇篇 升至满集之后 相继出现了三个新剑阵 玄天剑阵 福天剑阵 太玄万剑阵 布置剑阵所需的灵剑分别 一千 三千 一万 凭借着强大的神石 李牧勉勉强强 能用上第一个玄天剑阵 至于后面两个剑阵 怕要进阶金丹修为 或是将星云观想法 星神篇升至满集 才有可能 月穷风 浓郁灵气笼罩 山林间 水潭里 金色灵田里 各种鸟雀 鲫鱼 山寿 都是一副灵光十足 不真实的模样 它们都是能化灵的灵气 十三年时间 李牧尽管一直保持低调 但是凭借强大的炼气技艺 为清玄宗炼制的四阶零件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加上万宝阁炼制的灵气 日积月累 李牧轻松地凑够了 布置玄天剑阵所需的 一千柄零件 而且 拥有气灵的四阶零件 占了一部分 有三百多件 积累了一笔庞大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李牧重点照顾的一批 高阶零植 即将迎来收获的季节 首先是 十亩布置了 金元镇的上品灵田 一根根三阶金剑草 犹如长剑 便屹立于田中 金光四溢 飘散着灵动的剑气 山泉汇聚的灵水潭 一朵朵白莲盛开在水面上 清澈剑底的潭底 三阶玉境清莲 也即将成熟 李牧伸手一招 召回金元镇内 游巡的七八柄四阶 精细零剑 再打出一记真元 没入金元镇中 停止了维系近十五年的镇法 金元镇忙一闪而逝 十亩金剑草 齐齐斩露剑芒 察觉到了环境的异常 释放出了危险的气息 李牧呵呵一笑 还挺有灵性 不过 已经摆养了他们十五年 现在是他们回报自己的时候了 李牧手中金元凝聚 一道道金刀飞斩而出 对着十亩金剑草 释放了金刀树 扑 扑 一连串厚重的碰撞声响起 十几道金刀 一一没入金剑草林田中 堪堪将半亩不到的金剑草收割下来 便没了后劲 三阶金剑草植株 长期生长于金元镇内 植株根系 兼如赤金 玄铁 金刀树收割的数量极其有限 李牧不禁反喜 随着金刀树的收割 半亩金剑草出了一团团金色灵直光团 非常耀眼 李牧神识覆盖过去 一团团金色直灵光团 纷纷飞没入他的身体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金元气 加二十三 剑气 威力加七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金元气 加十八 剑气 威力加五 数以千计的金色光团入体 李牧当即赶到 体内五行灵气 精细灵气部分 获得了大幅提升 随即 金生水 水生木 五行灵力纯度 集体获得一次蜕变 五行灵力整体的提升数量 随之下降 不过 许久为突破的修为 此刻隐隐约约 要突破下一层了 李牧惊喜不已 随即想着 怎么验证剑气威力 李牧并拢双指 巧用弹指镜 积设一道金色剑气 钉的一声 一窜剑气飞窜而出 犀利地没入一块青盐上 打出了个一尺多深的小洞 李牧惊喜不已 见其威力真的增加了 而且 威力提升的程度还不小 看着剩余的九母 半金剑草 李牧双眼放光 继续动手凝聚灵园 施展金刀树 扑扑扑 一道道金刀树 犹如不要钱一般地 向十母三接 金剑草飞斩而去 疯狂收割金剑草 很快 一团团金色灵直光团 一窝蜂地往李牧身上 急聚而来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晶元气加十九 剑气威力加七 丁 你体内五行灵力的质量获得提升 你的修为提升为 助击三层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晶元气加二十三 剑气威力加五 丁 你体内五行灵力的质量获得提升 你的修为提升为 助击四层 很快 十母金剑草收割结束 李牧的修为提升至助击六层 体内五行灵力真元浑厚了四五倍 五行灵力强度 以及剑气威力 获得了一次大幅提升 太好了 不愧是三接灵直 这种提升效果杠杠的 李牧喜不胜收 有点后悔种少了 虽然金剑草的成长时间久了一些 不过 提升的效果杠杠的 直灵光团 竟能直接提升精细灵力的品质 继而带动五行灵力 间接提升修为 感受体内充裕 浑厚的五行灵力 李牧精神振奋无比 这才发现自己陷入了误区 阴阳二气势 用于提升阴阳五行金功法的等级 并不能代表着 它不能利用灵直的其他属性 继续提升修为 不过 修为固然能用灵直提升 注金单总归 还是要靠阴阳五行金等级的提升才适合 金剑草提升的属性 可比其他三阶灵直有用多了 这段时间 其他几样三阶灵直 陆续成熟 李牧收割后 获得了一些不知有用没用的属性 比如 三阶天麦果 直灵光团的属性 是增加经脉强度 三阶幻神草 直灵光团的属性 是增加神魂抑制 三阶清续灵茶的直灵光团 是增加一部分神魂强度 一部分神魂抵御力 总之 比较起来 李牧还是比较喜欢金剑草这种 能提升灵力品质 增加修为的灵直 收割了金剑草 李牧将它们收拢起来 三阶金剑草是炼制金卖单的主要之一 能卖不少灵食 不过 李牧懒得拿去卖 倒是小金应该会喜欢 可以拿给它当灵食摸摸牙 李牧带着一堆金剑草 遇见飞制御寿源 两个大家伙趴在一起呼呼大睡 轰轰地打呼声 其词比伏 李牧微微一笑 用御灵气印唤醒了小金 小金大眼一睁 坐立起来 看着李牧身后预控的大量金剑草 闭眼一亮 迫不及待地站立起身 四丈多高庞大的身躯 犹如一座山峰 向李牧压来 散发着一股令人站立的气息 都是给你的 别过来 李牧美好气地挥了挥 预控着大量金剑草 犹如金色长龙一般 向小金面前坠落而下 扑扑扑 金剑草在庞大金园面前 堆成了一座小山 散发着浓郁的金园灵性 小金伸手抓起一把 塞入嘴里 嘎嘎地大口大口吃起来 三阶金剑草式炼制金卖单的主要材料 没有经过炼制 坚硬如铁 还有剑气蕴含 一般是无法入口的 然而 这些特性对小金来说 完全可以忽视 将是领养生爵修炼制极致的小金 早已不是当初那只小金园 而是进阶了四阶 达到了四阶巅峰期的大腰 一堆三阶金剑草而已 就跟薯条 似的 小金一口接着一口 嘎嘣脆 吃得好不开心 呼呼大睡的 小瓦被吵醒了 见小金在吃毒时 连忙凑上前嗅了嗅 不感兴趣地撇过头 用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李牧 哇哇 叫了一声 知道了 你也有 李牧笑着 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一个 装着一窝二阶飞牙蚁的那虫瓶 这是专门为 小瓦准备的零食 哇哇 小瓦一看到虫瓶 当即兴奋了起来 李牧微微一笑 打开那虫瓶 下一刻 一大片黑蚁从那虫瓶中 飞涌出来 密密麻麻 成千上万 像吃着虫瓶的李牧 扑杀而去 然而 还未等飞蚁群 飞出多远 它们的身躯 遭受到一股 强大力量的牵引 身体失去了控制 一窝蜂地 朝张着大嘴的巨兽飞去 一窝令助鸡修饰 都束手无策的飞牙蚁 就这么自投授口 没有一只存活下来 哇哇 小瓦意犹未尽地 身舌舔了舔 冲李牧叫了一声 一群二阶飞牙蚁群 是许多重修梦寐以求的质宝 价值上万枚钟灵 就这么当了小瓦的灵嘴 偶尔喂一味还可以 经常吃李牧 可喂不起 没有了 想吃的话 改天自己抓 李牧美好气地白了小瓦一眼 欲见而起 朝阴阳谷飞去 检查紫阳灵芝 因破果的生长状态 阴阳谷 在阴阳混元阵的作用下 天地阴阳二气 一左一右 一高一低 层次分明地聚集于阵中 李牧看着十五亩紫阳灵芝 十五亩阴破果 就好似看待自己的孩子一般 眼中充满了喜爱 百看不厌 紫阳灵芝壮如珊瑚 色泽身子 华丽而不妖艳 叶面如千层薄纱般有层次感 每一株紫阳灵芝 都有一尺高 表面散逸着淡淡的紫阳气 一股药香蔓出 令李牧精神一阵 阴破果 植株矮小 粗短的根状精 挂着一颗颗龙眼大小的白果子 蛋白色阴气包囊 每颗植株都能挂四五个果子 成长状态极佳 在李牧不计成本 耗费大量紫阳玉 钛旋月禄 以及阴阳混元阵的加持下 紫阳灵芝 因破果植株的生长状态极好 生长速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按照这个生长状态持续下去 再过一年左右 便能迎来收割剂 看着长势良好的紫阳灵芝 因破果 李牧已然有些迫不及待了 眼下收割一点 好似也可以 栽种了这么久 还没严正紫阳灵芝 因破果植株 是不是能提供阴阳二气 李牧是行动派 心动立即行动 从九藏灵珠中取出一把镰刀 走到紫阳灵芝田旁边 手动收割下来一株 镰刀划过 扑斥一声 一股紫色江叶 从紫阳灵芝断根处流淌而出 散逸着浓郁的香气 与之出现的 还有一枚深紫色的灵芝光团 李牧精神一震 伸手触碰了下紫色植灵光团 紫色植灵光团 随之消散在李牧的手指间 随之 绝色虚拟矿日志里 跳出一段红色文字提示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紫阳气加六九二点 看到日志提示 李牧精神一震 收割一株四阶紫阳灵芝 竟然一下子加这么多的紫阳气 是不是 十五亩紫阳灵芝总管 三十七万一千零四十六株 是不是已经能满足 进阶金丹的要求了 在阴阳谷种下紫阳灵芝 阴破果之后 李牧几乎每天都要来迅速它们 紫阳灵芝 阴破果有多少株 每一株的状态怎么样的 它都一清二楚 李牧迫不及待地要验证两种灵芝 提供的灵芝光团属性 当即飞身跳下阴谷 来到众阴破果的灵田 李牧迫不及待地附身而下 镰刀手起刀落 切割下一株 阴破果植株 随即在那株阴破果植株的伤口处 看到了一个白雾状的植灵光团 李牧迫不及待地伸手轻轻一碰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破阴气加五二七点 看到日志兰的新出现的提示 李牧神识放在角色栏上 对阴阳五行精进行加点升级 丁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一点紫阳气 一点阴气 阴阳五行精筑机偏熟练度加一 在阴阳五行精上加上一点自由熟练点 李牧当即看到了日志栏中的新提示 精神当即振奋了起来 果然可以 哈哈 太好了 李牧开心地大笑 四阶紫阳灵芝四阶阴破果植株收割后 果然是提供阴阳二气的 这下子精丹有望了 虽然四阶紫阳灵芝 阴破果还未达到完美成熟的状态 现在收割获取的阳气 阴气数量变少了 但是架不住 李牧种植的数量多啊 现在将它们都收割掉 获取的两种植灵光团 完全满足它进阶金丹的需求了 等一下 李牧想到了什么 手上的动作一顿 紫阳灵芝和阴破果收获后 好像要交宗门灵芝任务的 不过 李牧在想起灵芝任务失败的惩罚 好像就是补回宗门贡献 当即继续行动起来 李牧凝聚一道金刀树 飞斩而出 收割下一亩阴破果 这些年 李牧每年都会完成宗门的炼气任务 十几年时间积累下来 获得了一大笔贡献 随着 小金 小瓦 他们能自己狩猎 使用贡献的地方 越来越少 半成品的紫阳灵芝 因破果若 无法交任务的话 李牧有的是贡献让宗门扣的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破阴气 加610点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破阴气 加596点 天赋神通 植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植灵 破阴气 加685点 很快 一团团白色光团 顷刻间淹没了李牧的身体 角色日志兰 跳起了一道道灵芝 获取提示 稳妥起见 李牧指 收割了一亩鹰破果 接着 再去收割一亩紫阳灵芝 将收获下来的灵芝 破果 分别装入一个储物袋 李牧迫不及待地 开始为阴阳五行金 加点升级 十几年时间 天风草成熟了一批又一批 积累了单位为 一级的自由熟练点 李牧现在一点都不愁 自由熟练点不够用 缺少的是 高级功法所需的特殊植灵光团 比如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的阴阳二气 星云观象法 巨星篇的星源 五级炼气术 五级制服术 五级布阵 五级傀儡术升级所需的灵性 时隔十五年之久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所需的阴阳二气 今天终于能满足了 李牧开始了疯狂加点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一点紫阳气 一点阴气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一点紫阳气 一点阴气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一点紫阳气 一点阴气 阴阳五行金 阴阳偏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生智 二级 你的修为获得大幅提升 你领悟衍生神通 阴阳覆脉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一点紫阳气 一点阴气 阴阳五行金 阴阳偏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生智 五级 打小成境界 你的修为提升至筑基六层 你领悟神通 阴阳双眼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一点紫阳气 一点阴气 阴阳五行金 阴阳偏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生智 八级 你的修为达筑基线 资质获得提升 你领悟衍生神通 颠倒阴阳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一点紫阳气 一点阴气 阴阳五行金 阴阳偏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生智 九级 圆满 你自助金丹 你的修为突破金丹一层 资质获得大幅提升 你成就五行圣体 你领悟衍生神通 阴阳大五行 定 五行先天之气不足 阴阳五行金 金丹片等级无法提升 十五亩紫阳灵芝 十五亩因破果 完全收割下来 离目一口气 将提升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 提升至满级 修为接连爆炸增长 筑基五层 筑基六层 一路达到了筑基巅峰极限 最终 在阴阳五行金 筑基篇 提升至圆满那一刻 体内浑厚的五行灵力 继续催生阴阳二气 一下子将丹田液化的五行灵气 催聚成了一枚圆润的金丹 随着金丹的凝成 李牧的身体自那儿外 进行了一场对辨识的洗水 皮肤灵光充盈 身体强度 真缘强度 纷纷获得数十倍 上百倍的提升 李牧双目瞳孔成 一阴一阳双状 能看到天地灵气粒子的运行轨迹 仿佛本能一般 甩手轻轻一挥 不由欲见 便轻松欲空而起 对天地灵气的掌控深度 拔高到了一个极深的程度 进阶金丹后 李牧当即明白了 助击与金丹的差距天然 现在的他 能杀上百 上千个助击器的自己 尤其五行灵体 在进阶一个等级 成就了五行圣体 对五行灵力 天地阴阳二气的掌控程度 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终于进阶金丹镜了 李牧右手握拳 感受到金丹镜的强大 满脸的喜意 安全感大增 这下子 李牧不用再担忧 清玄宗被灭后 没办法逃了 这些年 清玄宗的形势日况愈下 五宗联合拓荒陷入僵局 大量精英弟子 被拖在拓荒前线 九魔宗的侵袭不断 清玄宗退出了不少地盘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发动灭宗之战 现在 突破了金丹 李牧战力暴涨 越阶战元英真君不在话下 届时要逃的话 要占皆有余力 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阴阳五行金 金丹片升级 需要用到先天五行之气吗 李牧不由想到了三阶金剑草 收割了三阶金剑草 获得是先天精灵之气 那么 只要再凑够其他四种先天五行之气 就可以为进阶元英做准备了 不 应该是三种才是 在溪水灵潭栽种的三阶 玉境清廉 获取的直灵光团能提供先天水灵之气 那么只剩下土 木 火 三种直灵光团 便可进阶原因 这可比阴阳二气容易多了 眼下 李牧就知道了不少三阶灵直 能够提供这三种直灵属性 李牧运转逆元脸膝 绝形公路线 身上释放的灵压修为 渐渐从金丹初期收敛降至住击中期 李牧从九藏灵珠取出金色的长老袍穿上 而后遇见而起 前往太旋风贡献殿 太旋风贡献殿 众住击弟子看到李牧 纷纷致以问候 弟子 拜见长老 长老 您先请 在一众宗门弟子恭敬的欠让声中 李牧以极高的效率进入兑换资源的密室 看到进门的李牧 身着一件金色长老袍 弟子 蛇秀华 拜见长老 资源密室内 一位女弟子连忙起身 恭敬问候道 这是我的身份令 来交灵职任务的 你查看一下 李牧点了点头 递上自己的身份令牌 李长老 您要递交紫阳灵芝 因破过这两种灵职任务吗 他们应该还未到成熟期吧 蛇秀华接了李牧的身份令 查探了一下 惊诧地问 李牧微微一笑 从怀中取出两个储物袋 递给对方道 你检查一下 这些可否能用 蛇秀华接下储物袋 从中取出一片紫阳灵芝 一枚阴破果 皱眉检查了起来 长老 这两样灵职 好像还未完全成熟 我无法确定 您稍等 我需要通知灵职长老 过来验收任务 蛇秀华看着李牧 满脸歉意地说 嗯 你通知吧 李牧点了点头 静止在密室内一张椅子落座 闭目养神起来 刚进阶金丹 再加上阴阳五行金 筑基片的升级 衍生出了不少阴阳神通 李牧正好借此顿悟演练 莫约过去了一刻钟 一个人影匆匆走进密室 是同样身穿金色长老袍的灵职长老 李牧睁开眼 看着那位须发揭白的灵职长老 冲冲破门而入 拿着蛇秀华 手里的紫阳灵芝 阴破果 双手哆嗦 拉着张脸 李牧偷窥了清玄宗十几年 对这位长老极为熟悉 他是圣灵风的风主 邱文龙 宗师级炼丹师 专注于炼丹 主修的火系功法 怎么就摘了 时候都没到 看着燕丽 其实灵性缺了一大块 须有七表 邱文龙黑着脸 怒瞪着李牧质问 没办法 紫阳玉 太悬月路不够用了 只能提前摘了 这批灵职能交任务吗 不行的话 那也没办法了 李牧对上邱文龙的目光 随口编了个理由解释 不够你跟我说啊 我可以见你啊 这批灵职再过一年 甚至半年后再摘 也不会丧失这么多的灵性啊 邱文龙痛心疾首 看着紫阳灵芝 因破果实 难受地说 李牧隐蔽的一笑 紫阳灵芝 因破果灵性大量丧失的原因 跟早摘一点关系没有 跟直灵被他汲取有关系才是 这样也好 起码能用早摘这个理由 搪塞过去 邱长老 你看着办吧 能用就用 不能用的话 就扣贡献点吧 李牧叹了口气 无可奈何地说 哎 这批紫阳灵芝 因破果的药性大大减弱 这样五个的量 都抵不上一个的药性 炼制紫阳丹 魂天丹成功几率也变低了 邱文龙叹气连连 看着蛇秀华道 要不是 紫阳丹 魂天丹短缺 这批药我都不想收 任务 只能给他按无比异的数量算 好的 邱长老 蛇秀华点了点头 看着李牧问 李长老 您同意按这个贡献兑换吗 嗯 就按邱长老的意思办吧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闻言 蛇秀华不由松了口气 当即按照这个比例为 李牧结算任务贡献 再抵扣掉 兑换掉灵质种子 和辅助材料的贡献 这批灵质交付后 李牧成功 挣了12.3万点贡献 交接任务时 邱文龙全程黑着脸 拿了两样灵药 便挥秀而走 没给李牧一点好脸色 好好的四阶灵质种子 被种成这样 邱文龙吞吃了李牧的心都有了 李长老 您别介意 邱长老就这个直性子 不会记仇的 蛇秀华看着李牧 讨好的说 这些年 李牧炼制不少四阶灵器 尽管他十分低调 许弟子知名不仁 不过 蛇秀华通过身份令牌 一下子便对上了 没事 帮我兑换几份灵质种子吧 李牧笑了笑 不以为意 他也了解邱长老的性情 十几年时间 尽管李牧一直隐居于月穷风 不过 他可没少观察清玄宗上下的生活状况 李牧对这位性格火爆 爱憎分明 直言直语的邱长老 感官还不错 好的李长老 您要兑换什么灵种 蛇秀华恭敬地看着李牧问 三阶地缘餐 五十亩 三阶麒麟果 五十亩 三阶木龙藤 五十亩 三阶金剑草 五十亩 三阶玉镜青莲 三十亩 李牧笑着报道 蛇秀华听傻了眼 没想到李长老要兑换这么多三阶灵种 比专职灵直夫还要勤奋啊 李长老 你稍等 我看一下仓库有没有这么多库存 蛇秀华回应了下 检查起了仓库 金丹镜进阶原因 需要多少先天五行之气 李牧不得而知 恐怕这批灵直收获的先天五行之气 仍无法满足进阶原因的需求 不过 李牧有的是时间 进阶金丹后获得五行圣体 它的寿源提升至两千年 这么漫长的岁月 只要稳妥一点 中途不要夭折 进阶原因是迟早的事 另外 李牧准备将月穷风的灵田 再拖一拖 拖荒更多灵田 实在不行 就多种几批 尽早进阶原因 其他的灵植 李牧准备陆续淘汰掉 只需五种五行灵植 管理起来可比之前容易多了 再开拓个四五百亩 完全管得过来 至于离开清玄宗 寻武主灵风的事 李牧暂不做考虑 在清玄宗待久了 李牧习惯了宗门的便捷和热闹 再说 眼下清玄宗 还未发生灭宗的危机 不至于卑躬舍影 去未知的地方冒险 李长老 五种灵植 就三阶玉境清莲的灵种不够 只有十五亩 其他都有 另外 这五种灵植宗门 都有安排灵植任务 您要不要顺便领一下 蛇秀华看着李牧 请示地问 李牧略做思考 决定道 十五亩也行 都帮我对了 至于灵植任务就算了吧 有了紫阳灵植和鹰破果的教训 李牧不打算再做宗门任务了 三阶地缘参是炼制地缘丹的主要之一 适合土系灵兽服用 三阶麒麟果是炼制活水丹的主要之一 这些灵植收获所得的果实植株 都可以用于为服五行灵兽 在种下这批灵植 等它们成熟之前 李牧准备将另外三只五行灵兽聚齐 这批灵植届时能成为五行灵兽的口粮 一点不会浪费 好的 李长老 这批灵种一共耗费了17.5万点贡献 于秀华进行了兑换操作 看着李牧试一道 话音一落 小型传送阵光芒一闪 传出了五个储物袋 李长老 您还剩下43.7万贡献 灵植的服用材料有需要兑换吗 几样灵植的生长 都需要对应的五行元素才行 于秀华看着李牧询问道 不用 这个我另有安排 李牧收起五个储物袋 白手拒绝 看着于秀华问 对了 兑换五阶清悬浮册需要多少贡献 兑换五阶清悬浮册需要75W贡献 李长老 您可以兑换到四阶部分 只需要20万点贡献 于秀华诧异地看了李牧一眼 连忙回应道 嗯 只需帮我兑换四阶部分 其他的我有 另外 剩下的贡献 在帮我兑换阴阳天眼镇中下两步 李牧点了点头 试一道 好的李长老 于秀华恭敬地应命 操控身份 令牌 扣除贡献 随即一清一紫 两枚传承预检 在小型传送阵出现 李牧接下两枚传承预检 投入神识 逐一接受了传承 没多久 李牧睁眼醒来 接受了心服录 阵法的传承 学会了九种四阶灵符配方 六种心阵法 抵还对方传承预检 收回身份令牌 李牧转身便离开 李长老 请慢走 于秀华恭敬地目送李牧 离开太旋风 李牧遇见飞往青云城 此时 岳穷风需实时管理的灵植不多 一片三阶玉境清廉 大概五亩左右 不需要怎么管理 另外 十亩三阶清须灵茶 也无需耗费太多精力 李牧准备趁五行灵植 没种下之前 去环廊灵山一趟 探索那座未知的洞府 在探府未知洞府之前 李牧需要为此做一些准备 万宝阁 顾客进进出出 生意依旧兴隆 与其他顾客不同 李牧进入万宝阁后 便被万宝阁的员工 热情地请至那堂会客室 见过李大师 公孙楚匆匆而至 向李牧吟吟一礼 公身问候道 公孙掌柜 天火的事可有眉目了 李牧点头回了个礼 看着公孙楚直奔主题 生气地问 进阶经单后 李牧对六阶玉林宝镯 越发迫切了 这次出行 也抱着抓另外 三只五行妖兽的想法 然而 委托公孙楚 带为谋取天火的事 却一次次地被拖延 重练玉林宝镯 也无法进行 李牧不禁有些烦躁 这万宝队的资源渠道 越来越不行了 以前还好说 涉及五阶 六阶的高阶灵雾 即便万宝阁 也有些力不从心了 至于 公孙楚是不是有意推挡 这一点 李牧能看得出来 不然 他早结束 和万宝阁的合作了 面对李大师的怒火 公孙楚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李大师 实在抱歉 之前 邦宁问了一位 存有天火的万雷真君 怎奈他已将那朵天节雷火 炼成了本命灵火 多少代价都不会割让的 除此之外 再无发现 拥有天火的修饰 在南荒陵域 天火实在难寻 要去中州那等大陵域 天火才容易寻得 公孙楚看着李牧 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中州陵域 万宝阁不是也有分店吗 为什么探不了 李牧皱了皱眉 看着公孙楚 不解地问 中州陵域的情况 李牧知道一些 五宗之上的天玄建宗 便是中州陵域的五大宗门之一 那边的灵脉 资源远比这边丰富多了 可是 万宝阁的店铺 遍布几个大陆 应该都能弄到才对 公孙楚这个推托之词 让李牧有些不解 李大师 您有所不知 中州那边确实也有万宝阁分店 但中州和南荒 是两片不同的陵域大陆 一来距离太远了 二来 所属上级体系不同 若是在两个陵域间 调批大批量低阶的资源 还好说 调五阶以上的零物物资 由于稀缺性 战略性 双法调货极少 所费的资源极高 价格要翻两三倍左右 调货难度高 也不划算 公孙楚联盟解释 听完公孙楚的解释 李牧大概明白了 万宝阁虽是一家跨大陆商业组织 但是 所在区域的组织架构是独立的 大量低阶资源 可以无异物 高阶灵物资源 存在较高战略价值 交易被设置了障碍 李牧无奈地看着公孙楚 接着问 好吧 天火的事 你继续帮我打听 现在的话 能帮我弄一艘四阶 或三阶的零件吗 我准备远行一趟 零件吗 这个没问题 李大师 您什么时候需要 需要帮您配备船员吗 见李大师不再缠着天火的事 公孙楚精神一震 连忙问 船员就算了 就我自己出行 零件当然是越快越好 李牧想了想 回应道 李大师 四阶零件 至少需要四名船员 才能操纵地过来 您自己出行的话 为您配备一艘 三阶天梭零件行吗 三天后 便可将天梭零件调过来 公孙楚看着李牧 示意道 行 另外 将我练器提成的剩余的收益 都换成一批五行材料 我三日后来取 李牧欣然点头 继续吩咐道 没问题 李大师 您需要哪些材料 我看一下仓库有没有 公孙楚求之不得 欣然点头 肯定要 一些三阶五行材料 李牧笑着示意 很快 两人聊完五行材料 又闲聊了一些其他事宜 时间一晃 三天过去 李牧在来到万宝阁那堂大院的时候 面前停放着一艘小型零件 通体银亮色 形态宛弱一枚尖缩 两头尖锐 封闭式的船体 长约六七杖 两个人高 造型奇特 李长老 这艘便是三阶天梭零件 采用三阶清晨银 四阶幻圣妖兽皮 四阶天风时炼制的三阶零件 此件日行七千里不在话下 还有极强的圣影前夕效果 一个人也能独自驾驭 公孙楚看着李牧 详细地为其介绍天梭零件的信息 不错 李牧满意地点头称赞 公孙楚推荐的这艘天梭零件 非常适合他使用 不仅飞行速度快 行迹隐蔽 也拥有极宽敞的个人空间 在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天梭零件的信息 详细呈现于角色虚拟框中 天梭零件 品阶 三阶小型零件 特性 急影如梭 肾影换身 预风而行 一艘由三阶清晨银 四阶换身妖兽皮 四阶天风时炼制的风系零件 见内部 预风零震 肾影换震 风源护震 预雷震 长 七点八丈 宽 零点九丈 高 一点一丈 预风而行 日行七千里 消耗 三十六枚 中灵天 李牧十分满意 有了这艘天梭零件的协助 即便前往万妖山脉深处 李牧也敢冒险闯一闯 等结束了环廊临山之行 李牧准备驾驭天梭零件 再往万妖山脉深处飞一趟 看能不能有机会 聚其五行零售 李大师 不知道 您这趟远行目的地是何处 我特意为您准备了几份地图 有详细记录南荒陵域的各个荒迈的地图 以及另外几个陵域的地图 还有一些补给资源 祝您此趟远行顺顺利利 早日平安归来 公孙楚双手恭敬地递给李牧一处无带 祝愿地说 十几年的炼气合作 托了李大师的福 青云城万宝阁 在炼气收益方面 一直占据南荒陵域各大万宝阁分店之手 此次李大师突然说要远行 让公孙楚有些触不及防 没一点心理准备 公孙楚不由有些紧张 害怕李牧一起不回 他们的合作关系就此结束 连忙为了李牧 准备了大量补给物资 期盼着他能早日归来 这些年 公孙楚对李牧的要求 可谓有求必应 然而 他所需的资源 越来越超过了他掌控的资源渠道 比如 天火 高阶灵兽幼崽 各种高阶灵质种子 等等 公孙楚有一种预感 他距离失去李大师的日子 好像越来越近了 然而 李大师明明才助基修为 为何所需 辅修的资源品阶 却越来越高 完全不像阁里的其他客亲 这是公孙楚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的 公孙楚认真打量着李大师 目光带着一丝不解 有心了 我大概两三月后就回来 李目笑着接下来储物带 大概明白了公孙楚话里的意思 闻言 公孙楚神色不由一松 脸上有了一丝笑意 很快 李目神识覆盖在天梭灵剑上 一股强大的五行灵源挥手打出 静止没入天梭灵剑 不到时期 李目便将天梭灵剑炼化了 公孙掌柜 李某告辞了 李目冲公孙楚 微微一笑 话音一落 李目托起天梭灵剑 飞升而起 而后 身影钻入天梭灵剑之中 迅速启动了天梭灵剑的预风法阵 搜得一下 天梭灵剑以极快的速度飞了起来 风驰电质 很快 天梭灵剑身影渐渐变淡 启动了圣影幻阵 身影迅速与天空融为一色 眨眼不见了踪影 目送天梭灵剑消失的身影 公孙楚神色微微一呆 没想到李大师动作这么干脆利索 炼化天梭灵剑的用时这么短暂 那是三接灵剑啊 而且 就在李目施法炼化 操纵天梭灵剑的时候 公孙楚静距离在侧 他隐隐约约地感受到 那股法力波动 透露着一股金丹修士 才有的灵压 强盛无比 李大师是金丹修士 不会吧 李大师那么年轻 是自己感觉出错了吧 公孙楚姓牧原瞪 摇看着天际 一脸迷茫 久久无法释然 那股金丹真元波动 发生得太短暂了 一闪即逝 公孙楚无法清楚地分辨 到底是个啥情况 两个时辰过去 天梭灵剑飞出了 清玄宗核心掌控区域 位于两千里之外 一座荒野山脉 李目神时 时时保持外放状态 拿出地图 对照着地形 一路急迟 目的明确 向着环郎灵山 所在的位置飞去 然而 发现前方 三百里之外的 特殊情况 让李目不得不暂缓了 天梭灵剑的速度 远远地观察起来 进阶金丹之后 李目不仅在身体强度 法力真元 等方面都获得了 质变式的提升 就连修炼星云观想法 变得无比强大的神魂 也跟着获得了质变 神魂变得凝结 实质 李目全面放开 神时能轻松观察 五百里之外的事物 驾驭天梭灵剑飞行 李目便将神时 缩小了一些范围 以加强观察的精度 前往三百里 发生的一场激战 李目看得眉头紧簇 这场战斗的胜败 恐怕会殃及他 今后能否继续 在月穷风 安定地生活下去 是不是要出手帮一下呢 李目左右为难 陷入了犹豫 在激战中 李目看到了 许久未见的云霄子 清玄宗 五位元英真君 清晨 清阳 陈元 周弘 天福 带领十三位 金丹真传 一众精锐 驻鸡弟子返回宗门 半途被魔窟九魔宗 九位元英真君 带着数十名 金丹弟子 驻鸡弟子 伏击 九英大阵 万师云集 血海翻腾 清玄宗 一众精锐 被为死于一座孤峰 被九魔宗的人 慢慢蚕食 陷入了绝境 就吧 九魔宗的元英真君们 不是摆设 除去一位主持九英大阵 一位万师大阵 一位血海大阵的元英真君 现场还有六位元英真君 能自由活动 以一对六 李牧自问 没有那个本事 在清玄宗待了十几年 李牧一直奉行公平交易 等价交换 帮清玄宗炼制了不少灵器 没成清玄宗多少情 就算见死不救地离开 李牧心里也不会过意不去 不救的话 清玄宗这批精锐死绝 不用多想 接下来 魔窟九宗肯定会继续进犯清玄宗 灭宗之祸为期不远 月穷风肯定无法继续待下去了 试一试吧 不行就撤 见清玄宗那批助击弟子 快支撑不下去了 李牧无奈叹了口气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眼睁睁看着清玄宗这批精锐 就这么死在自己面前 李牧有些于心不忍 凭借天梭零剑的速度 再加上自己的手段 就算救助不成 逃走还是可以的 李牧思考了片刻 驾驭着天梭零剑 迅速接近战场 避云风之巅 一群魔修聚集 有只老鼠窜进来了 血影老鬼麻烦你走一趟 主持九阴大阵的白骨魔君 看向一身血衣的血影魔君 示意道 区区一个金丹 血煞 血曾你俩走一趟 血影魔君瞥了一眼 身侧的两位金丹弟子 吩咐道 是 血煞 血曾欣然领命 化作两道血影 静止朝风下以密林飞冲而去 血影若见 眨眼便智 此时 密林里的李牧 恰好在布置五行护阵 察觉到两个金丹魔修的迅速靠近 面上不动余色 轻拍了腰间的玉灵带 小金 小白 出来帮忙 李牧画音一落 小金庞大的身躯 眨眼从玉灵带钻出 一道肉眼难觅的白光 附身在金丹身上 三丈高的金丹 身穿一套囊身战甲 手持一根黄金大棒 现身之后 大步跨出 直奔两道俯冲而至的血影而去 四街妖园 一个人一个 血煞向血曾看了一眼 是以分头行动 画音一落 两道血影就要分散开来 一个人绕后去对付正在布阵的李牧 哪知 就在这个时候 金元骤然咆哮怒吼了一声 下一刻 一股强大的魂力冲击 随之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笼罩在两道血影上 血煞 血曾齐齐闷哼了一声 神魂骤然遭受了重创 神石无法使用 血影身法陷入了停顿 不好 血煞 血曾面色大变 无法操纵血法逃顿 眼睁睁地看着黄金大棒 呼啸而至 粗壮的黄金大棒 犹如一只金色纹拍 朝两人头顶一拍而下 砰 一声轰天巨响 黄金大棒狠狠砸在地面 大地崩裂 古树断枝 碎块巨石 纷飞四溅 黄金大棒之下的巨坑 鲜血流淌 血煞 血曾已然成了棒下之魂 吼 小金扬天一阵吼 举着带血的黄金大棒 仿佛出场就打了两只蚊子 嫌弃不够尽兴一般 碧云风之巅 众魔修看到这一幕 眼珠子掉了一地 什么情况 两名金丹血修 被一只四街妖元 一棒锤杀了 这也太离谱了 血煞 血曾那两位 可是血液魔菌的清传弟子 都是血神宗的血神子之一 即便对上普通猿鹰修士 也有一战之力 但是 就这么交代了 那只妖元什么来头 众魔修面露严峻之色 惊讶不已 血影老鬼 你还是亲自走一趟吧 你那两个弟子 太不中用了 白骨魔菌一脸凝重 看着血影魔菌示意道 血影魔菌目光森然 脸上却保持着警惕之色 他对自己那两个弟子的本事 一清二楚 然而 一个照面都没反应过来就死了 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那小子 在布阵呢 他既然敢来 定有几分依仗 白玉 邪童 我们过去看看 血影魔菌看向白玉魔菌 邪童魔菌 示意道 白玉魔菌 邪童魔菌对视一眼 脸上不禁也浮起了好奇之色 他们这么多魔菌 在此围杀清玄宗的精锐 区区一个金丹修士 竟敢有恃无恐地靠近战场布阵 一看 便是冲着他们来的 是谁给了他这份胆子 更别说 他招出来的玉兽 一个照面 就杀了他们两个金丹血修 这人处处透露着诡异 两位魔菌 没有拒绝 血影魔菌的邀请 三个魔菌 一起朝着三十里外的密林飞去 三个原鹰魔菌 不多不少 来得正好 李牧布好了五行镇 神石看到了三个魔菌的到来 不禁烦喜 面对太多的魔菌 李牧只有逃跑的份 三个吗 加上 三只玉兽的助力 应该能勉强一战 感受到了来自三个魔菌的压力 小金紧握黄金大棒 凝视着他们 严阵以待 血 黎牧一声大喝 激活了五行镇 随即再拍了一下玉兽带 将小娃也放出 紧接着 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五柄四阶五行灵剑 化作五道剑光 没入五行镇之中 五行镇再加上五行剑镇 镇上加成 双管齐下 大幅五行镇的威力 这小子不简单啊 白玉魔菌看到这一幕 皱了皱眉 止住了入阵的脚步 区区一个金丹 快点强行轰杀了 免得徒增意外 血影魔菌狠狠地说 话音一落 血影魔菌大手一挥 涌出一批血海 朝五行镇淹没而去 就在这时 五行镇自行催发一团赤白的灵火 抵御血海入侵 恐怖的火焰 当即将血海蒸发 升起一阵阵乌色的浓雾 迅速消散于天地间 血海规模迅速地缩小 五行灵火 怎么会 血影魔菌一下黑了脸 他辛苦炼制的绘魂血海 竟被一座五行镇 完全克制了 血影 收回血海吧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五行镇 有化灵镇气镇守 你的血海腐蚀不了他 邪童魔菌目光深邃地凝视着五行镇 示意道 血影魔菌看了邪童一眼 大手一挥 默默将血海收回 邪童有办法吗 老血的血海被克 我的阴魂手段也对其无效 白玉魔菌凝重地看着五行镇中的金丹修士 面色难看地问 看我的 邪童魔菌黑黑一笑 七八岁左右的身躯 骤然涌现一股宏伟的佛力真元 下一刻 邪童魔菌的身后 凝聚出了一具十丈高的黑色邪佛像 看着眼前的五行镇 邪童魔菌轻蔑地一笑 手掐法绝 邪佛法身跟着变化 又张迅速聚集浑厚的邪佛法力 就邪佛法身发起攻击的那一刻 李牧果断出手 剑绝一掐 五行零剑合一 直取邪童 搜的一下 五柄四阶零剑飞出剑阵 转眼合为一 形成一柄数十丈的大剑 剑芒若红 狠狠朝鞋同魔菌劈砍而去 剑阵 白玉魔菌 血影魔菌齐齐吓了一跳 各自打出一剑防御灵器 帮鞋同御敌 白玉魔菌打出一白玉骷髅头 迎风便大涨 转眼涨至十丈直径 张嘴一口将五行巨剑吞下 血影魔菌打出一面赤红的血盾 紧随其后 轰一声巨响 五行巨剑犀利至极 一剑斩暴白玉骷髅 迫气而出 狠狠扎在血色大盾上 一举穿透了血色大盾 继续朝着邪童的身躯 狠扎下去 怎么会 我的阴煞骷髅 白玉魔菌脸色大变 邪童 血影魔菌提醒道 邪童魔菌冷哼一声 邪佛法身挥掌而出 轰 一声巨响 邪佛法身与五行巨剑 狠狠撞在一起 顷刻间虚空扭曲 大地崩裂 庞大的冲击波震碎云霄 五行巨剑被打飞出去 迅速解体 飞回五行阵中 邪佛法身随之崩裂 解体 噗哧 一声 邪童骤然吐了一口鲜血 脸色阴得能渗出水来 邪童 你怎样 血影魔菌眉头紧皱 看着邪童魔菌不知在想些什么 法身被破 小心阵内那人 邪童魔菌满脸警惕地盯着五行阵内的神秘修饰 竟一剑破了他的法身 此人实力非同小可 白玉魔菌面容阴沉 内心隐隐不安 刚才那一剑 他们三人都出手阻挡了 结果还让他伤了邪童魔菌 真是见鬼了 那五柄飞剑是化灵至宝 已经受创不能再用 那人完全是借宝剑之力 我们三人合力出手 破了此阵再说 血影魔菌看向白玉魔菌 邪童魔菌 是一道 邪童魔菌 白玉魔菌齐齐点头 邪童魔菌重聚邪佛法身 白玉魔菌取出一杆万鬼翻 大量十字阴鬼涌出 血影魔菌挥手甩出一片血云 三个魔菌合力出手 对五行阵狂轰乱炸 五行阵狱漫天黄尘 夹着火源力 扑向阴鬼 血海 大量水源 助力藤木风涨 精锐之气伴随狂风淹没血海 阴鬼 一时间阵内五行真园暴乱不止 邪童魔菌 拒出另一具牵手法身 一道道黑色佛印打出 在三个魔菌联合示威之下 五行法阵摇摇欲坠 阵破在即 忽然 轰一声巨响 五行法阵的阵击炸裂 五行阵随之被破 三个魔菌齐齐一喜 警惕地盯着阵中人的反扑 果然 一片金光骤然乍现 耀眼无比 那是 连成一串金色弯刀树影 血影魔菌伸手挥控 击出一团血海灵盾 将金刀术法一一抵御下来 一只四阶妖元挥着巨棒 冲锋而至 血影魔菌大手一挥 从血海中 招出一条巨型血色胶蟒 向金元扑杀而去 然而 在金元之后 一个少年金丹修士 手持一步 犯着蓝色雷电的服输 蓝色雷霆 牵引着三张悬浮空中的蓝色雷符 血影魔菌对上少年修士的目光 当即看到一颗流星 向他的石海砸来 无法抵挡 轰的一声 血影魔菌神魂一荡 顷刻间 神魂遭受了重创 三张四阶雷符炸裂 化作三条雷符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他们三人扑杀而至 血影魔菌亡魂大帽 神魂遭受重创的当口 再遭四阶雷符袭击 这下子 要老命了 血影魔菌强忍着神魂的创伤 强食逃生秘法 化血分身术 搜的一下 躲入血海之中 召回血蟒 加强防御 同样遭受了神魂重创 以及四阶雷符锁定攻击的 邪童魔菌 白玉魔菌纷纷失秘法逃命 邪童魔菌 用邪佛法身抵挡攻击 白玉魔菌 投入万鬼之中 躲避雷笼锁定 滋啦 一声巨响 三条雷笼咆哮而出 转眼一一化作千条雷蛇 朝着三个魔菌 所化的血海 阴鬼大军 邪佛法身冲击而去 三个魔菌所在的地方 顷刻间化作一片雷域 血海 阴鬼大军 邪佛法身 在雷霆之下 纷纷遭受了重创 血海枯竭 血隐魔菌现身而出 满脸雪白 身上焦黑一片 不过 勉强靠着血海和血蟒的保护 勉强抵御了雷笼的轰沙 阴鬼大军死伤无数 白玉魔菌亦是一身焦黑 满脸狼狈 邪佛童子情况稍好一些 在邪佛法身的保护之下 身体没事 不过 他一脸的煞白 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相对于雷符的威胁 刚才那一记来自神魂的星光冲击 更让他惊悚 你是谁 你绝对不是金丹修士 血隐魔菌死死盯着李牧 大声地质问 李牧看都没看他一眼 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五柄五行零剑 双手法掘一掐 五柄四剑凭空而现 向三人直飞而去 迅速在空中集结 五剑转眼再次合一 犀利斩下 血隐魔菌 白玉魔菌 邪童魔菌 三人脸色大变 不可置信地看着五柄四剑零剑 刚才那次攻击 五柄飞剑一点伤都没有吗 灵性如此强大 三个魔菌连忙掏出防御法宝 施法抵挡 刚才那一剑的威力 他们三人可是一起领教过了 若是不能挡住 这一剑绝对会让他们遭受重创 小金 小瓦 小白 上 黎木通过御灵 气印向三只御兽 下达攻击指令 抓住这一闪而逝的战机 在五星零剑的威胁下 三个魔菌都准备抵御 无法反击 正是扩充战果的时候 经过十几年的狩猎战斗经历 他们主仆的合作 早已默契无比 闭眼晶圆大步一跨 屈身上前 黄金大棒朝薛影魔菌狠杂而下 小瓦向地下打出一记吐戏真元 在三个魔菌的身后 尸法大量吐刺 预防他们逃跑 附在小金身上的小白 施展勾魂夺破大法 干扰他们尸法 天际无比零剑合一 犀利斩下 越来越近 三个魔菌面露惊恐之色 骇然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神魂在遭重创 只勉强持防御灵气抵挡 眼睁睁看着剧元手中的大棒 迎头砸下来 这一刻 血影魔菌终于知道 自己那两个徒弟是怎么死的了 轰一声巨响 五行巨剑犀利斩下 邪佛法身及其邪同魔菌 一起碎裂纷飞 一代魔菌 就此烟消云散 连原因都没能逃出来 另一声巨响 紧随而至 黄金大棒狠批而下 血影魔菌命丧当场 血色原因脱体而出 夺命而逃 就在这时 礼目飞扑而至 手带着五行灵火 伸手将血色原因抓起 塞入一个那魂瓶里 叽叽 附在小金体内的小白 焦急地传出一阵叫唤声 知道了 等会再给你吃 先打架 礼目呵呵一笑 回了一句 将那魂瓶收入九藏灵珠 而后 看向夺命极飞的白玉魔菌 礼目伸手一挥 五行巨剑分解成五柄不同颜色的飞剑 以迅雷之势向白玉魔菌袭杀而去 血明 白骨 天师 快救我 感受到身后五柄飞剑的犀利追击 白玉魔菌绝望地向几位魔菌求救 几位魔菌面色大变 纷纷出手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三个魔菌同时出手对付一个金丹修士 没几个照面功夫 结果落得二死一伤的惨状 难道对手是化神老祖 不对啊 从对方释放的真元灵压修为气势来看 分明就一惊丹 连原因真君都不是 五柄四肩灵剑在即时中再次合而为一 剑势宏大 飞速骤蹄 犹如一道五色彩虹 眨眼追上白玉魔菌 从他的身体贯穿过 犀利的剑气将白玉魔菌撕成了无数碎渣 随风而逝 几个魔菌又惊又怒 无法相信他们同时出手都就不吓人 哄 的一声巨响 五行巨剑和三个魔菌释放的青铜棺材 雪莲座 骷髅头法宝对轰在一起 五行巨剑灯石被压制住了 五行巨剑迅速解体成五柄飞剑 与三间魔宝在空中缠斗起来 一时间竟坚持了下来 见状三个魔菌灯石慌了 这才明白过来为何协同 白玉 血影他们无法拿下对方 五剑四阶极品灵剑都是化灵的低阶灵宝 自身灵性不弱 剑主只需加持一些真元法力 便能发挥数倍的威力 这家伙是什么人 三个魔菌在主持大阵 只有他们三个魔菌 以及一批金丹 助击下属能 如果不能尽快除掉他 被他影响了大阵 将清玄宗的人放出来 那局势就糟糕了 三个魔菌对视了一眼 当即都意识到了这个情况 协同 白玉 血影三人联手 都被他反击死了 三个魔菌自然不敢贸然上去 他就一人 你们一起上 杀了他 白骨魔菌看向重金丹 助击下属 下令道 都给我上 天师魔菌大手一挥 打开诗带 放出了十二句飞天金甲诗 每一句都散发着金丹七巅峰的气势 见状 众魔修精神一阵 不再犹豫飞升而出 他们释放了炼尸 阴鬼 血煞 以十二句飞天金丝为首 浩浩荡荡 魔艳滔天地向着李牧扑杀而去 三个原鹰真君 没有直接围杀过来 反而先派来一堆渣渣 李牧不经反喜 神识王九藏灵珠一探 下一刻 霹里啪啦 无穷无尽的蜘蛛傀儡 战斗傀儡 数百上千距地凭空掉出来 他们一落地 便迅速飞奔起来 眨眼形成一只傀儡大军 向冲杀而至的金丹魔修 助击魔修淹没而去 十几年时间 李牧宅在月穷峰 照顾灵职 闲时练练灵气 绘制灵符 克制傀儡 日积月累之下 练制的灵气 傀儡 灵符数量不要太多 那些速度飞快 动作灵活的跳爆之傀儡 便是李牧成功改良的傀儡家座之一 他们体积仅有中型犬大小 八只灵活无比 跳飞速度极快 每秒几丈 神石覆盖下的敌人 他们能自动锁定 跳起 警报敌人的身躯 跳爆之傀儡 一旦将敌人抱住 不管抱脸 还是抱住身躯 体内的自爆阵纹便会激活 引爆腹枪内的二阶雷暴符 三阶火雷符 一只只灵活的蜘蛛傀儡 蜂涌而至 众魔羞冲击阵型 瞬间大乱 什么 这是什么傀儡 众魔羞大感不妙 他们左躲右闪 就是躲不开一只只蜘蛛傀儡的跳爆 蜘蛛傀儡的数量太多了 还有战斗傀儡的攻击 下一刻 轰 轰 的雷暴声 连绵不绝地响起 啊 我的脚啊 救我 救我 不要 不要 不要过来啊 不 快 快撤 傀儡里有雷暴符 雷霆爆炸声 魔羞的惨叫声 绝望的惨叫声 响成一片 众魔羞的冲锋阵型 一下子沦为了血腥地狱 十二具飞天金甲狮 没能夺过傀儡大军的包夹 在一阵阵雷鸿鸿鸣的爆炸声中 十二具金甲狮缺胳膊断腿 残缺不全的狮躯变得焦黑 生命顽强地在地上挣扎 很快 又一波蜘蛛傀儡勇志 再次传起一阵阵雷暴声 几十夕功夫 除了七八个机灵的金丹魔羞 成功逃出了战场 留在现场的魔羞和炼尸都死绝了 没一个能站着的 鹰鬼 血云一并被雷浮炸得魂飞破散 蒸发殆尽 三个魔军彼此对视了一眼 看到了彼此的眼中的震惊 心中都有了退意 高阶傀儡 三阶雷浮 四阶化灵飞剑 阵法 御兽 此人手段层出不穷 样样无比犀利 再加上他那犀利的剑阵 堪比原音真君的修为 这个金丹修士简直就是一怪物啊 怎么办 要撤吗 天师魔军心情最为沉重 他十二具金甲施毁了 这可是他最重要的杀手锏 没了他们 他的实力下降了三成 白骨魔军 雪明魔军对视了一眼 纠结无比 只要再过半个时辰 九阴阵内的清玄宗众人 就能彻底消灭 这个计划关乎着九魔宗灭清玄宗的大忌 他们要因为区区一个金丹修士 放弃这次机遇吗 然而 邪同魔军 白玉魔军 血影魔军三人 被杀在前 众弟子被灭在后 以此人的手段 他们三个合力能灭掉他们 怎么撤 回去怎么跟魔祖交代 白骨魔军看了天师魔军一眼 询问道 闻言 血明魔军 天师魔军 集体陷入了沉默 灭清玄宗 是九魔宗一统南荒陵域的第一步 好不容易将清玄宗 这批反宗的精锐引入陷阱 若是这趟任务失败 魔窟共主 天爵老祖 肯定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 不拖住他 先将清玄宗的人解决了再说 血明魔军神识传音 提议道 不行 那小子手头上可是有四间雷浮 我们三人必须联合 尽快杀了他才是 白骨魔军神识传音 反驳道 我那十二具金甲师都被灭了 白骨只能用万师法助你 天师魔军赞同道 白骨此处突击 以你为主 我施血法辅助 血明魔军无奈地提议 好 用你的真血大法 务必一击毙命 白骨魔军容不得多想 提议道 下一刻 三个魔军飞升而出 一个释放出大片血海 一个放出大量青铜棺材 另一个魔军投入血海 请客间消射身影 李木神识 一直放在六个魔军身上 尤其那三个没有主持大阵的魔军 一见他们有所动作 立即警惕了起来 李木双目灵光聚集 阴阳眼神通开启 当即看穿了三个魔军施法轨迹 血海中蕴藏千具青铜骨棺 朝他笼罩而来 那消失不见的原鹰魔军 藏于其中一个青铜骨棺 气息与棺中吟湿 混为一体 李木当即明白了 他们三人的想法 不假思索 伸手抓着雷灵服输 真元投入其中 四张四阶雷服 从五阶雷书中 被牵引出来 李木将炼制好的三阶 四阶雷服都存放于五阶雷灵服输中 以便于存储雷服 保持其雷源不散 与此同时 用雷书激发零服 不仅有伤害加成 还能同时一次激发多张雷服 死了 一生雷鸣 三张猎炎牵雷服 朝着血海 释放数千道雷霆 一道顿天雷一服 加持在李木身上 刷的一下 李木背后延伸出了一道紫色雷翼 搜的一下 身影在血海之下消失了去 不退反进 李木身影一下子飞至雪明魔君 天师魔君跟前 数百丈之内 李木身手一指 九藏灵珠中的四阶零剑 一柄接着一柄的闪现飞出 组成一条剑龙 向着五位魔君 包括主持九阴大阵的三位魔君 笼罩而去 就在这时 李木身后支支闪电雷鸣阵阵 三张四阶裂岩千雷服 同时释放数千道紫红雷霆 化作三条紫色雷龙 钻入血海之中 三条紫色雷龙所过 血海迅速征腾 一具具青铜棺材 犹如下雨一般 接连被雷龙轰砸下来 三条雷铃集合冲击的终点 赫然直指一个魔君藏身的青铜棺材 哄 一声巨响 三条雷龙以迅雷之素 一头扎入青铜棺材内 当即引发了一场大爆炸 啊 白骨魔君大声地惨嚎 三条雷龙同时贯体 他来不及躲避 便被炸出了青铜棺 血海已然消散 报废的青铜棺材 犹如雨落 青铜棺内的银甲狮 一下子被三条雷龙摧毁了大半 然而 此刻血明魔君 天师魔君 已经陷入生死危机 没办法顾及白骨魔君的生死 血海 以及千座青铜棺材 一柄丙铃剑飞驰而至 眨眼功夫在他们面前分散开来 迅速阻裂成阵 很快 一股宏伟而犀利的剑气 随着剑阵的足起 开始散发惊人的剑势 血明 怎么会是 这人是谁 妈的 你们怎么防护的 九阴大阵都没法维持了 白鱼 邪同他们呢 在庞大剑威的惊扰下 三个维持九阴大阵 以及狮山血海大阵 原音魔君纷纷醒来 追问连连 无法专心维持阵势 白鱼 邪同他们都死了 血明魔君回了一句 太阴 血缘 快 我们一起动手 不能让此剑阵成形 天师魔君 惊慌地望着天机的飞剑 你们惹了什么人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飞剑 不好 快跑 是玄天剑宗的人 来不及 九阴大阵不管了 太阴 快 放出你的法身 剑阵内 五位魔君各施防御之法 手忙脚乱 躲避漫天剑气的攻击 无法再维持三座杀戮大阵 随着九阴大阵 万师大阵 血海大阵的结束 血海 漫天阴气渐渐消散 一具剧炼师呆这儿力 没了没完没了的冲杀 被困阵中的一众清玄宗弟子 如释重负 结束了吗 我活下来了 这是真的吗 终于结束了 我还活着 哈哈 有人救了我们 看 你们快看啊 我的天 那是谁啊 好多飞剑啊 我的天 那人是谁啊 他 他一个人 竟将五个元阴魔君困住了 原来 是他救了我们啊 清玄宗一众人被放出来大阵之后 众筑基弟子 金丹弟子惊喜地 不可思议地 喜极而泣地欢庆起来 待看到一金丹修士 遥控镜白柄四街飞剑 将五个元阴魔君笼罩其中 袭杀的场景 一个个瞪大眼珠 充满了不可置信 万万没想到 他们竟然被一个金丹修士救了 更没想到 会看到这个场景 一个金丹修士布置的剑阵 便将五个魔君缠住了 快 快过去帮忙 那是白骨魔君 周虹 你跟我去诛杀他 还有几个金丹余念 别让他们跑了 清玄宗五个元阴真君 迅速行动起来 追杀重伤逃窜的白骨魔君 以及那群被战斗傀儡 追杀的金丹魔修 礼目吃力地维持着天元剑阵 三百六十柄灵剑 在五名元阴魔君的轰击之下 有些摇摇欲坠 不过 凭借着满级的剑阵基本篇 新魂化欲神通的加持 李牧仍旧顽强地维持住了 剑阵之中 无穷无尽的剑气催生 疯狂习向五位元阴魔君 他们或凝聚法身 或手持盾气 或用链尸抵挡 乒乒乓乓 剑气犹如急语 连绵不绝地习向他们 五个元阴魔君 满脸煞白 苦苦坚持 身上剑伤一道接着一道 无法避免地出现 无穷无尽的剑气 身处剑阵之中 根本没有任何躲避的余地 这么多四节零件 而且 还有不少画铃的零件 老天在上 他们怎么招惹了这种人物 随着清玄宗五名元阴真君的出现 迅速绞杀了残余的魔羞余孽 向他这边飞来 李牧当即有了退役 交给你们了 李牧雷翼一展 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紧接着散了剑阵 将零件悉数召回 前辈放心 绝对不会让他们逃了 目送着一饼饼 零件随之而去 青阳真君恨声应了一句 迅速持剑入场 清玄宗另外四名元阴真君 清晨 陈元 周虹 天福 紧随其后 李牧的身影在风下出现 将剩余的蜘蛛傀儡 战斗傀儡纷纷收回 小金 小瓦 小白 一起收入零售袋 迅速打扫起战场 由其三个元阴魔君的储物界 神石一扫 悉数射收到手里 打扫完战场 李牧玉空回到碧云峰之巅 旁观清玄宗五位真君与五位魔君的战斗 清玄宗 五名元阴真君含恨出手 招招狠辣 五位元阴真君都是清玄宗的顶尖战力 刚从拓荒战役中换岗回宗 在拓荒前线不知与高阶妖兽磨练了多少年的战役 再加上中金丹弟子的辅助 杀得五位元阴魔君心惊胆寒 五位魔君或施秘蜀而逃 或垂死反抗 本就遭受了剑阵重创的他们 灵气法宝受损 浑身剑伤 根本招架不住清玄宗众人的围攻 没多久 五名魔君相继惨死而终 多谢恩人求援 还未请教明慧 救命之恩 我等愿舍身相报 清阳真君带着一众非至礼目跟前 感激地说 确实 若不是恩人舍命相救 我等怕是早已命丧魔修之手了 周虹真君感激地说 恩人 这是几个魔君的战利品 还请收下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你有何需求尽管开口 我等定然鼎力相助 清晨真君将六枚储物戒送至礼目面前 感激地说 在五位元阴真君的带领下 清玄宗一众弟子簇拥而至 纷纷感激地看着礼目 心中感慨万千 眼前这位金丹修士 简直就是一妖孽 凭借他一举之力 重创几位元阴魔君 一重魔修 将他们从困阵中解救出来 这种壮举 用舍命相救 来说一点不过分 好在 他成功了 被救的他们 成功活了下来 他是谁 来自哪里 为何有如此妖孽的天资 他们要怎么做 才能报答这位恩人的救命之恩 诸多问题 一时间成了困扰清玄宗众人心中的疑惑 迎着清玄宗五位元阴真君 重金丹真传 助击弟子感激的目光 李牧微微一笑 低头看着悬浮面前的六枚储物戒 伸手一抚 不客气地收下 舍身相报就不用了 路见不平 顺手之举不用挂槐 至于明慧 你们叫好建成好了 自中州灵狱 我们以道友相称便可 不用恩人 恩公地换我 来 李牧随口编了个身份 笑着回应 现在 李牧取下了玲珑面具 以原身身份试人 从助击到进阶金丹 先后获得五行灵体 五行圣体的加持 面貌和气质发了巨大变化 便被以前熟悉他的张老 恐怕也难以认出他来 更别说从未见过李牧的清玄宗众人 原来是来自中州灵狱的人杰 此地距我们宗门不远 见到友 请到我们宗门住一段时间 让我等近一下地主之意 聊表心意 青阳真君眼中闪过一丝释然 感激地邀请道 没错 没错 还请见到友 切莫拒绝 还请见到友 务必赏脸 无畏原因真君 热情地围着李牧 向其发起诚挚的邀请 这才从清玄宗出来呢 回去干嘛 李牧哑然失笑 连忙摆手拒绝 多谢你们的美意 不过 剑某还另有要事 实在耽搁不起 改日有缘 我在上门拜访吧 这 不知见到友 有何要事 若不嫌弃的话 我等援助一臂之力 是啊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我等愿笑 全马之劳 青阳真君 周虹真君 看着李牧 纷纷关切地问 清玄宗重 金丹真传 注击弟子 看到这一幕 羡慕不已 换作其他人 被五位 原因真君如此礼待 只怕脸上都要乐开花了 不愧是来自中州 淋浴的人杰 不仅没感到喜悦 反而一脸平静 好似还被烦着的模样 全马之劳就不用了 剑某去处理一些私事 你们若实在过意不去的话 我正要要寻觅几只资质好点的五行妖兽 幼崽培养 几位道友可知水 火 目着三系高阶妖兽的下落 李牧想了想 连忙将自己手头上一件麻烦时 询问五位真君道 五行灵兽幼崽 水 火 目三系 我这里恰好有一只五阶水系 恶龙龟幼崽 见到友 请务必收下 青阳真君想起了什么 连忙从灵兽带 取出一只恶龙龟幼崽 递给李牧道 李牧看了恶龙龟幼崽一眼 获取了他的属性 苦笑的婉拒 谢谢 谢谢 道友割爱相赠 不过 此受与我无缘 青阳真君遗憾地点了点头 连忙将恶龙龟幼崽收起 脸上没有露出任何不悦之色 这位剑道友 来自中州陵域 见多识广 自己这只恶龙龟幼崽 肯定入不了对方的眼 强行送出去的话 到头来 反而会惹了人家的不满 剑道友 我倒是知道 一只高阶火系妖兽的下落 位于万妖山脉 天风山 在此山深处 一处地裂江渊中 孕育着一团灵须地火 生长着一棵赤童木 栖息着一只六阶灵须妖雀 好似在孵化幼雀 周虹真君看着李牧 介绍道 天凤山未处万妖山脉深处 灵须妖雀 更是存有一丝赤火天凤的血脉 十分难缠 虚化神老祖出手 才有五六成的把握 剑道友若要对此凤出手 还需慎重啊 青阳真君看着李牧 试一道 剑道友 除了灵须妖雀之外 我也知道 一只水系高阶妖兽的下落 处于万妖山脉深处的天心湖 有六阶两头碧玉蛟龙 在此湖内栖息繁衍 应该已经孵出了幼胶 清晨真君看着李牧 试一道 至于剩下那只高阶木系妖兽 木系高阶妖兽非常难寻 剑道友 若能用成品的话 建议去万妖山脉深处的 应赖灵 捕获那只鹰木老妖 停顿了一下 清晨真君看着李牧 接着介绍道 剑道友 这枚玉简记载着万妖山脉高阶妖兽分布的地图 你若要去万妖山脉探险的话 务必将此物带上 清阳真君从储物界中取出一枚紫色玉简 塞进李牧手里 剑道友 我这有十几瓶灵丹 分别是回天丹 清毒丹 竹神丹 还请收下 剑道友 这是我的炼制的一件影西藏身塔 你若要去万妖山脉深处 此器刚好用于防身 五位真君依次向李牧介绍了自己对五行高阶灵兽的所知 话音还未说完 他们纷纷开始掏陵物相赠 地图 各种灵丹 防御灵器 镇旗 各种各样 以报救命之恩 谢谢 谢谢 地图和灵丹我收了 其他我都有 还请收回 李牧苦笑地连连白手婉拒 推辞客气了一番 李牧坚决回聚了他们的盛情邀请 与他们道别后 匆匆遇见离开 目送剑尘身影 迅速消失于他们的视野中 师父 你去过一趟中州灵域 那位剑前辈是来自中州灵域吗 林红玉飞至青阳真君的身旁 好奇地问 文言 重金单真传 驻鸡弟子纷纷看了过来 同样对这位救命恩人的身份感到好奇 此人的气质 似似而非 不像啊 青阳真君皱了皱眉 脸色古怪地说 依着青阳真君的直觉 这位剑尘更像南荒凌域的人 衣着 言行 修习功法 灵灵总总 好像与青玄宗关系不浅 停顿了一下 青阳真君画风一转 自我否觉得说 不过 此人神识 修为 剑道 树道无一不惊 唯有中州灵域的先宗 才能培养出这等人物吧 文言 一众人登时沉默了 破阵被救出来的那一刻 剑尘一人驾驭几百柄高阶灵剑 将五位元英魔君困于剑阵厮杀 那壮观 宏伟的场景 恐怕这辈子 都要刻画在他们心中了 李牧驾驭天缩灵剑 飞出千里之外 速度才缓缓降下来 李牧心神投入几位元英魔君的储物界 开始清点这场战斗收获来 人无横财不负 马无野草不肥 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九个元英魔君一生积累的财富 全都存放在储物界内 李牧神识投入其中 当即被这么庞大的一笔横财惊到了 发财了 发大财了 看着成堆成堆的五阶炼器材料 如一时 琉璃津津 太阴真水 李牧欢喜若狂 果然善有善报 这次救援行动 实在太值了 李牧眼睛一亮 在其中一个储物界中 发现了一件价值极高的高阶灵物 心脏猛地跳动起来 九个元英魔君的储物界 极品零食七十五枚 上品零食数千 中品零食千万之巨 再加上九个空间不小的储物界本身 这些财物加起来 就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李牧将九个魔君的储物界中的 高阶灵物一一取出 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 七阶灵物一件 六阶灵物三件 五阶灵物十八件 各种四阶 三阶灵物不计其数 天赋神通 万灵识别之下 各种灵物的信息 纷纷呈现于虚拟框中 新兽遗珠 风 品阶 七阶因果其物 特性 追本溯源 明因亏果 久久遥命 状态 灵性不限 神物自封 七阶 七阶虚空新兽的生命默契 遗留的宝珠 虚空新兽临死之际返回阻地 将横渡时光之河 体内遗珠异化 获得一丝窥视本源 追寻因果之能 是炼制因果占卜法器的特殊材料 使用天火淬炼遗珠之表 可将其解封 验神管 品阶 六阶灵气 特性 阴气聚集 宁阴欲驱 自闭天结 六阶燕兽骸骨 六阶落神木 六阶黄泉金玉炼制的六阶燕神观 拥有自聚阴气 加速恢复阴魂 炼尸躯体之效 对师姐先修炼的极品辅助灵气 九阴灵草 品阶 六阶灵直 特性 吉阴化阳 补魂壮食 宁阴化灵 1510的阴凤草成型的九阴灵草 蕴含极阴灵力 极阴致阳 服用后有开灵 壮大神魂之效 生服 需与九阳灵草中和服用 是炼制九转黄魂丹的主要材料之一 天虚顶 缺 风 品阶 六阶灵气 特性 天虚空间 虚灵化物 祭炼摆腰 状态 天虚顶盖有缺 天虚灵活有缺 气灵自封 六阶天雀晶晶 六阶虚圆壤 六阶震腰石 虚灵之火炼制的天虚顶 此顶可炼腰成丹 天虚顶盖 虚灵之火遗失 气灵自封 找回天虚顶盖 灵虚之火 天虚顶自行解封 血神经 天煞石 各种高阶灵物的信息 一一呈现于虚拟矿之中 仅还有一件七阶奇物 这批战利品的质量 超乎了李牧的想象 李牧还找到了一批四阶魂木星 有十方之多 这是炼制分身傀儡原合的极品材料 接下来 炼制高阶傀儡原合的材料 不用愁了 还有大量那魂瓶 那血瓶 装尸袋 装着百万级的尸魂 铜尸 银尸 各种魔修高阶灵物 充斥着储物界里 李牧看得头皮发麻 不知道 他们杀多少人 才收集到这些魔修资源 鸡鸡 灵兽带传出一阵清脆的叫声 不知什么时候 小白自行从灵兽带钻了出来 一双污溜溜的大眼 紧紧盯着李牧手中的那魂瓶 他灵敏地感知到了 食物的存在 小馋鬼 鼻子这么灵 李牧笑着 将那魂瓶递到小白跟前 拨的一声 那魂瓶自行打开 小白身体一弹 张着大嘴将瓶口堵住 咕咕 咕咕地大口大口吸食起来 不到几夕的功夫 那魂瓶十几万生魂 一下子进了小白的肚子 他雪白的身躯 散发着乳白色的魂雾 涌现一股令人心悸的魂力 叽叽 隔 小白开心地冲李牧叫了一声 还打了个宝格 知道了 睡觉去吧 李牧笑着点头 将剩余的数十个那魂瓶收起 这些都是小白的口粮 以后有一段时间 不用为他准备食物了 不然 之前每次狩猎 都要特意为小白 收集妖兽的金魂 这些生魂 已经被魔君们 剥离了原本的灵魂记忆 只剩下负面 用于炼制阴鬼的魂体 用它们喂食小白 李牧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每一个那魂瓶 就是十几万的人命 数十个那魂瓶 再加上装饰袋和那血瓶的数量 可以想象一下 魔修们是血迹了多少的人命 才收集到这些东西 小白身躯一潭 落在李牧怀里 钻了进去 躺在怀里 无声无息地睡死过去 李牧感受到小家伙 暖和的身体 整理了一下怀兜 让他睡得更舒服些 接下来 李牧继续整理战利品 先将魔修用的炼尸 精血 魔宫秘笈 毒药磨丹 统一收集 放入一个储物界 等以后找个机会处理掉 各种低阶灵物 炼器材料 李牧纷纷收入九藏灵珠 看着几件高阶灵物 李牧盘算着它们的用途 七阶新寿遗珠 和六阶玉灵宝灼 都是需要用到天火重炼 让它们解封 或重新招出气灵 天火这种灵物 无论怎样 都要想办法弄到 实在不行 等进阶原因了 就前往中洲灵域走一趟 七阶新寿遗珠 和六阶灵域玄规甲 都具有占卜 因果的属性 若是能突破炼器数五级 将这两件解封后 倒是能炼至一件六阶 甚至七阶的占卜灵器 嗯 有机会 散金也要学一下 到时出门占卜算命一下 就能减少陷入危局的几率了 李牧喜滋滋地 将七阶新寿遗珠 收入储物格和灵域玄规甲 放在一起 雁神观倒是一件不错的 炼尸灵器 不过学了傀儡术 李牧不准备走炼尸之道 整天要与尸体为伍 实在太恶心了 雁神观这件高阶灵物 有些鸡肋 李牧将其收入九藏灵珠 准备有机会 拿它换件高阶灵物 或处理掉 这种能壮大神魂的高阶灵草 确实不错呀 可惜了 没有九阶灵草 跟它中和服用 李牧将九阴灵草 重新装回冰域匣子里 看以后能不能找到 一株九阳灵草 跟它中和服用 李牧的神魂 已经非常强大 服用九阴灵草 是锦上添花的事 完全不用着急 不过 李牧更看重九阴灵草的 开灵效果 不知道 这个开灵之效 是否跟灵性有关 炼器术 制服术 傀儡术 这些修真技艺术法 因为缺失灵性这个关键属性的关系 被卡在五级 无法继续使用自由熟练点提升 就连炼制高阶灵气 傀儡成功所获得自由 熟练点也无法提升 李牧有些着急 一直在寻找 能增加灵性的高阶灵值 如果九阴灵草 能增加灵性点的话 李牧准备 种一批九阴灵草 先寻觅阴凤草草的灵种 栽种至阴风草 进阶成九阴灵草 郑重地将装着九阴灵草的玉匣子 收进储物阁 李牧打量另一件六阶灵物 天虚顶 天虚顶的质地灰黑 古旧 表面附着斑驳的铜绿 三个顶足 整体大概两尺高 一尺半宽 显得极其普通 若不是有天赋生通 识别万灵的作用 李牧怎么意想不到 这个破旧的小顶 竟然是一件六阶灵气 而且 具有炼妖承担的强大功能 可惜了 天虚顶的顶盖 和顶中的灵虚之火 都缺失了 灵性不显 这要上哪去找呢 李牧叹了口气 准备将天虚顶 收入储物格压相抵 就在这时 李牧脑中灵光一闪 想到了不久之前 向清玄宗几位 原音真君 探听五行灵兽的事 周虹真君说了 在天凤山 一处地裂处 孕育一团灵虚地火 一只六阶灵虚妖雀的事 会不会 这团灵虚地火 就是天虚顶一师的灵火 这个念头一出现 李牧当即忍不住想 立即前往一趟究竟 若能将天虚顶复原 利用此器 捕获几只高阶 妖兽幼崽的难度 变得极小 李牧眉头紧皱 认真思虑起来 前方不远 便是环郎灵山 现在是先去探 环郎灵山的洞府 还是改道去探了 天凤山的灵虚地火 抓捕妖兽幼崽 再去探环郎灵山 李牧权衡利弊 很快有了决定 比起探索未知的 古修洞府 对付其妖兽 更有把握 危险性更小 李牧当即决定 改道前往万妖山脉 先收集了五行灵兽 增强自身实力后 再去环郎灵山 探那个古修洞府 另外 李牧准备利用天缩零件 飞抵目的地的这段时间 使用四阶魂木星 炼制一批四阶分身傀儡 不同于对付修士 对付妖兽更加简单 能耍一些心机和手段 分身傀儡 以及傀儡大军 灵符 陷阱什么的 都能利用起来 对付高阶妖兽的时候 使用分身傀儡 李牧自己完全可以 不用以身犯险 天缩零件 在空中急速前行 跨越诸多山脉 零件舱内 李牧一心两用 一边用魂木星 克制傀儡源河 一边神识 关注剑外的情况 天缩零件 飞入万妖山脉后 各种高阶妖兽 数量变得极多 咔嚓 一道银色电蛇 骤然划破天空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李牧连忙止住了 天缩零件 克制傀儡源河 也停了下来 收敛部分神识 关注着天际 那不断凝聚的雷云 那团浓密的黑云 急速聚集 犹如一个漏斗漩涡 酝酿着无穷的雷厉 区域天缩零件 在一座千丈高峰的封顶 缓缓降落而下 李牧飞身而出 顺手将天缩零件 收入储物手镯 遥望着天际 某只高阶妖兽 正在渡雷劫 前往天风山的方向 有一只妖王在渡劫 劫雷之势无比浩大 影响范围两三百里 为了以防万一 避免意外 李牧停止了前行 同时李牧也好奇 是什么妖兽在渡劫 能否成功渡劫 从未见过妖兽或修饰渡劫 以后金丹进阶原因 好像也是要渡劫 此刻正好吸取一些经验 雷鸣阵阵 密集的闪电 一次次披落 照亮整片世界 李牧看清了那头 被无数雷电连续批中的妖兽 赫然是一头五阶蓝铃雷尸 他全身长着一副 艳蓝的灵甲 尸头 马身 头上长着双脚 两丈多高 强壮而华丽 这是李牧至今为止 见过的最漂亮的妖兽 巨大的尸头 马匹式的身躯 再加上一身蓝艳式的棕毛 身躯与下腹蓝白相间的蓝色灵甲 妖艺 华丽到了极点 然而 在无数雷电的轰击下 他庞大的身躯 艳丽的蓝色棕毛 溅落着鲜血 蓝色灵甲碎裂纷飞 雷鸣声连绵不绝 粗壮的闪电 一道接着一道 仿佛要将它彻底劈死一般 轰隆 一条水桶醋的电蛇狠狠劈下 轰击在蓝铃雷尸的身上 将其从空中砸落 紧接着 一道道闪电轰杂而下 趁其病 要其命 无情的天劫 似乎厌烦了蓝铃雷尸的挑战 要尽早结束这场雷劫 不给它任何喘息的机会 李牧发现一些高阶妖兽 聚拢雷劫范围之外 远远窥视杜劫的蓝铃雷尸 一旦雷劫结结束 杜劫失败的他 或是他杜劫成功 却遭受重创 接下来 便是一场盛宴拉开序幕的时候 李牧皱了皱眉 犹豫着 要不要介入进去 高阶妖兽太多了 如果被他们发现 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暗中窥视的 便有一只五阶闭目金虎 一只五阶血观妖蛇 一只五阶三头妖狼 一只五阶白羽妖姬 一只盘旋天机的五阶 金翅妖棚 五只五阶 七八只四阶妖兽 潜伏在周围 天机 雷劫一旦结束 届时肯定要爆发一场 凶利的争夺战 雷劫仍在继续 闪电一道接着一道 蓝铃雷尸的生命极其顽强 硬顶着雷霆的劈阀 挣扎着从地面站起 似乎能挺过这场雷劫 暗中窥视的高阶妖兽 似乎等不及了 他们不约而同的潜伏靠近 四面八方地围拢过来 在劫雷的外围翘首等待着 蓝铃雷尸若能度过雷劫 便能成为六阶妖兽 重伤之下 面临众多五阶 四阶妖兽的袭击 到时有可能出现 两败俱伤的机会 介入其中 不管胜利的是哪一方 能收获不少高阶妖兽尸体 想到这里 黎木犹豫地选择了介入 准备坐收于人之力 小金 小娃抵达四阶巅峰之后 他们成长 现在已经陷入了停滞 一来 每次狩猎 都是与实力低一两阶的妖兽战斗 他们缺乏与高阶妖兽作战的经验 缺乏进阶的欲望 二来 没有高阶妖兽肉资源 唯有万妖山脉这种地方 才能一下子遇到 如此这么多的高阶妖兽 现在 机会来了 李木飞身上前 寻一个地方布置幻阵 困腰大阵 与此同时 时时关注着雷劫 众妖兽的情况 吼 骤然 蓝铃雷尸仰天一声利吼 疲惫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喜意 天际的结云 正在缓缓消散 他成功度过了这次雷劫 遭受重创的身躯 正在迅速地恢复 就是这阵吼声 一下子点燃了四周贪婪的 五阶妖兽 一道黑影猛地窜出 赫然一头体型庞大的 闭眼金虎 他从蓝铃雷尸的身后 猛扑出来 狠狠咬向他的颈背 蓝铃雷尸早有所觉 全身绽放雷焰 四足灵活的一跳 庞大的身躯 带起一串幻影 身形消散在了原地 闭目金虎妖攻击落了个空 四肢扑着地面 警惕地盯着蓝铃雷尸 准备再次扑杀 蓝铃雷尸刚落地 一条粗壮的黑蛇 从暗中窜出 张着大嘴 咬向蓝铃雷尸的腹部 一对尖锐的獠牙 散发着剔透光芒 明显带着剧毒 蓝铃雷尸反应迅速无比 身上迅速凝聚一道雷霆 狠狠朝偷袭的黑色 劈射而去 轰一声 雷霆狠狠劈在血关黑蛇头部 劈歪了他的偷袭 蓝铃雷尸四肢一瞪 再次躲开 死 血关黑蛇攻击落空 重新盘绕而起 双目死死盯着 瘦重窗的蓝铃雷尸 再次准备找机会袭击 下一刻 三头妖狼也参与了战斗 三颗头颅 张嘴喷出一黑 一清 一红三道灵能 瞬间合而为一 狠狠攻击在蓝铃雷尸的身上 瞬间大爆 将其击飞出去 蓝铃雷尸一瘦窗 闭目惊呼 血关黑蛇 四周潜伏的妖狩 纷拥而上 向重伤的蓝铃雷尸 发起攻击 呼 蓝铃雷尸眼中 闪过一丝凶利的蓝光 下一刻 全身雷电爆发而出 哄 一声巨响 无数电蛇猛然炸开 天地为之一变 十几只五阶 四阶妖狩纷被炸开 合击彻底宣告失败 带蓝色雷光散去 可以看到 战场中央的蓝铃雷尸 气息萎米了不少 胸腹剧烈起伏 大口喘着粗气 想来 刚才那一道雷霆攻击 消耗了他大量的妖力 李牧神识关注着战场 深深感受到了 那道群雷攻击的恐怖 堪比截雷一般的威力 雷击过后 四阶妖兽 纷纷遭到重创 他们艰难地站起 纷纷逃离了战场 不敢再介入这场战斗 五至五阶妖兽 除了一头金翅腰棚 提升了飞行高度 其他四只五阶妖兽 继续围着蓝铃雷尸 不愿就此放弃离开 蓝铃雷尸刚才那一击 让他们都受伤了 不过并不致命 眼下吞噬一只六阶妖兽的 机会在即 他们舍不得放弃 李牧神识外放 探视了一下蓝铃雷尸的状态 他刚发动了天赋秘数 此时伤上加伤 只剩下半条命了 让他们再战一会儿 鱼翁之力 唾手可得 李牧满脸紧张 凝视着战场 静候战机 然而 就在这时 蓝铃雷尸若有所觉 察觉到了李牧神识的窥视 他猛地朝某个方向 怒吼了一声 听到了蓝铃雷尸的怒吼 五只围着他的五阶妖兽 他们身形一顿 放弃了进攻 他们眼中露出惊讶的目光 起起扭头 向某个方向看过去 看到这一幕 李牧心里咯噔了一下 神色变得紧张起来 不会吧 正处于激战状态的高阶妖兽 这时候还能团结起来 对付自己不成 然而 事情朝着李牧最不想看到的方向发展 敖五阶闭眼惊呼咆哮地吼了一声 放弃了对蓝铃雷尸的围攻 迈着粗壮的四肢 猛地向李牧的所在 扑杀而至 血观黑蛇 扭着粗壮的身躯 静止也跟着向他这边爬来 迅猛若雷 三头妖狼眼中充斥着智慧的光芒 停顿在原地 没有贸然上前 蓝铃雷尸获得了喘息机会 身上蓝色雷蛇急剧 伸蛇舔舔着身上的伤处 借机恢复伤势 白鱼妖姬马身樱头 长着一对漂亮的白色短翼和头翼 四肢长着尖锐利爪 在地面来回渡步 漂亮的白鱼短翼伸展而出 准备着飞扑而起 天际盘旋的金翅妖棚 转移了盘旋方向 一双锐利的眼瞳 死死盯着密林某处 看到了现场六只高阶妖兽的神态 黎牧哪还不知道 自己被他们盯上了 眼下 他们是准备先解决了自己这个渔翁 才会继续战斗 这下子要完蛋了 一只五阶妖兽整体的战力 远远超过人类的原因真军 被五只五阶妖围杀 更别说还有一只六阶妖兽在侧 虽然他受了重伤 这个处境糟糕透了 李牧脑筋急转 看着扑杀而至的闭眼金虎 血观黑蛇 思路对敌之侧 李牧抬头看了天际盘旋的五阶金翅妖棚一眼 对他威胁最大的 不是地面那几只妖兽 而是天上的金翅妖棚 若不解决掉金翅妖棚 天缩零剑都没办法使用 无法逃离重妖兽的围杀 接下来 便是那只养伤的六阶蓝灵雷尸 他竟能感知到自己的神石窥视和隐藏的位置 若早点解决他 接下来的战斗真有危险了 一瞬间 李牧脑中闪过无数念头 分析了优先解决目标 对战的策略 李牧迅速恢复了镇定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之前对付九位魔君的时候 李牧还能留一丝余力 现在对付这么多高阶妖兽 得拼命了 短短数里 五阶闭眼金虎几个起落 飞扑而至 一头扎入了困腰大阵 吼 看到阵中的人类 五阶闭眼金虎 双眼冲雪 怒吼了一声 响彻天际 震耳欲聋 闭眼金虎飞身扑出 挥起巨爪 狠狠向人类修饰抓下去 面对闭眼金虎的扑杀 李牧微微一笑 不为所动 砰的一声 李牧化作一根木头 聚爪抓在一根粗木之上 木枝炸裂成无数碎片 人类修饰的身影 眨眼消失了去 闭眼金虎举目四望 鼻子猛嗅 四处搜寻人类修饰的位置 闭眼金虎 一双碧绿虎木骤然一亮 有了发现 飞身扑出 狠狠一爪拍下去 然而 就在这时 雪关黑蛇窜入了幻阵 困腰大阵 身影出现的地方 赫然就是闭眼金虎 挥爪的位置 扑哧 一声 血光乍现 死 血关黑蛇 吃疼的怒吼 反口就一咬 狠狠咬在闭眼金虎的 右前肢臂膀上 吼 闭眼金虎痛吼了一声 飞身跳开 知道自己上了那 人类修饰的恶荡 与血关黑蛇互相伤害了 中了血关黑蛇的蛇毒 闭眼金虎大脑泛晕 连忙趴下舔洗伤口 血关黑蛇中了闭眼金虎 一记致命爪击 七寸处皮开肉绽 当即也没了找人类修饰麻烦的精力 看到两只妖兽在阵中舔伤 一时丧失了战斗力 黎木不由松了口气 吐盾而出 离开了幻阵 出了幻阵 黎木第一时间神识投入九藏灵珠 将十八柄四阶精细灵剑取出 手中坚决一掐 十八柄拥有气灵的四阶精细灵剑 化作一只只油笋 猛地向天际盘旋的金翅妖雕 袭杀而去 烈 五阶金翅妖雕 慌张地凄厉了一声 双翅一盏 猛扇起来 逃离金色有损群的侵袭 发现了人类修饰现身 另外几只妖兽当即行动起来 三头妖狼齐齐张嘴 朝着人类修饰喷土魔盐 三道魔盐眨眼变质 自带追踪功能拐歪锁定 黎木一心二用 接连使用五行换身 配合五行盾术 时而土盾消失 时而用木盾前行 任由三道魔盐追击 摧毁大片陵木 土地就是无法追上 与此同时 李木玉空着十八柄 精细零件 追上了五阶金翅妖雕 对其展开围杀 一道道金色剑影 围着五阶金翅妖雕 庞大的身躯 四处袭击 连绵不绝 很快 一片片金色羽毛 连同一批血雨 纷纷下落 贴 白羽妖姬赤声一阵提鸣 三头妖狼停止了魔盐追击 白羽妖姬四足狂奔起来 化作一道白影 突袭而至 李木早有提放 将小金 小瓦 一同从灵兽带放出来 通过御灵器印指挥他们战斗 一身装甲的小金 一线身 当即挥舞手中黄金大棒 朝飞扑而至的白影打去 白影吓了一跳 当即以灵敏的速度变换方向 躲避攻击 哪只四周大片土圆狂暴 轰一声巨响 地面抱起大量尖锐土刺 将其撞了回去 喷一声巨响 黄金大棒如期而至 狠狠一棒将白羽妖姬击飞出去 飞出树里之远 正养伤的蓝灵雷狮 看到了小金 小瓦的出现 好似被触及了神经 双目冲雪 气势猛地暴增 看着李木的目光 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李木若有所觉 心底默默一叹 看来这场生死战 是避免不了 原本 李木打算重伤五阶 金翅妖雕后 便乘坐天梭零剑 就此撤退离开的 不过 看到蓝灵雷狮的反应 李木当即知道了 自己奴役小金 小瓦的事 触及了对方的逆铃 就算他现在愿意撤退 这头蓝灵雷狮 以及另外几只五阶妖兽 也不会放过他 肯定会对他追杀到底 小瓦 李木喊了一声 紧接着 大手一挥 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几件防御灵器 一枚如意方印 化作一座巨山 向蓝灵雷狮砸去 一具龟甲形圆盾 迅速放大 向天际迎去 哇 小瓦硬命吼了一声 庞大的身躯 闪过一阵灰芒 周边无数土系灵力 诸入地下 哄 得一声 百万 千万斤的沿土 骤然炸裂而起 转眼化作一个 圆弧形的巨型土盾 连同李木 小金 一起照护起来 死了 巨型土盾形成的一瞬间 蓝灵雷狮 恰好酝酿了 庞大的雷源爆发而出 涌出无数的雷龙 向李木劈沙而去 啪 啪 啪 雷霆 雷霆 若雨 一道接着一道 披落而下 李木所在的整片区域 瞬间化成了一片雷玉 一颗颗千年古墓 被雷电 劈成了碎渣 龟甲气盾 承受了数十道雷击 灵性迅速消散 不一会儿 变化缩小 坠落在地上 一道道蓝色电蛇 如急雨般 成千上万地 劈打在厚厚的圆形土盾上 碎石炸裂 雷蛇闪窜 似乎要打破厚厚的土层 穿透土盾 眼看着万金的土盾将破 李木连忙打出一道土系真元 助力土盾凝聚复原 雷玉之下 李木 小金 小瓦杜渺如年 狂暴的雷电 充斥着毁灭一切的气息 李木可以清晰感受到 四阶龟盾在雷击之下 气灵被灭 气机被毁 这才抵挡了几息的功夫 若是小瓦的土盾被毁 等待他们的 将是毁灭雷霆的洗礼 李木连忙加大了真元灵力的输送力度 小瓦更是使出了全力 压榨着身上的每一份妖力 大地的岩石 沙土迅速地被抽取 不断修复着被狂暴雷源破坏的圆形土盾 狂暴的雷霆和巨形土盾 陷入了僵持阶段 哄 一声巨响 化成一座小山的如意方印 朝着蓝灵雷尸所在的地方 狠狠地砸下 顷刻间地面崩塌 山石震落 火光霹雳 漫起无尽沙尘 蓝灵雷尸早化作一道蓝色雷霆 提前逃离了原地 蓝色雷玉 随着蓝灵雷尸的移动 渐渐消散了去 李木在原地留下一具替身傀儡 身影一闪 土盾而出 下一刻 五柄灵雷剑相继从九藏灵珠中取出 李木手掐五行剑阵绝 五行灵力加持于灵剑之上 五柄灵剑呼啸而去 迅速集合为一 化作一柄十几丈长的五行巨剑 朝蓝灵雷尸批杀而去 蓝灵雷尸眼中闪过一丝利涩 不退反进 朝着李木所在 冲杀而至 蓝灵雷尸宛若雷神 四肢犯着雷电 御雷而行 眨眼便智 李木冷哼了一声 释放五行土盾闪避的同时 神魂凝聚 释放神魂攻击 巨星一击 凝聚神魂之力 向蓝灵雷尸的神魂轰击而去 李木身影 潇洒而去 轰的一声巨响 蓝影一闪而过 一头撞在巨型土盾之上 巨型土盾随之瓦解崩裂 将蓝灵雷尸掩埋了起来 小金 小瓦 撤 李木立即通过御灵气印 向小金 小瓦下达了撤退命令 他们俩绝对不是蓝灵雷尸的对手 神魂感知之下 李木确信 这次撞击对蓝灵雷尸的身体 并没什么伤害 就连神魂攻击 对他的神魂伤害也极其有限 小金 小瓦果断执行李木的命令 小金跨着大步逃离 小瓦遁地而走 砰一声巨响 体型庞大的小金 后背骤然遭受了一击撞击 身体狠狠地摔飞出去 蓝灵雷尸双目冲雪 落地之后 继续飞冲而起 要将这只人族奴役的叛徒 彻底杀死 李木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五行巨剑呼啸而至 挡住了蓝灵雷尸的攻击路线 砰 一声巨响 金元再遭重疮 胸前的护甲凹陷了进去 庞大的身躯砸落在地 滚地葫芦般地飞滚了好远 蓝灵雷尸身影灵活无比 避让了五行零件的袭击 一脚将小金踢飞了出去 李木头皮发麻 身影一晃 施展五行顿术 身影在小金身旁的断幕分裂而出 伸手一辅 将小金收入了零售袋 检查了小金的伤势 李木略松了口气 有一身灵甲保护 再加上小金硬实的身躯 蓝灵雷尸的攻击 没能打出致命伤害 以小金的恢复速度 这点伤势七八天便能恢复 不过六届蓝灵雷尸的实力 远超了李木的估计 即使他处于重伤状态 仍旧不是小金 小瓦现在能够抵御的 将小金收入零售袋 李木迅速调整了作战思路 伸手一抓 一把四阶极品精细零件 从储物格取出 五行巨件分解成五柄零件 飞回李木身前 天际与金翅妖雕周旋的十八柄零件 纷纷飞回 被李木隔空一一收入九藏灵珠 五阶妖兽伤的伤 残的残 暂时不用太放在心上 比起对付几只五阶妖兽 眼前这头蓝灵雷尸 才是最致命的 若不抓紧解决掉它 等它身体恢复过来 到时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 李木决定 不管其他妖兽 先放手一搏 先专心对付蓝灵雷尸 使用飞剑 无法追上蓝灵雷尸 无法对其造成致命攻击 唯一有效的办法 便是跟它近战了 李木不禁有些后悔 没有为自己炼制一柄五阶零件 使用四阶零件 对蓝灵雷尸的伤害 怕十分有限 五阶零器 李木不是没炼制过 不过 因为失败了好几次 便放弃了 炼制五阶零器 失败一次的损失 能够炼制几十把四阶零件 而且 五阶材料难得一遇 即便炼制成功 驾驭起来 比四阶零件难上不少 这也是 李木一直没有炼制五阶零器的原因 这次对上六阶蓝灵雷尸 李木不由后悔了 等这场战斗结束 不管怎么样 先炼制一把五阶零器再说 蓝灵雷尸双目冲血 凝视着它 酝酿下一波杀鸡 李木哪会让它停下 这家伙一连施了雷遇 雷顿等几项耗费妖力的秘书 应该也吃不消了 现在 趁其病 要其命 李木伸手一挥 十几道金刀从击射 直取蓝灵雷尸 身影一闪 紧随其后 向蓝灵雷尸扑杀而去 扑 扑 一柄柄金刀没入地面 蓝灵雷尸 早已在原地消失了去 蓝灵雷尸 挥爪 向李木扑杀而至 李木双眼成阴阳之态 开启神通 阴阳双眼 蓝灵雷尸的飞行轨迹 身上雷源的变化 叙述在眼中呈现 捕捉了蓝灵雷尸的身影 圆满剑技 十八路易剑绝之断水势 静止劈斩而下 蓝灵雷尸感受到了 剑招蕴含的恐怖剑意 直奔妖剑致命部位 连忙变招 错身逃离剑招范围 李木哪会让他逃掉 阴阳大五行神通使出 锁定蓝灵雷尸的身躯 配合五行盾术 身影紧随其后 一招穿云追月 直取蓝灵雷尸的头颅 剑气横生 李木剑技神通展开 千尺剑域 沿途所有树木 枯枝 纷纷化作一道道剑气 向逃窜的蓝灵雷尸冲刺而去 密林里 蓝灵雷尸快若闪电 身影遍布雷蛇 时而逃窜 时而雷击 迅猛反扑 李木土盾追击 木盾躲避 时而化作水团 赞壁雷术 与蓝灵雷尸展开了激烈的近身追击战 两道身影 你来我往 陵木 大地炸裂纷飞 周边 脱阵而出的五阶闭目惊虎 五阶血观妖蛇 遭受重伤的五阶白羽妖姬 以及至今毫无损伤的三头妖狼 还有天际盘旋的五阶金翅妖棚 他们警惕地围在激烈的战场四周 默默地观战着 这场战斗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介入的了 人族修士对五行顿术掌握的出神入化 速度与六阶蓝灵雷尸不相上下 更别说 他还具有一身极强的剑术 宛若妖兽的身躯 区区金丹修为 却有一身无比浑厚的真元 能与六阶蓝灵雷尸 你来我往 不相上下 不 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六阶蓝灵雷尸刚度雷劫 又遭受了他们的围攻 伤上加伤 他的伤势极重 再加上那个人族修士周边无数的剑气 时时刻刻都在压制蓝灵雷尸 随着激战的持续 遭受了重伤的六阶蓝灵雷尸 渐渐落入了下风 扑驰一声 血光乍现 两道激战的身影错过瞬间 精细零剑 一下割开了六阶蓝灵雷尸 胸膛厚重的零甲 拉出一道五六尺长的剑痕 深刻剑骨 李牧 也被六阶蓝灵雷尸一脚踢飞了出去 不过 下一刻 砰的一声 那个人族修士的身影 炸成了一团傀儡 碎裂纷飞 搜的一下 李牧身影从一堆土坑中飞出 之前 李牧放出的替身傀儡 救了他一命 不过 才用四阶魂木星炼制的替身傀儡 现在就这么毁了 李牧 撇了碎裂成渣的替身傀儡 木偶一眼 注意力量枪摔倒在地 又迅速站起的六阶蓝灵雷尸身上 此时 六阶蓝灵雷尸的气势没有衰弱 反而更加强盛 尽管他身上浑身没一处好的 却一点看不出受重伤的样子 胸口那道剑伤 被他用自身的雷源锁住 一阵吱吱作响 喷涌的蓝色血液 请客间停住 六阶蓝灵雷尸全身雷焰暴涨 好似在绝境中再次突破一般 看到这一幕 李牧面色大变 脑机急转 刚才与六阶蓝灵雷尸的激战 李牧已经用尽了各种神通术法 眼下六阶蓝灵雷尸站立再提 若被他碰到 不死也要去掉半条命 有了 李牧瞥了一眼 仍停留在四周观战的五阶妖兽 心里头当即浮现了一个主意 好 六阶蓝灵雷尸愤怒地咆哮了一声 凝视着李牧双眼 充斥着杀意 忽然 四足冒出一串蓝色雷焰 速度再提 化作一道雷影 向其扑杀而去 速度比之刚才 提升了一倍不止 李牧早有所料 面色一冷 提前施展五行顿术 身影从五阶闭目惊虎的身后 土顿钻出 六阶蓝灵雷尸 俨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不管不顾 身影紧随而至 不杀死李牧 事不罢休 下一刻 蓝色雷霆一傻而至 喷一声巨响 挡路的五阶闭目惊虎 被六阶蓝灵雷尸 狠狠撞飞了出去 轰的一声 五阶闭目惊虎庞大的身躯 重重飞倒在地 大口大口地吐血 战都站不起来 六阶蓝灵雷尸这么一撞 要了他半条小命 李牧身影 再次从三头妖狼的身后 土盾而出 眼下 六阶蓝灵雷尸大爆发 气势正盛 李牧不敢略其锋芒 不过 躲是躲不过的 便想了一个好办法 将这些五阶妖兽 充当肉盾 五阶三头妖狼 又惊又怒 舍了近在咫尺的李牧 转身就要逃 李牧顺手一剑劈出 一道犀利的剑气 释放而出 将五阶三头妖狼 逼退回原位 下一刻 喷一声巨响 六阶蓝灵雷尸 再次充斥而至 狠狠一脚 踏在李牧原本站立的地方 三头妖狼如雷尸身 被六阶蓝灵雷尸撞飞出去 落得同金虎一样的下场 血观黑蛇 白羽妖姬 纷纷吓了一跳 逃逝得远离 李牧呵呵一笑 五行盾数接连施展 追逐两只五阶妖兽的身影 顿来顿去 丝毫不给他们逃离的机会 蓝灵雷尸 已然知道了 人族修饰的算计 不过 他不在乎 何况 这些家伙 之前就有层火打劫的嫌疑 蓝灵雷尸 继续横冲直撞 对李牧展开疯狂追上 从密林 到山间 峡谷 两道身影所过之处 授翻树倒 雷霆轰鸣 杀意凛然 时间一晃 两天一夜过去 在一个山谷内 李牧的身影 从岩壁钻出 身影一闪 下一刻 一道雷霆 轰杂而下 一道蓝色雷影 显露出身形 赫然是一个尸头人身 九尺高的壮汉 他全身 被一股蓝色雷焰包裹 是逐渐人形化的 六阶蓝灵雷尸 两天一夜的追杀 六阶蓝灵雷尸的状态 越来越好 度过画形雷结的他 庞大的身躯 逐渐画形而出 速度 施法威力 越来越强盛 然而 那个人族修饰五行盾术 极其精通 神魂强大至极 真元也极其雄厚 追击了这么久 仍没能将其拿下 六阶蓝灵雷尸 一双蓝色树桶 充斥着无边怒焰 身影一闪 化作一道雷霆 继续向人族修饰 追杀而去 李牧心底那个苦啊 即便尸土盾之术 躲入十丈深的地下 那头蓝灵雷尸 仍旧不肯罢休 打穿大队 也要将他揪出来 两天一夜过去 李牧被他追得上天无门 下地无孔 四方无路 六阶妖兽的恢复力太惊人了 没有更高阶的灵气 不能给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给蓝灵雷尸再多表面伤害 他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 不早点甩掉他 若是遇上七阶妖兽 到时候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唯有借助恶劣的地势 才能甩掉他 天凤山有一帽岩浆的深渊巨坑 又是一头六阶妖雀的领地 将这头蓝灵雷尸引过去 说不定能让他们互相敌视 此计若是不成 再借助灵虚地火 失火盾之术 躲掉他的追击 也行 如果灵虚地火 是天虚鼎一师的灵火 届时 还有机会借天虚鼎反杀 至于被两只六阶妖兽 联合追杀的风险 也有可能 不过 这个概率不大 那个青阳真君没骗他的话 那只妖却应该处于捕育期 应该不至于同入侵领地的 蓝灵雷尸 联合起来追杀他 不过 一想到之前围杀蓝灵雷尸的 五阶妖兽 忽然同仇敌忾 联合起来猎杀他的场景 李牧不禁 又有些担忧 然而 身后刺了 作响的雷鸣声 紧随其后 由不得李牧过多考虑了 李牧咬了咬牙 神石全开 朝向天凤山方向远顿而去 天凤山 中年黄雾笼罩 寸草不生 荒凉 禁忌 目光所及 是一根根干燥 壮硕的三阶赤灵木 没有树叶 光秃秃的 就在这时 一道雷影瞬间而至 重重砸在山岩上 轰一声巨响 雷影炸出一个数十丈宽的深坑 整座天凤山为之颤抖 一块巨大山石 朝深坑中滚落 下一刻 一道蓝色雷霆 从坑底击尸而出 啪的一声 万金滚落的巨石 顷刻间炸开 碎裂纷飞 一道雷影飞窜而出 缓缓落在地面 显露出身形 赫然一味丈高的标形大汉 一头蓝发 一双蓝色树桶 浑身裸露的身躯 蓝色皮肤带着神秘 强大的闪电雷纹 肌肉发达 隐含恐怖的力量 完全化形的六阶蓝灵雷尸 实力恢复到了顶峰 身上伤势全无 然而追着那个人类修士 来到天凤山 他的气息隐蔽性越来越强 蓝灵雷尸放开神识感应 只能大概感应到他的气息 四处打量 一半会儿 却锁定不了他确切的位置 接连几天的追逐 不仅蓝灵雷尸的实力在恢复 那个人类修士的逃顿之术 隐蔽气息的能力 也在飞速地提升 要不然 六阶蓝灵雷尸 也不会至今都没办法解决掉它 找了许久 仍旧感应不出 那个人类修士的确切位置 六阶蓝灵雷尸怒了 昂天一阵长笑 下一刻 全身集聚一道狂暴的雷源 向四周轰杂而去 轰 轰 轰 一道道水桶出的蓝色雷蛇 疯狂涌出 向四面八方轰杂而去 赖皮啊 又来这招 李牧连忙从土中顿出 向着天凤山的核心飞顿而去 感受到了散意的法力 蓝灵雷尸停止了施法 身影搜的一下 紧随而至 一下子顿飞了四十几里 身影藏于一根粗壮的赤灵木 李牧脸色苍白 将逆元脸吸绝 换吸绝都运行至极致 身体与骨木融为一体 呼吸几乎全无 真缘缓慢地恢复 六阶蓝灵雷尸的状态越来越好 在他疯狂地追击下 李牧得不到任何恢复真缘的时间 体内真缘几乎枯竭 好在 李牧修为根基集后 阴阳五行精这部天极功法 在恢复真缘方面效果极佳 只要让他停顿几十息 便能通过汲取天地五行灵源 阴阳二气 恢复一点真缘 不过 那头六阶蓝灵雷尸 狡猾至极 仗着妖兽之体 高阶浑厚的妖力 根本不给他恢复的机会 找不到他的确切位置 便使用大范围攻击 逼他现身 他们现在就好似在玩捉迷藏 李牧要保持高度警惕 都不敢将神石外放 不然 很容易被六阶蓝灵雷尸发掘 李牧一路朝着天凤山飞顿逃窜 都没时间 运用神石 好好查看此山的情况 不过距离存有灵虚地火的岩浆地坑 应该越来越近了 李牧清晰感受到 天地间充斥的火源灵力 越来越浓郁了 没多久 轰的一声 剧烈雷暴声 隔着李牧不远的位置炸裂 强大的冲击波 冲击着李牧 七夕的千年赤木 剧烈震荡 李牧将神石压缩在百丈范围 没发现致命的威胁 便不为所动地继续保持静默 争取一分一秒的恢复机会 真元多恢复一分 意味着多一分逃生机会 六阶蓝灵雷尸的实力太恐怖了 即使巅峰期的原因真军 也难以招架 李牧全靠着阴阳五行精这部功法 衍生神通 五行盾术 才能在金丹修为下 保住性命 轰一声巨响 更狂暴地爆炸传起 李牧以为 六阶蓝灵雷尸又爆走了 准备施顿术离开 然而 这次爆炸冲击波 蕴含着浓郁的火系灵源 炽热的火系灵源 夹杂着狂暴雷源 一起猛烈地冲击大地 好在 爆炸原距李牧的位置有点远 偏差了四五里的距离 这股冲击波 李牧还能承受得住 很快 一阵接着一阵的爆炸声 连绵不绝地传扬而起 高昂凄厉的雀提声 狂暴愤怒的狮吼声 激烈地传扬而起 剧烈的爆炸声接连不断 冲击波威力 一波比一波更加强大 李牧眼睛一亮 喜见乐闻的情况出现了 那只蓝铃雷狮 同天凤山的六阶妖雀干架了 想象也是 蓝铃雷狮进入天凤山之后 大肆破坏人家领地 嚣张至极 不引来此地主人的驱赶才怪 吸取了上次的惊讶教训 李牧不敢再放出神石 观察两只六阶妖兽的激战 而是继续保持隐息的状态 抓紧恢复枯竭的真元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转眼一刻钟过去 激烈地碰撞爆炸声 越来越激烈 双方好似打出了真火 爆炸源的地点 距它越来越远 李牧状态恢复至五层左右 不过仍没放开神石 进行查探 李牧神石投入九藏灵珠 下一秒 巴掌大小的蝶虫傀儡 极不显眼地 突然出现在一根赤灵木的主竿上 李牧附上神石 通过蝶虫傀儡的复眼 观看战场 六七十里之外 两只六阶妖兽 现出了原身 一只斩翼三四丈宽 浑身散着扭曲虚空的 白色火焰的六阶妖雀 与两丈多高的六阶蓝灵雷狮 在空中进行激战 六阶蓝零狮 速度若雷 六阶妖雀浴火而行 速度亦不逊色 白赤烈火熊熊 万千雷龙狂暴 双方你来我往 打得好不激烈 见状 李牧脸上不由有了笑容 打吧 好好地打 千万别留手 这一次 李牧没有了 坐收鱼翁之力的想法 被追杀了这么多天 他深刻地知道 六阶妖兽不是 他现在能招惹得起的 李牧准备等进阶原因 炼制几件五阶灵器 以后再来找六阶蓝灵雷狮算账 现在吗 李牧准备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达成此行的目的 趁着六阶蓝灵雷狮 拖住六阶妖雀 前往六阶妖雀的老巢 收获一只火系灵兽 李牧秉心宁神 继续保持隐稀状态 一心三用 关注两只六阶妖兽战况的同时 神石附在蝶虫傀儡身上 搜的一下 李牧操控着蝶虫傀儡 飞快拍动翅膀 朝着六阶妖雀气息的巢穴 飞驰而去 蝶虫傀儡 高频率煽动一对 如蝉翼的古翼 犹如一只幽灵 以极快的速度 翘无声息 飞出了近百里 一颗橙红色 散发着虚幻火焰的苍天大树 呈现李牧的眼中 赫然便是青阳真君说的那颗 六阶赤童木 四五十丈高的赤童木顶端 确实有个六阶妖雀搭建的巨型鸟巢 然而 巨大的巢穴空无一物 没有鸟蛋 也没有雏鸟 难道白忙一趟 空手而归 李牧不甘心就此放弃 继续操控蝶虫傀儡 向朝赤童木飞去 蝶虫傀儡 迅速飞进赤童木 李牧心脏猛地一跳 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赤童木后方不远之外 是一个沿江喷涌的 数百丈深的地裂巨坑 仿佛地狱的入口 冲斥高温的白赤火焰 一道接着一道喷涌而出 在这种不可能生存活物的地方 通过蝶虫傀儡的视野 李牧发现在岩浆坑的中心处 静静漂浮一颗通红的巨蛋 巨蛋的四周围绕着两件灵物 一个盖子 好似天须顶一尸的顶盖 一枚红色令牌 围绕着那颗红弹打转 散发着极强的灵性和气味 在几件灵物的下方 是一团灵性十足的白色火焰 它时不时地从岩浆中钻进钻出 时而围绕着几件灵物打转 李牧面色一喜 忍不住地激动起来 天须顶一尸的顶盖 灵须地火都找到了 甚至还有另外一件高阶灵器 甚至还有一颗六阶妖雀蛋 与此同时 在深坑底部的岩壁上 李牧还发现了不少高阶火系灵直生长着 那是五阶盐龙草 四阶赤阳草 还有四阶琉璃灵草 那 那是一株六阶九阳灵草 卧槽 真是六阶九阳灵草 呃 还有未成熟 李牧双眼睁得老大 被这意外的发现惊喜到了 若能将它们全部收入囊中 这次收获远超预期 那株九阳草 大概还要一两百年才能成熟 不过 能将其摘下再移摘 完全不是问题 等一下 此地 怎么会有阵法 李牧通过蝶虫傀儡的视野观察 再次有了意外的发现 深坑岩壁赫然有不少阵纹的残骸 以及两个完整的九龙锁星阵 烈火护灵阵 九龙锁星阵将那枚腰弹 以及两件灵物封锁在岩浆深坑之中 被利用此地的灵火之力 孕育孵化那枚腰弹 烈火护灵阵 则借助源源不断的地火之力 保护着深坑里的几件灵物 李牧心中一动 大概有些明白了 此地怕是其他高阶修士设置的运灵之地 主要用于培育那枚腰卵 两件火系灵器 以及那些高阶火系灵直 只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此地被那只六阶妖雀 纠占雀巢了 不过嘛 现在这些灵物都归他所有了 区区两个灵阵 根本阻拦不了李牧 趁着两只六阶妖兽打得上头 李牧迅速行动起来 体能真元全力输出 连续施法一记土盾 一记火盾 身影出现在岩浆坑底 李牧大手一挥 先将立功的蝶虫 收入九藏灵珠 李牧开启阴阳双眼神通 全身遍布五行灵火 循着烈火护震的空门 飞身冲入阵中 再次挥手 神石和灵力 覆盖上那枚红色令牌 腰带上 一起收入了储物格 接着 李牧再从储物格 取出天须顶 双手注入灵力催发 引导天须顶的顶盖回归 天须顶绽放一股强大的吸力 当即得到了顶盖的反馈 下一刻 正要逃逸的顶盖搜的一下 激动地向天须顶飞冲而至 紧接着 从岩浆窜出的灵须地火 紧随其后 迅猛地投入天须顶之中 好似渴望归家的孩子 兴奋无比 收了顶盖和蓄灵之火的天须顶 全身绽放鸿芒 仓骨破旧的顶身 开始发生剧烈的锐变 释放强大的灵压 一股强盛的灵性 在迅速地壮大 复原 然而 此刻 李牧没有心情关注天须顶的变化 迅速将其收入储物格 再从九藏灵珠中 拿出蓄枝盒 身影飞出 迅速移摘长在岩壁的一株株 高阶火系灵植 首先是摘九阳灵草 当李牧收走了腰蛋 灵须地火 几件灵雾 当即破坏了九龙所心镇 烈火护灵阵的阵势 轰的一声 被压制了数百年的地下岩浆 骤然爆发了 微猛喷涌之势 数百米高的岩浆喷涌而出 场面壮观极其 犹如地狱之门大开 烈 一阵凄厉的提鸣声 骤然响起 穿云烈石 发现被偷了老巢的六阶 妖雀却舍了 六阶蓝灵雷尸 急匆匆地赶回老巢 李牧当即意识到了不妙 不再留恋采摘高阶灵植了 施了一记火盾 搜的一下 身影在岩浆坑底消失了去 等六阶妖雀赶到的时候 早已人去楼空 小偷不知逃到哪去了 六阶妖雀 将怒火倾泻蓝灵雷尸身上 两只妖兽再次爆发了激战 李牧接连释放几记五行盾术 真远缓不过来的时候 直接使用一张四阶盾天雷一幅 化作一道斩翼的雷霆 寝刻间飞出数百里之远 紧接着 李牧从九藏灵珠取出天缩零件 迅速钻入零件 全力驱动零件朝着一个方向急行 远远逃离天凤山 彻底甩开了蓝灵雷尸 待天缩零件飞行万里高空 进入全速航行的状态 李牧的神经 这才彻底放松下来 李牧放开神时 保持着两百里的警觉 开始清点这次收获 直接将那枚腰弹取出 检查它的属性 刚才太紧张 匆匆一瞥 李牧都没时间检查它的属性 只知道 它不是六阶妖雀生的腰弹 六尺高 三尺宽的红色腰弹 一拿出来 当即一股炙热的气息 强盛灵压扑面而至 李牧双眼一亮 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腰弹的全部属性 呈现于绝色虚拟矿之中 赤链火缝 胚卵七 品阶 七阶妖灵 特性 浴火重生 火灵之主 真灵威夷 状态 缺乏真火之源孕育 孵化停顿 八阶白赤火缝 七阶赤链云雀所生之卵 因血脉杂变 孵化停滞 需大量先天火灵 助其孵化 有六阶先天火灵之主 百年内可孵化成功 竟然是一只七阶真灵 看了火系妖卵的属性 李牧一下子猛了 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竟捡了一颗七阶赤链火缝的妖卵 若是将它孵化出来 那以后 岂不是仗受欺人了 李牧大喜过望 迅速平复激动的心情 想到了什么 连忙将天须顶 从储物阁取出 主人天须顶出现之后 当即化作一个红筒小人 悬浮在李牧面前 妾声声声音在李牧的石海浮现 你是天须顶的气灵 李牧盯着红筒小人 天赋神通 万灵识别之下 天须顶的全部信息 呈现于角色虚拟框中 天须顶 品阶 六阶灵气 特性 天须空间 虚灵化物 纪念百妖 灵源自负 广纳灵活 状态 气灵重生 气灵化形 六阶天雀晶 六阶虚圆壤 六阶震妖石 六阶虚灵之火炼制的天须顶 此顶可炼妖城丹 自成火源虚界空间 可寄养火系妖兽 培育火系灵直 嗯 天须顶认真地点了下头 灵石回应道 你有个火源空间 能栽种火系灵直 寄养妖兽 李牧看了天须顶的全部属性 惊喜地问 嗯 天须顶再次灵石回应 一脸懵懂的样子 将这枚腰弹 寄放在空间里 还有这几株灵直 能确保 它们都活着吧 李牧连忙从储物袋 取出蓄枝灵合 将一株六阶九阳灵草 四株五阶 盐龙草 十二株四阶 赤阳草取出 看着天须顶 关心地问 蓄枝灵合的阶位太低了 李牧正愁着几株高阶灵直 无法长时间存活下去呢 更不知道 怎么安排火凤卵的孵化场地 现在有了天须顶自带的火源空间 问题一下子 好像全部解决了 好的 主人 天须顶灵石印了一下 小嘴一张 喷吐出几道淡白色的 蓄灵之火 包囊了火凤卵 几株火系灵直 砰的一下 火凤卵 几株火系灵直 一下子随着 蓄灵之火的消散 跟着消失不见了身影 李牧将神识投入天须顶 当即查看到天须内部 一个百万方的灵火空间 火凤卵 十几株灵草 它们都悬浮待着一个 充斥高温虚火灵验的空间中 迅速恢复生机 李牧大喜过望 不愧是六阶灵气 这一下子 解决了它不少的麻烦 随即 李牧想到了什么 从储物阁中 取出六阶玉灵宝镯 七阶新兽一株 期待地看着天须顶问 你能用灵火 重新炼化还原这两件灵气吗 不知道 我试试 天须顶用灵石回应了一句 旋即 再次张开小嘴 喷出一道虚幻的白色灵火 炼化玉灵宝镯表面的青铜屑 以及新兽一株表面附着的灰色附着物 虚灵之火温度极高 然而 面对两件封印的高阶灵气 显然没能起什么作用 玉灵宝镯 新兽一株 没有任何的影响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转眼一刻钟过去 两件被封印的高阶灵气 依旧如故 李牧皱了皱眉 感觉这虚灵之火 虽高达六阶 炼妖方面的效果应该不错 不过 却没有天火的炼气之能 算了 应该炼化不了 还是需要用到天火才行 李牧皱了皱眉 出声制止了 天须顶这种浪费火源的行为 好的 主人 天须顶乖巧地应了一声 用力一吸 收了灵火 而后呆呆看着李牧 等候下一步指令 气灵刚重获新生的天须顶 此时就是一张白纸 没有什么性格特征 只会乖乖等着主人指挥 李牧展颜一笑 满怀期待地 从储物阁中 取出最后一件战利品 那枚灵性十足的红色令牌 山河 火令 品阶 五阶灵气 特性 浴火 忌魂远训 定灵起阵 状态 忌魂中 五阶火神石 五阶红莲火精 五阶赤炎灵火炼制的山河 火令 此令为山河先宗九圣令之一 可借此进入 进出宗门核心山河镇 齐居一缕分神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红色令牌的详细属性 呈现角色虚拟矿中 看完 李牧吓了一跳 齐魂中 下一刻 山河 火令中 一股强大的神魂之力涌动 强大的魂压释放而出 李牧想都没想 直接将小白从灵兽带放出 崔玉灵气印将睡眠状态下的小白 强行唤醒 鸡 小白迷糊地叫了一声 随即一双乌溜溜的小眼珠 死死瞪着山河 火令 好似发现了西式美食 嘴角流闲 大胆 竟然窃取老夫存放的火放 山河 火令浮现一个老者的分神虚影 怒发冲关的质问 鸡 小白对准老者 张嘴一吸 什么 什么鬼东西 寄居于山河 火令的老者 分神吓了一跳 惊恐地看着小白 小白 别急着吃 让我先审一审他 李牧连忙喝止了小白 试一道 鸡 小白看了主人一眼 乖巧地应了一声 随即小嘴一闭 恐怖的灵魂之力 随之消失不见 不过 小白一双乌溜溜的小眼睛 死死盯着魂状老者 目光中充满了渴望 急不可耐 对上小白的目光 魂居老者慌了神 这是什么一宠 为何对神魂之体 有如此巨大的压制力 在他面前 魂力都释放不出来了 现在 他被一股恐怖勾魂之力锁定着 只要那个年轻人一个命令 便会被那只小虫子吞吃了 即便躲进山河 火令 也没有逃生的可能 山河 火令 也被一股强大灵力 神识同时压制着 无法驱动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虫子 这么恐怖 这个年轻人 又是谁 区区金丹镜 就有这么强大神识和修为 刚清醒过来的分魂老者 看明了眼前的情况 不由冒出了一堆的疑问 你是谁 李牧神识抓着山河 火令 好奇看着魂体老者问 老夫山河宗 化神修士 火天尊者 快快收起那只异虫 你若敢伤害本尊的分神 逃到哪里 老夫都不会放过你 魂体老者自问介绍了一下 看着李牧言辞利色地警告道 魂体老者散发的魂力非常强大 本尊拥有化神修为 李牧一点不意外 还好 小白的能力 死死克制了对方 不然 情况就危险了 李牧不禁感到一丝后怕 之前 收走山河 火令的时候 寄居令牌中的分神老者 应该还在沉睡 李牧很轻松 便收走了山河 火令 万万没想到 山河 火令中 还寄居着一个化神修士的分神 他是为了盯着那枚火缝腰乱 静待祈福化的吧 这下子 问题有点棘手了 李牧没想到 那枚火缝弹 竟是有主之物 而且 还是一个化神修士存放的 唧唧 看李牧突然发起呆来 小白迫不及待地催促了一声 这个魂太老者的魂力十分强大 蕴含着一丝 能让他继续进化的法则力量 小白十分迫切地想将其吞吃掉 小辈 不知者不怪 你将火缝卵 与山河火令放归原处 老夫不计较你的偷盗之举 如何 火田尊者分神暗暗着急 他现在的状态被这只小虫子克制 许多手段施展不出来 只能看着李牧 好言相劝道 李牧皱了皱眉 权衡利弊起来 鬼知道这家伙的话能不能信 万一他到时候反悔 本尊亲自过来 他还有命在 若让小白将其吞吃了 神不知 鬼不觉 就算火田真尊本尊知道了 只要隐藏起来 他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同时 还能收获一颗七阶火凤腰卵 以及九阳灵草 等高阶灵直 李牧不愿将自己的命运 掌控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叽叽 怕主人被他说服 小白顿时急了 焦急地冲李牧叫唤了起来 知道了 你吃吧 李牧微微一笑 已然做出了选择 示意到 小白大喜 小嘴一张 对准火田尊者的分神 用力一息 大胆小贝 你敢 本尊绝不会放过你的 不 不 火田尊者的分神又惊又怒 话还未说完 分神自行飞入小白的嘴里 请客间没了声息 哥 小白将火田真尊分神整个吞吃了 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白嫩的身躯 泛出一点点粉色 叽叽 小白挪动了下小身区 冲李牧叫了一声 示意要回灵兽带睡觉了 吞吃了化神修士的分神 小白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这次他要睡久一点 嗯 去睡吧 李牧笑着点头 顺手将小白收入灵兽带 随即 李牧又将山河 火令 收入储物格 此物以后 只能长期存放在储物格里了 依靠着储物格隔绝一切力量的能力 杜绝任何力量的定位和搜索 李牧想了想 将天须顶 也收入储物格 若无意外 短时间内 也不准备用它 这里是修仙世界 化神修士 应该能用于推演 算挂 占卜一类的手段 从天须顶盖 获得蛛丝马迹 预防万一 李牧决定 不再轻易使用天须顶 接着 李牧改变了 天缩零件的飞行方向 静止朝清玄宗飞去 环狼灵山不去了 另外水系 木系灵兽也不抓了 遭遇了六阶蓝灵雷尸的追杀 又灭了化神修士 火天尊者的分神 李牧不敢 继续在外面浪了 决定先回清玄宗苟起来 等修为突破了原因再说 只要再重十几年 或是几十年的灵职 修为便能突破原因真君 只有金丹静的修为就出来冒险 还是太危险了 掌控了洞府的核心阵牌 环狼灵山的古修洞府 又不会跑掉了 没必要急着去 很快 李牧驾驭着天梭零剑 一路风驰电质 快速地驶离万腰山脉 李牧不知道的是 就在小白将火天尊者 分神吞吃掉那一刻 远在万里之遥的 某座山中洞府内 轰得一声巨响 一道红色火影破空而现 悬浮空中爆发一阵痛苦的惨嚎 谁 到底是谁 火天尊者大声地怒吼 化神修士的灵压倾泻而出 吓得现场四位猿鹰真君 面色发白 火师说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身穿蓝色公裙的美艳女修 连忙飞身上前 观星地问 老夫置于天凤山的分神被毁了 隐藏于天凤山孵化的那枚火风弹 被盗了 火天尊者收敛了气势 面色难看地解释 什么 是谁出的手 师叔知道了吗 公裙女修面色大变 观星地问 火风弹是火天尊者未冲破下一阶 准备得本命御寿 若是被盗 那损失可就大了 不知 对方手段太高超了 分神一点魂力信息没流传出来 火天尊者脸色漆黑如墨 气愤地说 守护灵雀呢 没有发现敌人 公裙女修接着问 她中了人家的计 光顾着跟一只雷尸打斗 我去看看 火天尊者生气地说 话音一落 身影化作一道火光 眨眼间消失在了原地 火天尊者准备先将那只六阶雷尸 抓起来逼问 到底是何方神圣 轻易破了她设置的护阵 如此干脆地浑灭了她的分神 竟能不留一丝蛛丝马迹 三天时间 一化二世 李牧驾驭天缩零剑 飞入青玄中境内 便将天缩零剑收起 预剑而行 与此同时 不忘施展逆缘换西 绝将金丹修为压制至助击中期 戴上玲珑面具 换上青玄中内门弟子服 一路低调飞行 李牧回到月穷峰 看着四周熟悉的景色 心里莫名地涌出一股安全感 身上的皮翼一扫而空 飞入月穷峰 李牧开始忙活起来 巡视灵田 检查三阶 玉境清廉 三阶清虚灵察的生长情况 接着再开垦一批灵田 布置金圆镇 火圆镇 木圆镇 扩灵潭 为栽种几种三阶五行灵植做准备 没过几天功夫 李牧将三百多亩灵田清理出来 布置上五行单元镇 分别种上五十亩 三阶地圆参 五十亩 三阶麒麟果 五十亩 三阶木龙藤 五十亩 三阶金剑草 最下方的灵溪水潭 也扩充了二十几亩 栽种上十五亩 三阶玉镜清廉 再使用上大量五行灵物材料 辅助几种五行灵植成长 一时间 整个月穷风 充斥了五行灵力 李牧满脸洗液 巡视着灵田 检查着劳动成果 忽然 李牧感应到一柄传讯飞剑 在护震外乱飞 像无头苍蝇一般 无法绕开法阵找上它 见状 李牧脸上闪过一丝奇色 连忙玉剑飞出月穷风 伸手将传讯飞剑收下 原来是云霄子发给他的传讯飞剑 问他闭关结束了没有 有没有时间 希望能与他聚一聚 叙叙旧 李牧想了想 没有拒绝 放出传讯飞剑 应约前往 在清玄宗 李牧一直低调生活 能说得上话的人 也就百炼锋的阴长老 以及云霄子了 上次 袭击九位魔君 救援清玄宗精锐 李牧有一部分 是看在云霄子的面子上 李牧遇见而起 飞往清云峰 清云峰 宽敞的惠客堂 云霄子设宴招待李牧 桌案上 摆满了灵扇美味 灵蛇羹 酱妖兽肉 还有各种灵果 灵桃 灵酒 异常丰盛 李师爹 来喝一杯 此酒 是三接幻神灵酒 我好不容易才从黄翁芳才买到了 对修为提升有益 多喝几杯薄 你早日进阶金单哦 云霄子举着酒杯 热情招呼李牧道 好 我不客气了 李牧笑着点头 举杯示意了一下 说完 李牧将杯中灵酒一口饮下 下一刻 灵酒入腹 化作一道暖流滋养身心 不过 对李牧体内真元的提升量 十分有限 李牧心里不禁一叹 白费了云霄子一片苦心呢 士林养身绝圆满 为此吞吃了大量高阶妖兽肉 使得身体 修为真元都达到了极深的地步 这些低阶的普通灵酒 灵丹 现在对他修为的提升效果 十分微弱 不错吧 来 再喝一杯 云霄子见李牧一脸回味的模样 连忙在为李牧针上一杯 云师兄 不知找我何事 可是需要练妾 李牧将灵酒一饮而尽 笑看着云霄子问 确实如此 上次遇袭凶险万分 我打算炼制一件五阶防器 李师弟 可有把握 云霄子看着李牧 不好意思地问 文言 李牧灯实了然 大概知道了云霄子如此魄力 要炼制五阶防御灵器的原因 不瞒云师兄 我确实能炼制五阶灵器 不过 失败率太高了 仅有一两成的把握 我怕浪费了云师兄的材料 李牧想了想 看着云霄子照实回答道 一两成啊 确实不够啊 云霄子沉吟对点了点头 犹豫着要不要委托李牧炼制 毕竟 五阶材料的价值 远比四阶材料高出太多了 为了筹集这些五阶材料 云霄子可谓倾家荡产了 师兄 若不行的话 您还是委托陈长老吧 说实话 炼制五阶灵器我没太大的把握 李牧苦笑地说 这次出门得了九个魔君的储物界 收获了大批五阶炼器材料 李牧也有为自己炼制几件五阶灵器打算 不过 李牧最近忙于重几样三阶五行灵直 还未开始动手炼制 这样啊 陈长老他们的成功率也高不到哪去 我更相信李师弟 云霄子苦笑地说 然而 云霄子的话还未说完 就这时 一阵乍响猛地在清玄宗响起 护宗大阵遭遇了巨大冲击 爆发了一股巨大的凌威 震慑清玄宗上下 云霄子连忙站立起身 惊惊地抬头看向天际 谁 清玄宗化神老祖 清风上人 猛地飞出清玄风向攻击护宗大阵的敌人迎去 山河宗 火田尊者有时冒昧来访 还请道友见谅 一个宏大的声音传遍整个清玄宗 山河宗 从哪冒出来的宗门 闭嘴 山河宗和玄天剑宗一样 都是仙门大宗 怎么回事 他来我们清玄宗做什么 还攻击我们的宗门大阵 来者不煞啊 希望没事吧 清玄宗无数弟子 议论纷纷 忐忑不安 一个化神尊者 如此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 一看就不简单 李师弟 你没事吧 是不是被吓到了 云霄子看着面色煞白的李牧 关心地问 我 我没事 云师兄 要不你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吧 怎么会有人打上宗门来呢 李牧勉强恢复镇定 看着云霄子示意道 听懂火田尊者的声音 李牧刚想放出神识查看怎么回事 想起了什么 当即制止了这个念头 而是该让云霄子去刺探情况 那好吧 炼气的事我们改日再说 云霄子点了点头赞同地说 嗯 我刚好有点事 云师兄 我先走一步 李牧宁重地点头 跟着云霄子一起离开青云峰 飞出青云峰 两人分道扬镳 云霄子飞往青玄峰与宗门 一起应对未知的敌人 李牧则遇见向太玄峰飞驰而去 直奔贡献大殿 临时报佛教 再兑换几部隐蔽气息 能改头换面的功法 李牧心惊肉跳 强迫着自己镇静下来 准备赌一把大的 他不信火田尊者 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肯定是大海捞针 碰巧找到青玄峰的 根本不知道 盗取火凤弹 消灭他分神的人 就是他 李牧遇见急行 同时换上 炼器长老的金色法袍 一路畅通无阻 抵达了太玄峰贡献殿 来了两个人 一个化神老祖 另一个好似不是人 蓝发 树童 应该是化形妖兽 知道他们来干嘛的吗 好嚣张啊 应该不是吧 好似在拜托封老祖 帮他找什么人 肯定嚣张了 那是山河宗 人家不仅有化神尊者 还有大成仙人呢 不是吧 山河宗 有大成仙人啊 真的假的 我这辈子能突破原因 就满足了 李牧刚到贡献大殿 便听到了排队弟子们的议论声 眼下 山河宗化神尊者来访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清玄宗 随着消息的传播 转达 消息的内幕 逐渐清晰明了起来 听着他们议论的内容 李牧不由地松了口气 情况跟他预料的结果差不多 火田尊者 真的是在大海捞针 恐怕出了清玄宗 他还去了许多宗门 七街火凤 值得他这样做 与此同时 李牧对自己没有放开神识 去查探对方的行为 感到满意 十分庆幸 如若不然 他现在就暴露了 火田尊者带着的画形妖兽 应该是那头六街蓝铃雷尸 没错了 那家伙也够倒霉的 被火田尊者带着 到处搜寻他的踪迹吧 有他苦头受的 若刚才放出神识刺探 肯定会被六街蓝铃雷尸 搜找出来 那家伙追杀了自己那么久 对自己的神识特征 气息相当了解 神识若被他发掘 肯定跑不了 李牧无比庆幸自己忍下来了 没有贸然用神识查探 同时 也十分开心 为了见云霄子 预防他认出自己 全力施展逆圆脸西绝 换西绝进行了逆西伪装 之前 与六街蓝铃雷尸的追杀过程 李牧一身真元灵力 都用在五行顿数全力逃跑上了 真实气息 完全暴露在六街蓝铃雷尸眼皮子下 现在可不一样 他在明 李牧不信 他还能在清玄宗十几万弟子中 将自己找出来 没有六街蓝铃雷尸的准确指引 火田尊者肯定找不出自己 这是李牧非常价定的事 不然 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找上门 何必再带上一头画形妖兽 为了以防万一 李牧还是准备再兑换几部 隐息法诀 加强隐蔽效果 长老 您先请吧 排在前面的弟子 比了个手势 向李牧里让道 李牧不客气地点了下头 静止走入贡献兑换秘室 清玄宗 宗主殿 化神老祖 清风上人 宗主 清邑 以及清阳 清晨 周虹 陈元 几位元英长老 聚集大殿商议事宜 所以说 这山河宗 火田尊者上门来 是为找那个建臣而来 清风上人 看着几位元英长老 确认地问 是的 火田尊者提供的寻人信息 跟救助我等的建臣 基本符合 清阳真君确认地答复 清风上人点了点头 陈银片刻 看向宗主 清义 吩咐道 你吩咐下去 若有发现 修炼五行功法的金丹修士 稍微留意一下 师兄 建臣对我们等有大恩 你不会准备将这个消息 告诉火田尊者吧 清晨真君担忧地说 你们对那个建臣 都不甚了解 来历不明 即使说了又有何用 徒增事端 留意一下 做做样子便是 毕竟这山河宗 我等招惹不起啊 清风上人美好气地 瞥了清晨真君一眼 叹气道 闻言 几位真君不由松了口气 他们可不想做那 恩将仇报之人 一饮一拙 莫非前定 蓝阴续果 必有来阴 礼墓之前救助了清阳真君等人 换来了福报 清玄宗没有因为火田尊者的关系 大势搜找建臣 随着山河宗 火田尊者的离去 清玄宗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知道了山河宗 火田尊者 带着那头六阶蓝灵雷尸 在到处搜找他 礼墓变得更狗了 连带小金 小瓦他们出去狩猎的活动都停下来 在太玄峰 贡献殿 兑换的两步玄阶隐锡功法 龟犀逆灵绝 五行隐锡绝 都提升至满级 天天运行着 伪装成一位修炼火系功法的助击中期修士 除了必要的外出补给 领取炼器任务 几乎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递狗在月穷风 后来 李牧炼制出了一具四阶分身傀儡 连忙补给物资 领取炼器任务 都使用分身傀儡进行 再也没怎么离开过月穷风 岁月如梭 转眼35年过去 35年期间 清玄宗弟子大笔 宗门大典 云霄子邀约出行 等等需要离开月穷风的事宜 都被李牧以闭关修炼为由 一一婉拒了 整个清玄宗十几万内门弟子 核心高层长老 除了阴贤文 云霄子 这么多年过去 几乎没人见过李牧 这位炼器长老 而且 月穷风中年迷雾笼罩 渐渐变得神秘起来 一女两男 三位内门弟子 遇见而行 经过月穷风时 一位较为年长的助击弟子 连忙出声提醒 林师妹 别往那飞了 那边是月穷风 为什么啊 一脸稚嫩的年轻女修 遇见停下 转头不解地问 月穷风 不知道是哪位长老 在此风苦修 布置了大量法阵 迷阵 再往前行 你很容易迷失在里面的 年长的助击修士 连忙提醒道 没错 此风住着一位 性格古怪的前辈 莫打扰了他 林师妹 快回来 另一位助击难修 跟着劝道 好吧 见两位师兄 一副神色凝重的模样 林思琪连忙应下 遇见跟着两位师兄离开 林思琪回头 向神秘的月穷风 看了一眼 隐约间 可以见到月穷风内 鸿芒闪耀 威势浩大的样子 随着三个内门弟子的离去 月穷风内 李牧神色微微一松 目光变得柔和起来 他们若是继续接近的话 李牧不得已 只能失手段 先将它们拿下 迷晕后 再丢出月穷风了 此时 月穷风发生的事 不能让任何外人得知 月穷风 数百亩林田 笼罩于五行园阵之下 三阶地园餐 三阶麒麟果 三阶木龙藤 三阶金剑草 三阶玉镜青莲 五种高阶林植 纷纷在单对应 五行园阵的滋润下 灼涨成长 金园阵中 一柄柄化形的精细灵剑游走于空 一株株三阶金剑草 呈黄金色泽 散发着微弱剑气 长势喜人 火源阵中 三阶麒麟果灵直通红如火 挂着一颗颗红色火果 聚成熟落果 为期不远 土源阵中 三阶地圆深枝繁叶茂 吞吐土源灵气 药香弥漫 整个月穷风充斥着大量五行灵气 几乎要满意出来 这些年 黎木重新开垦了200多亩灵田 都成功进阶上品灵田 而后 全部种上三阶五行灵直 布置五行圆阵 砸下无数五行灵财 使得整个月穷风变成了五行灵风 为了遮蔽大量溢出的五行灵气 为此 黎木不计成本投入 布置大型迷阵 换阵 从而遮盖了月穷风的异状 好在 月穷风处于清玄宗总部核心 较为偏僻的灵风 先有弟子经过 至于 那些贸然传出的 都被李牧一一暗中解决 打晕迷神后 往偏僻的地方移送了之 35年过去 月穷风是某位性格古怪 不喜欢陌生人打扰的名声 渐渐在内门弟子中流传 三阶五行灵直的成熟时间 在20年左右 随着李牧不计成本的投入 布置五行圆阵 这些五行灵直的成长时间 被压缩到15-16年时间 这批三阶五行灵直 已经是李牧第二批大批量栽种了 每一种都有100亩左右 上一批成熟的五行灵直 提供了大量先天五行灵力 成功将李牧的修为 由从金丹初期 提升至金丹后期 阴阳五行金 金丹片等级提升至六级 抵得上其他金丹修饰 百年苦修 现在 据这一批灵直成熟 只要再等一两年的时间 等这批灵直成熟 便是进阶圆阴静的日子 李牧非常期待 耐心地继续狗在月穷风 不进阶圆阴 绝不轻易出山 望望 食院里 赤狼围着一具 人偶傀儡兴奋地叫着 好似在祈求食物 人偶傀儡 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桃锅 在赤狼的饭盆里 打了几块妖兽肉 满足了他的要求 赤狼将头埋进狗盆里 大口大口地啃食起来 听到动静 李牧身影一闪 在食院里的一张食桌前出现 人偶傀儡 已经做好了午餐 食桌上摆放着三菜一汤 卤制腰兽肉 炖肉汤 炒铃笋 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 李牧的身影一出现 一道白光 从房间里弹射而出 鸡鸡 一尺长的小白 弹射在食桌上 冲李牧鸡鸡地叫着 示意他也要吃饭 你小子 越来越能吃了 饿一会儿都不行啊 李牧看着讨食的小白 美好气地叹了口气 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纳魂瓶丢给他 鸡 小白开心弹射而起 在空中接下纳魂瓶 重新弹射 返回食屋里 自从小白 吸食了化神修士 火田尊者的分神后 陷入了沉睡 只是五年前才睡醒过来 小白的资质 获得了巨大提升 原本只有五阶潜力的他 获得突破六阶的潜力 不过 他对食物的要求和品质 都提高了不少 不得已 李牧只能用贡献载宗门 兑换大量高阶妖兽精魂 为他准备口粮 连炼制带气灵的灵气 也减少炼制了 然而 刚用一条四阶妖兽精魂 打发走小白 李牧很快又被缠住了 一惊 一黑两道小身影 一起飞到他跟前 两双大眼眼巴巴地看着他 赫然是小型化的小金 小瓦 他们身形都缩小至半丈大小的模样 李牧嫌他们体型太大 四阶气势过剩 放在月穷风放养 容易招来其他门内弟子 又不好将他们长期养在灵兽带里 于是通过御灵器印 李牧传食缩体之术 隐熙之术教导他们 学了缩体 隐熙之法 小金 小瓦的身体 在飞战状态下 可以保持半丈的身高 四阶妖兽的气息 也收敛了起来 然而 他们的体型虽然缩小了 不过 胃口可没跟着变小 在没有去狩猎妖兽的情况下 用贡献兑换妖兽肉 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 无奈 李牧只能改用三四阶的灵兽 单要给他们喂食 看着眼巴巴 眼中充斥着渴望的两个家伙 李牧无奈地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两瓶灵丹 金麦丹 土灵丹 分别递给他们 滋滋 哇 小金 小瓦分别接下单要瓶 纷纷冲李牧感谢了一声 满意地转身离开 牧送抱着单瓶离去的两个家伙 李牧苦笑了一下 不去狩猎的情况下 羊两头四阶妖兽的花销 实在太大了 这些年 九位魔君所得的大笔零食财富 大半都花在他们俩的身上了 等进阶元阴静 就带他们去狩猎打工 让他们吃进去的灵丹 都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看着俩个将灵丹当饭吃的家伙 李牧狠狠地想 主人 这是最后一道菜 清蒸银龙鱼 人偶傀儡端着一盘蒸鱼 放在石桌上 向李牧神石传音介绍了一下 而后 恭敬地站到一旁 嗯 不用你伺候了 你材料是整理材料吧 李牧点了点头 看了人偶傀儡一眼 吩咐道 是 人偶傀儡恭敬的应命 转身向材料室走去 牧送着人偶傀儡离去 李牧露出满意之色 这具人偶傀儡 是他用那个魔君原因 抹去神时候 用魂木星炼制的魂元盒 躯体采用五阶星辰木炼制而出的 不仅 实力直逼四阶巅峰 还拥有一定的自主意识 通过御灵气印 傀儡气纹双掌控 完全没有反叛的风险 李牧教导他的工作 都能十分容易地上手 现在已经能胜任做菜 照顾宠物 整理日常卫生 等等各种工作 已然成了他生活中的好帮手 李牧美滋滋地享用着 傀儡制作丰盛的美食 半个钟后 李牧吃完了午餐 也不用收拾 等会人偶傀儡会自觉地收拾 洗漱 李牧飞身落在一棵林桃树下的躺椅上 摇摆着躺椅 习惯性地午休起来 吃完了午餐的赤狼 走到李牧的身旁趴下 有样学样地闭眼休息起来 李牧笑了笑 伸手放在赤狼的脑袋 轻轻撸了起来 享受着安静 悠闲的生活 35年过去 李牧彻底在月穷风躺平了 除了偶尔需要照顾三阶五行灵职 连炼制灵器 画制灵符 炼制傀儡的次数也变少了 享受着人偶傀儡伺候的日子 李牧绝大数的时间 喜欢躺在摇椅上 看看书 撸着赤狼 安逸地打发时间 一天天等着日子过去 等着灵职成长 李牧余光看看了角色虚拟旷野 不知不觉 他已经是古戏之年了呢 角色 李牧 性别 男 寿元 781850 灵根 五行圣体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 直灵集取 修为 金单后期 165W9000W 功法 阴阳五行精 天级上品 24级 24W18000W 星云观像图 天级上品 时貌号1300W 玄天剑阵 D级上品 13级 圆满 士灵养生爵 D级上品 9级 圆满 御灵气疏 D级下品 9级 圆满 技能 清风换雨术 9级 圆满 御剑术 9级 圆满 制服术 5级 炼气术 5级 布阵术 5级 小神通 大五行顿术 五行幻生 幻繁为真 神炼熔灵 巨星一击 士灵翠骨 剑星化意 千尺剑玉 神魂化星 巨星凝神 阴阳双眼 阴阳覆脉 自由熟练点 2.871一点 看完角色属性信息 对比他金单后期 近两千年的漫长寿元 古希之年 仿佛还在幼儿时期 其他金单修士 通常只能活五六百年 长寿一点 也就七百年左右 唯有突破原因境 寿元 才能提升至千年以上 两千年左右 然而 修习上古功法 阴阳五行经 突破筑基 筑旧金单后 身体接连洗水 先成就五行灵体 后成就五行圣体 寿元 是其他普通金单修士的 三四倍之多 又将士林养身绝 提升至满级 体资 寿元 也获得一定提升 等进阶原因 李牧相信 这寿元数量 怕能增加到三千年以上 活太久了 有点无聊啊 李牧自嘲的一笑 心绪有点复杂 等进阶原因后 决定再到处去逛一逛 在月穷风 守着灵值成长 这么多年过去 李牧有点尽责私动了 不过 那些五行灵值 还要一两年后 才能收获 李牧只能 强迫自己静下心来 继续守在月穷风上 李牧有些无聊地 放开神识 施展新隐之术 隐蔽地用神识 观察清玄宗门内 发生的事 自从上次 救援清玄宗金锐 灭杀了魔宗九位魔君 九魔宗遭遇了重创 行迹变得低调起来 清玄宗的处境 变得好多了 不过 五宗联盟 拓荒万腰山脉的战事 仍在持续 三十几年期间 不少精锐弟子 死于拓荒前线 同时 也有大量新鲜血液入宗 清玄宗基本维持着 不强不大 缓慢发展的态势 李牧神识扫过之后 今天没能发现 什么有趣的事 嗯? 李牧正准备收回神识 忽然发现 两个身影 悄悄潜入 清玄宗的天玄峰 不知密谋着什么 清玄宗的天玄峰 是宗门七大主峰之一 设有登天塔 杜节台 是不少内门弟子 日常活动之所 同时也是 宗门大阵的枢纽阵眼之一 登天塔 与百炼峰的 百炼灵塔一样 是清玄宗的 宗门至宝之一 是一件 存有塔灵的六阶灵器 登天塔 顾名思义 有登天之能 此塔是清玄宗 考核宗门弟子 磨练宗门弟子战绩 考验弟子资质的 主要场所 筑基弟子 可通过消耗一部分 宗门贡献 闯登天塔 在塔灵加持的 守护法阵下 放手竞技 磨练战技 攀登登登天塔 登天塔有百层 每一层都有守类者 守类成功一次 便可获得灵塔 给予的奖励 若是不选守类 将获得继续挑战的资格 挑战越高层的灵塔 奖励越丰富 总而言之 能在登天塔 攀登的越高 资质越出色 当然 要闯登天塔 也有一点要求 古灵要在百岁以内 筑基以上的修为 这些条件 李牧完全能够满足 不过 为了保持低调 李牧从未参加过 登天塔的挑战 也没去过一次天旋风 只是偶尔神石扫过的时候 匆匆一瞥而过 没什么值得留意的 然而 今天 却让李牧意外发现 两个特殊的身影 一胖一瘦 两个金丹修士 穿着清玄宗真传弟子袍 李牧若没记错的话 胖得较灵贤财 瘦得叫裴园子 他们不去登天塔 渡劫台 反而去了 朝着清玄宗的 护山大阵的阵眼走去 行迹可疑 李牧不由留上了心 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清玄宗的护山大阵 叫做七绝幻沙大阵 宗门七座主峰的灵脉为基 用幻沙迷阵之效 更能招一柄天地之剑 沙伐无双 清玄宗七座主峰 都有一处七绝幻沙大阵的阵眼 用于勾连七座主峰的灵脉 天旋风的阵眼枢纽 位于登天塔后方的一个密洞 洞中有一头护山灵兽 五阶天旋灵龟 与登天塔的塔灵一起镇守 然而 那一胖一兽两金丹弟子 不知道 用了什么手段 骗过了塔灵 又放出一污汇灵雾 读翻了护山灵兽 五阶天旋灵龟 使之陷入了昏睡 毫无顾忌地潜入了 阵法枢纽的洞穴 拿出一些阵盘 法器 准备对护山大阵进行破坏 看到这一幕 李牧当即猜到了什么 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是不会让他们得逞 这两个家伙 肯定是来自其他宗门 或是魔宗的内应错不了 潜入清玄宗的目的 就是为破坏清玄宗的 护山大阵 看来 清玄宗表面风平浪静 暗底下 已经有势力做好了入侵准备 一旦清玄宗的护山大阵被破 接下来 恐怕就是这个未知势力 入侵的时候 眼瞅着 再过一两年 五行灵职就要成熟 进阶元英指日可待 李牧可不想 在这个时候 变成丧家之犬 李牧大手一挥 一道浑厚的真元 打入晶圆阵中 翱翔的一柄 四阶极品灵件 旋即 噗的一声 那柄化作金色悬阴的 四阶精细灵件 猛地从晶圆阵中 飞冲而起 化作一道金光 以急雷之速 向天旋风 密动的所在 急冲而去 精细灵件 风驰电质 在空中留下一道惊鸿 眨眼没入天旋风的 阵眼密斧之中 啊 很快 一阵惨嚎声响起 紧接着 一阵激烈的兵器 碰撞声传出 一胖一瘦 两道身影 被一柄四阶零件 从阵眼密动中 逼了出来 连滚带爬 浑身见伤 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中发生 登天台附近 数千名排队入塔的 助击弟子 金丹弟子 惊诧地看着荧幕 不明所以 怎么回事 那秉剑是哪位长老 为何席林师兄 裴师兄 林师兄 裴师兄 好像是从禁地中 被赶出来的 怎么回事 林师兄 裴师兄 进入禁地做什么 灵归前辈呢 他老人家怎么不出来 众筑基弟子 金丹弟子 纷纷将灵贤 裴原子围了起来 议论纷纷 没人敢上前帮忙 那柄金色灵剑 极其犀利 剑气极强 即便金丹后期修士 也难以抵挡其一剑之威 灵贤 裴原子之所以能在剑下苦苦支撑 留下性命 还是那柄灵剑留情的关系 获知了灵贤 裴原子是从震动禁地 被精细灵剑赶出来的 天旋风的直守长老面色大变 当即反应了过来 神识扫入震动查看 灵贤 裴原子疑似内奸 擅闯禁地 毒害护山灵寿 执法弟子立即将他们拿下 直守长老一脸铁青 大声地喝令 直守长老的话音一落 那柄精细灵剑 化作一道金光 眨眼间消散在了天际 四名金丹执法弟子 一拥而上 没几下功夫 便将灵贤裴原子两人擒拿下 化灵级的四级灵剑 好威武啊 不知道是哪位真君长老的飞剑 是啊 精细灵剑 应该是陈长老的吧 陈长老威武 肯定是他识破了贼子的阴谋 遥控灵剑 将他们两人赶出来的 陈长老在望天风吧 这么远的距离 好厉害的遇见本事 竟能隔这么远 轻松拿下两位金丹真传 林师兄 裴师兄怎么会是敌宗内应呢 会不会搞错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们擅长禁地 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数千内门弟子议论纷纷 对林贤裁 裴原子擅长禁地的目的 遇见阻挡两人的人猜测不已 这件事 已然成了清玄宗当下最热门的事件 清玄宗 清玄丰 宗主殿 宗主 清乾 积极一众宗门长老 纷纷被邀请至大殿 对这起突然事件进行决议 执法殿已经用搜魂术查明了 林贤裁 裴原子两人在遇袭后 先后中了玄英宗的祭神大法 成了九魔宗的血肉傀儡 这次的目的是破坏我宗的护山大阵 执法长老清玄真君 看着宗主 清乾 神色严肃地说 成元长老否认 这次遇见破坏两个傀儡的行动 不是他所为 执法长老清玄真君脸上 露出一丝奇怪之色 接着介绍道 其他几位长老也都先后问过了 没人认领这次举动 不知是不是两位太上长老所为 应该不是 他们俩都在闭关 而且也都没用化灵极的精细灵剑 看来还是那位所为 宗主 清乾摇了摇头 判断道 文言 众长老眉头齐齐一皱 当即知道宗主说的是谁了 之前 九魔宗弟子 频频侵入清玄宗府邸 绝大数弟子遭受了攻击 危机时刻 宗内一位神秘人士出手 遥控极柄化灵极的灵剑 一次次出手 将他们救下 因为找不出来他的身份 便将救助弟子的名头 安在清风老祖的头上 现在 他又一次出手了 成功制止了九魔宗 破坏清玄宗护山大阵的行动 可以说 挽救了整个清玄宗都不为过 然而 这位立下如此的大功 他们竟不知道该感谢谁 实在让人无奈啊 既然 他不愿露面 此事 咱们就不要深究了 当前 是要做好应对九魔宗的准备 他们竟奴役本宗弟子 破坏本宗护山大阵 图谋肯定不小 清前真君环室现场众长老 神色严厉地说 闻言 现场十三位真君长老 神色齐齐一领 没错了 眼下应对九魔宗的侵袭 才是重点 他们都敢奴役本宗弟子 破坏护山大阵 接下来的图谋肯定不小 林长老 麻烦你跑一趟天眼宗 让他们务必加强宗门防护力度 以免被九魔宗得逞 清前真君看向一位长老 吩咐道 好 林长老欣然应下 即日起 对九魔宗核心人员的悬赏增加一倍 另外 请直战堂 你定对九魔宗的反击计划 来而不枉非礼也 一定要将九魔宗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清前真君看向直战长老示意道 明白 阴长老 经验战剑炼制进度如何 已经炼制了几艘 清前真君看向百炼锋 阴贤文 关心地问 回宗主 经验战剑已经炼制了26艘 按现在的炼制速度 不缺材料的情况下 每年可炼制两艘 阴贤文连忙回复道 不错 不过 还不够 三阶战剑 至少要上百艘 才能形成一定战力 阴长老 增加三层制剑贡献 让更多长老 弟子 参与尽量 培育更多的炼剑师吧 若有可能 宗门准备参加万宝城的交易会 会尽力为你们 搞到四阶零剑图纸 清前真君点了点头 看着阴贤文 语气沉重地说 明白 我会再做安排 阴贤文精神一阵 连忙点头应下 很快 在清前真君的主持下 清玄宗高层继续进行商议 定下了加强宗门防御寻卫力量 对九魔宗展开攻击报复的行动计划 不过 这一切与李牧无关 悄悄收回精细零件之后 便继续在月穷风摆烂起来 一晃十天过去 主人 冰窖里的妖兽肉 要用完了 人形傀儡 为李牧端上一份肉粥鳞扇后 神识通知李牧道 嗯 我知道了 李牧点了点头 埋头继续喝粥 喝完肉粥鳞扇 李牧想了想 通过气印招呼小白 小金 小瓦他们 不一会儿 三个小家伙闻讯而至 小白身影弹射进李牧怀兜里 小金 小瓦 分别进了零售袋 李牧收敛了一下气息 拿出玲珑面具袋上 预见而起 亲自前往青云城 准备向万宝阁 交付一批 拖了满酒的灵器 另外再采购一批 补给物资 青云城 规模比35年前 大了不少 繁华无比 万宝阁 仍就是青云城的核心 顾客进进出出 店里头人头攒动 李大师 您来了 您去内堂稍坐 我去通知公孙掌柜 女营兵看到李牧的身影 连忙恭敬示意道 李牧点了下头 熟门熟路地向那堂会客室走去 会客室 李牧刚落座 拿着侍女地上的灵茶享用 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 紧随而至 李大师 您可来了 想死窃身了 公孙楚跨门而入 看着李牧一脸忧怨地说 哈哈 公孙掌柜 你要把话说清楚啊 你想的是灵气 不是老夫吧 李牧哈哈一笑 随即挥了下手 六剑四阶 灵气从九藏灵珠中 飞了出来 看着灵光相应的 六剑四阶极品灵气 公孙楚双眼一亮 忧怨之色顿消 展露一个灿烂的笑容 李大师 我想灵气 也想您啊 您可有一段日子没来了 上次您亲自过来 是一年前了吧 差不多吧 最近刚好需要闭关修炼 李牧笑了笑 随口解释了一下 上次跟您说的那件事 您考虑的怎么样 公孙楚点了点头 将六阶四阶灵气收起 看着李牧问 文言 李牧眉头皱了起来 时间有些冲突 我另安排啊 李牧叹了口气 犹豫着不想答应 李大师 万宝城的拍卖 会是百年一次 有许多元英真君 化神尊者 参加此次拍卖会 届时肯定有许多 高阶灵物出现 您一直想要的天火 高阶炼器材料 都有极大概率出现 若错过了这次机会 就可惜了 公孙楚看着李牧 再次劝说道 万宝城是万宝阁的总部 即将召开一次盛大的拍卖会 公孙楚邀请李牧 去碰碰运气 然而 据万宝城拍卖会 开始只有九个月左右 十几万里的距离 需要提前出发 但是 在没进阶元英之前 李牧实在不愿离开月穷风 因此 对于公孙楚的邀请 便没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 如今 公孙楚在问起来 李牧犹豫了 据李牧所知 山河宗 火田尊者 仍未放弃搜寻他的下落 这次万宝阁总部召开的拍卖会 主要针对元英真君 化神尊者 若是遇到火田尊者 乐子就大了 我就不去了 天火你让人帮我留一遍可 有办法的话 帮我购买下来 没办法的话 到时 我自己来 李牧叹了口气 决定道 好吧 我定尽力而为 公孙楚点了点头 接着问 李大师 您身上可有珍贵的灵器送拍 这次拍卖会所要的宾客范围甚大 高阶灵器都能卖得上价 您要购置的天火价格怕不低 若有高阶灵器送拍的话 可借此机会出手 李牧沉吟了片刻 有些赞同公孙楚的提议 这次盛大的拍卖会 倒是出售一批高阶灵器的机会 35年过去 李牧炼制的灵器不要太多 完成大量宗门炼器任务 万宝阁炼器的委托 获得了不少炼器材料 大量高阶炼器材料 李牧要么直接炼制四阶灵器 要么兑换五阶炼器材料 炼制五阶灵器 日积夜累之下 李牧倒是炼制了十几件 拥有气灵的五阶灵器 若能用几件五阶灵器换一团天火 绝对物有所值 另外 下一批灵值成熟的时间 将至 进阶原因在即 李牧一直在为度原因 雷结做准备 原因期 是每一个金丹修士的心之所向 进入原因境 体内灵力变化 可谓翻天覆地 仅用一丝之力 即可施展出金丹七 全身修为之机 然而 金丹进阶原因境 每个修士都有一个 不得不迈过去的坎 那便是度原因雷结 一般金丹修士 进阶原因 虚度六九雷结 即五十四道天雷 不过 修为越高 资质越好 雷结越狠 有可能是九九雷结 八十一道天雷 或是更高阶的雷结 阴阳雷结 天地雷结 造化雷结 灭世雷结 李牧以五行圣体 凝结原因 要度的原因雷结 恐怕不会是 普通的六九雷结 想到这个 李牧心情不禁有些沉重 原因修士 凝结原因的属性 多种多样 按原因属性可分为 五行因 即金因 土因 水因 木因 火因 单一五行因 成因比较容易 但成因后的神通较为平凡 还有变异因 风因 雷因等 这类变异因 度结比较困难 但是变异原因结成后 神通较为霸道 还有完全五行的祖因 即五行因 合而为一 五行祖因 基本前提是 冲进前 必须完全领悟五行本质 对修行者的悟性 要求极高 凝结祖因 是诸多结因中 最为困难的 一般修士 根本做不到的 然而 李牧走的正是 这个结因路线 依靠着直灵光团的助力 使用上古铸鸡功法 对五行本宗的了解 极其透彻 并成就了五行圣体 接下来 李牧金丹 进阶元音镜 凝结的元音 肯定是难度最高的 五行祖因 然而 他的修为 都是靠种田 获取直灵光团 一路开挂提升上来的 虽然修为根基扎实无比 各项技能术法 都提升至满级的圆满 可是 面对的是天地雷结 李牧心里 一点底气都没有 看着李牧面色阴沉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公孙楚不禁担忧了起来 李大师 可有什么难处 公孙楚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李牧抬头看了公孙楚一眼 想着 要出售那些灵器 售卖四阶灵器的收获不多 若出售 五阶化灵的灵器 则太过高调了 势必会带了各种麻烦 然而 眼下度过元音雷结才是关键 其他的都能无视 若是杜劫失败 有可能生死盗销 届时什么意义都没有了 想清楚了利弊 李牧看着公孙楚道 公孙掌柜 我手上确实有一批 高阶灵器要出手 委托公孙掌柜帮忙处理 另外 我急需用到一批 高阶灵物 希望你务必加紧帮我集齐 说完 李牧大手一挥 从九藏灵珠中取出剑了四剑五阶灵器 下一秒 一只活灵活现的黑色小龟 一根散发着红艳的绣花针 一条闪耀青色灵光的小蛟龙 一只小型白色猛虎 凭空出现 它们悬浮于空 围绕着李牧周身游荡 灵性充盈 散发着惊人的气压 啪 得一声 公孙楚手里的茶杯掉落在地 碎裂纷飞 公孙楚猛地走上前 满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四剑灵器 它们 它们 都是五阶灵器 还都有气灵 李大师 它们是您练制的 公孙楚不可置信地看着李牧 目光炙热地问 没错 为了练制它们 李某砸下了全部身价 若不是 为了筹集杜劫材材料 这几件灵器我肯定不会拿出手 李牧看着震惊过度的公孙楚 笑着回应 李牧炼气术只有五级 五级炼气术炼制五阶灵器的成功率极低 除非能突破六级炼气术 成功率才能获得大幅提升 然而 被缺乏灵性这个属性卡着 这么多年过去 李牧炼制了数千件灵器了 仍无法突破这个极限 这些年 李牧全身精力都放在照顾五行灵直 也没办法四处搜寻拥有灵性属性的灵直 至于 存有开灵效果的六阶九阴灵草 因为九阳灵草仍未成熟 而无法中和服用 仍存放在储物隔压箱底 这么多年 在小白的协助下 李牧堪堪炼制十七件 带有七灵的五阶灵器 如今 拿出四件五阶灵器来出售 李牧还真有些舍不得 不过 若能顺利度过原因雷结 一切都值得了 度结 李大师 您是说 您要准备度原因雷结了 公孙楚姓牧原邓 用着比看到四件五阶灵器 更惊讶的目光 看着李牧问 在公孙楚的认知里 李大师的岁数并不大 打交道的时候 他也就二十四五岁 刚住机的模样 然而 这才过去多久 四五十年而已 他竟在为度原因雷结做准备了 这李大师修为的精进速度 比他的练器手艺还要精湛啊 公孙楚看着李牧 满脸不可置信 惊讶莫名 李牧微微一笑 取消了隐熙法诀 释放出了精丹后期的修为 感受到李牧身上的精丹后期的灵压 公孙楚深吸了口气 惊喜焦急地点头 李大师 您请放心 这四件五阶灵器 我定会帮您送拍 肯定能卖个好价格 您所需的度节灵物 我也会竭尽全力地帮您收集 若李大师能顺利进阶元英真君 以后炼制五阶灵器 六阶灵器 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吧 李大师的价值 猛地在公孙楚心里拔高了数倍 他的态度 变得比以前更加恭敬了 有劳公孙掌柜了 不过 关于炼制化灵五阶灵器的事 劳烦你代为保密 这件事 我不希望有第三者知道 李牧点了点头 看着公孙楚示意道 闻言 公孙楚眉头一皱 感到了一些为难 宋拍这四件五阶灵器 其他高层肯定他们的来历 他需要承受不少的压力 不过 若答应下来 他能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能与李大师的关系更进一步 独自掌控这个炼器渠道 没问题 不过 李大师 以后我可以委托您 炼制五阶灵器吗 公孙楚看着李牧 不好意思地问 李牧看了公孙楚一眼 早有所料 向他透露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做了这方面要求的准备 可以 不过 事先跟你说清楚 炼制五阶灵器 不比四阶灵器 如今 我炼制成功的几率 大概只有三成 若是还要带气灵的话 成功率将在下降两成 你有炼制委托可以拿来 李牧淡淡地道 文言 公孙楚一阵沉默 这么高的失败率 五阶炼器委托 怕不会多 怕还是要等李大师 进阶原因之后 这炼制五阶灵器的成功率 才能提升来吧 好的 有的话 我就去麻烦您了 公孙楚笑着点头 不再提委托炼制五阶灵器的事了 公孙楚看着李牧关心地问 李大师 您需要什么材料 我去看一下仓库 若是没有的话 尽快帮您安排调货 李牧点了点头 从九藏灵珠中取出一枚玉碱 递给公孙楚 里面记载着所需的各种材料 高阶妖兽精魂 五行材料 高阶灵丹 等等 杜源英雷杰的准备 这些年 李牧一直在进行着 查看宗门其他原因真君的杜结资料 筹备杜结高阶灵丹 等等 只不过 这次来自万宝阁总部的拍卖会 让李牧更加上心 舍得将一批辛辛苦苦炼制的五阶灵器拿出来 兑换一些难寻的杜结灵物 比如化解心魔节的菩提丹 能修复身躯的造化丹 偏转结雷 抵消结雷的灵器 杜源英雷杰最好的方式 是依靠自身的修为和炼体实力 硬抗雷杰 不依靠任何辅助 凭借自己的实力度过去 等度过雷杰后 才能收获最大的回报 这些准备手段都是为了以防万一 若能凭借自身修为和炼体实力度过原因雷杰 李牧绝不会用上它们 将四件拥有气灵的五阶灵器 委托给公孙楚送拍 委托其代购天火 以及高阶灵质 接着 从万宝阁仓库拿了一大批高阶灵财 李牧离开了万宝阁 从万宝阁出来 李牧没有直接离开青云城 而是青云城集市闲逛起来 感受青云城修士们的日常生活 数丈宽的主街道 沿街各种商铺 卖妖兽的 卖丹药 卖符纹的 卖兵器的 行人络绎不绝 磨肩擦肿 出售上品零件咧 只要二十枚钟灵 一百年份的子弹铃声 走过路过 不要错了 极品聚器丹 刚刚出炉的极品聚器丹 一颗只要三枚钟灵 快看过来嘞 二阶密保暑又载 便宜卖了 沿街的店铺 摊位各种叫卖 讨价还价的声音 汇集一起 热闹非凡 在月穷风宅久了 难得出来一趟集市 李牧沿街闲逛 看多买少 进街金丹后 李牧的眼光也变高了起来 普通二三阶灵物 灵财没必要买 不少高阶灵物 万宝阁 宗门都可以轻松弄到手 青云城修饰百卖的摊位 没多少东西入得他的眼 李牧找了个百卖肉汤 煎饼的摊子 悠闲地享用美食 准备吃完 便回月穷风 李牧吃着煎饼 喝着肉汤 看着沿街来来往往的修士们 莫名地感到一丝孤寂 整个青云城都与他无关 与世隔绝 内心极度的空虚 全世界与他无关的绝望 天地的厌恶 一时间 各种负面念头 充斥脑海 李牧心脏一紧 这股突如其来的负面气息 让他感到窒息 李牧目光迷离 看到了上一世的父母 母亲叶惠兰 念叨叨地催着他结婚 喝醉酒的父亲 李明勇 拿着一条皮带 狠狠抽打他 一些尘封的记忆 分塌而至 嘰嘰 小白焦急地催促声 在李牧耳旁响起 李牧精神一震 骤然从迷失中清醒了过来 双眼成一阴一阳 猛地向右侧看去 很快 一个少女的身影 映入李牧的眼中 看到对方发现了自己 少女身影一闪 化作一道急影钻进小巷 逃顿不见 好厉害的幻术 竟让他就这么中招了 若不是有小白的提醒 肯定会中了对方的致命幻术 届时神魂迷失 被奴役也说不定 李牧放开神时 锁定了那少女的身影 五行土顿失出 下一刻 李牧身影引入土中 消失不见 朝着少女追击而去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那个少女的信息 已然出现在角色虚拟矿之中 三围雪狐 幼生七 品阶 四阶妖兽 特性 狐熙患魂 狐媚幼灵 断尾续命 八围雪狐妖黄 七围雪狐所生之狐女 天生三围 性格活泼 有六围之姬 百年可化形 千年可进阶妖王 自带一丝 九围雪狐 繁祖血脉 资质非凡 有冲击九围之潜力 那个少女身影 不是一个修士 而是一只 三围妖狐的 变化出来的幻影 看到三围妖狐的 属性信息 李牧当即被唤起了一段 差不多已经遗忘的记忆 若没记错的话 这只妖狐是数十年前 被万宝阁拍卖的 那头三围妖狐 李牧想到了 他的来历 同时 也想到那化形的狐妖 那是他这辈子 见过的最美艳的女子 那么 问题来了 之前 与清风上人 对峙的化形妖狐 没将这头小妖狐就走 这只三围小妖狐 落在谁手上 什么要对他出手 他是碰巧遇上的 还是知道他的身份 针对性的思维 差点被小妖狐得逞 更被触及了心底隐藏的记忆 现在 李牧出离了愤怒 对小妖狐穷追不舍 却没有动手拿下对方 追着他 准备揪出隐藏于背后的人 李牧追逐着三围妖狐 来到青云城外一处密林 神石覆盖之下 隐于其中的两道人影 无所遁形 李牧先一步 木盾从一棵古墓中 猎身而出 三围妖狐逃窜的方向 便是此地 两个年轻金丹修士 其中之一 应该就是他的主人了 两个金丹修士 都穿着青玄宗 真传弟子的款式法袍 一个身穿金色法袍的 圆脸修士 修为在金丹初期 气息虚浮 想来为了维持这份修为 他服用不少高阶灵药 根基并不扎实 旁边另外一位 白衣金丹后期修士 还是个熟人 李牧隐约也有一点印象 若没错的话 是之前被他从 月穷风赶出去的 金丹弟子 叫什么来着 对了 叫做王建峰 看着李牧的出现方式 两人齐齐 露出惊讶之色 下一刻 三尾妖狐紧随而至 目光窃窃地 落在圆脸修士身旁 叽叽轻叫了几声 没用的废物 滚一边去 圆脸修士 恨声骂了一句 转而看向李牧 笑着 李长老 不好意思 这妖狐临时不开 不知轻重 我让他去请你 没想让你受惊了 李牧皱了皱眉 瞥了圆脸修士一眼 转头看向王建峰 若无意外 这次遭受的袭击 应该是这小子怂恿的 没想到 你已经进阶金丹了 你藏得可真深啊 莫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建峰对上李牧的目光 冷脸笑道 圆脸修士露出恍然之色 笑盈盈地问 是啊 李长老 你是什么时候 进阶金丹的呢 难怪我的灵宠会失手 请人是这么请的 青云真君太专注修炼了 对你的成长 是漠不关心啊 李牧对了圆脸修士一句 侧目看向三围小妖狐 怀疑是这小妖狐 顾一下的众手 为他主人招惹麻烦来的 妈的 狐妖就是狐妖 他应该是想着法子逃跑吧 李牧打量着三围小狐妖 似乎要从他那双乌溜 转动的眼珠中 看出什么来 李长老 看来你是知道 我的身份了 就是不知道 愿不愿意帮 田某恋至一见灵气咯 圆脸修士黑了脸 笑眯眯地看着李牧问 李牧暗中用神识 观察了清玄宗这么多年 这家伙 他已然知道他的来历了 他是清玄宗 亲自被核心高层 清云真君的嫡长孙 田文杰 是一个顽固仙三代 其父 田平 也是一位金丹修士 今日有这种方式找上他 不用多想 就是求他练起来的 唯有这等仙三代 才会用着这种方式请人 当然 不排除是那只三尾妖狐 故意加重失为 刚才妖狐引他进入幻境 用心极其歹毒 引出他的内心深藏的记忆 甚至有让他诞生心魔的趋势 李牧目光深邃 死死盯着三尾妖狐 对一个顽固三代的提问 丝毫不放在心上 李长老 依旧还是那么目中无人啊 田师弟问你话呢 李长老不看僧面 也该看佛面吧 清云长老的面子 也不卖嘛 王建峰呵呵一笑 冷冷看着李牧示意道 文言 田文杰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黑着脸看着李牧 静待他的答复 你们什么时候盯上我的 李牧瞥了王建峰一眼 没在意他的挑拨 更关心另一个问题 出了月穷风后 李牧时时留意着身边的风吹草动 非常注意 然而 他丝毫没发现 暗中有人跟踪 更没想到 自己会中了幻树 这个简单 万宝阁有我们的人 李长老在万宝阁 担任练气客亲一职 可不是什么秘密 田文杰呵呵一笑 得意地介绍道 李长老 你都愿意为万宝阁练气 接下田师弟的练气委托 应该不是什么男士吧 王建峰看了田文杰一眼 心底暗骂了一声白痴 告诉他这个做什么 李牧恍然大悟 原来问题不是出自他的身上 要练气的话 去找殷长老 宗门的练气委托 我只从他那边见 李牧淡淡说了一句 懒得再跟他们耽搁下去 转身便要离开 啊 田师弟 我早就说了 李长老不会给面子的 被我猜中了吧 听了李牧的回应 王建峰不禁反喜 一脸冷笑地看着田文杰示意道 田文杰怒了 区区一个练气长老 竟敢甩脸色给他看 站住 你别走 田文杰怒瞪着李牧 呵斥道 李牧停住脚步 转身看着田文杰 而后盯着王建峰 眉头紧皱 思虑对策 这田文杰就是一蠢货 有姓王的在一旁怂恿 火上浇油 这个麻烦还真不好解决 察觉到李牧的目光 王建峰冷冷一笑 面上全是冷意 他就是要借田文杰之手 对其进行报复 被赶出月穷风那件事 王建峰将其视为这辈子的奇耻大乳 都快成了他的心魔了 难得抓到这个机会 他无论如何也要出一口气 不然 此事可能成为 他渡元英雷杰可能出现的心魔 怎么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要练气 去百炼峰找英长老夏委托 李牧皱眉 看着田文杰重申地说 他倒是很好奇 这个仙三代 能使出什么样的手段 压迫自己 这么多年过去 李牧为清玄宗练制的灵气可不少 日常行为低调 但在宗门高层的分量 不是寻常长老可比拟的 何况 清玄宗门规一向严厉 就算直面青云真君李牧 也不居于他 何况一个仙三代 对上李牧浑然无惧的目光 田文杰顿时有些难受了 以前面对的长老 弟子 畏惧于他的身份 从不敢给他脸色看 然而 像李牧这种软硬不吃 又凭借本事 吃饭的长老 无惧他爷爷的威名 他还真拿不出什么手段来对付 田文杰脑机急转 当即想到了什么 呵呵一笑 威胁道 李长老 你隐藏修为做什么 明明有金丹修为 却要一直冒充助击修士 有其他目的吧 对了 你刚才使的是五行目盾吧 咱们宗门挂了不少悬赏 金丹修士 五行 有了 我怀疑你就是那个被山河宗 尊者追踪的修士 田文杰拿着弟子令投入神识 滔滔不绝地说 田文杰此话一出 李牧面色大变 万万没想到 这家伙错有错着 真被他说中了 留意着李牧脸色的王剑锋 微微一正 不会这样巧吧 真被他说中了 不会吧 哦 你想怎么样呢 李牧全面放开神识 此事已然不能简单地了结了 若是被山河宗火田尊者 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 那么接下来 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杀 李牧还等着五行灵直成熟 进阶原因 不想在这种关键时刻 功亏一篑 那么现在能做的事 只有灭口了 很简单 按我说的做 帮我炼制一剑灵器 不两剑 我就考虑不告发你 田文杰眼睛 已经一亮 信誓旦旦地说 田少 快跑 王剑锋 已然感受到了 李牧身上危险的气息 撩下一句话 转身便逃 然而 李牧哪会让他轻松逃离 身影顿入土里消散不见 下一刻 一阵打斗声传来 没两下功夫 一阵惨嚎声响起 田文杰打了个哆嗦 眼睁睁地看着李长老 一手提着生死不知的王剑锋 缓缓飞至他跟前 杀气腾腾 李长老 你 你 我 我 田文杰看着杀意凛然的李牧 吓得说不出来话 手脚不听使唤 逃 那什么怎么逃 王剑锋的反应够快了吧 然而 还没跑出多远呢 一下子就被抓回来了 这效率 恐怕他爷爷清云真君 亲自也办不到吧 清云真君生的什么废物 李牧嫌弃地 瞥了田文杰一眼 手起刀落 田文杰只感觉神魂一黑 脖子一痛 当即眼前一黑 彻底失去了意识 看着贪软在地的田文杰 李牧随手将王剑锋丢下 身影一闪 再次吐顿而逝 再次回来的时候 李牧手里抓着一头 长着三条尾巴的小狐狸 嘎嘎地挣扎着 给我老实点 不然我杀了你 李牧恨声怒斥了一句 而后放出天梭灵箭 神念托起王剑锋 田文杰一起钻入灵箭 搜的一下 天梭灵箭冲天起 眨眼间消失在了天际 月穷风 一间封闭的十室内 好痛 好痛 田文杰捂着脑袋 从昏睡中醒来 疼得哇哇叫 王师兄 你没死 我们这是在哪 田文杰强忍着疼痛 打量着四周 看到王剑锋 正一脸复杂地盯着他看 应该是在月穷风的囚牢里 王剑锋冷冷地猜测道 为什么 那李长老要囚禁我们 田文杰面色大变 当即忘记了脑腾 田师弟 你怎么那么聪明 竟能猜到李长老的底细 还敢当着他的面说出来 王剑锋对着田文杰 一阵冷嘲暗讽 拜田文杰所赐 揭穿了李长老的底细 他也跟着倒霉了 万万没想到 这位李长老 竟能跟山河宗 火田尊者扯上关系 那是华神修士啊 华神修士都追杀不了的人 那能是简单的人物吗 然而 连华神修士都追踪不到的人 就这么被田文杰信 一语揭穿了 自己竟然去招惹这样的人物 王剑锋都不知道 该感谢田文杰呢 还是该怪他了 我就随口一说 哪知道 这李长老的身份 真是那个啊 怎么办 李长老会杀我们灭口吗 田文杰哭丧着脸 关心地问 应该不会 我们一旦死了 我们放在祖师堂的 魂灯就灭了 到时 宗门绝对会追查到底 所以 李长老才没杀我们 王剑锋认真想了想 猜测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听到自救用死了 田文杰等时松了一口气 田师殿 你不要太乐观了 我们是死不了 但也逃不出去啊 王剑锋欲哭无泪 提醒道 闻言 田文杰当即向四周看去 只见 他们被囚禁在一个十几丈的深洞里 四周都是坚硬如铁的青钢岩 陡峭无比 田文杰默运了一下真源 丹田处被下了禁止 无法与体内的金丹联系上 全身真源无法被调动 神魂亦是如此 神是无法外放 田师弟 没用的 李长老下的禁止手段 极其高明 正脱不开的 王剑锋叹了口气 提醒道 他怎么敢这样 田文杰当时急了 半辈子养尊处优的他 不敢想象 一直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洞 是种什么样可怕的画面 李长老连山河宗的火田尊者 都敢得罪 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田师弟 看开点吧 王剑锋叹了口气 郁闷不已 地面上 石院里 一桌丰盛的美食 一头毛色雪白的三维小狐狸 坐上了餐桌 小口猛咬 啃吃着一只烧灵鸡 看着狼徒虎咽的三维小狐狸 李牧不禁有些头大 这小家伙的背景不一般 怎么处置他是个问题 直接杀了肯定不行 使用御灵器印 将他契约了也不行 万一被狐妖族发现 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将他送回 万妖山脉狐族的领地了 很快 李牧有了决定 等进阶原因后 便亲自走一趟 将这只小妖狐送回狐族领地 小家伙 我送你回老家好不好 我见过你娘哦 李牧看着三维小狐狸 试探性地问 闻言 三维小狐狸抬头看了李牧一眼 乌溜溜地眼珠一转 转过身去 不再理会李牧 继续埋头吃烤鸡 我说的是真的 你娘是七维雪狐对吧 画形之后 嘴角有颗美人质 白净的瓜子脸 弯弯的眉毛 还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 穿着一身三彩花裙 为了找你 上次差点跟清风上人打起来 李牧再接再厉 接着介绍道 三维小狐狸猛地转过身 一个少女的神识之音 传入李牧十海 关心地问 你真见过我娘 他们有没有打起来 后来呢 我娘去哪了 你能说话 李牧精神一阵 看着三维小狐狸惊讶地问 不能 雪儿还没画形呢 说不了话 只能通过神识 跟你传音 三维小狐狸 双眼盯着李牧 示意道 那也行 能交流 就好 李牧不禁松了口气 到底是拥有 高阶妖兽的潜力 不像小金 小瓦 只愿听她说话 从来没跟她传音过交流 小白意识如此 你还没告诉雪儿 我娘去哪个呢 三维小狐狸 盯着李牧 接着追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 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把你送回万腰山 你自己回家 去看不就好了 李牧连忙回答道 不要 雪儿不要回去 回家了天天要被逼着修炼 我才不要回家 三维小狐狐狸 想都不想地拒绝 转而继续埋头吃烤鸡 不再理会李牧 李牧不禁傻眼了 听三维小狐狸 传实的声音 就好似一个 十三四岁的少女 正处于叛逆期 李牧在月穹峰 加布了困腰阵 阴阳格林阵 阻止三维妖狐 两名金丹修士 逃出月穹峰的可能 进阶元英镜 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 等进阶元英之后 李牧差不多也准备离开清玄宗了 先将他们囚禁起来 到时再做处理也不晚 三接妖狐吃完烤鸡 李牧换出小金 小瓦 将小妖狐带下去看好了 便不再理会他了 李牧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两名弟子令牌 是田文杰和王健峰的身份令牌 打亮着两枚令牌 皱眉思索着什么 杜元英雷杰在即 李牧一直在考虑 杜元英雷杰的地点问题 杜元英雷杰时 是外出宗门找一个无主之地 躲起来杜劫 还是借用宗门的杜劫台 或是让公孙楚 帮他寻一个杜劫之地 三种方式各有利弊 在野外寻一个无主之地杜劫 届时有可能出现 像六阶蓝灵雷狮杜劫时 遭遇伏击的那种情况 被其他解修 高阶妖兽窥视 若能借用清玄宗的杜劫台 进行杜劫 那就再好不过 一来有宗门坐靠山 危险变得极低 二来有杜劫台加持 杜元英雷杰的成功率 也大幅增加 好处多多 不过 李牧一直在清玄宗 没有显露过真实修为 若是借助清玄宗的杜劫台 届时身份有极大的概率暴露 因此 李牧更倾向于用第三种方法 借助万宝阁的力量 在外面寻一个杜劫之地 这也是李牧将真实修为 透露给公孙楚的原因 不过 依靠万宝阁杜劫 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 远没有在宗门内杜劫来的安全 如今 得了王建峰的弟子令 他也是金丹后期 剧度原因雷杰也不远 李牧完全可以利用他的弟子令 冒用他的身份 向宗门申请杜劫台 唯一需要解决的 便是乔装的问题 李牧取下 佩戴了许久的玲珑面具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玲珑面具的属性信息 呈现于角色虚拟框中 玲珑面具 三分之三 品阶 三阶灵气 特性 换脸改面 气息伪装 如换四针 采用玲珑金时 换月时 赤铜密法链制的防脸面器 链化后贴于脸部 可生成伪装人脸 三 三张人脸已经锁定 佩戴后注入灵力可实选 看着玲珑面具的属性信息 李牧眉头不经皱起 面具的三个伪装人脸名额 都被他用了 一个是原世界的自己 一个张老头的脸 一个相貌平平无奇的中年修饰 想要伪装王剑锋的话 怕要再练制一个新面具 玲珑面具的阶位太低了 只有三阶 也容易在高阶修饰面前露出破绽 算了 还是自己再练制一个吧 李牧权衡利弊 当即决定到 心动当即行动 李牧神识投入九藏灵珠 寻找适合练制伪装面具的 练器材料 李牧存储的四五阶练器材料不少 不过 适合用于练制伪装面具的材料 没几样 一块五阶如意石 一团五阶换吸灵壤 一块五阶换血灵精 用它们练制 还差了一点什么 李牧准备找找更合适的 需两三样适合的面具材料 李牧想了想 取出王建峰 王文杰的储物手镯 准备检查他们身上的收获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材料 不过 王建峰 田文杰还活着 储物手镯有他们的神识禁制 暴力破开 还挺麻烦的 李牧戴上玲珑面具 身影一闪 土盾出现在球洞里 在洞底发呆的王建峰 田文杰奇奇一惊 惊惧交加地看着李牧 李长老 您放过我们吧 您的身份 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出去 我愿意下天道誓言 王建峰想到了什么 连忙向李牧肯请道 是啊 是啊 我也愿意下天道誓言 若透露半句 修为永世不得精进 田文杰跟着点头 诚挚地历史道 李牧呵呵一笑 对两人失去的态度 倒是挺满意的 不过 为了避免意外事情发生 他没打算就此放过两人 现在才知道后悔 晚了 你们先在这待个三年五载再说 李牧笑盈盈地看着两人 拿出他们的储物手镯 命令道 你们过来 将禁制解开 我看看 有什么能用的材料 王建峰拾去的上前 拿起自己的储物手镯 试一道 李大师 我的修为和神识 被您禁着呢 现在用不了 李牧点了点头 伸手对着王建峰 打出一道真元 王建峰精神一震 身上当即散发出 金丹修士的气势 丹田解禁 修为禁赋 王建峰没有多余动作 解开自己的储物手镯后 将储物手镯递给李牧 乖巧地站到一旁 见状 田文杰连忙也上前 接下储物手镯 李大师 还有我 我也被禁了 修为被禁 犹如高高在上的仙人 被贬为凡人 神通 力量通通失去 田文杰从小到大 第一次感受如此大的落差 急切地想要恢复修为 李牧宝涵深意地 看了田文杰一眼 挥手打出一道真元 暂时解了田文杰身上的禁止 田文杰恢复了修为 大喜过望 当即从储物手镯中 取出一柄零件 赫声道 王师兄 一起动手拿下它 王建峰纹丝未动 犹如看白痴一样的 看着田文杰 果然 砰的一声 刚冲上去的田文杰 被李牧一拳打飞 狠狠撞在石壁上 哇 痛煞我眼 田文杰痛得吐血惨嚎 感觉身体骨头都碎裂了一般 浑身无处不痛 李牧黑黑一笑 收下田文杰的零件和储物袋 看着站立半天不动的王建峰 笑着夸赞 眼色不错 一点不像那个蠢货 李长老宁谬赞了 建峰犯过一次错 又怎会再犯第二次 王建峰苦笑了一声 恭敬地回应 嗯 好好待着 别想着逃跑 过个两三年 我再考虑放你们出去 李牧笑着点了点头 身影吐顿而逝 在洞底消失了去 很快 幽暗的球洞 只剩下田文杰痛苦的惨嚎声 天使殿 没大碍吧 王建峰无奈地走上前去 查探田文杰的伤势 烫 烫 死我了 胸骨断了 为什么 田文杰痛苦地惨叫 不解地问 田使殿 你太冲动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那李长老是连尊者 都敢招惹的人物 绝非你我能对付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 即便咱们宗主 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就算你我修为完全恢复 连手也拿不下他 何况 你我的禁止 只是暂时被解开而已 王建峰苦笑地解释 王建峰话音一落 他身上金丹修饰的气势 随之消散而去 身上的伶牙好似被关闭了源头 渐渐吸止 看到这一幕 还想再说什么的田文杰 灯时没了言语 天使殿 好好在此待着吧 那李长老算策无疑 若不经他的同意 我们怕是难走出这个球洞了 王建峰叹了口气 任命地劝说田文杰道 不 绝不 若是知道我失踪了 我爷爷肯定会来救我的 从小为吃过苦头的田文杰 怎会甘心任命 他无比价定地说 闻言 王建峰苦笑了一下 他倒是希望青云真君能找上来 不过 这个希望极其渺茫啊 王建峰亲身领教过李长老的厉害 他一招便败下阵 也是被奇异拳打昏过去 那神鬼莫测的五行顿术 强悍如高阶妖兽的身躯 仅这两个手段 就是原因真君也难以对付的 更别说他还擅长练气 布阵 看着球洞四周 上方都被强大阵法覆盖的情况 王建峰不觉得 青云真君有能力找到这里来 想到这里 王建峰默默地盘腿坐下 闭目静思了起来 我的储物手桌 不 不能打开啊 忽然 田文杰想到了什么 面色大变 焦急地惨好起来 田师弟 怎么了 王建峰不解地问 我 我 我 田文杰眼神闪烁 一时间 不知是否该将这件事告诉他 身为清玄宗核心高层的嫡孙 田文杰拥有比其他真传弟子更多的特权 以他的性格 为了早日突破金丹 难免用上一些宗门禁制的手段 储物手镯里 难免会装有一些违禁之物 何况 何况 还有他的个人爱河 一想到储物手镯里的东西 若是被曝光了 田文杰死的心都有了 现在储物手镯落入李长老之手 那些东西也将曝光于人 田文杰恨不得冲出球洞和对方拼命 天师弟 放心吧 那个李长老本身也见不得光 他不会跟宗门告你的状 看着田文杰的样子 哪还不知他有难言之隐 王建峰连忙安慰道 田文杰面色难看 满脸战红 羞愧难当的沉默了 月穷峰 石院里 李牧正检查两个人的储物手镯 王建峰的储物间东西少得可怜 数十瓶各种灵丹 各种炼器材料 二三接灵符 百来件左右 中品零时四五万 身家倒也符合清玄宗真传弟子的身份 田文杰跟他比起来 就富裕多了 光链制四接灵器的材料 就有五六套 各种灵丹 高阶四灵丹数百瓶 中品零时二十几万 上品零时一百多枚 还有三件五接材料 各种三四接灵器 三四十件 身家是王建峰的十几倍 咦 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李牧面路亚瑟 从田文杰的储物手镯中 发现了几件不少特殊的灵物 天赋神通 识别万灵之下 几件特殊灵物的属性 一一显于角色虚拟矿之中 玉龙羊草 品阶 三接灵直 特性 助阳补气 提金镇神 百年要灵的玉龙羊草 有强大的助阳 提振晶圆之效 是炼制龙羊丹的主要灵药之一 何欢天灵散 品阶 三接灵物 宅女幻星图 各种助阳的灵药 灵丹 何欢双修之物 更还有一部借助女修顶如修炼的功法 李牧还发现了几十枚摄影预检 投入神识之后 田文杰与十几位女修 双修的精彩片段当即呈现其中 则则 这小子摄影手法不行啊 太业余了 这位不是灵云仙子吗 没想到 则则则 李牧大开眼界 不过 保留了大量无马的影片 田文杰的这点个人爱好 实在入不了他的眼 倒是 几位女修的身材不错 尚可一观 没能在田文杰的储物手镯中 找到适合的炼器材料 李牧不得不亲自跑一趟太旋风 去贡献大殿 兑换适合的材料 小金 小瓦 将那只小狐狸看好了 我出去一趟 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李牧收敛了气势 向小金 小瓦交代了一句 姿姿 哇 小金 小瓦琪琪 向李牧应了一声 两双眼珠 都盯着三尾妖狐 放心 这里好吃好住的 我不会逃的 对了 好吃的 记得带我一份 三尾妖狐 雪儿抬头看着李牧 神识传音道 李牧呵呵一笑 懒得理会 若不是这只三尾妖狐 还有点背景 李牧早把他杀了 包皮制灵符了 哪会放任 他在月穷风待着 徒增麻烦 李牧欲见而起 转眼飞出了月穷风 目送着李牧飞去的背影 三尾妖狐 雪儿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被两只四街妖兽看着 雪儿一点不放在心上 两个笨家伙 他只要失一点小手段 就能轻易甩开它们 麻烦的是 这座林峰被布置了大量法阵 想要逃离此地千难万难 该死的大白痴 无缘无故 招惹这种敌人干嘛 雪儿心里暗暗怒骂田文杰 都怪那个愚蠢的家伙 这次肯定逃不掉了 被田文杰的奴役的这些年 雪儿凭借着石头人心 聪慧过人的诸多本事 轻松地应付了对方 不仅没吃亏 反而借助着他的身份背景 得了不少好处 然而 田文杰这次招惹的人太可怕了 雪儿最自负的入魂幻术本领 在他身上的一只妖虫面前 毫无用处 被克制得死死的 更可怕的是 这个人自身的本事 神魂之强 炼体之能 法阵 术法 几乎无不精通的 他的心思也极重 雪儿几次小心翼翼地试探 再无得手的机会 眼下 被困在这座重满五行灵直的山峰 怕是再无脱困之日了 雪儿叹了口气 对这四周强大的法阵 束手无策 至于 对方说 要将自己 送回万妖山的湖族 雪儿也有心动过 不过 人类的话不可信 雪儿害怕 他是想借机打探雪湖族的领地 将灾祸带到整个雪湖族 末约过了半个时辰 礼目去而复返 遇见落在石院里 见三尾妖狐在小金 小瓦的看管下 老实地趴在堂椅上休息 礼目微微一笑 大手一挥 三尾妖狐 雪儿还来不及反应 当即被礼目收入灵兽带之中 你干嘛 快放我出来 三尾妖狐 雪儿大惊失色 神识从灵兽带中 传音而出 带里面休息一会儿吧 接下来 我要专心练气 没功夫招呼你 礼目神识传音 回应了一句 下一刻 礼目将灵力助灵兽带 使三尾妖狐 雪儿催睡过去 接下来 礼目准备炼制一件 五尖面具灵器 会用到高阶狐妖材料 为了避免这头三尾狐妖声势 便将其收入灵兽带 封禁起来 一件高阶灵器要成长 并进化出气灵 难度极大 催生条件也极其严苛 比如炼制灵器材料的本身属性 灵器的灵性强度 以及灵器遭遇的机缘 比如 主人实力强大后 精心地养护 高人点化灵性 天地机缘加持 等等 总而言之 让一件普通四五阶灵器 自己诞生气灵的几率 极其渺茫 几乎是不存在的 唯有那些先天灵器 或是高人炼制的高阶灵器 经历漫长的时间 才有一定几率产生气灵 当然 每一件灵器产生的气灵 其灵性强弱 属性也会跟灵器本身的 根基有关 然而 李牧使用神炼熔灵炼气法 再加上小白的助力 在灵器即将炼化成型的时候 熔炼妖兽精魂 使其产生后天气灵 这种用妖兽精魂炼制的气灵 属于后天炼化成灵 与灵器自己诞生的气灵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所使用的妖兽精魂属性 与灵器属性不相符的话 炼气失败的几率变得极高 赋予灵器的威力 也远远弱于那种气内自然成长的气灵 不过 一件能产生气灵的灵器 威力 灵性 都将提升数倍 数十倍 灵器价值远超普通灵器 能炼制出有气灵的灵器 李牧绝不愿炼制普通灵器 为了提升炼气成功率 李牧只好找对应灵器属性的 妖兽精魂 最擅长幻术变化 伪装得莫过于 狐妖精魂了 因此 这次去泰旋风贡献店 李牧成功兑换了一条五阶玉面狐妖精魂 以及一块五阶玉面狐妖腹部皮 一切准备就绪 奖赏了小金 小瓦一瓶灵丹后 李牧带着小白 一头扎入炼气室 凝聚五行灵火 开始炼气 叽叽 小白坐在李牧的腿上 催促地叫道 小馋鬼 先干活 干完活再给你好吃的 李牧没好气地回了句 叽叽 小白脑袋点了点 目光聚焦在李牧手里的灵火上 事已知道了 不知道 帮李牧恐吓了多少妖兽精魂 小白熟门熟路 鼓着小嘴 身上涌现一股惊人的魂力 酝酿着恐怖的吸魂之力 很快 李牧神识投入九藏灵直 一块五阶如意识 一团五阶换吸灵壤 一块五阶换血灵精 一块五阶玉面狐妖腹部皮 纷纷凭空闪现而出 悬浮于五星灵火的四周 李牧神识全开 操控着五星灵火 断烧几样五阶材料 牵引着它们融为一体 五阶玉面狐妖皮 不属于矿类材料 皮质较为脆弱 李牧不得不耗费大量神识 凝聚一团五星灵水 对其进行降温保护 将其融化成高温溶体的五星材料 慢慢雕纹在玉面狐妖皮上 与之融为一体 而后 微雕灵气激震布置气纹积格 时间飞逝 两天时间过去 炼气室里 李牧已然将五阶面具灵气的气胚凝炼出来 气胚混合的五阶材质 复杂的气灵激震 气纹基础灵格位 一一完美刻画气胚中 接下来 还剩一步 放入五阶玉面狐妖惊魂 完成这件五阶灵气的熔灵步骤 便可进行最后一步的凝结气纹 李牧深吸了口气 暂缓片刻 接下来 要灵炼玉面狐妖惊魂 萃魂炼灵 使其容纳入气胚 灵震之中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玉面狐妖惊魂 原本就是五阶妖王 实力堪比原鹰真君 虽没了肉身 不过它精通幻术 鹰魂状态下 也极不好惹 不过 李牧还有一只专门克制魂胎的玉虫 接下来该小白派上用场了 小白 醒一醒 要开始了 李牧叫醒打瞌睡的小白 提醒道 叽叽 小白清醒过来 打了个哈欠 冲李牧叫了一声 小脸展露着一个忧怨的表情 知道了 这次是真的 不骗你了 我之前不知道 胡摇皮炼制起来这么麻烦吗 李牧尴尬地一笑 解释道 李牧炼制了不少灵气 各种灵件 灵盾什么的 一般使用的都是高阶矿类炼气材料 或是木制材料 用高阶妖兽皮炼制灵气 还是首次 李牧在炼气方法进行一些变通 才顺利完成了契配的炼气 李牧使用五星灵水 参与这次面具灵气的炼制 效果非常不错 在五星灵水的介入下 成功保住了五阶妖狐皮的灵性 不过 这次炼气速度也变慢了下来 李牧原本只需用半天的炼气时间 延长至两天 才将气胚炼制好 使得小白空等一场 小家伙生他气了 安抚了小白 李牧连忙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一个青色的那魂瓶 叽叽 小白轻叫了一声 神色严肃了起来 一双乌溜溜的小眼紧盯着那魂瓶 见小白准备好了 李牧微微一笑 打开了瓶塞 拨的一声 那魂瓶的瓶塞打开 一股鹰雾涌现而出 化作一头巨型狐妖 双目通红盯着李牧 张牙舞爪 然而 还未等狐妖精魂扑上来 一股庞大魂力 从小白身上涌出 一下子 将玉面狐妖精魂 定格在半空中 玉面狐妖精魂 双目红光一闪失消散 脸色露出惊恐之色 盯着那条小白虫 仿佛遭遇了天敌一般 魂体不受控制 抑制不住的恐惧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成为此气的气灵 要么被被他吞噬 李牧微微一笑 神识传音 告诉玉面 妖狐精魂 胁迫道 小白出手 几乎无往不利 炼制了数百上千件 带后天气灵的灵气 几乎每一只妖狩精魂 都做出了苟且偷生的选择 成为灵气的气灵 至于 一些具傲不驯的妖狩精魂 通通落入了小白之口 沦为他的口粮 玉面妖狐精魂 向面具灵气胚看去 感受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想也不想 一头扎入面具气胚之中 随之入住气阵的核心 见状 李牧微微一笑 看着面具气胚 随手一道灵力打出 璀璨的灵光 从面具气胚中涌现而出 第一道气纹 隐稀 眨眼凝结而成 接下来 李牧频频凝聚真元 一束束粗壮的灵力 注入气胚之中 面具气胚灵光闪耀 一道道气纹交灰相应 相近凝成 第二道气纹 藏灵 第三道气纹 幻容 第四道气纹 幻灵 第五道气纹 你行 这一次练气 李牧为面具气胚凝聚的气纹 几乎都是偏向 伪装 改变形态 面容 气息之类的偏僻 生冷的气纹 随着一道道气纹的凝聚 面具气胚绽放的灵性光辉 灵光属性越来越强势 面具气胚的材料特性 无法让它继续提升下去 李牧停下了灵力的注入 没有将它提升至 五阶极品灵气的层次 最终 面具气胚 闪耀了19次气纹灵光 成就五阶上品灵气 并 你成功炼制五阶玉壶面具 你的炼气数等级已满 熟练度 加灵 请尽快提升炼气数等级 李牧看了一眼 角色虚拟框中 日志兰跳出一段文字提示 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随后又是一脸的无奈 又成功炼制了一件五阶灵气 不过 因为缺乏灵性这个属性 五阶炼气数一直被卡着 无法获得提升 白白浪费了所得的炼气熟练度 李牧叹了口气 伸手抓着悬浮空中的灵狐面具 神石覆盖上去 注入一道炼化灵力 进入气阵核心 并附上一抹神石印记 轻松便将其炼化了 下一刻 灵狐面具化作一道灵光 变换成了一只白色小狐狸 落在李牧肩膀上 亲密地蹭了蹭他的脖子 五阶妖狐精魂经过灵火的淬炼 入住气阵之后 残存的妖兽记忆已经被熔炼消散 仅存一点点的本能 李牧将灵气炼化 并附上神石之后 便与气灵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灵性链接 只会遵他为主 不存在背叛的可能 李牧目光落在玉狐面具上 查看他的属性信息 灵狐面具 品阶 五阶灵气 特性 呼吸幻影 如意变化 改头换面 幻吸引身 幻灵影机 状态 气灵心生 灵性不稳 有五阶如意时 五阶幻吸灵壤 五阶幻血灵精 五阶灵狐皮 五阶狐妖魂炼制的五阶灵气 此气灵性出生 自带狐妖天赋 呼吸幻影 大小随心 可基于其他生物气息体征 幻化变形 以甲幻真 变化身形 极难被看透 看了角色 虚拟栏中 五阶灵狐面具的属性信息 李牧大喜过望 脸上展露一个开心的笑容 太好了 以后想变谁就是变谁 没有名额限制 这功能 可比玲珑面具强多了 李牧喜不自胜 当即将捧起小狐狸 往脸上一戴 白色小狐狸 化作一道灵光 附在李牧的脸上 李牧神识一动 那张脸庞立即发生了变化 身上的衣服 也随之变化 幻化成了王剑锋的模样 身高 体型毫无二致 连同气息 身上的气味 也都变了 叽叽 小白吓了一跳 不过 与李牧有着玉灵气印 这个链接 以及他天生的 认知魂体的本事 依旧认出了李牧 知道了 小蝉鬼 李牧微微一笑 从九藏灵珠中 取出一个纳魂瓶 丢给小白 叽叽 小白开心地叫了一声 弹射而起 尾巴一扫 便将那魂瓶的瓶盖打开 身体趴在瓶口 咕噜 咕噜地吞吃起来 李牧微微一笑 打开了石门 从炼气室出来 灵狐面具的炼制成功 意味着冒充王剑锋 借助宗门的杜节台 不再是问题 接下来几日 李牧时不时出现于地下球洞 与王剑锋 田文杰闲聊一些宗门的事 了解他们的人脉关系 为冒充王剑锋 借用宗门杜节台 为杜元英雷杰做准备 时间一天天地流逝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 月穷锋 五行灵职涨时越发地旺盛 收割之期将近 李牧前往青云城 找万宝阁的公孙楚领杜节灵物 若无意外 再过一段时间 便可开始收割五行灵职 杜元英雷杰 万宝城的拍卖会已经结束 送拍的四饼五杰零剑 能兑换到不少好东西 很快 李牧在万宝阁的会客室 见到了一脸歉意的公孙楚 李大师 十分抱歉 此次拍卖会 没能进购到天火 不过 我倒是打听到 两位拥有天火真菌的信息 另外 拍卖四件五阶灵器的所得 按照您的意思 进购了大量杜节灵物 五六阶炼器材料 和灵职种子 公孙楚满脸歉意地 递给李牧一枚预检 以及一个储物手镯 李牧点了点头 接下预检和储物手镯 投入神石 分别查看起来 四件化灵的五阶灵器 拍卖出了一个极高的价格 一件价格在三千上品零食左右 大大超乎了李牧的预料 至于拥有天火的两位原鹰真菌 分别是御灵中的天红真菌 星月岛的万火真菌 预检中详细记录着他们的情报 公孙楚邦购置的杜节灵物 一批五阶灵种 十一种五阶灵直 数量有多有少 数十颗到上千颗 还有五件六阶炼器材料 这次的收获 让李牧十分满意 李大师 这次拍卖会结束之后 我们得到了一些 非常不利于清玄宗的信息 我建议您 还是尽快脱离清玄宗吧 不然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看着查看收获的李牧 公孙楚面露严峻之色 郑重地提醒道 这么严重 是什么消息 闻言 李牧吃了一惊 他第一次看到公孙楚 这么郑重地向他传达某件事 看样子是十有八九了 若不尽快脱离清玄宗 竟还会有性命之忧 难道是九魔宗 准备攻打清玄宗了 这场万宝城拍卖会 贵宗清钱真君 带着门内几位真君参加 竟拍了四阶零件制造图 以及各种高阶辅修灵物 公孙楚看着李牧介绍道 然后呢 李牧点了点头 这是他大概知道一些 在返回清玄宗的时候 遭遇了九魔宗伏击 这一次 九魔宗共主 天爵魔尊亲自出手 将清玄宗宗主 清钱 及其几位清玄宗真君 击杀于万圣山附近 公孙楚看着李牧 郑重地介绍道 闻言 李牧一阵沉默 有了几分预料之中的猜测 最近整个清玄宗人心惶惶 核心高层将大量弟子远派出去 然而 李牧心神全部在 进阶原因准备的事上 没有认真探究其中的动向 李大师 眼下清玄宗危在旦夕 清云城也将遭受牵连 我们万宝阁 准备撤离清云城一段时间 待局势明朗了 再做打算 您是否愿意 跟我一起撤离 公孙楚看着李牧 关心地问 不用 我另有安排 李牧摆了摆手 接着辞别了公孙楚 遇见返回清玄宗 杜元英雷杰的辅助灵牧拿到手 接下来 便是杜雷杰的时候 就算九魔宗打上清玄宗 也要等李牧 先将元英雷杰杜了再说 飞到月穷风 大手一挥 一道道金刀树挥斩而出 直奔那些三阶五行灵直 上百亩的三阶地缘餐 三阶麒林果 三阶木龙藤 三阶金剑草 三阶玉境清莲 在金刀树的收割之下 纷纷倒塌 浮现一个个五行灵直光团 李牧神石一扫 所有五行灵直光团 一窝蜂地朝李牧身上聚聚 华丽到了极点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晶元气加十二 剑气威力加三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晶元气加九 剑气威力加二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火元气加十六 浴火树威力加二 天赋神通 直灵汲取生效 你汲取到一团直灵 先天木元气加十三 木盾效果 提升加三 李牧看了一眼角色虚拟矿 五行先天元气 都收获了千万点的数量 还有各种提升五行威力的属性 每样也都达到百万点的加持 获得这么多的先天五行元气 继续提升阴阳五行精 达到精丹满级 进阶元英不在话下 李牧洗上眉梢 戴上灵狐面具 化作王健峰的模样 迫不及待地遇见而起 飞往天玄峰 准备进度节台 度元英雷节 王师兄 您要这个时候 用度节台度节 天玄峰 看管度节台的直视弟子 郭长明 拦住了李牧 小声地示意道 宗门现在有难 宗主 以及几位元英长老的的 魂灯都灭了 若现在度元英雷节 到时魔宗的人 若是打上门来 十分危险的 郭长明善意地提醒李牧 让其放弃在这个时候 度元英雷节 谢谢告知 不过 这个我自有考虑 多一份实力 多一份安全 你让我进去吧 李牧摆了摆手 笑着感谢他的提醒 执意道 既然 王师兄不愿放弃度节 那请出示您的弟子令吧 将度节台交给你使用 我做一些其他的准备 郭长明无奈地叹了口气 向李牧伸手示意道 李牧微微一笑 连忙将弟子令递给对方 很快 郭长明的操控下 度节台的护阵自行打开 放李牧进去 默默地目送李牧 进入度节台的背影 郭长明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了度节台 眼下 清玄宗人心惶惶 九魔宗进攻在即 郭长明也准备为自己做些打算 今天除了王剑锋来度节之外 应该不会再有人过来 进入度节台 李牧开启护阵 走到度节台的中央站立 神识投入角色面板上 开始加点提升阴阳五行精的等级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五点先天五行元气 阴阳五行精 精单偏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五点先天五行元气 阴阳五行精 精单偏熟练度加一 定 你消耗一点自由熟练点 消耗五点先天五行元气 阴阳五行精 精单偏熟练度加一 阴阳五行精 精单偏达到圆满 你修为提升至精单极限 你的五行圣体 进阶为五行道体 定 先天阴阳二气 先天五行元气不足 阴阳五行精 圆阴偏无法提升 定 你修为突破圆阴镜 你对先天五行元力的认知 获得大幅提升 你的神魂获得提升 您领悟了先天五行元神之力 先天五行组音 雷杰孕育而生 角色虚拟面板的日志兰 出现了一连串的文字提示 进阶圆阴镜之后 李牧只感觉身体 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先天五行之遍布全身 五行精单演化出了 一个五行元英小人 与十海的神魂融为一体 神魂变成了实质的 李牧信手一挥 大量天地五行灵力随之调动 这种强度是精单七的百倍 千倍威力 李牧抬头看向天际 红色的雷云凭空聚集 无风而聚 将整个天玄风风笼罩 不 将整个清玄宗笼罩 红色雷云有千里的直径 宏伟至极 清玄宗重高层 十几万内门弟子 目瞪口呆地看着 这庞大的雷云 集体傻眼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玉空飞行 有的落在广场 落在地面 纷纷抬头仰望高空 看着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的雷云 什么情况 这雷云怎么能这么大 这是什么雷云 何人在渡劫台渡劫 我的天 这不是原因雷劫吧 难道凤老祖 要渡合体雷劫了 太好了 清玄宗这下有救了 雷劫还有红色的 这是九九五行火雷劫吧 这劫雷太大了 到底是谁在渡劫 这是哪位师兄在渡劫 怎么会如此恐怖 这劫云的范围也太大了吧 不像是原因雷劫啊 奇怪 怎么没收到宗门消息 这时应该是化神劫吧 该不会是 又有长老要渡化神劫啊 真的 咱们宗要出第三位化神老祖了 清玄宗的那门弟子们 都被宏伟庞大的雷劫惊到了 一个个激动的议论不止 不敢相信 清玄宗这时候 还有老祖要渡劫 若是能成功渡劫 清玄宗眼下的危机 便可轻松化解了 清玄风 宗主殿 清风尊者 以及一众宗门核心长老 集聚一起 他们正商议抵御九魔宗入侵的事宜 突如其来的庞大猿鹰雷劫 一下子将他们搞猛了 他们纷纷飞出宗主殿 凌空而展 近距离看着渡劫台 然而 渡劫雷云的范围太大了 他们不敢轻易接近 也不敢用神识查探渡劫之人的情况 唯恐被雷劫牵连 今天的渡劫台谁在用 查清楚了吗 清风尊者 看着直守渡劫台的郭长明 关心地问 回禀老祖 渡劫的人 是望天风的王建峰 王师兄 这是他申请渡劫台的弟子令 郭长明满脸激动 连忙拿出王建峰的弟子 令双手地上 回应道 不对 不可能 我徒弟 王建峰 是金水双灵根 他的实力我一清二楚 他若渡源因雷劫 绝不是这等规模的劫雷 更别说 这第一批雷劫 就是先天五行火雷劫 望天风的清文真君 死死盯着渡劫台中的身影 若不是 眼下雷劫已经成形 他非冲进渡劫台 将那人逼问一番不可 清文真君同样修习五行功法 深刻感受到了 那个雷劫的威力 是他渡源因雷劫的千倍 万倍 那人所修习的五行功法 绝不简单 怎么会 还有阴阳之力 先天五行灵力 修的是阴阳五行精吗 这怎么可能 阴阳五行精 不是残本了吗 他怎么可能修制原因精 清文真君不可置信地呢喃着 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雷劫 分明就是先天五行祖阴雷劫 规模还如此庞大 唯有上古天极功法 阴阳五行精 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清文 你发现了什么 可否与我说一说 清风尊者 看着清文真君 好奇地问 师兄 我若没猜错的话 他修习的 应该是完整版的阴阳五行精 我经常研究的 那部残本功法 唯有这等天极功法 才能引来这等 九九五行祖阴雷劫 清文真君 看着清风尊者 试一道 阴阳五行精 上古功法 这部功法 不是遗失了吗 难怪雷劫如此恐怖 原来是上古功法 此人不是王剑锋 那他是谁 之前 救援门内弟子的人 会不会就是他 不会吧 难道他就是剑臣 我们宗门内 还隐藏着这等人物 你们没人知道他的身份吗 众长老议论纷纷 对杜元英雷劫之人的身份 猜测纷纷 此人若能成功杜劫 对我宗将增添一个强大的战力 传令下去 归缩宗门 严守宗门之地 绝不能九魔宗的人冲上来 打扰了他的杜劫 清风尊者面色一肃 郑重其事地交代道 是 师兄 众元英长老 其生应命 眼下 清玄宗正处于危难关头 有一个修仙上古功法的原因修士 加入他们 说不定能让清玄宗度过这次劫难 众元英长老纷纷离去 安排守宗示意去了 清风尊者看着天际 即将酝酿好的劫雷 脸上不由感到一丝紧张 这么庞大的劫雷 即便以他现在的修为 想要安全度过 也是千难万难的 那个杜劫之人 能度过这个雷劫吗 轰的一声巨响 一道红色雷霆 狠狠披露而下 打在杜劫之人的身体上 那杜劫之人皱了皱眉 身体遍布先天五行灵力 不痛不痒地承受了这道红色雷霆 清风尊者 眼瞳微微一缩 被杜劫之人可怕的身体强度惊讶到了 怎么会 那是圆满境的 是灵养生觉 清闻真君不可置信地看着杜劫之人 抵御杰雷身躯展露的特征 是灵养生觉 修炼至大成圆满之后 能将攻击身上力量 转化成灵力 滋养生躯 大成圆满的是灵养生觉 他的古灵看上去 不过百八 清风尊者精神一阵 惊诧地说 是啊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就算拥有完整的阴阳五行精 他也不能在百年古灵 就修至圆阴静啊 更别说 他还同修了圆满境的 是灵养生觉 清闻真君满头雾水 不解地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也许 他便是 那等妖孽天才吧 清风尊者在大宗先宗 见过不少妖孽天才 感慨地说 很快 天雷一道接着一道轰击而下 看着他轻松 应付着一道道雷劫 一旁观看的清风尊者 清闻真君脸色 从最初的担忧到震惊 最后变成了麻木 他们已然相信 那个杜劫之人 能轻松将这个雷劫应付过去 然而 就在五行祖阴雷劫 火雷劫即将结束的时候 清风尊者 清闻真君齐齐面色大变 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这是在做什么 清风尊者 睁大双目 死死盯着杜劫之人的操作 只见 他拿出两件灵物 拥有预火之术 引导杰雷天火 炼制两件高阶灵器 师兄 他好像在用杰雷天火炼器 我 他竟在杜劫的时候炼器 怎么弄这样 他不怕死吗 清闻真君倒吸一口凉器 不可置信地问 在原音杜劫的时候 竟用杰雷天火炼器 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也间接证明了 此人对成功度过这次雷劫 有着极大的把握 李牧无暇关注两个 看他杜劫的人 再度这次雷劫中 他发现了雷劫中 蕴含了杰雷天火 当即取出玉灵宝镯 新兽遗珠进行淬炼 炼制好两件灵器之后 李牧来不及查看 便将它们收入九藏灵珠 准备度下一批杰雷 在清玄宗腹地 四五百里之外 一群黑衣修士 凝视着天际 清玄宗上空 那无比浩大的杰雷 随着火源雷劫的结束 红色雷云变成了青色 开始劈下木源雷劫 一道接着一道 场面无比浩大 因为浩瀚雷云的出现 天爵魔尊率领九魔宗众弟子 提前对清玄宗展开了争法 开什么玩笑 能产生如此宏大的雷劫 杜劫之人的实力 肯定非同小可 若让他成功度过了雷劫 还怎么拿下清玄宗 数百年的计划毁之一旦 眼下 最关键的问题便是制止对方顺利杜劫 九魔宗弟子驾驭诗山 血海向清玄宗雷劫台的所在 扑杀而去 师祖不好了 九魔宗的人打上门来了 我们的人损失惨重 师祖 三十六剑锋被迫 九魔宗的人朝七主锋来了 带伤的清玄宗弟子 焦急向清风尊者汇报 九魔宗骤然入侵清玄宗腹地 宗门危在旦夕 师兄 要不要现在就开启护宗大阵 清文真君看着清风尊者提议道 不行 此雷劫的威力甚大 若开启护宗大阵 恐怕护山大阵在雷劫下 也支撑不了多久 而且 还会破坏了对方杜劫 清风尊者想都不想 否决了清风真君的提议 杜劫台之所以设置在天玄峰 被包围在护宗大阵之内 目的便是为了保护杜劫者 一旦杜劫之人无法支撑雷劫 便可以开启护宗大阵 帮忙抵御杰雷 即使杜劫失败 也能保护杜劫之人的性命 然而 眼下的情况不同 九魔宗的人 即将杀上宗门腹地 只有开启护宗大阵 才能加以抵挡 然而 这样一来 也会抵挡住杰雷 打断了对方的杜劫 但是 九魔宗的人就要杀上了 若不开启护宗大阵 那就真晚了 一时间 开不开启护宗大阵 成了一道难题 清风尊者想了想 直接向杜劫之人传音道 阁下选在本宗杜劫 本宗十分荣幸 不过 眼下九魔宗大军来袭 不得已要开启护宗大阵 会打断道友的雷劫 依我之意 还请阁下飞出杜劫台 在护宗大阵外杜劫 等杜劫成功后 再回清玄宗 我宗将权力保全道友 度过劫雷后的脆弱期 正度雷劫的礼目 收到清风尊者的传音 当即一心两用 放开神识向外界探出去 正如清风尊者所言 大量九魔宗的人 杀上清玄宗总部 清玄宗弟子的尸体 被卷入尸山 血流汇聚成海 正浩浩荡荡地向 清玄宗七主封杀来 目的不言而喻 九魔宗选择这个时候 攻打清玄宗 恐怕也是因为超大规模 雷云的影响吧 礼目叹了口气 顶着一道道雷霆 浮空飘起 飞离杜劫台 飞出清玄宗护宗大阵的 照护范围 快 快开启护宗大阵 命所有弟子退回主封 看到这一幕 清风尊者当即松了口气 大声示意道 是 师兄 几位元英真君 当即返回七座主封 主导护宗大阵 无数清玄宗弟子 收到指令 纷纷放弃抵抗 逃逝地退回七大祖风 那些来不及撤回的 只能命丧九魔宗的人之手 尸体成为炼尸 神魂被抽出 炼成阴鬼 蹭 蹭 清玄宗七座主封 散发宏伟的灵压 天地灵气急剧 互相勾连 当即会和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灵气屏障 清风尊者 飞入天玄风的阵洞之中 遥控着清玄宗 护宗大阵 七绝幻沙大阵的 天地灵力 汇聚生成的绝沙剑 寒而不发 数万丈的天地绝沙剑 悬浮于空 对准了九魔宗的 尸山血海大军 堪堪将进攻沙止住了 太好了 护宗大阵终于开起来了 得救了 我活下了 快看 那道雷云团 朝白云风转移了 肯定是老祖说服 他离开天玄风 不然 这么大的雷云 护宗大阵 还真撑不下来 好恐怖的雷劫啊 他若能顺利渡过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有救了 九魔宗这个时候杀上来 就是怕我们老祖 渡过雷劫吧 话说 到底是哪位老祖 再渡这等雷劫啊 我刚才看到封老祖了 渡劫之人不是他 也不是几位真君长老 我刚才看到了他们了 随着护宗大阵 七绝幻杀大阵开启 清玄宗七座主峰的安全性大增 清玄宗弟子 遥望着天际那个庞大的漏洞性雷劫 对着渡劫之人的身份猜测不断 他们都渴望老祖能安全度过雷劫 而后 将杀上门的九魔宗杀回去 力挽狂澜 挽救清玄宗于危难之中 魔祖 清玄宗外围的幸存者 都已杀光 绝大多少弟子躲在护宗大阵内 暂时没办法动 血神宗 宗主血缘魔君 向天爵魔尊 汇报道 天爵魔尊 长着一双有异于常人的漆黑瞳孔 他的双眸 却是妖野的血红 一丝浅绿 一丝浅蓝 混杂其中 不令人敢浑浊 反而有一种妖野或人质感 他身姿挺拔 身穿一套黑色镜装 披着一件血色披风 不怒自威 带了极大的压迫力 僻逆天下的傲气 然而 天爵魔君 眺望着天际的雷云 看着那杜杰之人 一次次接受天雷的洗礼 波澜不惊的脸色 展露着一丝严峻 那杜杰之人的身份 查出来了吗 天爵魔尊 充耳未闻 冷冷地问 相比于清玄宗的弟子 天爵魔尊 更关心上空 那个杜杰之人的情报 魔祖 已经将绝大数核心弟子 进行了搜魂 那位杜杰之人的来历 身份仍旧无法核实 疑似一个金丹真传 王剑锋 不过 按我们对清玄宗 王剑锋的了解 绝非此人 血缘魔君神色一速 连忙回应道 继续查 另外在此人的杜杰之地 布下绝阴大阵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都不能让他完成杜杰后 逃离绝阴大阵 天爵魔君神色一冷 肃穆地说 明白 那要继续攻打清玄宗 几座主峰吗 铲除藏身于 护宗大阵内清玄宗的余念 血缘魔君令命 询问道 那群缩头乌龟不用理会 眼下先解决了那杜杰之人再说 天爵魔尊想都不想地否决 冷声下令道 魔祖 要不要 派一些人去送死 加强雷杰的威力 元血魔君点了点头 看着天爵魔尊示意道 算了吧 派遣金丹弟子无济于事 让数位魔君出手 也增加不了多少雷杰威力 不过徒增伤亡而已 你布阵去吧 天爵魔尊认真想了想 否决道 是 血缘魔君领命而去 让下属们全力布置 绝阴大阵去了 在天爵魔尊看来 躲在护宗大阵内的清玄宗余念 都是土鸡娃狗 即便清玄宗的化神老祖 清奉尊者 天爵魔君也没看在眼里 然而 眼前这个杜元英雷杰的人不同 这么宏伟 强大的雷杰 天爵魔君都不确定 自己能不能安然渡过去 可是 在看那杜雷杰之人 一脸的轻松血液 一道道威力极大的雷霆 轰杂在他身上 仿佛跟挠痒痒似的 造成不了多大的伤害 一旦此人安全度过雷杰 实力再上升一筹 接下来 他肯定会成为一大威胁 只可惜 此人正处于杜杰中 然而对其出手的人 都会被纳入雷杰的攻击范围 这么强大的雷杰 雷杰的每一道天雷 都有可能轰杀一位元英魔尊 因此天爵魔尊 否决了血缘魔君的提议 派其他弟子去送死 为提升雷杰强度 供奉一份力量 这绝非天爵魔君 不忍牺牲下属的性命 而是 这种行为带不来什么好处 甚至容易分摊劫雷 对杜杰者的伤害 这个天杰的威力太大了 若要用元英魔君的性命去填 恐怕要数十位 上百位 才能提升三四成的威力 看那人杜杰游刃有余的模样 即便提升三两成的雷杰威力 对他而言 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状况 若帮他转移了雷杰的威力 那就得不偿失了 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妖念 真元修为 炼体根基都这么深厚 天爵魔尊死死盯着杜雷杰的礼目 内心涌出一股烦躁 数百年的谋划成功在即 如今半路杀出这么一个妖孽党路者 实在让人无语 清玄宗 天玄丰 清凤尊者 以及一众元英真君 金丹弟子 都关注着外界的雷杰 九魔宗的情况 九魔宗的人 围着老祖不法阵啊 完了 我们要不要出阵去支援老祖 这个雷杰怎么还不结束 不能让九魔宗的人将大阵不起来啊 清玄宗仲弟子议论纷纷 对阵外渡劫的老祖忧心不已 眼看着他被无数九魔宗弟子包围 摇天魔帆 释放英灵部绝阴大阵 九魔宗的人好似再不绝阴大阵 师兄 我们要出手吗 清文真君眉头紧皱 请示清风尊者道 不急 等雷杰结束 我们用天地零剑破了此阵 清风尊者摆了摆手 目光凝视着天杰的形态 都过去这么久了 才渡了五行雷杰 浩瀚的雷云规模 收缩到只剩原先的百分之一 然而 杰云的规模缩小了 他的威力 却成百上千倍地提升了 每一道雷霆 放在原音真君身上 都是一道催命符 然而 放在杜杰之人身上 好似能轻松承受下来 在一道道雷霆的轰击下 李牧身体表面漆黑的肌肤 一块块的玻璃 呈现雪白如玉的肌肤 完美无瑕 在雷杰的洗礼之下 李牧的身躯 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水 经过五行雷杰的洗礼之后 李牧的五行倒体 彻底凝食了 此刻 雷云规模再一次缩小 新的雷杰在酝酿 乘着这个间隙 李牧从储物阁中 取出一瓶丹药 倒出一颗菩提丹吞服而下 菩提丹是李牧筹备的 辅助渡截灵物之一 原本还有其他修复灵丹 不过 五行雷杰都安然渡过去了 便没有用到 不过 对下一个雷杰 李牧没有信心面对 保险起见事先服一颗菩提丹 以防万一 五行雷杰 总共五轮雷杰 45道截雷 安然渡过 接下来 要应对什么样的雷杰 不得而知不过 其他雷杰李牧 都敢放手一搏 唯独面对心魔节 李牧没有多大通过的把握 菩提丹服下之后 李牧大脑保持清晰寡欲姿态 佛异护心 静待雷霆落下 轰的一声雷鸣巨响 一道黑色雷电 对着李牧轰杂而下 黑色雷电对他的身体 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只不过 黑色雷霆产生的磁场幻想 将李牧的神魂 带入了幻境 九九雷杰中 最难度的心魔节啊 期望老祖能安然渡过 太可怕了 渡个节这么难吗 九九雷杰 雷霆一道比一道恐怖 老祖真的能顺利渡过吗 黑色雷霆 我第一次见过这种黑色的雷霆 少大惊小怪 黑色代表着魔性 那是新魔节 也叫天魔节 考验渡节者新性的 藏身于护宗大阵内 关注雷杰的清玄宗弟子 议论纷纷 对那位渡节老祖 充满了敬佩 对浩瀚的雷杰充满了敬畏 九魔宗 这一边亦是如此 他们已经停止了进攻 在四周部下绝音大阵之后 便都关注起了天机的雷杰 被宏伟的雷杰震撼住了 两方势力暂停了战斗 似乎这场雷杰的结果 能够决定后续局势的走向 每个人都在等待雷杰的结束 九魔宗的魔修们 都恨不得杜杰之人 死在雷杰之下 尽快结束战斗 同时 看了这个恐怖的雷杰之后 魔修们也对自己 未来杜杰的下场感到忧虑 太可怕 这么强大的雷杰 还有四十几道 这天魔节 他应该过不去了吧 我们以后度着原因雷杰 极大概率也会出现这天魔节吧 妈的 赶紧劈死他 赶紧结束 草 什么鬼雷杰 这么久了 还劈不死人 和普通修士相比 魔修们为了提升修为 不计手段 制造大量杀戮 沾惹大量因果业力 因此 一旦渡劫 百分百要面临惩罚性的雷杰 再加上魔修提升修为的手段 较为快捷 根基不稳 因此 成功渡原因雷杰几率 只有普通修士的十分之一而已 现在 亲眼见到这个雷杰的恐怖 让无数魔宗修士 难免地生起感同身受之情 他们歇斯底里的怒骂 宣泄心中的恐惧 虽然是不想到这些人 尤其是不想到这些人